这偌大的文会广场上原本密密麻麻的人群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得干干净净 当然,除了依旧呆立在文台上的三位老夫子 三少爷也走了 走得潇洒,走得快乐,走得得意 福伯,本少爷这样做算是对得住徐小贤了吧 福伯能怎么说呢 他只好点了点头 对了,说好的,咱们侯府上往后的日子里每月得买两千两银子的文箱 这事就从这个月开始 我看徐小贤穿的还是不衣 哎,他不容易啊 伯父的儿子怎能过得如此寒酸 他肯定是极为缺银子的 福伯呀,父亲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 若是没有伯父云楼先生,哪里有现在的北都侯府 所以呀,云楼先生对咱们北都侯府可不是滴水之恩,而是永泉之恩 可我能够为徐小贤做的,却是滴水相报 三少爷罗灿灿抱着他的剑摇了摇头 他望着天上的太阳深深一探,搞反了呀 但现在也只能为他做这么多了 对了,罗灿灿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不是要弄那什么纸业吗 以后北都侯府的用纸,也在他这里采买 就这么定了 福伯愕然地看着三少爷咽了一口唾沫 说道,三少爷,可府上采买这些东西的事 是世子殿下在打理 老奴无权从世子殿下手里拿到这采买的文书啊 罗灿灿撇了撇嘴 那个傻货 算了,从本少爷的府上支出吧 福伯的那双老眼顿时大争 不是,三少爷 您府上,您府上今年的用度你都花光了 你骗了你未婚妻夜欢欢的嫁妆 这是才越鱼 难不成你就忘记了 罗灿灿张了张嘴 过了半晌 才垂头向前走去 声音很是萧索 走吧 这事儿回头再说 三位书屋 智蕊和子尔站在门口 就像两尊门神一样 却没有门神的那精神头 智蕊低着头 双手捏着一摆 嘴唇抿得很紧 少爷就在书屋里 正和少奶奶低声地说着话呢 里面时不时有笑声传来 原本智蕊是很喜欢少爷的欢笑声的 但此刻却觉得有些刺耳 我这是怎么了 我不是一直希望 少爷能够娶回妓院小姐 成为徐府的少奶奶的吗 现在少爷终于开了桥 现在他们正在甜言蜜语之中 这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我为何心里这般难受 忘了吧 他是徐府的少爷 他是梁一仙最漂亮 最有文采的才女 他们才是郎才女帽的一对 而我 两只蝴蝶飞了过来 落在了智蕊面前的那棵梨树下的野花丛中 那是两只白蝴蝶 他们偏偏而舞 是那样的美丽 智蕊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了头来 他看见了远处有一只孤独的黄蝴蝶 他笑了起来 觉得那才是自己 我是应该恭喜少爷的 少爷活着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我会亲手为他们布置好婚房 我答应过少爷 若是少爷死了 若是徐府留下了小少爷 若是少奶奶不再愿意带小少爷 我会将小少爷抚养成人 让他继承徐府的衣钵 那是少爷的血脉 如此想着 智蕊释然了 一片阳光透过黎树的叶子 洒落在他的脸上 鼻翼两侧的那几粒雀斑 似乎也变得雀跃了起来 子儿就不明白 这智蕊的神色变幻 为啥会这么快 也是 他家的少爷 娶了我家的小姐 那是他家少爷 占了大便宜 他自然是会高兴了 可我呢 小姐即将嫁入徐府 自己作为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 按照规矩 也是要去姑爷家里的 若是再按照更古老的规矩 自己可是要成为通房丫头的 小姐倒是看得开 可万一自己真成了通房丫头 也就是徐小贤的女人了 她不久于世 自己该如何是好 自幼迈身入继府 子儿随着年岁的增长 也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她原本想的是 凭着小姐的容颜和才学 那肯定是会嫁入富贵人家的 若是那样 能够成为姑爷的通房丫头 这算是自己的福分 可现在小姐执意要嫁给一个 即将夭折的少年 这就让子儿很是纠结了 她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她仅仅只能在内心深处加以反抗 就在智蕊释然 就在子儿茫然的时候 梨花巷子的那一头 忽然传来了闷雷般的脚步声 他们转头向那处望去 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许多的学子涌入了梨花巷子 偏偏却没有一句说话上 他们的嘴好像被人给缝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沉默地走着 走得一脸的愤怒 不好 会不会是你家少爷得罪了他们 子儿瞬间想到了文会上的那一幕 智蕊一听吓了一大跳 这么多人来找少爷算账 就算是一人一口唾沫 恐怕也能将少爷给淹死了 智蕊慌忙回头 一步跨入了三位书屋的门槛 看见少爷正在和少奶奶窃窃私语 少奶奶正眼着嘴 笑得如花一般绽放 少爷 少爷 徐小贤抬头 看着风风火火的智蕊 问了一句 怎么了 智蕊一手捏着一摆 一手指了指外面 外面 外面来了好的好的的学子 我担心他们是 是来找少爷你算账的 少爷快跑 徐小贤也吓了一跳 他走了出来 看见那些学子们 如洪流一般滚滚来 在这一瞬间他哪里想那么多 他转头 对纪月儿打了一声招呼 晚上回来吃饭 我得躲躲去了 撂下这句话 徐小贤一把牵着智蕊 挤不上了老马破车 来副一鞭子 抽在了老马的屁股上 马车扬长而去 纪月儿也站了出来 他微醋着眉头 看着那些少年们 心想 难不成就因为 徐小贤在文会上 风头太盛惹了他们 都是斯文人 哪里有输不起的道理 就在纪月儿 心存疑惑的时候 前面的学子们 已经来到了 百花文香院的门口 里面的李掌柜和小二 正在打瞌睡 这些学子们 涌入了那扇门 吓了李掌柜一大跳 然后就在纪月儿 震惊的视线里 哐当一声 他们挤破了那扇门 掌柜的 文香给我来一盒 掌柜的 这里这里 什么 这么个玩意儿 五十文钱一盒 徐小贤他这是抢钱 不要就让开 掌柜的 我要一盒 仅仅一注香的功夫 李掌柜骇然发现 放在架子上的 一千盒文香 被抢够一空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了没有了 请诸位改日再来 后面还有两千多 学子没买到呀 这话一出 他们就郁闷了 因为三少爷的话 依旧响彻在他们的耳畔 这不是用五十文钱 买文香 这特么 是用五十文钱 再买命 你现在居然说没有了 这如何向三少爷交代 三少爷是真的讲道理的 他既然说了 要打断一条腿 并发配充俊 他肯定就会这么办 没有人知道 罗灿灿这丝此刻 已经离开了梁义县 就算知道 他们也不敢扬奉音为 因为那家伙是 北都侯府的三少爷 北都侯府 掌管着整个北境的 三十万大军 那可是真正的土皇帝啊 谁特么敢去 捋这只老虎的虎须 掌柜的 好不容易挤进来的长续节 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你家做的什么生意 怎么就背了这么一点货 你现在叫我们怎么办 赶紧的 叫你家作坊 再多生产一些出来啊 李掌柜一直猛逼到现在 当了一辈子的掌柜 他就没见过 有什么生意 能够好到如此地步 就算是生意很好 或卖完了人自然也就散了 哪里会像现在这般 水泄不通的人群 挤满了这间小店 外面还有看不见多少的人群 他们居然没有离去 有人在叫嚣 有人甚至在祈求 当然更多的人是在抱怨 他们为何会如此 想要买这蚊香 蚊子确实是多 可也没有到离不开蚊香 这种地步呀 以前没有这东西 难不成就不活了 李掌柜弄不明白 纪玉尔同样也弄不明白 但现在显然不是弄明白 其中缘由的时候 纪玉尔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外面的人群中 买到了蚊香的人 神色极为轻松 而没有买到蚊香的 却很是紧张 他们似乎在怕什么 紧接着 纪玉尔就看见 买到蚊香的人是人手一盒 绝没有人多买一盒 他很快抓住了其中的关键 三千多学子 看来他们是至少需要买一盒 那就还欠缺了两千多盒 这事儿 徐小贤是交给朱仲矩和苏平安再办 现在要解决的是 让其余两千多人也买到蚊香 至于以后 纪玉尔没去想那么多 做生意嘛 先把这第一笔银子赚到再说 就在人群中 纪玉尔看见了朱仲矩和苏平安 子儿 别发呆了 去将朱公子和苏公子请来 朱仲矩和苏平安 有全程见证罗灿灿所为 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匆匆赶来 也是因为他们知道 铺子里只有一千盒文香 二人随着子儿 来到了三位书屋 一番粗略的解说之后 纪玉尔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但同时又有一个疑惑 在他脑子中生起 北都侯府的三少爷 他为啥要帮助徐小贤卖文香 现在 咱们别去管那个三少爷 文香这东西 做起来妈不麻烦 纪玉尔问道 要说麻烦倒是不太麻烦 却需要许兄亲自 伏平我有叫李大爷请人去采摘晾晒 估摸着明儿就能用 若是许兄调配好其余药材 明儿就能再生产 最迟后天就能售卖了 朱仲矩一番解说之后 纪玉尔明白了的大概 那现在这样 还请两位公子用过午饭之后 去一趟百花村 让李大爷准备好艾草和伏平 我呢 我回去一趟告诉小贤 让他采买好药材带去百花村 这样就可以尽快地生产 如何 朱仲矩和苏平安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 那就按照月儿小姐说的这样去办 不过现在 还得请二位去向那些学子们说一声 就说 新的闻香将在后天再次售卖 他们肯定会等 就让他们等着吧 纪玉尔匆匆忙忙去了徐府 却扣门不开 只有那条狗 在汪汪汪地叫着 徐小贤带着智蕊和来福这时候在西市街 他要买一些菜 因为晚上要宴请几个人 其中就有纪玉 围在百花闻香院外的两千多 没有买到闻香的学子们 终于在朱仲矩和苏平安的劝导下散去 梨花巷子再次清静了起来 但显然比往日还是要热闹一些 这里三三两两又来了不少人 这些人皆是梁义县的百姓 他们当然是被这地方的轰动给引来的 想要瞧瞧这闻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为啥会引得那些学子们疯狂地抢购 当然 真实的缘由 他们并不知道 那些学子们也没那脸皮 说是受了北都侯府三少爷的威胁 这话不能说啊 若是传到了三少爷的耳朵里 那定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但理由却必须得有 你们不知道 徐小贤那丝今儿拿下了文奎 这百花文香就是徐小贤发明出来的 据说点着这文香看书 蚊虫不尽 心里安然 这东西既有屈蚊之作用 也有安神之妙用 这就是徐小贤能夺得文奎的秘密 你们说这玩意儿卖五十文钱贵吗 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个消息在梁义县疯狂地传播着 梁义县的百姓们在听说了之后 进阶倒吸了一口凉气 徐小贤许凡之他居然夺得了本届文奎 这显然是真的 那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徐小贤文才依旧 甚至更进了一步 因为以往的文汇这家伙 可还从未曾拿下过文奎 他脑子有病 可他却点着这文香 把书给看进去了 这些书生们说 这文香有安神之妙用 看来也是真的 不然他一个随时都可能 发作的精神病 如何能够夺得文奎 所以这百花文香是真的极妙 这样说来 五十文一和 一和里面有足足五卷 还真是不贵 梁义县的百姓们就心动了 心想 若是自己的儿子 能够熏着这文香看书 是不是也能如需 小贤那般读得财思敏捷 读成这梁义县的文奎呢 李掌柜的 西市街正一刀正屠夫 那张胖乎乎的脸 笑得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一样 他搓了搓手 又道 嘿嘿 大家都是老街坊了 您这文香 瞧瞧看还有没有剩下来的 李掌柜就很是错愕了 这正屠夫的儿子 今年十五 长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听说这正屠夫也是舍得 居然给他这儿子 请了私塾先生 可结果呢 结果不用提了 大字不识一抖 更不用说被四书捂金了 这样的儿子 跟着你杀猪 还是挺不错的 可你居然想要他成为文人夺的文奎 你特么是不是想多了 竹林书院 文会早已结束 但三位老夫子依旧未曾离去 就在书院后面的一处院子里 老院长张长举 煮着一壶茶 脸上乐开了花 虽然本次文会 仅仅只有徐小贤做了四首诗词 继约做了一首词 但这五首诗词的文采之高 却是这么多年来 历届文会知罪 张长举您这茶壶 为张桓公和魏长青争了一杯茶 他心里那个乐 虽然这次文会并没有宣布魁首 但徐小贤却是绝对的唯一的魁首 徐小贤是竹林书院的学子 这文奎当真落在了竹林书院 他这个老院长的这张老脸上 当然充满了自豪的光芒 他瞧了瞧 同样一脸欢喜的张桓公 又看了看一脸漆黑的魏长青 一缕长须笑道 魏老夫子 婆知你恐怕不太了解 这个孩子啊 老夫一直很喜欢 他天资聪颖 还勤奋刻苦 你不知道啊 平日里 别的学子都散学了 唯独只有许凡芝 会留在这竹林书院的后山上 他依旧在用心的读书 就凭着这份坚韧的精神 不屈的毅力 去遂相识 他一举夺得了戒缘 当然 最后为啥会落榜这个问题 老夫相信 迟早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魏长青一听 那张脸变得更黑了 你张长菊也不是 许小贤的授业恩师啊 再说 那小子不是得了封病吗 曾经他或许天资 聪颖勤奋刻苦 可现在 瞧瞧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 他现在的心思 当真在读书上吗 他在想方设法地赚银子 可自己引以为豪的北秀三杰 确实输给了许小贤 这让他很是气短 最后只好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 这么说 桓公的这举荐名额 就落在许小贤头上了 张桓公却不无叹息地摇了摇头 老夫倒是想啊 可我这个忘年之交思想之高洁 远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 魏长青一正 难以置信地问道 这话怎么说 他不愿意 张桓公点了点头 对 他不愿意 就在魏长青震惊的视线中 张桓公将他和许小贤 结实的点点滴滴 给详细地说了出来 说了足足半个时辰 魏长青和张长举听得呆立当场 浑然忘记了这桌上的茶水已凉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他受了那番打击 但他依旧会去参加精髓的科考 却不是为了当官 仅仅是求个举人的功名 老夫现在明白了 婆知有了这举人的功名 他就能更好地为百花村的老百姓谋福祉 就能更无羁绊地带领着百花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了 那些产业在他的名下 有了举人身份 他不用缴纳税赋 这些税赋 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他自己不得一厘一毫 这些赚来的钱 可是全会落在百花村村民的手里 通过此举 老夫相信百花村一定会很快地脱贫 百花村的老百姓 一定能够过上美好的日子 这就是扫一屋了 可惜了 他若是能去当官 当可以扫天下 唉 张桓公一声叹息 那双眼睛忽然一闪 看向了魏长青 你输了 你的学生和我这位小友相比 无论是诗词还是品性 都输了 给钱 魏长青摇头苦笑 一脸肉痛地 从荷包里 磨出了一叠银票 老夫不得不佩服繁殖 张桓公没有等魏长青的话说完 他一把抢过了魏长青手里的这一叠银票 也没数数 便揣入了袖带中 魏长青顿时瞪了张桓公一眼 你就这么急迫的 落袋为安 这样老夫才放心吗 魏长青老眼一横 你竟然认了徐小贤为忘年之交 徐小贤竟然有如此高洁的思想 老夫提醒你一下 周延旺可并没有忘记 徐小贤砍他的那一刀 老夫听到一些风声 周延旺找了挂门中的人来对付徐小贤 你我知道 这些五花八门中的人做事 可是只认银子 而没有底线的 徐小贤既然无意为观 挂门中的人对他 就可以不择手段 说着这话 魏长青扣了扣桌子 低声又道 可得叫婆知当心这点啊 明面上老夫相信 桓公你能够处理稳妥 但这背地里 徐小贤若是某一天死了 老夫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 云来客栈 这是一间在梁义县新开的客栈 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 名叫李辉 生的斯文 极为和善 原本这梁义县的客栈 主要是行商所住 但这一次运气好 竹林书院举行的这次端午文会 吸引来了大量的学子 这几天 他这客栈的生意极好 只是今儿个这文会结束了 那些学子们 恐怕就要走了 这生意估摸着又会淡下来 恢复成昔日那般不温不火的模样 但令李辉 李掌柜未曾料到的是 中午时分 他的这间客栈再一次爆满 在小二罗老二的打听之下 他才知道 是因为徐小贤夺得了本次文会的魁首 而他夺得魁首的缘由 却是因为熏了百花文香 这在李辉看来很是扯淡 但这些学子们 一个个姓氏淡淡这么一说 他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作为挂门在梁义县的分舵 他的主要职责 便是收集这些奇人异事 徐小贤以精神异常之病区 而夺得文魁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界的文人太弱 不过他也算是个奇人了 只是他得罪了一个大金主 迟早得死 这文香就是个意识 如果这东西 真能安神尽心 还能促进脑子开窍 李辉的脑子 这时候活络了起来 那位大金主的父亲 不就是想让他的独苗儿子 能够成才吗 什么叫成才 当然是诗词文章假天下 功名利路滚滚来 若是将此物 交给舵主送蛮子 由送蛮子 呈给梁州巡察使周阳周大人 若是这东西 真让周大人那儿子开了窍 成了文人 甚至成了这大臣朝的官员 这对于挂门 在整个梁州的发展 可是有极大的好处 当然 作为老江湖 李辉并没有马上去办这件事 得再看看 看看这东西 是不是真有那么神乎 罗老二 去打听打听这文香之事 云莱客栈的二楼 北秀三杰和柳燕梅等人 今儿个正好歇讲在这地方 七人齐聚一堂 除了宋思杰 其余六人 进阶愁眉苦脸 一个个都在哀声叹息 哎 说起来太丢人啊 我们师兄三人 可是在北秀书院 那么多的同窗面前 夸下了海口的 口口声声说 这竹林书院的文奎 非我三人莫属 可结果呢 半路杀出个徐小贤 宋续杰悠悠一叹 摇了摇手中的折扇 哪里料到 我等居然未能 做出一首诗词 就这样被淘汰 丢人啊 这人可丢到了姥姥家去了 宋思杰却笑了起来 那张亲自的脸上 居然散发着褶褶光芒 以在下之见 徐小贤诵读出来的 那三首诗词 确实极妙 我自认为是 做不出那样的诗词来的 何况还是一口气三首 可惜不知道的是 他的第一首诗词 是个什么模样 咱们来梁一线也两天了 倒是听了 一些关于徐小贤的故事 现在我觉得 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唯一真的是 他去岁确确实实中了戒园 齐文杰一正 问道 你为何 确定他去岁确中了戒园 文杰兄 像徐小贤这样的才华 敢问整个梁州 还有何人 当年的欺步老人 一生之中 只有三次欺步成诗 还是仅成一首 可徐小贤呢 他仅仅数息时间 变成诗四首 这等文学造诣 就连欺步老人 恐怕都望尘莫及 那么他 能够在相识 把得头筹夺得戒园 也不是什么不可能之事 只是没有人知道 放榜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名落孙山吧了 柳燕梅这时候 也想了许多 徐小贤具有极高的才华 这一点竟是不可质疑的 但他很是怀疑 妓院做的那首词 只是他没有证据 也不能瞎说 我听说徐小贤是个孤儿 至今未曾离开过梁义县 你们说 他会不会是得罪了 宫里的什么人 不然堂堂戒园的身份 可不是谁都能够 给撸掉的 齐文杰也皱起了眉头 按照道理 这事还真没道理 上个月 周坐周少爷来梁义县 你们恐怕不知道 这位周少爷 曾经在梁州 见过一次妓院 当时就惊为天人 发誓非妓院不娶 上个月 周少爷来梁义县的目的 就是想和妓院定亲 结果 结果被徐小贤那家伙 装疯卖傻地砍了一刀 家父曾经带我去了周府 看望了周少爷 听周大人和曹大人所言 这徐小贤当真就是个孤儿 而且确实华神医 来给徐小贤诊断过 不过是季县令亲自去请的 华神医的诊断结果是 徐小贤得了精神异常之症 这是华神医 曾经亲口给曹大人说的 肯定也假不了 以大臣神医华老的水准 他断然没可能诊断错 可现在看来 这其中似乎有些变故 齐文杰仔细地梳理了一下 来到梁义县之后 听来的关于徐小贤的各种消息 面色凝重 眉间紧促 又道 昨晚淡水楼的那几道菜品 大家都尝过 那是徐小贤弄出来的方子 接二个这文箱 也是徐小贤倒过出来的东西 书院里的那些条幅中 还提到了一个百花纸页 估摸着是徐小贤 还要在百花村造纸 当然 造纸这个技术 他肯定是不懂的 但看他这一图 似乎手里 有懂得造纸的师父 你们说说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像一个精神异常病的患者吗 纪月儿可是在梁义县生活了几年了 他理应最清楚徐小贤 可他却偏偏就要嫁给他 这又说明了什么 齐文杰的视线 在一众少年的脸上扫过 过了片刻 他极为认真地说道 我觉得 我们所听见的这一切 都是假象 柳烟梅一正 文杰兄此言何解 徐小贤这丝 他骗了所有人 这话一出 就连宋思杰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说道 可病就是病 去岁东 他在冰天雪地裸 奔 梁义县那么多人瞧见 这总假不了吧 华神医亲自来做的诊断 这肯定也假不了吧 再说 他为什么要骗了这所有的人 动机何在 宋思杰一连数问 问得齐文杰一愣 这个傻子这脑子 怎么也如此不开窍呢 我特么不过是 为了给咱们的失败 找个台阶的呀 这一次文会 拜得体无完肤 回到了梁州 回到了北秀书院 如何向书院的同窗们交代 如何向梁州的百姓们交代 怎么给他们说 说徐小贤实习成事四首 我等丢盔弃甲 杀鱼而归 接下来 徐小贤的名字 肯定会在梁州响亮 人们会知道 徐小贤的所有情况 那就是个傻子 就是个神经病 然后呢 人们会觉得 堂堂北秀三杰 居然输给了一个傻子 一个神经病 这特么岂不是说 咱们连傻子 连神经病都不如 以后还怎么有脸 在北秀书院 在梁州成混啊 所以必须将 徐小贤的形象 给树立起来啊 他必须高大伟岸 财思敏捷学富武车 是远远超过了 北魏的花中举花老大儒 七步成师 那种水平的天才 输给一个傻子 毫无疑问 就显得自己比傻子更傻 可输给一个天才 还是比花老大儒 更厉害的天才 这就不是他们 北秀三杰不给力了 试问天下少年 谁敢和花七步相提并论 输给花七步可耻吗 一点都不可耻 甚至还能 勃来别人的同情 但如果徐小贤 比花七步更厉害 就算是相当 输给徐小贤 那自然也不是 什么耻辱之事 不服气啊 不服气 去找徐小贤 比试比试啊 这就变成了 非战之过 敌人太强大也 失败的性质就变了 可齐文杰 不能这样直白地 向宋思杰讲啊 这种精神需要领会 但显然14岁的宋思杰 还没有这样的觉悟 他甚至不知道 这场文会的完败 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常续杰领悟了 齐文杰的意思 但要将这意思给合理化 就必须正是 宋思杰提出的问题 所以他忽然拍了拍 宋思杰的肩膀 我明白了 宋思杰疑惑地 看着常续杰 你明白什么了 文香 常续杰双手一拍 陡然站了起来 就是那文香 通过一根管子 正在一楼的 文香 徐小贤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难道就是因为 文香这个东西 话说宋续杰手里的 折扇一拍 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顿时吸引了 其余六人的视线 他开始剖析 徐小贤 为何而变得如此厉害 你们想想 梁一仙那么多人 看见了徐小贤裸 笨 这是假不了的 化神医亲自做的诊断 这也是假不了的 但是 宋续杰仿佛找到了 其中的奥秘 他脸上的神色 都精彩了起来 我还听说 他徐府上长久以来 恶奴妻主 可就在今年三月三 徐小贤却赶走了那恶奴 还送进了这梁义县的 县衙大牢 这是徐小贤 这十六七年来做的 第一件大事 这件事发生在 华神医对他诊断之后 你们想想 十六七年啊 谁能忍受 这恶奴 一直呆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这之前 他是真的傻 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反抗 要将那恶奴绳之以法 可他为什么 忽然之间又醒悟过来了呢 这是因为化神医 给他开了一剂药方 这药方 就是那蚊香所用的材料 他用化神医的药方 制成了蚊香 经过数月那蚊香的熏染 他的病已经好了 对了 咱们这也点着一盘 皇兄所买来的蚊香 你们发现了没有 蚊虫真的没有了 不仅仅如此 在下还觉得 嗅着这项味 脑子比以往清晰了许多 精神更加充沛 精力更加饱满 现在已是黄昏 该是用晚饭的时候了 可在下却丝毫未曾觉得 饥饿 长旭杰这番话一出 齐文杰等人才 骤然发现 果然没有蚊虫骚扰 似乎这脑子 也确实更加灵光 甚至齐文杰还觉得 在文会上做的那首 荷花的诗词的下半片 似乎也一遇飞之欲出 旭杰所言不假 蚊香这个东西 看来有极大的妙用 仿佛发现了什么 了不得的秘密 齐文杰也站了起来 神色颇为激动 所以 徐小贤就是用这个蚊香 治好了他的脑脊 这文香治药方 可是华神医所开 他不仅仅有屈蚊治病的功效 他还有安神静心 洗脑明目 开阔思维 增强记忆之神效 似乎是解开了一个 了不得的谜团 齐文杰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所以 曾经的徐小贤 脑子确实有病 但自从有了这文香之后 他非但病好了 就连诗词文章 也信手拈来 徐小贤此前 可从未曾做过 什么惊人的诗词 为什么今儿个 他能一鸣惊人 徐小贤这不是后继勃发 而是在长期的 文香的熏陶下 突然开悟 所以 今儿个徐小贤之圣 完全是拜那文香所赐 诸位 我听说徐小贤 要参加金岁八月的 梁州香市 这是我等一雪前耻的 大好机会 因为我们也能买到文香了 对对对 宋续杰手里的折扇 又猛地一拍 改名儿 咱们得去多买些文香 并且 待会咱们去四方楼用饭 得将这文香的秘密 传播出去 有了这等神物相助 我大成文人 和仇不能高中 一楼暗室里的李辉一听 眼睛顿时愈发的明亮 这文香 居然是一件神物 难怪徐小贤 变得和以往完全不一样 甚至两次击杀 他都没能伤他分毫 那是化神医 亲自开的药方 功效果然不同凡响 只是那徐小贤也是傻 这么好的神物 他居然会拿出来售卖 居然仅仅卖五十文一盒 赶名儿得叫罗老二去 买上一千盒 交给送蛮子 有了这一千盒文香的熏染 想来也差不多能够 把周寻查室的儿子 给熏开窍了吧 二楼的宋思杰满脸的疑惑 这文香 当真有这么厉害吗 可是 若不是这文香的功劳 又如何解释 前后矛盾的徐小贤呢 他怀疑了片刻也释然了 对 就是这文香之功劳 不然纪月儿 为什么会嫁给一个疯子 估计整个梁义县 就只有纪月儿 才清楚 徐小贤的病 已经被那文香给熏好了 徐小贤并不知道一夜之间 百花文香在所有学子们的心中 从最初被三少爷强迫购买 转变为了他们自己的主动需求 这个需求是巨大的 是徐小贤始料未及的 更是他难以理解的 此刻的他 正在徐府前院的厨房里忙碌着 因为纪月儿今儿晚上 会在他家里吃饭 当然 受邀的还有纪县令纪星儿 以及朱仲举和苏平安 朱仲举和苏平安 是他生意上的伙伴 许多事情得交给他们去做 好吧 其实主要是今儿文香销售一空 他得拿回销售出去 一千盒文香的银子 一盒五十文 一千盒 足足五十两 刨去一英成本 他徐小贤独得其中的三十五两 这样的利润 那可真的是做梦都会笑醒 至于小姨子寄心儿 这当然得请了 这位女侠身手极高 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而寄中谈 这位岳父大人 徐小贤当然也得好生巴结一番 一来是感谢他 相当于赠送给自己的两千亩山地 二来嘛 他得好生 和这位岳父说到说到 水库的建设选址 和修建时候的注意问题 老岳父在梁义县这官 当得越稳当 自己在梁义县的生意 才能更上一层楼 这个道理 徐小贤很是明白 所以得让季先令的屁股 做得更稳一点 智蕊 火稍微小一点 来福 来福 来福匆匆跑进了厨房 少爷 有何吩咐 把这猪耳朵 拿去拔一下毛 然后再杀一只鸡 另外 去河汤里 捞一条三斤左右的草鱼 给本少爷把鱼杀了 本少爷做一道豆花鱼 好嘞 来福姓冲冲跑了 智蕊烧着火 抬头看了看少爷 那一脸的喜意 心里依旧有些伤怀 少女刚刚情窦初开的花 就在这火光的硬衬下凋零 脸上鼻翼两旁的那几粒雀斑 分明在火光中跳动 但若是仔细看上去 他们似乎有些违逆 少爷 嗯 少奶奶进了家门 若是少奶奶不喜智蕊 少爷我会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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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的把你嫁出去 但这徐府依旧是你的娘家 智蕊心肝一颤 有些欣慰 但更多的却是失落 他嘟了嘟嘴 我才不嫁人呢 我这一辈子就赖在咱们府上 事后少爷和少奶奶了 小丫头 这是你还没遇见自己的良人 若是遇见了 恐怕会巴不得马上嫁出去 智蕊没有吱声 心向我的白蝴蝶已经飞走了 对了 明儿开始 我要穿自己喜欢的那身绿色的衣裳 冀中谈今儿个很高兴 就连走路都带风的 徐小贤那小子终于开了窍 主动来到衙门 取去了那份数次未曾送出去的婚书 这小子也真可以 他还真夺得了本次竹林书院的文奎 今儿个这梁义县大街小巷的街坊百姓们 所谈论的都是两件事情 其一是徐小贤夺得了本次文会之文奎 其二就是那文乡了 百姓们对徐小贤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 曾经他们是耻笑 而现在 他们的言语面色中却是毫不掩饰的羡慕 瞧瞧人家徐小贤 哪怕脑子有病 但人家却夺得了文奎 你这小子明白什么叫文奎吗 那是了不得的才华 叫你读说 你偷偏偏要去打猪猪 就不能向人家徐小贤学学 当家的 徐小贤那病怕是好了 不然在数千学子中 他怎么能够脱颖而出呢 听说是因为那文乡 现在满城都在疯传 说是那文乡可是个神物 有开窍明目提升醒脑之功效 要不 咱们也去买一些回来点儿子用用 去买啊 这么好的东西 连徐小贤的脑子都治好了 咱们儿子的脑子可没病 这效果恐怕会更好 只是 那神物要五十文一盒 有些贵啊 贵什么贵 若是儿子也开了窍 拿到个文奎 万一那诗词文章入了文风格 你老陈家祖坟上 可就算是冒青烟了 娘子所言即是 明儿个 我就去那百花文乡院 蹲着 凡此种种 祭中坛甚至没有坐轿 他就这样慢悠悠地 走在梁义县的街巷里 听着街坊们谈论着 关于徐小贤 关于那百花文乡的事 只是这听着听着他 就觉得有些奇怪了 那文乡当真有那么多的作用 自己也点过啊 对了 自从用了那东西之后 睡眠似乎比以往好了许多 就连记忆似乎也增强了不少 集中坛眼睛一亮 凡之大公无私地 将这等神物给分享了出来 岂不是意味着 以后的梁义县 会出许多的财子文人 这小子 可是为梁义县立下了大功啊 一来是这文乡的销路 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就意味着 百花村的村民们的收入 将源源不断 二来是这文乡有如此功效 现在距离乡市 还有三个来院 若是竹林书院的学子们 坚持用上三个月 精髓乡市 咱这梁义县 恐怕会一鸣惊人 季中坛捋着两撇八字 胡须笑了起来 这个女婿 当真可以 贤妻 不 辣妻简秋香 实在太有眼光了 难怪能坐稳 这北京马帮的帮主之位 长女纪院 果然继承了她娘的优点 面对繁殖的诸多问题 她终究没有放弃 现在看来 恐怕能够守出个柳暗花名了 徐小贤的名声 显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从此往后 这梁义县的百姓们 恐怕再也不会对她指指点点 说她一句脑残了 他们会敬佩她 会尊敬她 会以她为楷模 去教育她们的子女 甚至会佩服我 纪中坛的眼力 对了 在渠山下挖掘一处水库这件事 明儿个得提上日程了 这是徐小贤的主意 得挂上徐小贤的名字 这小子既然不想当官 那也不能让她这一身的才华 给浪费了 得给她套个枷锁 嗯 不如就将她弄到县衙来 当一个小吏 当个什么好呢 水库的事是她提出来的 看来 她对水利有些研究 不然就设立一个水库管理处 让这小子当个和长 这不是官 就是个小吏 没有违背婆知的理想 如此一想 纪中坛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对 学以致用 何况这还是一件 为整个梁义县的百姓们做的好事 婆知当欣喜 梁月巷子 纪福 纪西儿坐在纪院的闺房里 直愣愣地看着姐姐 姐 这是你今儿晚上换的第四件裙子了 你究竟想怎样呢 西西 这一件你觉得好不好看 今儿晚上 徐小贤邀请他们去隔壁吃饭 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因为这场饭局上有外人 就是朱仲矩和苏平安 自己和徐小贤的事 他们其实已经知道 但徐小贤既然邀请了自己一家 这就表示 他要在外人面前 正式地宣告两人的关系了 这当然得慎重一些才好 好看好看 我说姐姐 你至于这样吗 穿哪一件都一样好看的 你快点好不好 哼 敷衍 敷浅 说到敷浅这个词的时候 纪月儿笑了起来 他瞄了瞄继西儿那鼓鼓囊囊的山岳 眉飞色舞地嘀咕了一句 妹妹 大不一定就能赢 你瞧 许郎就不以大而论事吧 纪西儿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瞇了纪月儿一眼 鼻孔朝天 哼 那是因为徐小贤不是我的菜 不然 哼哼 若是我真的对他下了手 莫非你还真以为能轮得到你 纪月儿一点都没生气 他是胜利者 当如胜利者一般骄傲 他又取出了一件白色的裙子 才忽然想到 这裙子 正是第一次在三位书屋里 和徐小贤初见的时候穿的 就穿它了 你倒是去抢试试 某些人啊 可没点自知之明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到黄河星不死 纪月儿也灭了纪西儿眼 你不妨对他下手试试 不过咱们姐妹话得说在前面 若是被碰了个鼻青脸肿 可莫要来找姐姐哭鼻子 你 纪西儿咬牙切齿地瞪着纪月儿 我的郎君 是这赢甲匹 大肠手握长刀的将军 他徐小贤 连马背都爬不上 那若鸡的模样 也就纪月儿你喜欢 就算送给我 我也不要 好好 我倒是要看看 你去哪里找那大将军 纪月儿换好了衣服 又在铜镜前仔细地梳妆了一番 走了 父亲恐怕已经到了 纪西儿撇了撇嘴 两人来到了院子里 他嗅了嗅隔壁传来的香味 心想 若不是隔壁 那味道实在太诱人 这宴席 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徐小贤 这家伙可是自己的克星 纪月儿也瞧了瞧那堵墙 心里想的 却是希望徐小贤能够在某一天 在这堵墙上开一个门 他可没记心而那伸手翻墙啊 这往来可没那么方便不是 梁月巷子 徐浮 智蕊从未曾见这府上 有过如此的热闹 这是少爷第一次在府上宴请宾客 这是此前智蕊从来不敢去想象的 少爷亲自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少爷还请来了梁义县的县令大人 以及梁义县首富之家的少爷 还有一位从苏州远道而来的翩翩公子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 未来这府上的 那位光彩夺目的少奶奶 以及少爷的那漂亮的小姨子 智蕊看着这一切 忽然间觉得这府上开始充满着生机 就像春天来了一样 少爷真的变了 他不再是以往的那个沉闷的书呆子 他现在活得很是生动 也或许是让他那有限的生命 绽放出最后的灿烂光彩吧 此刻的徐小贤正在侃侃而谈 看在智蕊的眼里 那就是口若悬河意气风发的模样 这样的模样 是曾经的少爷没有的 但现在的少爷 似乎就应该是这样 街坊们的那些看法 没有问题 当徐小贤听说 蚊香这个东西在街坊口中传为了神物之后 他非但没有去纠正 还添了一把火 今儿个 我也不再瞒着你们了 这蚊香的配方 原本是华神医给我开的药方 我仅仅是加以了一些修改 添减了几味药材 能不能彻底的治疗脑机 我不能妄加断言 但自从用了这蚊香之后 我自己的病确实未曾再有反复 说着这话 徐小贤深情地看向了季月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敢去找了伯父 取回了婚书 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和月儿举案齐眉 白头到老了 这话一出 季月儿羞怯地垂下了头来 季中坛自然大喜过望 朱仲矩的心肝 被狠狠地扎了一刀 却让他眼睛陡然一亮 苏平安也听出了 这话里面蕴含的巨大商机 如此 有凡之为实证 咱们那蚊香可在天一笔 百花蚊香 蚊出品 神奇功效 谁用谁知道 徐小贤收回了目光 很是惊讶地看着苏平安 这小子脑子活络呀 这个可以有 好 明儿就弄这样一张条符 挂在百花蚊香院的门口 另外 朱绍啊 啊 这宣传就得趁热打铁 为了这蚊香 能够卖得更好 我觉得 可以采取两个方案 齐头并尽 朱仲矩顿时看向了徐小贤 眼里满是火热 徐公子还请明示 其一 我就牺牲一下我自己吧 请了画师将我的头像画出来 找了书局印刷在咱们的蚊香盒子上 此为百花蚊香之品牌标志 这其二嘛 好久也怕巷子深啊 朱绍你手里人多 你瞧瞧我现在是不是身文火虎的 你让人在暗地里宣扬一下 就说我徐小贤的病 恐怕就是因为这蚊香而痊愈了 并且 徐小贤顿了顿 既然要搞 那就把这事儿 搞得更大一点 并且可以放个风声出去 就说我徐小贤说的 今年八月相识 我徐小贤定然在中举人 朱仲矩愕然地张了张嘴 他浑然忘记了 这满桌子的菜箱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徐小贤 脑子在飞快地转着 在那盒子上 印上徐小贤的头像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他要出名 不对 徐小贤是个咸淡之人 他并不是为了出名 而是为了让那些人记住他 徐小贤用了这蚊香之后 不但病好了 而且财思更为敏捷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才有了第二侧 在暗地里 宣扬他病好了这件事 暗示人们 这百花蚊香的神奇功效 再结合他要取得 金碎香是举人这个海口 这文慧 他夸下了要夺得 文魁的这个海口 他实现了 那么他再夸下一个 取得举人的海口 人们自然会幸福 而归根结底 他有此强大的信心 却来自于这百花蚊香 那么这百花蚊香 就会更加深入人心 成为真正的神物 徐小贤这家伙 果然不简单啊 对了 看来这蚊香之效果 当真极妙 我特别得时常点的熏着 万一我也熏开了窍 那该有多好 纪约听了之后 就知道了徐小贤的意图 而纪仙却一脸猛逼 觉得这读书人 脑子里的弯弯转转真多 苏平安和纪仙令 很快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纪仙令更加欣慰 这女婿好啊 有了这两侧 百花蚊香必然热销 走出梁翼走向 大臣指日可待 苏平安拱了拱手 起身拧着酒壶 为徐小贤争了一杯酒 妙妙妙 如此一来 百花蚊香再不愁销禄 在下敬你一杯 你实在是在下见过的 不是出的营商之天才 纪月的心里 比吃了蜜糖还要甜 他看向了徐小贤 满眼都是小星星 徐小贤和苏平安喝了一杯酒 却悠悠一叹 苏兄 朱兄 在下担惊竭力的 不过是让百花村的百姓们 日子能够过得更好一些罢了 对了朱兄 今日之回款 明儿个 我还得用这些银子去买药材 朱仲举这才醒过神来 连忙取出了荷包 从里面掏出了足足五十两银子 递给了徐小贤 惭愧 惭愧 前面光顾着这一桌子的好菜 后面又被许兄之光彩迷糊 倒忘记了这正事 徐小贤若无其事地 收好了这五十两银子 摆了摆手 无妨 我也是为了明儿的那些药材 不要耽误了生产 前面月儿说 单单那些学子们 就需要两千余盒 既然他们 在那什么三少爷的威胁下 必须买这闻香 他眼珠子咕咕噜噜噜一转 露出了一抹坏笑 咱们梁义县的流动人口 原本仅限于行商 这两千多的学子 若是能够在梁义县多住几天 至少咱们梁义县的客栈 和饭店的收入会增加不少 这样 明儿朱兄去百花村看看 蚊香作坊应该建起来了 苏兄就去百花蚊香院 出一张告示 就说七日之后 这蚊香才有的卖 他们若是不信 苏兄就带他们去百花村 亲眼看看 如果他们要去百花村 朱绍 派几个人守在百花村的那桥头 收参观的门票 一人一两银子 卧槽 朱仲举再次震惊 他不太明白 徐小贤这一番操作 是个啥意思 也不好意思去问 那样显得自己 和他的差距太大 苏平安也不明所以 纪院眼里的小星星 却更加璀璨 纪中坛很快醒过了神来 他捋着那两撇八字胡须 点了点头 只有纪心 刚刚加了一筷子豆花鱼 他愕然地看向了徐小贤 这家伙 怎么如此无耻的呢 一旁的智蕊捏了捏裙摆 觉得少爷似乎变坏了 对于这些操作 徐小贤一概没有解释 朱仲举和苏平安 不相信会有人花一两银子 跑去百花村 看那尚未建成的小小作坊 纪心儿就觉得这个姐夫 掉进了前眼里 纪中坛似懂非懂 但他知道 徐小贤将那些学子 留在梁义县的意思 接下来 徐小贤没有再说 关于闻香生产和营销的事 这在他看来 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闻香这个东西 有着极强的季节性 在目前这个阶段 他真正能够 赚到大笔银子的东西 是百花之业 所以 造纸作坊这件事 不能因为闻香而停下来 百花村的村民太少 这样会耽误造纸作坊的建设 伯父啊 徐小贤看向了纪中坛 这件事 就得靠纪县令来帮忙了 百花村附近 可还有贫困的村子 我的意思是 咱们基于百花村 向周边的村子辐射 就是带动周边的村子 共同富裕的意思 季中坛一听当然高兴了 这可是 他治下的领地 若是那些村子 也跟着富裕起来 这可是 他屡历中的极为光彩的一笔 有 百花村往西五里地的牛角沟村 那地方比百花村还要穷 有农户三十六家 共计百余人 从百花村往西十里地的桃园村 有农户一百二十余家 共计五百来人 繁之啊 要不 将这闻香作坊 也开设到这些村子里去 想啥呢 徐小贤的步子 可没敢卖那么大 会扯着蛋 这事 暂时还是放在百花村吧 不过得反请伯父问问 那两个村子里的村政 若是他们的村民 愿意来百花村务工 工钱和百花村的村民们一样 如果他们愿意 这事就由朱绍来安排 季仙令一听 当场就排了胸脯 这事就这么定了 包在我身上 这话一落 徐小贤也放下了心来 按照造纸作坊的规模 预计需要的劳工 大致在四百人左右 刨去老弱病残 三个村子加起来 应该差不多了 如果再不够 这地方不缺穷人 季仙令这时候 想到了徐山水库的事 于是又道 贤侄啊 徐山水库这件事 这些日子 我想来想去 想不出一个精通水利 还能挑起着担子的人 徐山水库 是由贤侄提起的 也是一件造福于 整个梁义县的大水利工程 这事来不到半点马虎 所以我想了个主意 贤侄反正也闲来无事 莫如就将这胆子给接下来 眼见着徐小贤脸色开始变化 季中谈连忙又道 你莫要想着拒绝 我在衙门里 给你设立一个合掌官署 你亲认这第一任合掌之职 就算是帮我一个忙 如何 徐小贤原本还想着 给季仙令说道说道 修建水库的注意事项 却没料到 这老狐狸 转头就将这事 丢在了自己身上 合掌 这季仙令的思想 也是超前的呀 亏他能想出这么个官来 他就有些纠结了 修建水库 可比弄那造纸作坊麻烦多了 他是来这个世界享福的呀 这一家伙算不算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呢 他看向了纪月 原本还想着 和这未婚妻 花钱月下浪漫一番 现在被纪仙令这么一搞 以后怕是会忙到 回家的时间都少了很多 他当然是不想 去当这破合掌的 但他却在纪月的眼里 看见了期待 纪月是真的期待 他去接下这副担子 因为若是徐小贤 办成了这件事 受益的是整个梁义县的百姓 他们都会感谢徐小贤 而徐小贤的名声 将在梁义县更加响亮 这也是在为徐小贤证明 他有病又怎么了 他以有病之躯 还做出了如此伟大的事业 这是给他那短短的生命旅程 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 这是在拓展他生命的宽度 就算无法留名史册 至少在那区河水库建成之后 他的名字 是定会留在梁义县的限制里的 这就足够了 以后他走了 给孩子说起的时候 孩子将以他为荣 徐小贤倒没有料到 纪月想得如此之远 他还以为纪月 是希望自己帮帮着老丈人 好吧 这破事 只好接下来 当这合掌给多少岳峰 纪中坛就纠结了 因为朝廷没有合掌这个立职 也就是说 拨给梁义县的财政里 这个岳峰是没有的 朝廷并不阻止各地官府 在编制之外自行那立 但这多出来的立的岳峰 却需要当地的父母官去承担 要不 给你岳峰五百文 外加糙米五十斤 如何 徐小贤看着纪中坛那阴切的眼神 心里有了主意 小生本不应该谈钱的 谈钱伤感情 但是 既然为官府做事不拿岳峰 就显得自己太过另类 我是凡人 没有那么重刀的理想 所以 这岳峰我是要的 就拿十文钱一个月 糙米就免了 徐小贤忽然抬头望向了夜空 脸上庄严肃母 此前 我本想着读书入室 为官在为民 此后生出了那些变故 我已无以为官 但为民之心 却未曾改变 所有人都看向了徐小贤 就连记仙也不例外 这一刻的徐小贤的身上 似乎洋溢着一层 朦胧的光辉 他那瘦弱的小身板 似乎也变得伪暗了起来 明知所求为何 徐小贤收回了视线 扫过了众人 又道 无外乎天下太平 五谷丰登 子孙满堂 我徐小贤见不得民皆有菜色 见不得民依不避体 食不果腹 更见不得民之言 无笑脸 这渠河水库 是纪大人倡议发起 我徐小贤 将在纪大人的领导之下 将这件造福百姓之大事 办妥 办好 办成百年大业 我希望从此之后 梁义县的百姓们 能够在这太平的年经里 能够实现五谷丰登 子孙满堂的伟大夙愿 装完了 徐小贤起身 对纪县令公身一礼 小侄 以纪大人马首是瞻 瞧瞧 什么是禁见 这就是禁见 朱仲矩在此刻羞愧的无地自容 纪心儿早已经的张大了嘴巴 纪县令也被徐小贤这番话 给震得无以复加 他真没想那么多啊 老子不过是想在履历上 多添一笔罢了 哪里知道 凡之此举 却是为了实实在在地造福百姓 纪月儿的演完成了月牙 满满的都是崇拜和敬仰 这才是我纪月儿所求的夫婿 苏平安咽了一口唾沫 连忙起身 又为徐小贤争了一杯酒 在下惭愧 厚颜一求 今儿月色尚好 得许兄之高远之至 在下想求和许兄结为金兰之好 如何 我也一求 朱仲矩也站了起来 举起了酒杯 大臣十六年五月初五的这个夜里 大臣北进梁义县的梁月巷子的徐府上 三个年岁相仿的少年 在纪中坛的见证下 结为了兄弟 徐小贤年长为大哥 朱仲矩次之为老二 苏平安最小为老三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甚至除了纪中坛等人之外 都没有人知道 但这件事 却在未来的岁月里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梁义县首富之家的儿子 一个即将回苏州 接受举荐的大家少爷 一个命不久矣的落地秀才 他们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命运的绳索 也将他们就这样绑在了一起 当然 这个时候无人知道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会有多大 行了 再喝就醉了 老二 老三 记住明日的安排 百花纹香和百花纸业 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两件大事 可莫要忘记了 大哥 你 你交代的是 我朱老二可是刻在脑子里的 朱仲矩歪扭扭地站了起来 大 大嫂 我这大 大哥本事很大 你 你可得看警了 三殿 走吧 回去睡觉 纪玉儿羞红了脸 却忽然觉得 朱仲矩这话有些道理 徐小贤瞪了朱仲矩一眼 这次喝了两壶酒 就管不住那张嘴 若是以后 要去那蓝龟方 可不能带着他压的 作为此间的主人 徐小贤站了起来 对冀中坛拱了拱手 伯父 你们稍作片刻 我送送他们就回来 徐小贤送朱仲矩和苏平安走出了主院 前院的常威 立刻竖起了耳朵 他仿佛听见了那熟悉的脚步声 于是他爬了起来 汪汪汪汪的一阵狂吠 朱仲矩有了七分九亿 但这狗叫声 他却听得清清楚楚 依旧那么熟悉 于是他站定了脚步 望向了前院的那堵墙 大哥 你府上的这条狗 能不能让我去瞧瞧 狗有什么好瞧的 徐小贤急着回主院和纪院说说话 这时候 哪里有心情带朱仲矩去看狗 莫非你想吃狗肉 这暂时不行 至少得养到冬天 走吧走吧 明儿个还有很多事 需要你们去做呢 不是 二弟我曾经也养过一条狗 哦 那以后多交流交流养狗的经验 我告诉你啊 狗这个东西 莫要惯着 他敢呲牙就狠狠地收拾 打他两次就长记性了 走吧 夜已深 不是聊狗的好时候 前院的常威竖着耳朵 听着渐行渐远 渐巧渐消失的脚步声 垂下了头来 趴在了那狗屋子里的茅草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前任主子抛弃我了 以后得对现任主子好一点 不然 没有鸡腿头啃了 徐小贤不知道狗戏还那么多 他送了朱仲矩和苏平安二人离去 转身回到了主院 邀请了纪中坛和纪院纪心 坐在了咸云水泻里 这岳父大人 也是没点眼力见 我都答应他 当那和长了 他居然还不走 伯父 明儿 你可需要去衙门 徐小贤煮上一壶茶 敲了一记鞭鼓 可纪中坛并没有领悟这话的意思 他捋着那日渐稀疏的八字胡须点了点头 刮风下雨 可都得去衙门 何况现在正是小麦即将收获的季节 梁州催脚梁市的文书已经下来了 这小麦一收获 就得派人去个村子收粮税 不提这事 纪中坛忽然看着徐小贤 那双小眼睛亮晶晶的 繁芝啊 听说你今儿个在那文会上 连续做了四首诗词 这里没外人 你给伯父说说 是不是皇宫早就告诉你题目了 徐小贤顿时就不好了 怎么 这值得大惊小怪吗 他为纪中坛和纪月姐妹俩 蒸了一杯茶 放下了茶壶 拿起其中的一个茶杯 送到了纪中坛的面前 然后又拿起一个茶杯 送到了纪月的面前 纪月本能地伸出了一只手来 想的是接过这杯茶 却没料到徐小贤放下了茶杯 一把摸在了他的手背上 就在这桌上 他抓住了纪月的手 纪中坛还等着徐小贤 告诉他这个秘密呢 此刻他恰好也放下了茶盏 恰好看见了桌上的 那两只重叠在一起的手 纪中坛的腰顿时直了起来 眼也直了起来 他咽了一口唾沫 嗨嗨 纪月儿满脸飞红地垂下了头 纪仙倒吸了一口凉气 差点拔剑 才忽然想起那是他姐夫 婆知啊 嘿嘿 啊 伯父 徐小贤松开了手 冲着纪月儿灿烂一笑 看向了纪中坛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对了 伯父 诗词文章这种事情 对我而言极为简单 其实啊 这是小道 在我看来不值一帖 这话一出 纪月儿抬起了头来 纪中坛却皱起眉头 凡之 而今大臣 陛下求贤若可 鼓励文人修盛贤助诗词 以文治理天下 诗词文章 怎可能是小道 他能陶冶情操 抒发志向 以物明智 以情动人 以运传世 陛下设立文风格 其意便是在诗词文章中 寻找思想高洁之事 辅佐陛下治理这江山 伯父知道 你治不在官场 却也不能是诗词为小道 徐小贤能怎么说呢 他倒是很想和纪中坛 讲讲治国理政的道理 但这道理 若是真讲了出来 恐怕又会下纪中 谈一大跳 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什么 是百姓 是解决百姓的吃饭 穿衣问题 至于诗词文章 那不过是文人骚客的自嗨 或者吴病声 赢罢了 这话不能说出来啊 所以他只好点了点头 伯父所言即是 对了 伯父啊 这合掌 我有手下可用的人吗 徐小贤转变了一个话题 纪中坛果然没有在纠结诗词的事了 这 你手下是没有人的 但你可以自己招纳 要修建水库 实际是必不可少的 最好还得有懂得勘测之人 至于其他 这就需要梁义县县衙出面 去征兆劳工服摇曳了 这招纳的人 岳奉怎么出 没有先例 贤职得自己出 我的个去 徐小贤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特么就像征信的领取 十文钱的岳奉 这招纳的人工资 还得我自己去发 还讲不讲道理了 纪中坛咧嘴一笑 又道 贤职啊 这是为梁义县百姓们 谋斧指的事 千秋大夜 别去计较个人得失 我能不干吗 取山下的山地 还有许多 那好吧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纪中坛带着纪月儿姐妹俩 回到了隔壁的府上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 那一壶浓茶的原油 纪中坛毫无睡意 纪月儿今日终于达成了夙愿 再加上徐小贤偶尔的聊拨 她也毫无睡意 纪西儿杂巴着嘴 还在回味着那一桌子菜的美味 觉得那是这一辈子吃到的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味道 她也无法去睡 至于姐姐和徐小贤之间的事 而今看来已成定局 那是纪月儿自己的选择 就由她去吧 在往后的日子里 可得经常去隔壁 得在徐小贤短暂的一生中 尽量地多吃一些 徐小贤也因为放开了心结 在这个世界里 寻到了值得自己去珍惜的女子 她很是兴奋 依旧坐在咸云水泄中 想着这五个月来 和纪月儿的数次错身而过 傻傻地乐着 觉得这应该就是天意 今个晚上 有朱仲举和苏平安在 她美好突兀地 向纪中坛提起澄清这件事 那就明儿吧 明儿还得去一趟百花村 一来是看看 李妞妞的病有没有好转 二来是得去实地 查看一下徐山下的地形了 既然接下了和掌这个植物 无论是为了自己 在百花村的田地 还是为了造纸作坊 这水库的位置得悬好 徐山下的那些没用的山地 得收入自己的囊中 土豆这个东西 繁殖起来极快 最多两年 就有足够多的 种去种植在那片山地里了 这个玩意儿 才是自己真正在这个世界的 安身立命之本 若是有合适的植物 徐小贤可以凭着自己的技术 将这土豆给玩出花来 智蕊很是沉闷 少女的脸上 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在大红灯笼的硬衬下 显得有些落寞 怎么了 是不是困了 困了就早些去歇歇 徐小贤看了看智蕊 好心地问了一句 智蕊牵强一笑 双手杵着下巴 望着夜空中的星星 然后深深地一探站了起来 理了理裙摆 嗯 我有些困了 我去睡了 你这身子骨 还不太好 夜寒露重 你也早些去歇息吧 好 你先去睡 我再想一些事情 智蕊踏出了一步 回头 问了一句 想愿小姐 不是 咱们这徐府 要在这个世上安身立足 要想将以后的日子 过得更舒服一些 少爷我得认真地想想了 不是再想愿小姐 智蕊的心情略微好了 那么一丢丢 别想太多 想多了伤神 明早见 嗯 明早见 少女离开了咸云水线 来府打了个喝歉 也告别离去 院子里便空落落的 偶尔有蟋蟀的声音响起 说不上天爱 却很是宁静 徐小贤端着茶盏 享受着这样的宁静 也真的开始仔细地 思考起未来了 继愿取进门 这徐府就有了女主人 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来到这个世界 这就算是有了根 以后这根得 茁壮生长起来 得生根发芽 开枝散叶 不去当官 这是徐小贤为自己立下的宗旨 这个宗旨不能变 因为当官太累 并且自己实在厌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 鳄鱼凤城 尔鱼我诈 这一辈子 就安心地在这梁义县 当个富家翁吧 但要想安稳地当个富家翁 就必须得经营起自己的势力来 和这梁义县的衙门 要搞好关系 因为无论是前世 还是今朝 官 依旧代表生杀与夺的权利 这梁义县的县令 是自己未来的岳父 这个开局很完美 至少在这梁义县的一亩三分地上 这位岳父大人 算得上是最粗的那条大腿了 但这显然还不够 因为自己未来的生意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土豆这个东西 真的封产了之后 自己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靠山 恐怕根本就守不住这份硕果 所以还得结识一下更大的官 比如张桓公 正如纪中坛所说的那样 有空就得去桃林小猪做作 这位退休了的张桓公老大人 可是大臣朝真正逃离满天下的大儒 比如 这北梁府的府台 齐文俊齐大人 就是张桓公的学生 接着 徐小贤想到了今儿个出现的那位 北都侯府的三少爷罗灿灿 但仅仅是一想 这位富贵少爷 应该是闲得蛋疼 才顺便 在这梁义县的文会上 搞了那么一出 北都侯府太高 不是他徐小贤区区一小秀才 能够结实的 所以他很快就将罗三少爷给忘记了 朱仲举他爹是梁义县首富 徐小贤看重的 并不是他家的银两 而是他家的人脉和人手 自己单打独斗 是绝没可能将生意做大做强的 一个好汉 还需要三个帮不是 无论是文香 还是以后的造纸 都需要太多的人来运作 而朱仲举正好合适 至于苏平安 这位来自苏州的官 二代 再过些日子就要回去了 他将受举荐入朝为官 算是为未来投资吧 这算不算利用 徐小贤喝了一口茶 微微一笑 人与人之间 可以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当然也可以成为最重要的生意伙伴 彼此成就而已 何来的利用 摸了摸袖带中的 陈甸甸的五十两银子 徐小贤的心愈发的安定 就一千盘文香啊 刨去一英成本 实实在在 一天就赚到了三十余两银子 当然 徐小贤很清楚 这是因为那个罗灿灿 至于这一波 强推给三千多学子的文香销售完毕之后 这玩意儿 每天还能卖出多少 他的心里并没有底 因为这东西不便宜 也不是必需品 管他的 先薅了这一波学子的羊毛再说 徐小贤站了起来 走入了正房 夜太深 得睡觉了 女儿还有很多事 徐甫的灯熄灭了 但云莱客栈的后院里 还亮着一盏灯 罗老二站在李辉的面前 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地说着 真的 那文香真的就有那么神奇 所有的学子们都说 那东西是了不得的神物 不然徐小贤 一个原本无可救药的疯子 李辉信啊 他的两眼闪闪发光 他的心也变得更大了起来 既然这东西如此神乎 那与其 买几十盒文香 不如偷了那配方 若是挂门 有了这配方经营这生意 岂不是会赚个盆满钵满 而自己献这配方的功劳可就巨大 说不准会得了门主的赏识 也成为一方舵主 从明儿的开始 你给我盯紧徐小贤 看看他是在哪里买来的药 看看他是如何做这文香的 我要这方子 好 强大的生物中 将徐小贤与卯石出唤醒 他精神抖擞地起了床 洗漱一番之后 拿着弓箭来到了前院 站在了院子的一角 望着二十米开外的那张木板做的剑靶 他凝神三息 张弓搭箭 咻的一声射出了第一支箭 箭雨飞了出去 多的一声正中靶心 很好 这箭术似乎更近了一步 然后第二箭第三箭 连续射出了十箭 手臂开始酸麻 弓已经无法完全张开 这是目前能够一口气射出的极限了 他挂上了弓 放下了剑袋 就在智蕊的视线中 在这个小院子里 做了一遍广播体操 没办法 他啥拳都不会 但这身子骨确实需要锻炼 还能怎么办呢 少爷 你这是 做的啥 智蕊就很是惊讶了 这是他第一次见少爷 做这奇怪的动作 有些滑稽 但似乎也有些没感 这是练体说 你也可以学 学成之后 坚持每天去做 可以保持你最美丽的身材 徐小贤做完了一套广播体操 回头看了一眼智蕊 然后一愣 你怎么穿绿色的气儿了 黄色的呢 哦 是不是没有换洗的 不对啊 少爷我记得 那黄色的裙子 给你做了三套 难不成都弄脏了 那就去再做三套 智蕊撇了撇嘴 垂下了头 捏着这绿色裙子的下摆 低声地说道 我觉得这绿色的好看 说着这话 智蕊忽然抬起了头来 少女的脸上充满着倔强 我喜欢绿色 为什么我要为了你去 改变自己的穿着呢 徐小贤愣住了 这算是女权的萌芽 智蕊确实有追求 自己喜欢的权利啊 自己是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管得太多了 不过智蕊穿着绿裙 似乎也很好看的样子 咦 我并没有因为这身绿裙子 想起秦若曦 难不成这就是喜新厌旧 有了妓院 就忘记了秦若曦 这算不算渣男 应该不算 毕吉尔金和秦若曦 隔的可不是千里之遥 这是两个不同的朝代 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他会在他的世界里 再次去寻找人生的伴侣 而自己也只能在自己的世界中 去寻找另一半 只是自己已经找到了 却不知道秦若曦现在怎样 看着徐小贤发愣的神色 智蕊又垂下了头来 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有些过了 是不是太小气了 会不会又刺激到他 让他那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疯病 再次发作 内心善良的少女屈服了 低声说道 我 我去换一件吧 徐小贤笑了起来 不用 你穿绿色也很好看 少爷不介意了 原本以为这句话 能够让智蕊开心起来 却没料到 智蕊脸上的神色 愈发地暗淡了两分 少爷他 他已经完全不在乎自己了 所以 男人有时候还是挺难的 来福扛着大刀走入了这院子 他刚把大刀捂起 徐小贤却叫住了他 别耍了 来福 找点木头来打一把梯子 徐小贤指了指那堵墙 要能够爬到那堵墙的墙头 来福放下了刀 有些惊讶地看了看少爷 少爷这是想要翻墙 翻墙过去干啥 哦 少爷要偷人啊 这感情好 来福乐呵呵的 跑去弄梯子了 徐小贤这才又瞧了瞧智蕊 这丫头今儿个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大姨妈又来了 别愣着 智蕊啊 你和我一起相依为命地长大 没有你就没有我 所以 你若是心里有事 就别藏着掖着 说给少爷我听听 少爷我给你排解排解 或者想想办法 今儿早上吃啥 智蕊心想 这事怎么能跟你说呢 你也知道我们是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的呀 那你知不知道 有个成语 叫青梅竹马 算了算了 青梅竹马终究敌不过一见钟情 就当他还是以前的那个不苟言语的书呆子吧 豆浆配鸡蛋 说完这话 智蕊就转身进了厨房 徐小贤也并没有多在意 十五六岁的姑娘 心里有些小秘密 这很正常 他看了看那堵墙 那跟翻墙而过的红杏 已经开了十余朵 很是灿烂 很是好看 徐小贤笑了起来 等来福弄好了梯子 我就骑到那墙头去看看对面的红杏 主仆三人吃完早饭 已经日上三竿了 徐府的门这才打开 老马破车离开了这府邸 慢慢悠悠地往县衙而去 这个世界的人 成昏得年龄极早 既来之 当试之 现在有婚书在身 自己没有父母 那么这婚期的事 就只能自己去和岳父大人谈了 徐小贤想将这事尽快地定下来 因为接下来 他真的会很忙 主要是继线令丢给他的那破合掌 修建水库可不简单 勘测是首要的一步 弄不好还会造成百姓的搬迁 征兆民夫虽然是县衙的事情 可作为和长得去亲自指挥啊 可别指望那些泥腿杆子 有主动奉献的精神 争取在两年的时间之内 将徐山水库修好 当然 自己主要是忙前半年 选好了地址 住好了堤坝 挖坑这种事 就不需要自己再操心太多了 纪院太漂亮 曾经周延旺就在打他的主意 而今周延旺恐怕依旧 在打他的主意 何况这两一线 还有那么多的少年 谁知道 哪个有权有势的家伙 也在偷偷地盯着妓院呢 但现在看来 周延旺才是最大的威胁 怎么才能弄死这家伙呢 徐小贤开始盘算了起来 这家伙在梁州 还真不好罢 可又必须得办 否则 这次肯定还会给自己 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不稳定的因素 必须提前抹去 这是徐小贤前世的经验 得弄点毒药 还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农村的毒药其实挺多的 徐小贤知道的 就有好些种 比如野八角 红毒茴 白驱菜 狼毒等等 当然 最狠的是马前科勾纹鼠的勾纹 这些东西统称为断肠草 而勾纹是其中最霸道的一味 徐小贤知道 提炼其中毒素的法子 那去了百花村 或者是去了渠山 正好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 周延旺 你压得想要本少爷的命 那本少爷 就得让你压得 去见真正的延旺 徐小贤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坐在一旁的智蕊 忽然感觉到一股寒意 他盯着少爷的 那张俊美的脸 心里陡然一咯噔 少爷似乎变坏了 县衙纪县令的官房里 徐小贤恭敬地 给纪县令行了一礼 纪县令乐呵呵地 捋着两道八字胡须 觉得这女婿越看越顺眼 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少年 却偏偏有不治之症在身 昨儿晚上才和他说了 让他任何长之职 这个职位可没那么简单 继终谈深知其中的困难 但徐小贤依旧接了下来 可见这个女婿极有担当 其二个这一大早的 就来衙门报到了 可见这个女婿形势极为果断 凡之请坐 杜师爷把本官的那盒好茶取来 杜师爷已经知道 徐小贤在文会上夺得了魁首 虽然未曾宣布 但所有学子都说 他是魁首 这比张皇宫老大人的宣布 更有说服力 足见徐小贤才华之高 所以 这位县态老爷的成龙快婿 是个了不得的人才 只是以往被埋在了杀力之中 而今得以重见天日 便一鸣惊人 甚至只要他愿意 还可以一飞冲天 对于这样的少年 杜师爷当然是极为重视的 他乐呵呵和徐小贤打了个招呼 去了柜子的那边 取了茶盒 动手煮起了茶来 徐小贤坐在了冀中坛的对面 尚未开口 冀中坛又说话了 婆知啊 刚才我和杜师爷商议了一下 你来得正好 待会县衙会出具一份公告文书 说明取河水库修建事宜 也宣布你这合掌之职正式生效 在接下来取河水库修建的过程之中 杜师爷会协助于你 另外 待会再给你介绍一下 咱们县衙的县城 主宝和县位 你虽然为立员 但办的却是一件大事 整个县衙 包括本官在内 都会配合 你支持你 大胆地去干 为咱们梁义县 做出一件立国立民的大事来 这就是画饼了 对于这一套 徐小贤很熟悉 你这话里说来说去 可没有半点好处 好吧 我也不是冲着那好处来的 反正到时候 曲山下的那些山地 得全数化归到我徐小贤的名下 徐小贤可没那心思 当个纯洁的好人 一切都为了利益 为了徐府未来的日子 能够过得更加滋润罢了 但话不能这样说出来 得说得更高尚 更伟大一些 承蒙伯父厚爱 凡之当为梁义县的老百姓们 鞠躬尽 翠死而后矣 这话铿锵有力 质地有生 顿时令季县令刮目相看 令杜师爷心肝一颤 鞠躬尽 翠死而后矣 徐小贤可以啊 他这是在有限的生命里 要干出一番无限大的事业来 一个水库 按照徐小贤此前的描述 他可以解决大半个梁义县的灌溉问题 从此往后 梁义县的那些田地 再也不用看天吃饭 能够汗老饱收 能够创造出稳定的税赋 也能够让老百姓的日子 过得更安稳 这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这原本就是徐小贤提出来的建议 现在他显然已经成竹在胸 已经准备好了 为这水库奉献一切 问天下少年 谁能有婆知这么高的觉悟 谁能有他为国为民的崇高精神 季县令对这女婿是愈发的满意 而杜师爷也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排除万难 帮助徐小贤去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 当然 这个理想若是真的实现 也是成就了他自己 正事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徐小贤喝了一口茶 抬起头来 看着季县令开了口 伯父 小侄和月儿的婚事 您觉得 是不是这几天能够完婚比较好呢 季县令一正 这之前你小子千般 推却万般不愿 怎么忽然之间 这脑子就转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呢 昨儿晚上难以入眠 也问起过月儿 他虽然未曾表态 但那羞怯的神色 却也说明了问题 只是 这事还得等等 我和月儿之间 早已相互倾慕多时 而今也到了水稻驱城的时候 还等什么 以小侄之见 这事还是早些办了比较妥当 毕竟 夜长梦多不是 季县令就更纳闷了 你小子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你啥时候和月儿倾慕多时了 若你当真倾慕月儿 你会退了这婚书吗 你会拒绝老夫 三番五次送去的婚书吗 现在还没弄清楚 徐小贤陡然转变观念的缘由 这小子又急吼吼的 想要尽快澄清 其中莫非有什么猫腻 还是他真活不了多久 想要为他许府留后 继终谈心理打起了鼓来 但事实上 他确实不能让徐小贤和季月儿 现在澄清 因为 是这样 贤侄啊 月儿的母亲 你伯母尚未回来 这样的大事 肯定得有你伯母在场对吧 等等吧 等你伯母回来之后 再则一个良辰吉日 为你们完婚 伯母 对啊 这么久了 还真没见过未来的丈母娘 徐小贤便问道 伯母去了哪里 冀中坛坐直了身子 捋着两撇稀疏的胡须 他去了长安 伯母是长安人 飞燕 你伯母是北京马帮的帮主 他是带着马帮去长安做生意的 卧槽 徐小贤吓了一大跳 瞪大了眼睛 看着冀中坛 马帮 这个东西 他在书中看过 有点像标局 但和标局又有许多的不一样 他们经营的是自己的生意 而不是为雇主护送商品 他们有自己的组织 通常而言 一个马帮 至少有数十人上百匹的马 而且 其中一大半 都是身材魁梧的汉子 毕竟打家结社的山匪依旧不少 这大臣的天下并不太平 人多力量大 山匪们看见了马帮的规模 也得掂量掂量 因为一个不好 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 将资格给赔了进去 所以要真说起来 他们和刑伤差不多 只是规模更大 有着自己的护卫队吧了 自己这个丈母娘 居然是马帮头子 既然能够管理好一个马帮 那就说明 这个丈母娘极为精明 在意想到季心的身手 这丈母娘 恐怕武力值还很高 若是再多想一点 能够生出这么漂亮的一对双胞胎来 这基因 显然和季仙令毫无关系 那么这个丈母娘 是不是也长得非常漂亮 那么问题来了 丈母娘是如何看上了 面前的这个糟老头子的呢 想啥呢 啊 没有 伯母啥时候回来 前两天刚收到她的家书 大致在中秋前 这才端午刚过 中秋 有点远啊 要不要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徐小贤离开了梁义县县衙 老马破车向周氏药堂而去 得去买一些做蚊香的药材了 哪怕先压着不上市 也不能让百花村的百姓们闲着呀 作为一个黑心 不 合格的商人 当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蚊香可是暴利 多做出一盒来 可就多赚三十余闻钱 所以 徐小贤并没有带上心里火热 急吼吼的度师爷 别急 水库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本少爷就领了 你衙门的十文钱 有个屁用 得先为自己多赚点银子 才是正道 所以 这一次得多买一些材料 不然后面 怕没时间去弄 既然这玩意儿 在学子中 已经有了广告的效果 以后畅销 似乎不会太难 万一这东西 当真火爆了起来 肯定会有人仿制 虽然自己在周氏药堂里 每次买药材 都添加了一些别的东西 但其实 如果揉在一起 依旧能起到趋纹的效果 不行 得让仿冒品 产生一些副作用才好 这方子得改 并且这一次就让这方子 留在周氏药堂 以后叫来福莱药堂 按照这个方子抓药就好 添加个什么东西 能够产生副作用呢 徐小贤一脸坏意地在琢磨着 他想到了一味药 阳金花 好吧 这玩意儿在前世的名字 叫曼陀罗花 在前世的古代 它是萌汉药的主要成分 若是吃下去 这东西真会出人命 但徐小贤要干的是 将它添入那配方中 若是有人按照这方子去仿制了 人是死不了的 但它强烈的麻醉效果 恐怕能把人给熏晕过去 就算吸入的 量少不晕过去 也会造成胸闷头晕等不良症状 这就够了 于是 徐小贤的脸上 又洋溢着阴瑟测的笑 看得智蕊一个机灵 他家的少爷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坏 主仆三人来到了周氏药堂 他们不知道 罗老二此刻也正悄悄地跟着 装着随意的样子 也走入了周氏药堂 周氏药堂的掌柜周玉 一脸灿烂地接待了徐小贤 这家伙 今可是梁义县风头正盛的闻魁 何况他还是纪县令的成龙快婿 这两件事 不 还有他弄出的那闻箱 这三件事 经主宰了梁义县百姓们的家常 再加上周若兰周大小贤 昨儿个亲自见证了这一切 那当然是假不了的 这意味着 曾经顶着书呆子 傻子 疯子三个头衔的徐小贤 已经彻底地证明了他自己 纪县令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 他竟然敢将纪月儿嫁给徐小贤 那显然徐小贤的病 恐怕还真好的差不多了 这是那闻箱之功劳 出于化神医的手笔 当真不简单啊 徐小贤还不知道 闻箱这破东西 而今被传得神乎其神 他乐呵呵冲着周掌柜拱了拱手 掌柜的 叫人取笔墨纸燕来 我得再买一些做纹箱的材料 周掌柜顿时大喜 纹箱是个好东西啊 若是得了这方子 周掌柜倒没有去想过 让周家也做纹箱 他就是想瞧瞧 化神医用了怎样的方子 治好了徐小贤 徐公子稍等 老夫为你摸摸 一旁的罗老二一听 也是大喜 心想着徐小贤果然是年轻 嘴上眉毛半事不牢 这么重要的方子 他居然要在这里写出来 正好瞧瞧 可得记住了 于是 他也靠了过去 徐小贤提起笔墨 在纸张上写下了这道方子 这次是真的方子 仅仅是多加了一味阳金花 吹了吹这张纸 徐小贤递给了周掌柜 就按照上面的材料和数量 分开给本少爷包好了 这方子 你可得给本少爷保管好了 以后需要用到 我会派来扶来取药 说完这话 徐小贤忽然俯过了身子 又狐疑地瞅了一眼 凑过来的罗老二 看向了周掌柜 咱们未来可是要长期合作的 因为本少爷被任命为了合掌 以后没有时间经常跑你这里来 这方子 可是我那闻香的秘密 你可要给本公子保管好了 若是遗漏了出去 周掌柜的 我岳父 可是寄宪令 周玉本不想担下这责任 可止不住他想要探究一下 华神医这方子里的秘密 所以他咽了一口唾沫点了点头 徐公子放心 这方子放在本药堂 绝对安全 另外 周作也俯过了身子 神秘兮兮地问了一句 这真的是华神医开的 如假包换 所以 你知道他的贵重了吧 行了 叫小二取药吧 我很忙 周玉这才想起 徐小贤刚才说 被任命为了合掌 合掌是个什么东西 周玉没有去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欢喜地走向了药堂里 罗老二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也听了个明明白白 他真记住了那方子 正要离去 徐小贤却看着他说话了 你这人鬼鬼祟祟的 莫非 你想要盗取我那方子 罗老二一惊 连忙摆手 我就是来抓一副药 哪里知道你什么方子 说完这话 罗老二转身匆忙就走了 刚到门口 徐小贤忽然又说了一嘴 喂喂 你的药呢 罗老二落荒而逃 徐小贤皱起了眉头 这妖巧的 他是不相信 有这妖巧的 还真有人来图谋这方子 但这人的行迹确实可疑 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周掌柜交代了下去走了出来 徐小贤便问了一句 刚才那人可认识 哦 罗老二 原本这梁易线的一混混 三十出头了 还是光棍一条 现在好像在云莱客栈谋了个生计 他是来抓药的 不知道 但他没看郎中 也没抓药 徐小贤望向了门外 记住了这个罗老二 也记住了云莱客栈 当徐小贤带着一大包的药 再次登上那老马破车 往百花串儿去的时候 马车经过了梨花巷子 他本打算去三位书屋 瞧瞧妓院的 却没料到 看见的是百花文乡院外 人山人海的模样 这是干啥 此刻苏平安 已经被人群给包围了 他正在大声地吼道 像闻香这等神物 难不成你们以为 想做出来 就能做出来的吗 婆子说了 七天 你们安心在梁义县 待上七天 保证让你们买到闻香 学子们满脸悲愤 有人大骂 苟约的徐小贤 徐小贤咽了一口唾沫 对来福说道 回去 该走西门 马的 敢骂我 信不信本少爷 让你们在梁义县 等半个月 智蕊看着徐小贤 那张凶神扼杀的脸 作为一名称职的保镖 纪兴儿穿着一袭红装 骑着他的大白马 原本是远远的 跟在徐小贤的马车后的 却没料到 徐小贤的马车 居然掉了头 纪兴儿就觉得有些奇怪了 他没有在三位书屋的门口下车 就说明他并没有去看姐姐一眼 这是怎么回事 昨儿晚上在那席上 两人还没来眼去 难不成一夜之间 这徐小贤脑子又出了毛病 嫌弃姐姐了 少女威风凛凛地坐在马背上 来浮一瞧 吓了一大跳 他还在担心 那晚上拍了这女子一板砖 昨儿晚才知道 他是少爷的小姨子 似乎并没有认出他来 也或者是看在少爷的面子上 放了他一马 可现在 他拦在路中间 又是几个意思呢 来浮只想跑 他的潜意识里 觉得这个女子太危险 于是他一鞭子抽在了老马的屁股上 手里的缰绳一抖 老马拉着破车急迟而去 和继心儿擦身而过 反而吓了继心儿一大跳 他们这么慌慌张张的是为什么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屎乱中气的东西 得去问问姐姐 可莫让姐姐空欢喜了一场 于是 继心儿放弃了保护徐小贤 打马向三位书屋而去 才发现了前面拥挤的人群 难道是徐小贤的马车 不能过去才掉头的 可见了 本姑娘 你们跑什么呢 不行 得进去问问姐姐才好 少女翻身下马 望了望闹哄哄的人群 走入了三位书屋里 便看见了姐姐正一脸的愁绪 天可怜见的 继院是被徐小贤出的那道题给难住了 可看在继心儿的眼里 却是另外一回事 姐姐被徐小贤欺负了 这个王八犊子 这才过了一夜啊 你居然就这样了 如果姐姐真嫁了过去 往后的日子 岂不是天天以泪洗面 继小贤 看本姑娘不笑死你 愤怒的少女 脸上一片春寒料翘 她一副衣袖 转身就要走 却被继院给叫住了 干啥了 这大早上的 谁惹你生气了 继心儿转头 恨恨地说道 继院一正 许郎 许郎又怎么惹你生气了 她 继心儿忽然觉得不对劲 徐小贤不是惹你生气了吗 怎么变成惹我生气了 姐姐虽然未曾习武 但性子却丝毫也不懦弱 难不成她这是打落了牙齿 往肚子里吞 隔壁的那颗苦果 是她自己采来的 这是要捏着鼻子 也要给咽下去 少女面色一肃 极为认真地看着继院 她没有欺负你 继院就莫名其妙了 她为啥要欺负我 这大早上的 你在这干啥 看看隔壁的生意 咱们这三位书屋的生意 也好了不少 另外就是 做题啊 怎么了 好吧 继心儿明白自己 又自作多情了 没啥 少女撇了撇嘴 我继续去保护你那许郎 你见着她了 嗯 这人多马车过不去 估计她是要从北门出去 去百花村 继院眼睛一亮 咱们一起去瞧瞧 徐小贤主仆三人 来到了百花村外的田野里 她没有立刻跑进村子 而是来到了自己的那六十亩田边 羊苗已经封了田 但因为先天性的不足 自己这田里的羊苗 显然没有旁边的长得好 现在不是追肥的时候 得等到六月初 李大爷将那农家肥腐熟的差不多了 再试下去 估计能够抢救一下 但产量 只能是尽量减少损失了 明年遇羊的时候 自己可得亲自来盯着 对了 等这一季稻谷收割之后 这田里的谁得放掉 弄成旱田 种上黄豆 来改善一下土壤里的寒淡量 也算是对这一季 稻谷损失的弥补 徐小贤放眼望了过去 偌大的一片田野里 没有几个农人 李大爷也不在 估计朱仲局已经来了这里 百花村的村民们 估摸在弄蚊乡作坊 他刚刚站了起来 便听见了马蹄声 回头一望 便笑了起来 一红一百两个美人 骑在大白马上 正向这里走来 智蕊垂下了头 来附极为紧张 徐小贤一脸喜意 季仙瞪了徐小贤一眼 纪月儿那张俏脸上 飞起了两朵红霞 本来是想去三位书屋看你的 没料到那么多学子堵住了门 没关系 这里 这里挺好 是啊 要说起来 我也更为喜欢这里 月儿 等以后我赚到了银子 就把这里的所有田地 全部买下来 当一个梁义县的小地主 怎样 纪月儿沦了一下 这里的所有田地 其实 其实除了自己名下 剩下了的一百余亩之外 其余全是娘亲的 你说要买下来 少女心想 也不知道娘亲愿不愿意啊 好 这也算是置办了一处产业 纪月儿瞧了瞧姐姐 心想这算是左手倒右手呢 还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是这么想的 徐小贤伸手一指这片田野 不是要修渠河水库吗 到时候 这一大片的田落在了咱们家 我就将这里弄成一个现代化的农场 就是让排罐更加轻松容易 这田可变成地 地可变成田 实现一年两种 如此一来 田间的产出 就会多出一部分 这事儿等秋收了之后就得做 但现在麻烦的是 我们家就六十亩 这排罐系统 却得一次建好 还得去说服别的田主 纪月儿笑了起来 不麻烦的 为啥 人家恐怕不愿意 这排罐沟渠 占了他们的田地 纪月儿没有解释 只是说道 你要做这事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我和这些田主挺熟悉的 到时候 我去说服他们 纪星儿顿时看向了纪月儿 瞧瞧 姐姐的本性暴露了吧 心机深啊 她为什么不告诉 徐小贤真实情况呢 对了 她是为了鞭策 徐小贤赚钱 然后 将这一大片的田地 卖给徐小贤 结果就是 钱田都落在了她的手里 哼哼 纪月儿 好手段 少女 看向徐小贤的神色 便有些同情了起来 徐小贤 一听就很高兴了 如果解决了 这一大片的排罐问题 水田汉田的转换 就能更加容易 争取在十一月份前后弄好 就能赶上大豆的播种时间 十一月份大豆种下去 来年的三月可收获 御秧也是在三月 但插秧却是在四月 如此正好实现轮重 当然 汉田也可以种小麦高粱啥的 但为了改善土壤结构 徐小贤还是决定先种大豆 今年咱们这田肯定会欠收 但没有关系 明年 我保证它会丰收 走吧 要不要去百花村里瞧瞧 一行人走在乡间的田梗上 纪月儿跟在徐小贤的身后 看着他的背影 脸上是欢月也有疑惑 欢月自然是徐小贤当真 在用心地为徐府置办更大的家业 疑惑的是 徐小贤他是怎么懂得 那什么排罐系统 还有轮种技术的呢 奇名要术和四名阅令 这些日子 他粗略地翻了一遍 他确信 这两本书里 是没有这些记载的 这人 和此前的传言 简直截然不同 他是为何有了 如此大的转变的呢 少女的心里 有许多疑问 包括徐小贤弄出的那文箱 也包括徐小贤 做出的那些诗词 还包括他出的那三道算学题 不接 少女眉间的疑惑散去 来日方长 我总是能搞清楚 这巨大变化的缘由的 对了 可是足足三千六百六十亩田 除去他已经买下的六十亩 还有三千六百亩 就算是十两银子一亩 那也是三万六千两银子 娘亲用了足足十年 天南地北地带着马帮 跑才好不容易积攒下来这笔银子 他要赚够这么多银子 会用多长时间呢 少女心里有些期待 倒不是贪图那银子 仅仅是好奇 月儿 嗯 今儿我去县衙寻伯父 说了咱们澄清这事 继月儿的脸 顿时羞的通红 他的声音变得更小 极为软糯 哦 父亲 父亲怎么说 说要等伯母回来 但伯母得在中秋前后才会回来 哦 距离中秋也不远了 也是 这都五月了 也就三个多月的时间 倒是自己有些着急了 三个月 我会风风光光地 把你取进门 少女的头埋得更低 声弱闻盈 好 继心儿跟在继月儿的身后 他自然听见了 徐小贤这家伙 急吼吼地干啥 难道他就要死了 不行 他死之前 可得多吃他几顿 此刻的继心儿 早已抛弃了解救继月儿的想法 飞蛾总是要去复活的 说得好听 叫用生命去追寻光明 事实上 就是自寻死路 继月儿的性子 就像牛一样 他认定的是 无人能够将他 给拉回来 就算娘亲 也不行 我接下了伯父 交给我的和长之职 这以后会很忙 但我会尽量回来 陪你 白天恐怕不行 得晚上 我仔细想过 这件事不能马虎 关系到的是 整个梁义县老百姓的未来 所以 这事儿必须告诉你一声 可别误会了我 以为是我轻慢了你 继月儿的心里 顿时甜思思的 他又看向了那背影 才发现 他居然还是一个细腻的男人 也是 能够做出那么细腻的诗词来 他的性子里 本就应该是细腻的 正事儿紧要 可别太顾忌我 不过无论多忙 也得多熏熏那文香 继月儿已经听说了 关于那文香的传说 现在传得越来越玄乎 都知道了 那是华神医交给徐小贤的秘方 功效就是安神开智 清新明确 继月儿现在也以为如此 不然以前不险山不露水 还被梁义县才子百姓们诟病的徐小贤 为啥能够一鸣惊人呢 所以 骗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连自己人也一起骗 徐小贤一正 没事我点文香干啥 对了 月儿的意思是 野外文虫多 点了文香能够屈文 这倒是没错 于是他点了点头 带着一行人 走入了百花村 村子里很安静 除了那只白花狗在和一条小黑狗嬉戏追逐之外 偶尔有几生鸡鸣 他们来到了李大爷家 李妞妞正在门前玩耍 转眼大半个月没见 李妞妞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尤其是继月儿很是惊讶 她是知道李妞妞的病的 原本以为这小姑娘得了肺牢 恐怕不久于世 却没料到见到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丫头 少爷好 李妞妞连忙迎了过来 还规规矩矩地给徐小贤倒了个万福 徐小贤揉了揉妞妞的脑袋 笑眯眯地问道 妞妞 吃了本少爷给你开的药 现在感觉怎样了 回少爷 妞妞现在感觉好多了呢 真的 咳嗽清减了许多 现在晚上也能安然入眠 我家叔叔 就是李郎中也来给妞妞看过 觉得 觉得少爷简直是活神仙 说妞妞 就按照少爷的方子继续吃药 很快就会痊愈 说着这话 小姑娘的眼眶湿润了起来 妞妞能够捡回一条命 全是少爷所赐 等妞妞完全好了 就去少爷府上 事后少爷一辈子 徐小贤很高兴 她不知道是她开的那方子的原油 还是那红莓素片的功效 但无论如何 妞妞的百日壳确实在好转 这就够了 妞妞儿却大吃了一惊 前些日子 周若兰说 徐小贤在周十一馆里 开了个方子 抓了五十副药 原本还担心 她可别把妞妞给医死了 却没料到 她那方子 还真见了奇笑 所以她那天在周十一馆里 说她是华神医的弟子 难道华神医 还真教了她医术不成 继细愣了片刻 这个姐夫 很是神奇啊 她自己都要死了 居然还能救人 她怎么不救自己呢 智蕊和来福 也很是惊讶 他们是亲眼看着 曾经病奄奄的妞妞 变成了现在极有精神的模样 也就是说 少爷那方子 是真的有效 她啥时候 又会医术了呢 徐小贤此刻蹲了下来 双手握着妞妞的肩膀 声音就像这阳光一样 何须温暖 鸡蛋还在吃没 嗯 爷爷又买了一些 说是 说是少爷您给的工钱 好 鸡蛋羹给继续吃 可以吃些肉食了 另外呢 你的身子好了之后 可不能来少爷的府上 一听这话 妞妞顿时呆住了 然后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 少爷 少爷是不是嫌弃妞 妞妞虽然小 但啥都能做的呀 傻孩子 少爷哪里会嫌弃妞妞呢 少爷是要告诉你 你该去读私塾了 少爷府上需要的 可是能识文断字的人 明白吗 妞妞愕然地张开了嘴 读书 那不是男孩子才能去的吗 这话说的 你瞧瞧这两位漂亮姐姐 他们可是读了很多书的人 妞妞啊 你必须去读书 书读得多了 你才能够明白 做人的道理 才能知道活着的意义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爷爷呢 在后山 村民们都在后山 好 你乖乖玩 我们去后山瞧瞧 妞妞望着徐小贤离去的背影 眼里极为迷茫 她不能理解 徐小贤说的那句话 书读得多了 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 才能知道活着的意义 但这话既然是少爷说的 那一定就是对的 我要读书 这个念头 就这样在小姑娘的脑袋里 油然而生 并坚定了起来 读书 很费钱 妞妞也不明白 徐小贤为啥会给妞妞灌输 这样一个观点 在她看来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来 读书是有钱人家的事 而女子读书 不过是为了相夫教子罢了 至于农家人 倒是有男子苦读的例子 但那却是倾尽家产出卖苦力 换来的微薄的银钱苦苦支撑 而农家的女子 压根是没有资格去读书的 负担不起 也没必要 但徐小贤显然不这样认为 她也知道读书贵 但她更知道 一个人读没读书 区别极大 知识这个东西 它最大的作用是开阔眼界 一个人的眼界开阔了 她才能看见更高远的地方 才能向着更高远的目标前行 是很费钱 我没那本事 让天下农家的女子 都能读上书 但让百花村村民家的女子读上书 想来是不难的 如果这里的学堂不好 收费太贵 等两个作坊产出之后 不妨就在百花村 建立一处学堂 请了教习来教他们 不收书修 纪月愣了片刻没有说话 她不太明白 徐小贤做这件事 有什么意义 只是觉得 如果她真这样做了 似乎是一件极好的事 但徐小贤明显想得比她更远 百花村的人口太少 不足以维持文乡作坊 和造纸作坊的生产 需要从别的村子请人 若是在百花村 建成一座免费的学堂 想来别的村子的人 是愿意移居到百花村来的 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识文断字呢 只是以往高昂的树修费用 令他们望而却步了而已 徐山下还有那么多的荒地 这都需要人去开垦去耕种 在这个世界里 人就是第一生产力 他的脑子里 有很多很多超越 这个时代的东西 这些东西得随着自己的成长 或者说 随着自己势力的增长 逐步地倒固出来 但这些东西 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人 因为生产工具极为低下 所以 这件事不单单是为了 让老百姓家的孩子 能够读书上学 也是为了他自己 一行人来到了徐山下 这里很是热闹 那一间徐小贤规划设计的 文乡作坊已经建立起来了 就在那作坊的前面 许多的村民们 正围着朱仲举 朱仲举正在亢奋地 给他们描绘着未来 许公子说了 这文乡作坊里 老少爷们 接下来你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按照李大爷的吩咐 去建设好那造纸作坊 工价你们不要担心 许公子也说了 文乡作坊这边 每人每天十文钱 但本少爷得补充一句 不得偷懒 若是有人偷懒 那可就别怪本少爷不客气 修建造纸作坊那边 许公子给你们的工钱 是每天二十文钱 当朱仲举一宣布之后 所有的村民们 顿时轰动了起来 哇 一天十文钱呢 这活儿 我家孩子也能做 保证不会卖 天 修房子一天二十文 这一个月下来 岂不是六百文钱了 不行不行 我家那男人太傻 还守着那庄家地 哪里有这里来钱块 我得去将他给叫来 许公子 好人啊 他还真要带着 咱们百花村脱贫致富了 如果他真做到了 老夫人我就给 许少爷立上长生牌位 许小贤等人 就站在人群的最外面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来了 所有人都被朱仲举 此刻开出的工钱 给吸引住了 就算一家三口人 如果都能来这里做工 一个月的收入 岂不是会破了一两银子 这可差点就是 先太老爷的待遇了 天下哪里去找 这样的好事 村子里的俩 泼皮李二狗和李赖子 原本是不幸的 但他们在父母的 威逼之下 来修了这文乡作坊 才发现 当真每天都能 从李大爷那里 领到二十文钱 所以 那位许少爷 是不是傻啊 给五文钱一天 这些活儿 也多的是人抢着干 毕竟比重庄家的 收益高太多了 李二狗和李赖子 在这里做了四天 实实在在地 收入了八十文钱 这让他们的心态 改变了一些 想的是 这样的好机会 可千载难逢 如果能够再去 造纸作坊做工 说不定这辈子 还能存下钱 来娶到婆娘 继约而此刻 听到了这些村民们的话 心里愈发甜思思的 他瞄了一眼 一脸微笑的徐小贤 心想 这人的本事 似乎越来越大 此前对他的那些了解 好像仅仅是冰山一角 朱仲矩看见了徐小贤 他跳了起来 对徐小贤招了招手 大声地吼道 大家安静 徐公子来了 请徐公子来 为大家讲几句 人群不仅仅是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转身 看向了后面 好俊俏的郎俊 哇 谁家的姑娘好漂亮 她就是徐公子 我见过 那姑娘 她是咱们的东家 县太老爷的女儿 这么说 文湘作坊这事县 太老爷也知道 估计是 恐怕也是 叫他的千金来瞧瞧 二狗子 你他妈眼睛 别往人家姑娘身上看 小心惹了人家不高兴 娶了咱们这文湘作坊 到时候去哪里 找这么好的银上 啊 三哥 我错了 人群自动地分到了两边 徐小贤带着一行人 走了过去 当走入人群的时候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不见 这里一片寂静 但他分明感受到了 村民们火辣辣的眼光 他站在了作坊门口 看向了村民们 忽然有些恍惚 就像回到了从前 只是那时候 是站在村委会的外面 和村民们讲话的 他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乡亲们 我是徐小贤 你们可以叫我一声少爷 刚才 朱公子其实已经 对你们说的差不多了 在这里我补充几点 第一 田里的庄家不能误 文湘作坊里的事 也不能误 大家要一手抓生产 一手抓效益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第二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跟着本少爷干 本少爷保证大家半年脱贫 两年致富 三年 百花村将旧帽换新年 热烈的掌声顿时响起 村民们激动的热泪盈眶 甚至有老妇人跪了下去 痛哭流涕的高呼 苍天开了眼 这种情绪 能够感染人 纪月忽然忽然觉得有些酸楚 就连纪仙这时候 心里都有些异痒 他看着这未来姐夫的背影 才发现有些陌生 很是高大了起来 徐小贤这时候走了过去 将跪在地上的老妇人们 给扶了起来 动作轻柔 言语温和 却让所有人都听见了 你们年事已高 本少爷受不起你们这样的大礼 本少爷曾经在纪县令的面前发过誓 一定会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 我说话会算话 我希望的是 三五年之后 百花村像你们这样大岁数的老人 能够在家里一养天年 一个老妇人抓住了徐小贤的手 少爷 少爷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我们 真的是穷怕了呀 是啊 少爷 我们虽然老了 但田间地里的活都还能干 这文乡作坊里的活也能干 你可不能嫌弃我们 也让我们做一点 来补贴家用嘛 徐小贤点了点头 他走向了前面 再次看向村民们 今年 所有能够干活的人 我都要 人们顿时欢呼了起来 这么一说 家里哪怕是五岁的孩童 也能够来挣点赢钱了 这当然是个极好的消息 可接下来 徐小贤又说话了 但明年 明年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我不要 人群顿时沉默了片刻 李二狗觉得 这话难以理解 做文乡这个东西 至少八到十五岁的孩子 是没有问题的 他怎么能不要了呢 徐少爷 李二狗举起了手来 少爷 这个年岁的孩子 田间地理帮不上多少忙 但做文乡 却是最合适的 你说的没错 只是本少爷要告诉你们的是 到了今岁末 我要在百花村 修建一处学堂 本少爷会去请来先生 不用你们负担一文钱 所有的笔墨纸验 应由本少爷承担 条件只有一个 所有 是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必须全部去给我读书 无论男女 统统都要去 否则 其父母不得在本少爷的作坊里赚钱 李大爷 这件事到时候交给你来监督 读书 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字眼 村民们顿时猛逼了 读书是富贵人家的事 像百花村里的这些贫穷人家 不单单是女儿 就算是男孩 也甭想要去读书 为啥 每年劳碌一年 能够维持个温饱 就算是谢天谢地了 还想读书 这真的是想多了 看看李大爷家的李妞妞 莫要说读书 就连治病 家里也拿不出银钱来 若不是遇见了这位老天爷派来的好心少爷 李妞妞还想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 只怕啥时候死掉都没人知道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百花村金的现状 徐小贤不知道的是 这也是整个大臣皇朝农村的现状 徐小贤让孩子们读书 仅仅是想要这个村子里 识文断字的人多一点 免得他写的那些东西 没人看得懂 他没有料到他的这番举动 在梁义县掀起了轩然大波 以至于许多外村的村民涌入 小小的百花村 居然渐渐地成了一个阵 这是后话 此刻的百花村村民们 才明白了许少爷的良苦用心 只是 这孩子一旦进了学堂 家里岂不是就少了一个劳动力 看着村民们脸上的茫然 徐小贤又说话了 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说的第三点 造纸作坊建成之后 百花村的每一个人 都会有干不完的活 钱每个人都能赚到 但孩子的一生 难道你们也希望他们 像你们一样的去度过吗 我要账房先生 月前二两银子 你们谁能胜任 我要技术人员 得时文断字 得懂得机械维护 甚至要懂得创新 这样的人才 月前至少五两银子 你们谁能做到 人群一片寂静 都惊讶于这么高的月前 却没有人敢出来表态 因为他们真的做不到 所以 这就是读书人的价值 你们的孩子读了书 如果读得好 能够中了秀才 本少爷在这里承诺 会供他去考举人 甚至进士 就算考不上举人或者秀才 本少爷的身边 也需要十字懂理的人 道理就给你们讲这么多 你们记住了 明年 这是强制要求 你们以后会感谢本少爷的 对了 现在县令大人 委任了本少爷 一个合掌之职 打算在居山下建一座水库 谁对居山熟悉 待会带本少爷 去实地瞧瞧 这少爷 原来也是县衙里的官啊 只是这合掌 是个什么职务呢 李二狗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少爷 居山小人熟悉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李二狗 经常入居山打点野味 来改善一下生活 行 你站过来 就是你了 工钱也是二十文一天 这以后 少爷我有来 你就跟着我 谢少爷 李二狗欢喜地走了过去 其余人看着李二狗就眼红了 这个泼皮 就因为熟悉徐山 就轻松地赚到了二十文前一天 看来少爷说得对 若是孩子读了书 每个月的银子 可是按两来计算的 行了 就这样 文乡作坊马上开工 李大爷 去你家把这些材料调配好 人群分成了两拨 一拨是妇孺老幼 他们留在了 这文乡作坊 开始推磨 碾压艾草和扶贫 另外一波为青壮年 他们去了这坡地的尾巴处 那里是一片山石平地 按照此前李大爷的吩咐 他们要先平整出 一块巨大的地出来 徐小贤独自一人 关在了李大爷家的房间里 他取出了那尾阳金花 把其余的药材 揉合在了一起 这些药材 是做五千盒文乡的分量 对于在梁义县 翘首以盼的那些学子们 哼哼 徐小贤决定十天之后 才把这些文乡投入市场 老子就要让你们 在梁义县等着 谁叫你们敢骂我 这些药材 要在李大爷的家中 磨成粗粉 再送去文乡作坊里经加工 有些麻烦 但为了避免被人仿冒 徐小贤现在只能如此 将这些东西 交给了李大爷之后 他望了望天上的太阳 差不多快到五十了 要入渠山 恐怕需要较多的时间 二狗子 渠山明儿再去 陈时你在这里等我 里面微不危险 李二狗连忙回道 少爷放心 有小人在 不危险 这话听起来 怎么有些让人不放心呢 对了 徐小贤忽然想起了 今儿个可能会有 很多的学子们 跑来观摩着文乡作坊 桥头那地方 朱仲举安排了六个人 可以搜刮一波 但不能便宜了他们 得在文乡作坊前 再割一波韭菜 李大爷 村子里有没有 混混泼皮这样的人物 李大爷一正 看向了李二狗 李二狗心里 一颤咽了口唾沫 连忙说道 少爷 那是小人以前不懂事 现在能不赚到银子了 小人保证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徐小贤乐了 他拍了拍李二狗的肩膀 嗯 人嘛 都会犯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不过 现在本少爷要交给你一件事 请少爷吩咐 二狗保证完成 是这样 待会你再去找几个 精壮凶狠一点的男子 守在百花文乡院的外面 如果有外人来参观 记住了 凡是要进去的人 每人要收一两银子的门票 说着这话 他看向了李大爷 这事李大爷监督 你们可莫要想着贪莫 这是本少爷 为百花书院筹集的资金 是要用在大事上的 另外呢 咱们那文乡作放比较小 每一次最多放十个人进去 只允许他们看三十夕 然后赶出来 这事儿简单 李二狗欣然领命 离开了李大爷家的院子 继院却看了看徐小贤 他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 收门票 这在大臣 好像还没听说 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规矩 但这东西 好像又和梁义县的入城睡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入城睡也是徐小贤想出来的办法 为的是给取山水库募集资金 对了 他现在收门票 也是为了给百花书院募集资金 这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 少女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觉得许郎的这些办法 极妙 赤蕊却抿了明嘴唇 看着少爷脸上坏坏的笑 觉得少爷好像越来越坏了 这算是歪门邪道吗 他这是为了银子不择手段 连读书人的脸面 好像也不要了 那些学子们肯定会知道 这是少爷的主意 少爷会被他们戳几两骨的 李大爷倒没想这么多 就是希望百花书院真的能够建成 他的孙女妞妞就能够免费入学了 不过李大爷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少爷 您就不怕那些人 学会了做文乡的工艺 放心吧 配方在我手里 工艺这个东西不重要 行了 咱们走吧 李大爷 银子收起来之后 你来我府上交给我 这件事之后 你的主要精力 就放在百花纸业作坊的监督上 百花纸业 才是咱们百花村的支柱产业 那作坊以及那些器具 可千万不能马获 少爷放心 小人请了牛角沟村的断石匠来指点 他最懂得房屋的建造 也认识许多的匠人 匠人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技术工人 修水库也需要大量的匠人 徐小贤想了想 你来我府上的时候 把断石匠一并叫来 云来客栈 李辉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 难以置信地问道 这 真的就是那文乡的方子 真是 小人保证 一个字都没有漏下 徐小贤就是写的这方子 小人躲在一旁 看了得清清楚楚 徐小贤也极为慎重地交代了 周氏药堂的掌柜 要保管好这个方子 李辉想了想 依旧有些怀疑 罗老二又说话了 头儿 徐小贤这家伙 毕竟是个少年 他哪里会想到 小人会在一旁窃取这秘方呢 听说那文乡作坊就在百花村 待会小人去那地方再瞧瞧 如何 好 你记住 还得偷到做这文乡的工艺 小人遵命 罗老二出了门向百花村去 梨花巷子百花文香院的门口 苏平安挂起了一张长长的条幅 百花文香 文魁出品 神奇功效 谁用谁知道 外面站着的这群学子就傻眼了 你把文香这东西 吹得这么厉害 你特么倒是弄出来卖啊 得知七天之后 才有文香售卖的学子们 一瞧就更加郁闷 有人又吼了起来 这东西需要做这么久的吗 那文香作坊在何处 我等要去亲眼看看 对 眼见为实 谁特么知道 是不是徐小贤故意让我们等着的呢 苏平安望着群情激愤的人群笑了起来 心里愈发佩服徐小贤 徐公子 当真是料事如神啊 那便如你们所愿 诸位 百花文香 天下无双 这文香作坊就在百花村 此去十余里 倒是不远 你等若是信不过 自可前往一看 齐文杰等人 也在这人群之中 他们可是一大早就来了的 哪里知道 居然还要等七天之久 若不是距于北都侯府三少爷的威吓 恐怕他们转头就走了 可现在不能走啊 那怎么办呢 闲来也无事 不如去瞧瞧 常思杰对着神奇的文香极为好奇 提了这么一嘴 齐文杰和宋绪杰等人一想 还真的闲着无事 就当去踏青吧 只是现在已是出下了 这青似乎早已被踏碎 于是他们寻了一个竹林书院的学子 带头向百花村而去 其余的学子们一瞧 想想 也淡疼的无事 不如去看看 那神物是如何生产的 半竹香的功夫之后 围堵在百花文香院外的两千多学子 还有数百个 想要给自己家儿子 买那神物的良意献百姓 进阶风拥着向百花村而去 苏平安擦了擦额头的汗 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 脸上居然也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 他并没觉得 在不知不觉之间 跟着徐小贤的脚步 走得有些偏了 与此同时 徐小贤和朱仲矩一行 也从百花村走了出来 他们刚刚走到那桥上 便看见了远处长长的人流 朱仲矩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料到 那些学子们真的来了 幸亏一大早就在这桥上 安排了六个狗腿子 大哥 你说 他们真的会愿意 花一两银子买票去看看吗 估计没可能全部去 毕竟穷人多呀 但只要他们心里好奇 总是有那么一些傻貌 会花钱去探个究竟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社能怎么办 肯定不能过去啊 过去就和那些少年们迎头相撞 徐小贤相信自己 肯定会被他们给打死的 咱们只能绕到了 来福 小人在 你去驾车 在三位书屋前等我们 我们得步行回城 来福望了望汹涌的人群 心里有些打鼓 正在迟疑 徐小贤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你特么在怕什么 他们又不认识你 怎么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来福委屈地走了 徐小贤等人转身 逆流而上 留下了六个猪中举的狗腿子 精神抖擞的笔直地守在了桥头 罗老二原本正急匆匆向着百花窜来 他没有想到的是 身后会来了那么多的学子 这些人似乎也是向百花窜去的 他们不读书 跑这地方来干什么 对了 他们没买到蚊箱 估摸着 也是要去看看那蚊箱作坊的 原本走得飞快的罗老二 放慢了脚步 心里窃喜 老子正愁着 怎么混入那蚊箱作坊 现在有了这么多人去 正好可以浑水摸浴不适 当他走到桥头的时候 齐文杰等人 也恰好还有几步的距离 罗老二踏上了这座桥 却没料到 被六个精壮的男子给拦了下来 百花村旅游圣地欢迎你 左边一个男子说着这句话 举起了一块木板 上面写的也正是这一句话 紧接着 右边一个男子 也举起了一块木板 罗老二放眼看去 顿时吃了一惊 欢迎参观百花村旅游圣地 门票每人一两银子 罗老二就傻眼了 这特么想要进去 还得花一两银子 你们怎么不去抢呢 作为梁义县的土著 罗老二知道 百花村那破地方 就是名字好听 倒是有些果树 但哪里有什么看头 居然敢说是旅游圣地 不是旅游是个什么东西 估计和踏青差不多 这一两银子显然不值得 但百花纹箱的制作工艺 又必须弄到手 就在罗老二迟疑的时候 齐文杰等人也抵达了桥头 所有的学子们都看见了 那两块高高举起的牌子 什么 要去瞧瞧 还得买门票 买门票不说 这一两银子是不是也太贵了 梁义县这破地方 怎么这么多的破事呢 大臣什么地方 需要买门票进去的 算了算了 老子不看了 总可以吧 喂喂喂 稍等 听说徐小贤的病真的好了 就是用的这闻箱给熏好的 当真 你听谁说的 朱仲举 就是和徐小贤 一起倒过闻箱的 那位朱家大少爷 昨儿晚上 朱少爷去了徐府赴宴 徐小贤就是在宴席上 信誓旦旦地说的 你们外地人不知道 那徐小贤 此前 每年也都会向长安书院 寄去一些诗词文章 求得是若某位大儒的眼 能够有一首诗词 进入文风阁 那少年顿了顿 又神神秘秘地说道 那么多年 徐小贤的诗词文章 都石沉大海 可你们想想 昨儿个的那百花文箱端午文会 徐小贤那是文思泉勇一鸣惊人 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文箱这个神物 花一两银子去看看 一桌洗面乙 吃了多大的亏 上了多大的当 这是见证 见证神物是如何诞生的 诸位 你们想回就回吧 本公子是要亲眼去看看的 对对对 我们也要去看看 那事物 前面的嚷嚷 几个托儿向前几去 其余人一想 好像真是这么个道理 来一次凉一线也不容易 可得去瞧瞧 走走走 一两银子就一两银子 别急 老子先来 让让 舍不得一两银子的就靠边 说的好像谁 特么出不起一两银子似的 我也要进去 斯文 斯文 大家排好队 别掉河里去了 桥头的六个朱仲举的狗腿子 就震惊了 这些读书人 特么的是不是傻啊 一两银子呢 那可是先太老爷 半个月的兴奉 可这些读书人 为了看一个破路的百花村 为了看那百花村后面那个 才建起来的茅草屋子 他们居然争先恐后地 掏出了一两银子 真特么败价 许公子真特么料事如神 罗老二这个时候 也来不及去想 怎么收回这一两银子 他一步冲到了桥头 交出了一两银子 我先来 放我过去 一名狗腿子接过了银子 都排好队 不给银子买门票的 统统丢到河里 纪月儿回头瞧了瞧 太远 看不清楚 但模糊中 似乎有许多的学子过了河 他就有些好奇了 收回视线 又看了看许小贤 这已经收了一两银子了 再在作坊门口收银子 是不是有些 有些欺负人 他们当真 会舍得再花一两银子 进去瞧瞧吗 许小贤咧嘞嘴一笑 读书人要的就是个脸面 他们的脑子里 或许装着许多的知乎者也 但论到人情是故 尔虞我诈 他们还欠缺了许多 这是周瑜打黄盖的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存在谁欺负谁 等着吧 这一家伙修建学堂 甚至请先生的银子也都够了 也算是他们为百花村的老百姓们 做了一件好事 纪月儿偏着脑袋 两眼冒着星星 周瑜是谁 他为啥要打黄盖 嗯 大概是黄盖欠奏 这能怎么给纪月儿解释呢 总没可能讲三国演义吧 许小贤糊弄了过去 说起了别的事情 月儿 嗯 伯母 他的功夫是不是很厉害啊 嗯 妹妹就是娘亲交的 但妹妹比娘亲差远了 那这个丈母娘 就很厉害了 在许小贤的眼里 小姨子已经是武林高手一般的人物 那丈母娘 岂不是武林宗师一般的存在 一个长得很漂亮 武功顶天 还是马帮帮主的丈母娘 是怎么看上了尖嘴猴腮的季先令的呢 许小贤对这是极为好奇 但现在人多 他没好问出来 等改日和纪月儿单独相处的时候问问 得把这个问题给弄清楚了 许小贤一行人逆流而行 齐文杰一行学子们 绝大多数都交了一两银子过河 浩浩荡荡的人群 向百花村的后山涌去 经过了这破落的小山村 宋思杰忽然说道 我现在开始佩服许小贤来 长旭杰一听 为啥 就因为他诗词做得好 宋思杰摇了摇头 文会上 张桓公老大人不是说了吗 许小贤在这百花村弄着纹箱 他分文未曾赚取 为的就是 帮助这百花村的百姓们脱贫致负 此前我是怀疑的 你们想想 若是你我拥有文香这等神物 会拿出来大量生产便宜别人吗 肯定不会 我们会藏起来 自己慢慢享用 直到科考时候 一鸣惊人的那一天 但许小贤为了这百花村 却将这神物给献了出来 还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 这文香有如此大的功效 售卖显然是不成问题的 它若是被宣扬了出去 不仅仅是梁州 恐怕整个大臣 都会为它屈之若负 所以 文香销路不愁 那么作坊 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 这里的村民们就能有源源不断地收入 长此以往 岂不是就脱贫之负了 众人一听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 许小贤的家伙并不是傻 他这是大公无私的精神 在下觉得这件事 还得以观后效 如果许小贤当真有如此情怀 他为什么又要搞出拦路收门票这事 你回头瞧瞧 这一路至少有两千人 许小贤就安排了几个人 短短时间就搜刮了两千两银子 这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人 能想出来的搜主意吗 我看 他就是掉进了前眼里 连读书人的脸面都不要了 长旭杰愤愤不平地说道 其余学怎么一听 这好像也有道理 那么 许小贤这丝究竟是品性高洁 还是思想龌龊呢 柳燕梅这时候说话了 他呲笑了一声 人啊 无力不起早 许小贤弄这文箱 我倒是认为他是打着未明的旗号 在谋取私利 在奈文会上 他说他的病好了 他在说谎 你们想想 张桓公的举荐 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进入庙堂的捷径 他许小贤 若是真有为国为民之心 他又有如此高的才学 他为什么不接受张桓公的举荐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 他若是受了那举荐 而进入庙堂 当个官屁股 还没做热就去了 这可是欺君之罪 许小贤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 既然入不了庙堂 那便就在这梁义县做个商人 文箱这个东西 确实是个神物 他借着这文箱 也确实能够让百花村的村民们 赚到一点银子 一来为他博了个好名声 二来嘛 他肯定会赚到大量的银子 我是不相信 小小一盒文箱 价值五十文钱的 柳烟梅一语重地 他是唯一 才对徐小贤心思的人 只是许多学子 对此表示怀疑 因为那话是大臣堂堂 大如张桓公说出来的 这就是权威 不容置疑 就在众人围绕着 徐小贤的人品讨论之际 队伍来到了 渠山前的那处 小小的茅屋作坊 那神物就是在这样一个 简陋的地方生产出来的 罗老二此刻的眼睛陡然一亮 这作坊如此之小 说明工艺并不复杂 进去之后 一眼便可看得清清楚楚 他加快了步伐 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来到了作坊门口 咦 这里怎么也站着六个人 一个不好的念头 在罗老二的心底升起 果然 当他要进入这作坊的时候 狸二狗伸手拦住了他 一个字没说 举起了一张木牌 欢迎参观百花文箱作坊 门票一人一两银子 卧槽 走在前面的学子们 看见了那陡大的字 一个个呆在了原地 面面相去 倒吸了一口凉气 徐小贤 你特么太无耻了 徐小贤一行 正好走在上游的一处小桥上 他忽然打了个喷嚏 耳根子有些痒痒 他回头望了望远处的百花村 脸上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 志蕊咽了一口唾沫 少爷他 果然是变坏了 刚才过河才 交了一两银子的门票 怎么到了这里还要门票 你们这是在明目张胆的抢钱 本公子要去县衙 告发儿等 叫徐小贤出来 本少爷要 和他理论理论 面对激愤的人群 李二狗很是淡定 过了片刻 等大家的声音都低了一点 他才仰着脖子 大声地说道 过河那门票 是参观百花村的 百花村没有围墙 也没有大门 你们可以尽情地去观赏 若是有了兴致 还可以提笔作 两首诗词 这里是百花闻乡的作坊 徐公子说了 一事一 二十二 这是两处不同的地方 所以 如果诸位要看看 百花闻乡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就得另外缴纳一两银子的门票 这门票 本着自愿的原则 我们作坊绝不强求 所以那位公子说 要去县衙告发我们 请便 另外 因为百花闻乡公不应求 所以愿意进去看看的公子少爷们 为了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产 每次我们只能放食人进去 观摩时间限定为三十系 想好了就交银子 我们计时放行 或者 咱们百花村的景色 其实也不错的 诸位可自便游玩 不过 能够见证神物的生产过程 这一两银子是值得的 当然 如果兜里实在没钱 那就不要勉强了自己 李二狗一番话 说得头头是道 还极有条理 学子们一听 这也没法去告发人家呀 人家一没偷二没抢 明码实价 还愿者上钩 只是这心里 怎么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呢 罗老二心里冰冷 他兜里只剩下了五文钱了呀 文香作坊就在咫尺 只要进去 制作文香的工艺就能到手 可特么的 谁能想到 徐小贤的手段如此下作 居然还要花一两银子 如果兜里有 罗老二会毫不犹豫地花了 为啥 前面的九十九步都走了 这是最后一步 进 则大功告成 退 则功败垂成 就连前面那一两银子 也丢进了水里 连炮都没有冒一个的那种 如何心甘 其实 这也是所有学子们的想法 只是他们 还没有窃取这生产工艺的心思罢了 不就一两银子吗 就当再少吃一桌洗面 来都来了 当然得看个究竟 里面的香味浓郁 恐怕对我等大有弊异 若不进去 实难心安 都是读书人 选择当果断 婆婆妈妈扭扭捏捏 难成大气 本公子要进去 人群中的几个托儿 在这时候 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学子们 没有再去埋怨徐小贤 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思考一下 究竟值不值得 花一两银子进去 前面已经有不少人 再交银子了 作为读书人 这是值不值得的事吗 这是脸皮 待会回去 人家眉飞色舞地 说着文香作坊里的事 自己却只能一脸猛逼地听着 这显然失了身份 皇兄 借一两银子来 回梁州之后就还你 刚才你已经借了 我一两银子了 记着的 再借一两 凑齐二两 罗老二口袋里也没银子 他眼睁睁看着 第一批十名学子进去了 他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 不行 得看看有没有熟人 无论如何 得借一两银子进去 于是 罗老二走了出来 寻着队伍向后走去 然后眼睛一亮 咦 周少爷 借过借过 周若霖一脸茫然地 看着挤到他身边来的 这个糟老头子 你是 堂堂周氏药堂的大少爷 哪里认识着罗老二 啊 周公子 小人罗老二 原本是梁义县的 这闲人 现在在云莱客栈供职 这不是想来看看 许公子的文香作坊吗 走得急忘了带银子 还请周公子 看在街坊的情分上 借给小人一两 回去之后 小人立刻去周氏药堂奉还 如何 一两银子对周若霖而言 实在不算个什么 只是这罗老二 好像是梁义县的混混 三十来岁的人了 看上去很是猥琐 不像是个什么好人 你 你有必要花一两银子 进去看吗 周若霖是个文人 说话比较委婉 言下之意 是以你罗老二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花这一两银子 文香这个神物 和你也没啥关系 罗老二眼珠子一转 连忙笑道 是这样 小人有个折 得了和许公子差不多的病 这文香据说可以治病 小人为了折 就寻思着来看看 是不是如传言中那么奇妙 哦 原来是这样 这倒是一件好事 如果文香这东西 真的治好了他折的病 也算是为文香做了一个好的宣传 毕竟许小贤采买的药材 都是自己家里的 许小贤这生意做得越大 家里卖给他的药材 也就越多 双赢 好吧 记得回去之后 还我 周若玲当真取了一两银子 给了罗老二 罗老二顿时大喜 感恩戴德的一番 感谢之后 向前几句 周兄 活之如此行事 是不是有些过了 安和花微醋着眉头说道 繁芝毕竟是咱们书院的同窗 虽然他精髓再没有来过 他这一次 为咱们书院 也为梁义献扬了名 他也确确实实为百花村的百姓 做了一件实事 就当支持繁芝吧 无妨 咱们三人的门票钱 我给 我也很想去瞧瞧 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安和花和杜卢门 都属于穷书生系列 三人感情极好 倒没有和周若玲客气 也不知道 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 杜卢门垫着脚 望着前面的人群 好奇地说了一句 奇文杰几个 是第一批 进入这闻乡作坊的 当他们站在这作坊里的时候 就惊呆了 屋子里也就四十来个人 还都是妇孺老幼 他们看着他们 他们也看着他们 脸上都是好奇 都是惊讶 然后他们继续干活 他们继续看着 这样的神物 就是这样简单粗笔地 做出来的 宋思杰惊叹地问道 大道之简 做文箱和做诗词文章 一个道理 文章做的花团锦绣 却无主旨 无利益 就是废纸一章 徐小贤深谙此道 应用在这文箱之上 同样就是化繁为简 你们仔细地去想想 它不需要高深的学问 甚至目不识钉 也能做出来 也能赚到钱 这就是徐小贤的本意 百花村的村民们 绝大多数目不识钉 徐小贤为了简化其中工艺 他一定是耗尽了心力 齐文杰等人一想 此言有理啊 不然徐小贤 想要这百花村脱贫致富 就是一纸空谈 所以 这就是简单的美 对 就如诗词文章一样 越是简单越能流传 也就越美 大叔所言极有见地 敢问大叔贵姓 啊 曲曲张回 时间到 请诸位离开 李赖子跑了进来吼了一句 张回连忙走了出去 他是朱仲矩的先生 这群托儿的头 为了圆这个谎 额头的汗都出来了 还差点漏了线 我特么也不容易啊 徐小贤并不知道 发生在文乡作坊的事 在淡水楼用过午饭之后 他送了纪院 回到了纪府 便马不停蹄地 跑去了梁义县县衙里 缺人啊 整个百花村 仅仅只有三百来号人 除去老弱病残八十三 就只剩下了两百来个 再除去妇女六十七 好了 精壮男子仅一余百五十 他们还要侍候地理的庄稼 毕竟田地是绝对不能丢掉的 造纸作坊 是经过徐小贤精心设计的 他占地千云亩之巨 拥有足足五个作坊 这五个作坊 分别承担着造纸的五大工艺 一旦它们建立起来 这就是一座 在这个世界里的标准化厂房 它采用的材料 不再是土墙 而是红砖 屋顶也不是茅草 而是碧瓦 何况 当作坊建立起来之后 它还需要大量的竹子和木材 这些东西 都需要极多的劳动力去完成 因为机械实在简陋 这也是徐小贤 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左而纪县令答应了给他人 官府办事 可得催紧一点 否则不知道 他们会给你拖到猴年马月 老马破车后面 跟着一个骑着大白马的火红的纪星 一行人又来到了梁义县县衙里 杜师爷自然是亲切地接待了徐小贤 却并没有带他去纪县令的官房 而是去了后院的一处茶房 繁殖烧等 县令大人正在忙着睡赴之事 这么快就要收税了 徐小贤接过杜师爷递来的茶盏 惊讶地问了一句 哎 杜师爷端着茶盏 揭开盖碗来叹息了一声 按照以往 小麦收成了之后 咱们才会去安排人手收税的 但今年 梁州提前了足足一个月 次立大人的正式文书 接着下来的 要求梁义县必须在五月底之前 将缴纳的梁草送去梁州 这税 征收多少 按照规矩 税赴相加是母产的两成 但大臣缺梁啊 变化就有些大了 去岁时候取得两成半 经岁 杜师爷摇了摇头 瞎了一口茶 今儿梁州下来的政策 是取三成 徐小贤皱起了眉头 他目前仅仅知道个百花村 百花村的田地 基本上都是地主的 种田种地的 都是店户 按照地主和店户之间的协议 这小麦和稻谷 事先交给国家之后 剩下来的地主 分给店户两成 其余归地主所有 这小麦母产能有多少 合定的两百斤 两百斤 那就是交给国家六十斤 余下一百四十斤 取两成 才二十八斤归店户 为什么是合定 因为总有刁民不老实 要偷税啊 徐小贤明白了 官府没可能盯着每一亩田 若是按照田地里的实际产量 如果真的产出了两百斤 但地主却报个一百二十斤 国家收的税负 就大大的减少 但问题来了 如果母产没有达到两百斤 怎么算 杜师爷放下茶盏 淡然一笑 当然还是按照两百斤算 这就是官府占了便宜店户 吃了大亏 那 这些年 咱们两一线小麦的平均亩产 能上两百斤吗 杜师爷捋着胡须笑了起来 能不能上两百斤 它重要吗 徐小贤哑然 它重要吗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这关系到百姓们的生计问题 万一遇见灾荒之年 官府的那一份是一定要的 地主无论如何 也能落下一点 最终倒霉的 就是事后那些田地的农人了 婆知啊 有些事 不能看得太明白 不然这官可就当不下去 人们说辞不长兵 事实尚词 也不能掌权 纪县令算得上是 这些年来的一个好官了 可正因为他当了一个好官 在梁一线待了足足八年 梁一线的百姓们 倒是能够活得下去 但纪县令的前途 杜师爷摇了摇头 可惜了他的那一身才华 徐小贤不知道 纪县令有多高的才华 他也不知道 纪县令为梁一线做了哪些事 他只知道 这个世界的农民苦啊 远比曾经那个世界的 百花村的村民苦多了 好吧 反正老子既不长兵 又不掌权 就连那六十亩田 也分润了三成给张大爷 良心上算是过得去了 我不是救世主 倒估出那两个作坊来 至少百花村的村民们 不至于挨恶受冻了 这税赋究竟包括了那些东西 徐小贤得搞明白这个问题 因为他而进的目标 就是当的大地主 要细细论起来可就多了 主要是土地税 土地上的产出的五谷 都要磕税 其余的嘛 比如头子钱 一仓税 农器税 牛阁金角税 残岩税 瞬时瞪大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特么的 名目如此繁多 还要不要人活了 投资钱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法定税赋之外 加收的钱 通俗点讲 就是地方官府来钱的一种手段 算是附加税的一种 徐小贤明白了 附加税他懂 比如教育附加税 城市建设附加税等等 原来这些东西是有传承的 咱们继线令 并没有在良一县 征收各种附加税 也据理力争 为良一县 减免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水 所以这良一县县县的日子 过得是苦哈哈的 但老百姓都还过得下去 若是换一个县令 老百姓 大概也就只能吊着一口气罢了 大臣都这样 差不多都这样 江南富庶之地会好一些 对了 婆知 咱们什么时候 去看看 水库修在哪里 你儿的吧 我来县压接你 徐小贤话音刚落 季县令一脸漆黑 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他坐在了茶桌旁 深吸了一口气 大骂道 狗约的曹不动 他将金碎小麦的亩产 核定为了250斤 这狗东西 哪里中过田地 除了江南江北 大臣有几个地方 能够达到250斤的亩产 杜师爷吓了一跳 东家 理由呢 他说 今年梁州风调雨顺 田地产量自然应该增加 那究竟 咱们梁一县的小麦亩产 平均是多少 徐小贤好奇地问了一句 刚才和正姬正县城 和仔细算过了 仅仅150斤 多核定了50斤 那就每亩地就要缴纳75斤的小麦 实际是150斤产量 余一半也就是75斤 店户实际只能得15斤 种50亩田 才能得750斤 这地 种得很是憋屈啊 哎 季中坛尝尝一探 结果杜师爷递过来的茶展 这是不让老百姓活啊 大臣立国才仅仅16年 希望在哪里呢 东家 慎言 季县令显然没有在乎 他又极为忧虑地说道 得想点法子啊 不然很多村子的老百姓 根本活不下去 像牛角沟村 桃园村和洋庄 这三个村子 小麦亩产仅仅百余金 核定了三倍的产量啊 说服一缴纳 莫要说店户 就连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他们怎么办 好一点的地方 比如三里坪 比如凤鸣镇 比如周家店 这些地方的小麦收成 倒是能够达到200斤 可水稻呢 这些地方缺少灌溉 如果这天还是不下雨 水稻肯定欠收 曹不动敢把小麦亩定为300斤 他就敢把水稻的亩产 也定为300斤 到时候 整个梁亦县的百姓 辛辛苦苦一年 到头来落个两手空空 莫要说粮食满仓 就算是想吃一顿饱饭 也没可能 会出乱子的呀 豊朝为何灭国 还不是因为沉重的磕捐杂税 老杜啊 不是本官威严耸听 这北京的百姓 可没那么纯善 杜师爷能说什么呢 会不会是曹不动 私自改了上面的政策 在杜师爷看来 在这等大事上 曹不动理应不敢乱来 纪县令摇了摇头 官打听过了 这是户部针对梁州的政策 杜师爷顿时一惊 户部明明知道 咱们北京并不是产粮之地 为何要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啊 纪中坛放下了茶盏 捋了捋了那两撇八字胡须 这里面定有猫腻 容我晚些时候 去拜访一下恩师 请他老人家打听一下 究竟北京得罪了谁 那也只能这样了 但眼前的这一步该怎么办 杜师爷无能为力 纪县令也毫无办法 因为上面压下来的文书 就是这样要求的 是作为一方县令 必须去完成的国家大事 徐小贤也没有料到 本来只是想来这县衙 向纪县令要人 却听到了如此震惊的消息 他忽然问了一句 这粮税 可用银钱来缴纳吗 当然可以 可老百姓兜里 哪里来的银子呢 徐小贤眼睛一亮 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不将牛角沟村 桃园村 和杨庄这三个地方的村民 移一些到百花村来 纪县令和杜师爷一惊 面面相去 移民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除非是面临极大的灾荒 否则是没有人愿意 背井离乡去往他乡的 因为一旦背井离乡 就意味着失去了曾经的宗族 就像失去了根一样 纪县令摇了摇头 还没有到需要移民的地步 不过 我倒是觉得 如果闲职能够将这些作坊 开设到那些村去 倒不是为一个极好的主意 纪中坛捋着两撇八字胡须 一脸期盼地看向了徐小贤 但徐小贤也摇了摇头 造纸作坊是个极大的工程 现在才刚刚开始建设 需要他源源不断地投入银子 他没有那么多的银子 来支撑更多的产业 就算是现在他的计划之中 也是需要依托文乡的利润 来维持造纸作坊的开销的 哪里还有余钱 去别的村子搞建设 就算有也不能去啊 因为人口的数量 决定了产业的上限 何况 他还需要很多的人 来耕种他的那些山地 伯父 我打算在百花村建一处学堂 您别这么惊讶地看着我 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 徐小贤抛出这句话后 便俯过了身子 一脸猥琐地看着纪中坛 问了一句 官府要怎样才能强制百姓移民呢 除非是需要征用到 他们所耕种的田地 徐小贤笑了起来 心里有了打算 不是要修渠河水库吗 到时候 规划几个村子进去 他们就只能搬迁 至于搬迁去哪里 这就是官府能够决定的事了 纪中坛瞬间也明白了 徐小贤的意图 低声说了一句 百花村的田地 无妨 只要伯父能将他们给弄来 我就有办法将他们安置下去 并且保证 日子过得比以往更好 我建书院 不就是为了让更多村民的子女 能够读上书吗 他们只要来了 一应费用全免 并且立刻可以在作坊里赚到钱 如何 杜师爷就惊呆了 徐小贤这小子 为了人 这是不择手段啊 可如果真的如他说的那样 确实也是 给了那些村民们一条生路 而且 其中还没有留给别人口实 移民 事出有因 事后有果 非但不是个坏事 如果那些移民 真的能够生活得更好 甚至会成为一桩美坛 再引来别的村的村民志愿 来到百花村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小子的心思儿 居然如此细腻 计划如此周详 简直就是个小狐猎 他以前的风傻 难不成是装出来的 冀中谈脸上 露出了一抹微笑 在移民这件事上 县衙不参与 但渠河水库 这是本县的一大政策 你身为河长 这水库修建在河处 你全权决定 但所选位置 必须对大半个梁义县有利 徐小贤意味深长地 看向了冀中谈 心里嘀咕了一句 这个老狐狸实在狡猾 依据大臣律之互策 所有人一出生户籍 就落在了出生地 是被固定在出生地的 他们终其一生 都只能生活在 出生所在的村子里 当然 去往别的村子 短形没有问题 却不能永居 他们如果要离开 户籍地所在的县 这需要在当地县衙 办理录影文书 凭着这文书 才能到需要去的地方 但也是短形 绝无可能去异地落户 哪怕是因为 修建渠河水库必须移民 冀中谈也不想用行政手段 去强行干涉 既然徐小贤 要在百花村修建学堂 还能提供赚钱的法子 冀中谈相信那些 被占用了家园的百姓们 自然就会流向百花村 那如果村民们 争去了百花村 这户籍之势 这个当然由县衙来解决 顿了顿 冀中谈狐疑地 看向了徐小贤 贤侄啊 你打算移多少人过去 越多越好 就凭你那两处作坊 如果不能养活那么多的人 可是会出大乱子的 徐小贤笑了起来 徐和水库的勘测 和前期的准备工作 大致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有这半年的时间 造指作坊理应建成投产 正是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 如果还安排不完 徐山下不是还有那么多的荒地 需要开荒的吗 无妨 小贤心里有数 徐小贤的心里 究竟有多少数 既中谈和杜师爷都不知道 徐小贤离开了县衙 杜师爷这才看向既中谈 忧心忡忡地说道 东家呀 婆知 不是小人小去了婆知的本事 但这件事关系极大 如果他借着修渠和水库这事 要征用几个村子 这可是数千人的迁徙 虽然官府要承担 这些人的迁徙和安家费用 但他们以后的日子 却得全靠繁殖 万一 小人是说万一 繁殖那文乡作坊 和造纸作坊 无法满足这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存 可是会出大乱子的 既中谈此刻 也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所以 在移民这件事上 县衙绝对不可参与进去 是本着移民自愿的原则 杜师爷这才明白 纪县令那句话的深意 纪县令显然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如果真发生了移民们 无法生存而动乱 至少在这件事的根源问题上 梁一县县衙是没有责任的 可这么大的责任 徐小贤区区一秀才 如何背得起 背得动 她可是你纪县令的女婿 哪里有这样甩锅的道理 这不仅仅是坑了徐小贤 恐怕连自己的女儿 也给一并坑了进去 既中谈当然不会去坑徐小贤 她错眉沉思良久 才开口说道 这以后 你跟在婆知的身边 看看 她会动哪几个村子 一旦确定 立刻告知 毕竟年少 这份闯进是可以的 但其后果 还得本县去给她收尾啊 徐小贤回到了府上 她带回了一本梁一县县制 这里面有整个梁一县的地图 和村镇分布 以及人口分布情况 刚刚坐在咸云水泄里 刚刚翻开了这本书的飞页 智蕊穿着一身绿色的圈 带着李大爷 和一个面色有黑的壮年男子 走了进来 少爷少爷 李大爷来了 徐小贤和上了书 顿时笑了起来 李大爷当然是送银子来了 也不知道那两处地方的门票 卖了多少 来来来 请坐 这位是 李大爷站在徐小贤的面前 依旧有些拘谨 这地方他来过三次了 但这个地方实在太显富贵 对于侍候了一辈子田地的老农而言 这样的地方 实在不是他能够想象的 回少爷 李大爷 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不带子 躬身一礼 小意地说道 这位就是少爷 你要见的段石匠 段石匠也是第一次来 这样的富贵人家 他比李大爷还要紧张 粗憨的汉子 额头上的汗水都冒了出来 觉得比自己打石头还要累 心累 他也连忙躬身一礼 惶恐地说道 小人 小人姓段名山 因为 因为石匠这手艺活干得还行 人们都叫小人段石匠 徐小贤看着这有黑强壮的 中年男子乐乐 来来来 都请坐 至蕊 上茶 李大爷连忙摆手 少爷 您可莫妖蛇杀了小老 我们站着就行 可莫妖脏了少爷 您的茶杯 徐小贤站了起来 走了过 他牵着李大爷的胳膊 来到了石桌子前 将李大爷摁在了凳子上 在少爷我这里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说着这话 他又将段山给摁在凳子上 这才坐在了二人的对面 又道 你们为少爷我办事 就是少爷我的人 只要你们一直忠心为少爷办事 就永远是少爷我的人 这以后 咱们相处的时间会很长 所以 各套这种东西浪费时间 就免了 我这府上 你们有任何事都可以来 并且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 那样 就显得生分了 徐小贤一番言辞恳切的话 令李大爷和段山极为感动 他们在徐小贤的话语中和视线里 感受到的是被信任 被重视 被认可的诚恳 这样的诚恳 是他们此前在那些公子哥的身上 从未曾感受到的 段山这才知道 在来的路上 李大爷说 少爷不是寻常人这句话的意思 他如此随和 如此谦逊 这样的东家 可是打着灯笼火把 也无处寻找的 徐小贤就凭着这几句话 便令段山对他死心塌地的服从 而李大爷 早就是徐小贤为自己的主人 李大爷将手里的包裹 放在了桌上推了过去 少爷 这是今儿个门票的收入 小老亲自监管的 笼供6238辆 请少爷清点 徐小贤吓了一跳 这么多 他以为那些学子们 顶了天去一半 而今看来 似乎全去了 还都交了两次银子 果然 这书读多了 脑子就有些问题 他不动声色地 将这包裹放在了一旁 你老人家 做事我最为放心 这些银子 是为百花村修建学堂 以及请教洗买用具要用的 这是专款啊 段山一听 这么说 李大爷说的 少爷要在百花村建学堂 让百花村的孩子们 免费读书是真的 他是牛角钩的人 他有6个孩子 当然 老大老二经已成年 学的也是他这石匠手艺 但老三到老六 却还是读书的年纪 读书 对于常年干石匠活 眼界略微开阔的段山而言 他是知道读书的重要意义的 但家里面 就算父子三人都干着石匠活 也无法供养其余的孩子读书 在他原本的想法里 剩下的两个儿子长大之后 同样是要继承他的手艺 至于另外两个女儿 长到十五六岁 就许配了人家 这就是一眼能够看穿的 全家人的未来的命运 此刻许少爷说 要在百花村开设学堂 还是免费的 段山的眼里 顿时冒出了期待的光芒 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敢问少爷 如何才能在百花村的学堂读书 成为百花村的村民 这 段山心里有些失落 他的祖上就生活在牛角钩村 要让他在百花村安家落户 这令他很是惆怅 你家里有诗灵读书的孩子 家里 还有老四和老六两个男孩 女孩也一样可以免费读书 小人 小人再想想 段山啊 不是本少爷想多嘴 直跟于贫困 真的就难以割什么 究竟是孩子的前程重要 还是那个贫困的家庭重要 徐小贤将志蕊 汽好的两杯茶递了过去 又与众心长地说道 命运要如何去改变 唯有知识 知识从何而来 唯有读书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啊 你断家难不成 就想世世代代代打石头 你就没想过 你断家也出一个秀才 甚至是举人或者状元狼吗 李大爷和段山走了 徐小贤成功地忽悠了段山 让这个中年汉子 在离开徐府的时候 对徐小贤感恩戴德 千恩万谢 甚至在段山离开徐府之后 他的那张有黑的脸上 依旧洋溢着灿烂的光芒 那是希望的光芒 在徐小贤的一番劝说之下 他仿佛已经看见了 自己的某个儿子高中近视 跨马游街锦衣还乡 光宗耀族好不分光 徐府咸云水泻 智蕊抿了抿小嘴 看着少爷问了一句 这样真的好吗 有啥不好的 万一少爷 我真的劝倒了一个近视出来 智蕊 这可是少爷我的功德啊 智蕊心想 那近视是那么好考的 梁一县竹林书院那么多的学子 每一年能够考中举人的 就屈指可数 至于近视 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 晚上吃啥 等等 我去隔壁问问 智蕊垂下了头来 隔壁 隔壁当然就是少奶奶寄院了 徐晓贤兴冲冲地走出了咸云水泻 来到了前院 那堵墙边 已经竖着一把梯子 高度正好能到那墙头 他搓了搓手黑黑的一笑 季月 我来了 隔壁祭府 季月和季心 正坐在凉亭中 季月在仔细地拨打着算盘 偶尔提笔在账簿上记下一笔 季心双手撑着下巴 百无聊赖地看着姐姐 姐姐的脸上 洋溢着淡淡喜意 也不知道是因为三位叔 这两天的生意太好 还是因为 她的终身大事尘埃落定的原因 姐 嗯 你那许郎 怕是个骗子 季月拨弄算盘的那只手 悬在了空中抬起了头 脸上有两分韵色 怎么说话的 她不就骗了你无两银子吗 那算骗吗 你砸坏了她的那马车的车顶 她至今都还没有余钱去修补一下 幸亏了这些日子未曾落雨 否则 哼 季月的手又落在了算盘上 那精致的小手 又在飞快地拨弄着 嘴里却没有停下 心儿啊 她是你姐夫 你应该随时维护她的声誉的 接儿个在百花村 你又不是没有看见没有听见 她一心未明 村民们对她多么尊敬 一个文乡作坊 和一个造纸作坊 说起来是你姐夫名下的产业 但她不过是背着一个名头罢了 那些利益 她都是要让给百花村村民的 她说要修建一处学堂 这又是白白之初 没有收益的事 但姐姐我仔细地想过了 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 姐姐得大力地支持她 做好这件事 她一定会缺银子 姐姐我这以后可得精打细算了 不然拿什么来支持她 对了 季月又停下了手指 抬起头来 看着一脸愕然的季心儿 这以后的花费用度 要省下来一些 原本说好的 每个月给你二两银子的零花 得减去一两 另外 她现在是你姐夫了 你保护的就不再是外人 当然 姐姐不能让你白跑 所以曾经答应给你的十两银子 每月的保护费 现在只能给你五两 季心儿顿时瞪大了眼睛 坐直了身子 大声说道 这怎么行 季月又微微一笑 妹妹你仔细想想 许郎原本看透了一切 性子淡薄 她却接下了 父亲托付给她的合掌之职 她本来是不愿意的 但她为什么改了主意 她是为了父亲的前程 也是为了梁一仙的百姓 那文乡作坊和造纸作坊 其实同样如此 百花村的村民们富裕了 这表明上看是许郎的功劳 但她都不想当官 要这功劳有何用处 最终的好处 还不是落在了父亲头上 所以妹妹啊 她这是为了咱们的这个价 父亲安稳 咱们这个家就安稳 许郎图个什么呢 她啥都没有得到 所以保护许郎 就是在保护父亲 就是在保护咱们这个继府 你是这继府的一员 他保护了继府 也就是保护了你 而你保护了许郎 也就保护了咱们家 你说说看 这保护费你真的能收吗 爹娘养了你十六年 你也应该为咱们这个家 做一点贡献了吧 继院这一番烧脑的话 顿时镇住了继心 她觉得脑子有些萌 姐姐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那么自己 自己好像就变得很没道理了 爹爹希望你能够朝一坠旭 这件事你不答应也就算了 但现在 你还要为保护许郎 而斤斤计较那银钱 是不是有些过了 徐小贤为了继府分文不取不说 他肯定还得倒贴一大笔的银子 合掌 他仅仅领取了十文钱 这能干什么 学堂 要免费 这需要大笔的支出 是需要他徐小贤掏 自个的腰包的 百花闻香 他将利润让给了村民们 现在正在修建的百花纸业作坊 这也是 需要他掏钱 来垫付的 徐河建好 百花村富裕 作为一线之父母官的父亲 力不得考评 肯定会被大叔特输一笔 说不定 父亲还能因此而升官 可徐小贤 他依旧 只能留在梁义县 他啥都没有得到 却无怨无悔 我好像真的要求的有些过了 姐 少女有些愧疚 第一次垂下了那颗高傲的头 那 那以后保护她 就给我二两银子好了 姬月儿笑了起来 就像这晚风中的花一样美丽 好 你可要记得 许郎的生死 关系着咱们继父的兴旺 你可千万莫 要让她收到丁点伤害 说完这话 少女悠悠一叹 许郎不容易啊 姐姐不知道 她会从哪里弄到修建 百花纸业作坊的银子 那可是一大笔的银子 所以 姐姐也是为了这件事在考虑 到时候她缺银子了 咱们得给她补上 毕竟这以后就是 就是一家人了不是 好 季仙点了点头 那徐小贤的命 就交到我手里 你负责帮她筹集银子 这就对了 姐妹同心 齐力断金 季月儿的话音刚落 季仙陡然抬起了头 望向了那墙头 紧接着少女的嘴 骇然张大 季月儿寻着季仙的视线 望了过去 徐小贤爬上了那墙头 脚跟尚未站稳 就被那红杏的枝条一半 她在墙头如风中 杨柳一般地摇摆了起来 然后 啊 碰 她掉了下来 直挺挺 扑落在了季府这边的墙脚跟下 摔成了一个大大的大字 所以 梯子不靠谱 得开一扇门 徐小贤鼻青脸肿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一脸震惊的姐妹二人 善善一笑 这个 是个意外 季月儿扑刺一下 笑出了声来 她迎牙轻咬着嘴唇 看了看徐小贤的那张 带着泥土的脸 又看了看那堵墙 觉得也应该在这里 开一扇门 季仙瞪大了眼睛 极为佩服地看着徐小贤 这家伙也是胆大 居然敢翻墙过来 无论如何 她和姐姐虽然订了婚 却尚未真正澄清 按理是不能这样唐突的 可不知为何 季星儿却觉得很高兴 对了 是因为她摔倒的模样 活该 叫你夜翻少女墙 星儿 去轿子取了水和毛巾 来给雪狼洗洗 为什么是我去 好像只能是我去 没相公就没人权 季星儿撇了撇嘴 瞪了徐小贤一眼 转身离去 摔坏了没有 以后 以后还是走前面 毕竟稳妥 季月心肝扑通扑通地跳 这毕竟是她和一个男子 单独待在一处 徐小贤却一把抓住了 季月的手 我还是喜欢走后面 后面 后面 有什么好的 可不好走 你看你 都破皮流血了 万一 万一弄出了好歹来 可怎么得了 后面近啊 我可等不及走前面了 少女愈发羞怯 徐小贤心里愈发欢喜 花钱月下的季月 实在太美 就像一朵朦胧的玫瑰花一样 就在她的眼前 含羞地绽放 两人坐在了凉亭里 季月合上了账布 煮上了一壶茶 问道 一直想问问你 要建成百花纸叶作坊 还欠缺多少银子 挺多的 不过无妨 今儿跟那门票 收入了六千余两银子 差不多够修建造纸作坊了 季月一听 顿时抬起了头来 这么多的 这银子 你不是说 要用来修建学堂的吗 学堂等到岁末 那时候造纸作坊 也差不多该投产了 纸这个东西太贵 现在咱们北京的纸 除了官府之外 其余完全被宣州府张氏所垄断 说着这话 季星儿带着子儿端来了水 你先洗把脸 徐小贤没有客气 他撩起衣袖 拧了毛巾擦了擦脸 有些疼 不过这一摔 好像也值得 子儿瞅了一眼这姑爷 总觉得有些不顺心 他又端着面盆离开了 季星儿坐在了侧面 季月又说道 市面上的纸 又以张氏纸业占多 价格也被他们一手控制 如铁板一块 百花纸业造出来的纸 也不知道成本几何 到时候 如果张氏排斥 可不好 在这市场立足 季月的这番话 可是掏心窝子的苦口婆心的话 他做的正是这个生意 对其中的门道 远比徐小贤清楚 而徐小贤这是第一次 听见这个说法 才明白 这个世界也有垄断 他微醋了一下眉头 心里盘算了一番 按照技术 他相信 百花纸业的造纸技术 是远高于张氏的 这就意味着着 百花纸业的成本会更低 这背后当然有了不得的背景 而自己的身后 一个退了修的张桓公 一个七品的寄宪令 显然是不够看的 张氏的纸 有哪些品种 徐小贤认真了起来 他得了解这个世界纸的行情 可别要大把的银子 砸入造纸作坊 最后却毫无用处 最好的就是宣纸 不过宣纸的产量不多 销量也不太好 太贵 论张卖 每张五十文钱 然后就是水文纸 这种纸上有隐约的水文 看上去很是漂亮 销量比宣纸略微高一些 价钱会便宜一些 也是论张卖 三十五文钱一张 再次就是学子们常用的 桑皮纸 桑皮纸论品项 一二等厚洁白 多为书画之用 论刀卖 一刀二十八张 和十文钱一张 三四等宝软 颜色略黄 多为学子们手书之用 也论刀卖 和五文钱一张 这种纸销量最广 这是市面上最常用的三种纸 我还听说有专供工里用的 比如弓尖纸 粉尖纸 朱砂纸等等 就不知道价格几何了 许小贤记在了心里 想了片刻他笑了起来 我打算从低端市场做起 纪月一正 大致理解了低端市场的意思 便听许小贤诱道 我那作坊一旦建设完成 能够同时生产三种不同的纸 我是这么想的 先生产桑皮纸 当然 我不用桑皮为原料 但品质能够达到 一等桑皮纸的等级 售卖的价格可定在 五文钱一张 纪月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用桑皮为原料那用啥 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市面上卖的是十文一张 许小贤纸卖五文钱 和三四平纸张一个价格 如果他说的那纸 真的有那么好 那当然 能够快速地占领市场 只是 这 有利润 许小贤心里粗略地算了一下 徐山有大量的竹子和木材 它需要花费的 就是人工成本 采用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技术 这纸的产量会非常高 除去工人的工钱 只要销量能够上去 每一张纸的成本 也就能低至一文钱 获得四倍的利润 这依旧是暴利 他点了点头 却说道 薄利多销 为的是在低端市场击败张氏 只要百花纸业占领了低端市场 建立起了销售渠道 那么我们再推出 比张氏纸业更便宜的中高端纸张 这个巨大的市场 就是我们的了 季仙瞪大了眼睛 一脸猛逼地听着 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懂 但串在了 一起他就茫然了 他一心所想 就是当个游侠 对做生意这种 需要斤斤计较的事 他显然没有多少兴趣 季月儿很是惊讶地 看着徐小贤 那双漂亮的大眼睛 在月下折折生辉 真的懂得造纸书 徐小贤点了点头 略懂 略懂不够 好吧 我坦白了 我精通 你 我记得你从未曾出过梁义县 造纸作坊 无论是官府的造纸司 还是张氏 都没有在这里开设过 大臣造纸技术 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你是如何精通的 徐小贤咧嘴一笑 俯过了身子 嗅着季月儿身上 淡淡的兰花香味 低声说道 说了你不信 自从封过那次之后 我脑子里就多了很多东西 比如蚊香 这是我们的秘密 说着这话 徐小贤转头就看向了季心 小姨妹 你该去睡觉了 季心一饿 这才刚天黑 我还没吃饭呢 徐小贤 快去做饭 本姑娘饿了 徐小贤在小姨子面前投了降 她再次翻墙而过 回到了徐府 当真快乐地做起了晚饭来 来福 杀一只鸡 智蕊 生活 今儿晚上 少爷为你们做几道好吃的 汪汪汪汪汪 徐府欢腾了起来 智蕊穿着一身绿色的裙儿 坐在了灶台边 心想 恐怕又是少奶奶要过来吃饭吧 不然 她抬头瞅了眼一脸乐呵的少爷 不然少爷哪里会如此用心地做菜 隔壁 季心灵回来了 一眼便瞧见姐妹俩坐在凉亭下 便也走了过去坐了下来 怎么 还不做饭 季心儿嘻嘻一笑 指了指隔壁 她加持 季先令转头望了望那赌钱 捋着两撇八字胡须笑了起来 好 待会记得抱一坛酒过去 月儿 你 怎么有些不喜 季月儿眉间微醋 那张俏脸上的神色有些严肃 她想的是 徐小贤那百花纸业 如果真的如她所说那般价廉物美 通过母亲的马帮 这百花纸业 很快就能从梁义县走出去 然后占领极大的市场 这是好事 也是一件天大的坏事 她会直接冲击张氏纸业 对张氏纸业 造成巨大的威胁 而张氏纸业背后的实际掌舵人 却是大臣皇朝京都长安的 户部尚书张泽田 如果张泽田出手 徐小贤毫无办法去应对 她面临的 将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季月儿忧心忡忡地 将刚才徐小贤的那些话说了出来 也一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季县令也皱起了眉头 陈英片刻才说了一句 先看看百花纸业 是不是如婆知所说的那般 若是 当百花纸业风头要起的时候 你去拜访一下张桓公 或许他能有点办法 季中谭说的是 或许他能有点办法 这是因为 他也不能确信 毕竟堂堂正三品的户部尚书 不是什么人都能使得动的 也不是什么人的话 都能将他给镇住的 如果张桓公也没有办法 记住 百花纸业不能走出北境之地 否则 繁之危也 在厨房里 做菜的徐小贤 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 只是一个利润巨大 市场巨大的产业 张氏纸业 能够占领大臣绝大部分市场 这背后定然有他难以撼动的势力 他不能去冒这个头 至少在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 是不能和张氏纸业去正面杠的 不然就是在找死 另外就是 百花纸业仅仅在百花村有一处作坊 就产能而言 对张氏纸业并不会构成威胁 所以 得先苟着 百花纸业出品的纸 最好就控制在梁州的这些县郡里 不能走出梁州 百花纸业的第一步 是占领梁州八线市场 至于其他 以后再看吧 一市居 大不易啊 好不容易重活一市 可不能在这件事上面翻了船 对于这件事 徐小贤没有去想过找张桓公 虽然他老人家和自己称兄道弟 但人情这个东西 却不能胡乱地去消磨了 智蕊 嗯 你而记得提醒我一件事 智蕊抬头 啥事 前面咱们 不是薅了许多马毛吗 少爷我最近太忙都忘记了 得将那些马毛做成牙刷 牙刷 就是像你用的那个 对 明个少爷教会你们怎么做牙刷 然后少爷就要去忙活取河水库的事了 记住 不能让季仙知道 徐府里的夜宴 在欢快地进行 远在梁州城的周延望 正在他的书房里 暴跳如雷 他已经得到了竹林书院文会的消息 北秀三杰 三个草包 须有其名 齐文杰不是说 这文魁如囊中之物 手道擒擒来的吗 特么的 怎么就输给了徐小贤 他们是猪吗 季月儿当真又和徐小贤在一起了 一名魁梧的汉子 笔直地站在一旁 捶手回道 少爷 梁义县传来的消息 确实是说 徐小贤取得了和季月儿的婚书 徐小贤在文会上 连续做出了四首诗词 其余所有学子们 被他震得生不起提笔的念头 想来 想来 他那些诗词极好 周座跳了起来 一把抓起了桌上的一个茶杯 摔在了地上 砰 得一声 吓了那汉子一大跳 他徐小贤是个傻子 疯子 齐文杰他们 连一个傻子都赢不了 岂不是说 他们比徐小贤更傻 一群没卵用的东西 周座咽了一口唾沫 深吸了一口气 胸脯起伏不平 季月儿 你这个贱人 宁可嫁给一个将死之人 也不嫁给老子 我要你们都不得好死 李刚 告诉宋忠宋蛮子 一个月之内 我不管他用什么法子 徐小贤必须死 不 李刚 你本就是梁义县的人 这件事 你回去亲自办 周座抬起了头来 面目猙獰 狠狠说道 徐小贤 你本是一个短命之人 你砍了本少爷一刀 还夺了本少爷所爱 弄死了徐小贤 带你女儿来梁州 本少爷给他找最好的大夫医治 李刚一听 眼里陡然露出了一抹喜意 他看向了周座 问了一句 当真 本少爷说话 何时没有当真 可宋先生来信说 请了长安的水仙花 去梁义县 对付徐小贤 长安距离梁义县千里之遥 他恐怕还在来的路上 本少爷等不及了 徐小贤一天不死 本少爷便一天请示拿 说着这话 周座转身看向了李刚 你是本少爷亲自招来的心腹爱将 这件事 你去处理本少爷更加放心 这是五十两银子 拿去做盘缠 本少爷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 李刚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 留下了一句话 小人带徐小贤的人头来见少爷 然后小人会去官府自首 绝不牵连少爷 但请少爷莫要食言 你放心去吧 你的女儿 我会将她养大成人 另外 百花闻香在梁义县传的神乎其神 你顺便也看看 那东西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如果传言是真的 你来信告诉本少爷一声 那是徐小贤的产业 嘿嘿 老子要据为己有 好 李刚离开了梁州 骑着快马 星夜向梁义县而去 周座在书房里站了片刻 脸上露出了一抹阴冷 来人 被叫 去兰归方 又是一个明媚在早晨 梁月巷子的徐府正院里 徐小贤和志蕊来服 围成了一团 你们看仔细了 将马毛剪成这样的长短 然后用这小竹片子 将马毛穿过去 头要整齐 用线扎好扎紧 就像这样 拿去试试 就在志蕊和来服惊诧的视线中 徐小贤有些笨拙的 做好了第一把牙刷 有些粗糙 但想来比咬柳汁好多了 志蕊当真拿着这牙刷 取了一点点盐刷了刷牙 才发现 这东西实在好用 对少爷便愈发地佩服了起来 少爷 你 你怎么又会做这个东西了呢 少爷会的东西多了去 这东西不值一提 少爷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会很好慢 徐小贤一正 对啊 这个东西 也是独一无二 如果能够批量生产出来 确实也是一个来钱的路子 只是 这马毛显然不好弄到手 小姨子的那匹大白马 倒是又长出了毛来 可抓着一匹马蒿 好像有些不厚的 再说 也满足不了大量生产的需要 那就只能用猪棕毛了 你们先学会这东西 把家里所有的马毛 都按照这样处理 待会来福送我去去山 你在家里 若是闲闲没事就做这东西 好 来福 趁着这时候 你多削一些竹子 就照着这样子弄 穿孔要小心点 孔眼不能太大 徐小贤仔细地教会了他们做牙刷 心想 要想大量的生产这样显然不行 得找个手艺不错的木匠 看看有没有办法 大规模地做出这牙刷的胚子来 猪棕毛不知道好不好弄到 百花村可没有一户村民养猪 人都吃不饱 养什么猪呢 等以后百花村的村民们收入起来了 得让他们养猪 肉 必须得吃 否则哪里来的营养 如此想着 他拿着三把做好的牙刷 来到了前院 望了望那梯子 心里有些忐忑 这一次可得当心着点 可别又摔了下去 小心翼翼地顺着梯子爬上了墙头 隔壁似乎心有灵犀 昨日晚上架在这里的梯子 并没有撤去 徐小贤又顺着这梯子 来到了季府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季月儿穿着一袭白色的睡衣 刚刚起床 走出他的闺房 就被吓了一跳 他愕然地张开了小嘴 徐小贤正一脸喜意地 站在他的面前 走 季月儿咽了一口唾沫 抿了鸣嘴 确实很早 走 你这种早过来 干啥 徐小贤将三把牙刷递了过去 季月儿接过来一瞧 不明所以 这干啥用的 刷牙 刷牙 怎么刷 先速速口 再用这东西沾一点盐 就像这样 徐小贤比划着 季月儿惊奇地看着 觉得这事有些意思 比咬柳汁好用 你试试就知道了 肯定好用 关键是对牙好 就在这时候 对面的一间房门也开了 季仙儿穿着一件火红的睡裙 也走了出来 他的眼还有些迷糊 他在门前伸了个懒腰 捂着嘴儿打了个喝欠 似乎没怎么睡好 然后他睁开了眼陡然一惊 瞌睡没了 你 你这么早过来干啥 少女看了看墙边的那架梯子 忽然觉得 住在这里有些危险 徐小贤这家伙 随时都可能翻墙过来 季月儿走了过去 递给了他一把牙刷 杂杂呼呼地干啥 许郎是给我送牙刷来的 姐姐也给你一只试试 牙刷 季仙儿拿着这玩意儿 好奇地看了看 他忽然微醋了一下眉头 摸了摸软硬适中的毛 心里生起了一股异样 觉得摸着这毛很是亲切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姐妹俩来到了水井旁 当真用着牙刷沾了眼 刷起牙来 徐小贤站在后面 他的眼睛顿时直了 一白一红两个花季少女 弯着腰撅着臀 就这样呈现在了她的面前 睡群这个东西 实在有些偏薄 春光若隐若现 随着他们刷牙时候 身子的摆动 多多少少便溢出了少许 就这少许 就足够徐小贤喝一壶的 那是不能去描述的美丽景色 徐小贤忽然觉得鼻子一热 他立马捂住了鼻子 摊开手一看 马的 夏天到了 容易上火 我走了 晚上见 无比留恋地 又看了看那处春色 徐小贤捂着鼻子 狼瓣头 姐妹俩不明所以 依旧在仔细地刷着牙 继约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继心觉得 好像刷出了一种熟悉的味道 姐 他这东西 是用什么做的 不知道 应该是什么动物的毛 不然没有这么柔软舒适 会是什么动物呢 有点像马毛 马毛 继心一听 顿时看向了那堵墙 徐小贤 你去死吧 少女一声大吼 院子里清晨的寂静 顿时被打破 继约瞪了她一眼 有你这样诅咒自己姐夫的吗 继心晨晃着手里的牙刷 姐姐 她这是用的我那大白马的马毛 继院一正 想起了此前大白马光溜溜的模样 她扑斥一下笑了起来 毛这个东西剃干净了 也无所谓 它不是又长出来了吗 妹妹啊 你没觉得用这东西刷牙之后 感觉更加舒服 这 好像确实比脚柳汁来的舒服 这叫物尽其用 许狼居然想出了这么好的法子 做出了这么好的个小东西 你莫要看着这东西简单 要想出来可不容易 如果这东西 能够大量地做出来 肯定会很好慢 说着这话 继院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她看向了继心 妹妹 大白马的毛 好像又可以薅了 不行 继心豁然站起 立马否定了继院的这想法 我还没找你许狼算账呢 你倒好 还帮着她打起了 我那大白马的主意 你们别想 少女说着 就向前院的马舅走去 心想 是不是得给这马舅加一扇门 姐姐这胳膊肘 越来越像外拐了 她要是什么时候 趁着我不在家 和她那许狼坑赫一气 再把大白马给嚎吐了 我找谁说力去 隔壁徐小贤捂着鼻子回了家 智蕊就惊呆了 少爷去了一趟 隔壁怎么流着血回来了 难道是被隔壁少奶奶给打了一顿 少爷 怎么了 啊 没事 有些上火 晚上得煮一壶凉菜 接下来的日子 徐小贤干起了正事 她为取河水库的悬址 带着杜师爷和李二狗 还有段石匠等人 在不停地奔波着 水库的悬址极为讲究 最好的当然是山栏之间蓄水 这样只需要在谷口处修建一道河堤 但河堤的位置需要勘测 最好下面是石基 否则如果地基不够牢固 一旦蓄水过多 极其容易造成溃败 毕竟这个世界没有钢筋水泥 采用的只能是最原始的办法 不过这原始办法其实也挺好 就是用米浆来浇筑调食 事实上它很结实 比如前世留存下来的那些古桥 采用的基本都是这样的法子 这水库徐小贤需要兼顾三个重点 其一就是要占用村落 他需要往百花村移民 其二就是要尽量地减少建设工程 因为梁义县太穷 没有太多的银子让他霍霍 得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 其三 大坝的位置不能对着梁义县 万一决堤溃败 水洗梁义县 他可就成了这梁义县的千古罪人 所以这需要花费许多时日 不过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前期的勘测工作 做得越好越细致 后面的建设才会越顺利 就在徐小贤带着一群人 在渠山周围四处奔波的时候 李刚回到了梁义县 他当然是要先回家来看看 于是 他来到了百花村 站在了村口的那桥头 他的心里有些疑惑 因为稻田里没有几个农人 还都是富人 村民们忙什么去了呢 按照以往 在五月这个时节 该是稻田施肥除草的时候了 村民们没有其他的事可做 唯有事后这庄稼 他们几乎全都在田间地里 因为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人呢 莫非村子遭了灾 可稻田里的秧苗长势都还不错 说明事后的还行 这两年也不是什么灾年 再加上梁义县相对清 那么少许的税赴 村民们的日子 尚算过得去 若不是 为了给女儿筹钱治病 自己也不会离开百花村 去了梁州 给臭名昭著的周延望 当了狗腿子 唉 李刚常常一叹 杀了徐小贤 他是跑不了的 接下来 他只能一死 但若是能够救下妞妞一命 死又何妨 李刚收拾好了心情 望着田里吼了一嗓子 赵家婶子 赵大婶支起了腰来 转头一看 你啥时候回来的 你还知道回来啊 李刚有黑的脸一窘 自嘲一笑 我就问问 大伙去哪里了 还能去哪里 男人们都去修建 百花纸叶作坊了 小媳妇们 都在文香作坊里忙着 说完这话 赵大婶又弯腰 寻找着稻田里的败子 上午得弄完这片田 下午还得去文香作坊里 做半天工呢 哪里有时间 和这不孝子李刚闲聊 李刚皱起了眉头 百花纸叶 文香作坊 文香她倒是听说了 这不正是徐小贤 捣不出来的东西吗 怎么的 她将这作坊 设在了百花村里 她是怎么鼓动村民们 去修建造纸作坊的 村民们的命根子 不是这田地吗 对了 她是纪中坛的女婿 她肯定是借着 纪县令的官威 来威逼利诱村民们 强迫他们 去修那批用没有的作坊 庄稼会被耽误 秋收时候肯定会减产 村民们的日子 恐怕更不好过了 吃家伙 当真该死 李刚咬紧了牙 踏上了那座桥 走入了百花村里 村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几声犬吠传来 看来村子里的男女老幼 都被她胁迫了 该死 等我回家看过了父母和女儿之后 徐小贤 你就去死吧 一想到老父亲老母亲 都被徐小贤给弄去修建作坊 李刚怒从心起 杀徐小贤的心思 愈发地迫切了起来 她来到了自家门前 果然 这里同样安静 父母都不在家里 她走入了堂屋的门 想要进去看看妞妞现在如何了 妞妞得的是肺牢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在梁州时候 她问过大夫 这基本上 就是肺牢能够生存的极限了 也就是说 妞妞的命 危在旦夕 就在她的一只脚 迈入门槛的时候 身后突然有个轻质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李刚转身 愕然瞪大了眼睛 妞妞穿着一身碎花布裙子 手臂上跨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装满了扶瓶 正一脸紧张地看着她 不是说 肺牢不能出来的吗 这个病的传染性极强 妞妞怎么跑出去了 难道是因为徐小贤 强迫父母去建那作坊 妞妞无可奈何 只能也去劳动谋生 只是 这扶瓶来干什么 对了 肯定是家里已经断吹 妞妞要吃这扶瓶 该死的徐小贤 李刚脸上的神色变幻 妞妞惊诧地看着李刚 她认出了 这是她爹 只是这爹实在有些陌生 面色也不和善 和徐少爷相比 这爹实在不怎么样 妞妞 李刚露出了一抹难过的笑容 在妞妞看来 这笑比哭还要难看 李刚走了过去 妞妞后退了两步 李刚一震 我是你爹啊 妞妞撇了撇小嘴 我爹不是死在外面了吗 你爹没死 这不回来了吗 妞妞垂头 和李刚措身而过 她将篮子放在了屋檐下 又费力地取了一个 波及搬到了院子里 她提着篮子 将扶瓶倒在了波及里 摊晒在了太阳下 这才抬头 说了一句 怎么 现在百花村日子渐渐好过了 我爹 就没死还回来了 李刚愣了片刻 你说百花村日子 渐渐好过了 我看到田里都没几个人 村民们不是被许小贤要挟 去修建那造纸作坊了吗 不许你污蔑许少爷 一听李刚这话 妞妞就像炸了毛的猫一样 他凶狠地瞪着李刚 脸上满是愤怒 你根本不知道 许少爷为咱们百花村 做了多少好事 村民们都在给少爷 立长生排位 咱们家也有 他是老天爷派来 就咱们百花村的 他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少爷 若不是因为少爷 我李妞妞早就死了 少爷救了我 少爷还要振兴咱们百花村 要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 你呢 你丢下了 我和爷爷奶奶跑了 一去就是一年半 音讯全无 和死了有什么两样 你走的时候 说是要去赚钱 为我治病 你赚的钱呢 少爷已经治好了我的病 他是化身医的弟子 他分文未收 现在村民们都在给少爷做事 却不是要挟 因为少爷给了大家风足的工钱 妞妞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一脸震惊的父亲 提起了篮子 又说了一句 少爷还要在百花村建学堂 也是免费的 等学堂建好 我也要去读书了 以后 我就是少爷府上的丫鬟 啥也不是 李刚看着那小小的身影 从视线中消失 他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徐小贤是华神医的弟子 他治好了妞妞 还分文不取 他还要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 这么说 那文乡作坊和造纸作坊 并不是徐小贤 胁迫村民们去修的 他开出了不错的工钱 村民们既然志愿去修那作坊 显然这工钱的收入比 种田要好很多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的人还杀不杀呢 他是妞妞的救命恩人 如果他真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了 他也是整个百花村的恩人 若是我杀了他 只怕会被天打雷劈 那就不能杀了 不过妞妞是个孩子 他或许会被徐小贤蒙骗 而今的百花村究竟如何 徐小贤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这终究要自己亲眼去看看 于是 李刚来到了村子的后面 便看见了 徐山下的那一处小小的作坊 以及作坊前 偶尔出来的忙碌的某个妇人 看来 那就是文乡作坊了 他走了过去 心里有些紧张 他希望 这一切是真的 因为如果这一切 是真实的才能说明 妞妞的病真的好了 三审 一个妇人回过头 来看向了李刚 他放下了破警 露出了笑脸 刚子回来了 啥时候回来的 这不刚到 见村子里没人 三审 你们这是 你瞧瞧 你这一走 都一年半了吧 这里啊 就是少爷弄的文乡作坊 你瞅瞅那上面的字 三审的手 在围裙上 擦了擦纸了纸 作坊门上的那牌匾 那是少爷 亲手写的 说是百花文乡作坊 对吧 李刚识字 他看见了那边额上 很是漂亮的六个珠红 大字点了点头 对 就是百花文乡作坊 就在前些日子 就半个来月吧 少爷 许家少爷来了这里 找到你爹 然后就有了这作坊 我们啊 从端午那天开始 就在这文乡作坊里做工了 他 少爷给你们多少钱一天 这文乡作坊里的活 轻松简单 我那才六岁的四娃也能做 少爷给的是十文前一天 对了 大婆也在里面 李刚吃了一惊 三神所说的大婆 今年应该是65岁了 平日里走路都颤颤巍巍 手捧着饭碗 都急不稳当的大婆 他居然还能在这作坊里干活 他能干出多少活来 看着李刚惊讶的神情 三神笑了起来 所以啊 少爷就是活菩萨 他说了 只要是百花村的村民 从五岁往上 都能在这作坊里做工 工钱都是十文前一天 大婆也不例外 大婆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他是干不了什么活 但少爷 没有半点嫌弃的意思 对了 你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李二狗和李赖子 这两坡皮你知道的 现在他们可是 浪子回头了 他们跟在了少爷的身边 听说是去寻一处 合适的地方修建水库 这个三神不懂 钢子啊 你是读过私塾 也当过兵的人 现在百花村的日子 渐渐好了起来 妞妞的病 也被少爷给治得差不多好了 少爷说 再调养一些日子 妞妞就痊愈了 你呢 是不是就 留在村子里 那边 三神指了指远处 那边雪平沟里 正在修建造纸作坊 也是少爷的产业 给的是 二十文前一天的工钱 说着这话 三神拉起了李刚的手 与众心肠的诱导 钢子 别人以为 你是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 但三神知道 你是为了赚钱 给妞妞治病 现在好了 和以前 真不一样了 妞妞的病好了 这百花村的日子 也演见着越来越好了 大伯和大娘的身子骨 一年不如一年 妞妞呢 又还年幼 少爷说岁末 要在百花村 修一座学堂 还定了个规矩 学堂建成之后 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不允许 再在这作坊里做工了 李刚一正 这是为啥 少爷说 孩子们的读书 不要恕修 连笔墨纸焰 都一并由少爷 出钱来供着 你说 少爷是不是老天爷 派下来的活菩萨 说着这话 三神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湛蓝的天空下 百花村的方向 那里 依旧是一片破落的房子 但他的脸上 却浮现着希望 仿佛他已经看见了 一片青砖碧瓦 积压成群的繁华景象 守着百花村吧 守着这个家 你还年轻 再找个媳妇 这日子 会越过越红火的 我要进去干活了 不然啊 对不住少爷 开的十文钱的工钱 我爹娘在哪里 在雪平沟 大伯被少爷 任命为管事 倒不用干什么重活 大娘在哪里 给大伙煮饭 也能赚二十文钱 你家 最为被少爷看中 你呢 记得去家里的 那长生牌位下白白 三神 走进了这文乡作坊 李刚看着外面 晒了一地的 一圈一圈的东西 心想这大致 就是文乡了 徐小贤 徐少爷 他对我家当真 是恩重如沙 他向雪平沟走去 在这里看见的是 一番热闹的景象 作坊的影子 都还没有 所有人都在平整着地 父亲就在人群之中 他并没有站在一旁指挥 他同样在劳作 母亲在一边的土灶 旁烧着火 估摸着烧的是茶水 二十文钱一天的工钱 这一个月下来 就是足足六百文 对于百花村的村民而言 甚至对于梁义县的街民而言 这已经是一笔 可观的收入了 文乡的名声 已经传到了梁州 想来销路是不愁的 那文乡作坊 就能源源不断地给村民们 带来收入 这造纸作坊 若是再建起来 如果徐少爷 请到了好的造纸师傅 想来这纸也是不愁卖的 从此往后 百花村的村民们 就可以一边侍候着田地 一边在这两处作坊里做工 赚些银钱 如此下去 百花村的未来 还真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 如此想着 杀虚小贤的心思自然没有了 现在的问题是 除了自己 还有个宋蛮子 在青荣寺里等着机会 还有一个从长安来的水仙花 正在途中 他们都是要杀徐小贤的 如果徐小贤死了 这些两处的作坊也就废了 那么百花村像三婶一样 才看见希望的人 这希望也就破灭了 所以 徐小贤不能死 他非但不能死 他还必须健健康康地活着 他关系着百花村 三百口人的未来 李刚走了过去 想得适得寻个机会 见见许家的这位少爷 日头渐渐地火辣了起来 没有一丝风 地里的麦子虽然一片金黄 但没有掀起漂亮的麦浪 麦浪 徐小贤一屁股坐在了 山脚的树荫下 取下草帽死命的山者 脸上忽然笑了起来 麦浪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是那个文人 发明出来的词汇 倒是形象 还带着浪漫的色彩 可在农人的眼里 他有个屁的浪漫 正在收割着麦子的农人们 心里想得 不过是金岁能有多少收成 缴纳了税赋 除去地主的那一份 自己能够余下多少罢了 他们或许有着丰收的喜悦 只怕更多的是盘算着 卖掉属于自己的余粮 能够换回多少粗粮 能不能够维持一家人 一年半载的口粮 季星儿相悍淋漓地 处在徐小贤的身边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镜装 戴着黑色的面巾 背着一把长剑 倒是有几分武林高手的模样 只是额头上细密的汗桌 和眼里焦躁的神色 出卖了她 这么热的天 在家里待着不舒服吗 我为啥要这样受苦受累地 保护这个瞎跑的姐夫 就为了那二两银子的保护费 这里是洋庄 这些日子以来 已经陪着该死的徐小贤 跑了足足三个村子了 可这些地方 他似乎都不满意 也不知道 他究竟想找个怎样的地方 渡师爷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还没地方去到 这是季先令交代了他的任务 他要陪着徐小贤 直到徐小贤 找到适合修建水库的地方 他坐在徐小贤的身旁 徐小贤却忽然耸了耸鼻子 站了起来 咦 这地方有香芦草 说着这话 徐小贤跑去了山下的草丛中 扒拉开茂盛的野草 他找到了一株 散发着清新香味的草 然后他的眼睛一亮 他看见了另外一种 他一直在留意的植物 马前科勾吻鼠的勾吻 这个东西能够找到一株 就极有可能存在一片 他抬起了头来 果然 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波及那么大一片的勾吻 绽放着鹅黄的花朵 开得正眼 勾吻是一味重要 它有阵痛阵进 抗炎杀虫质养等等神奇的功效 但同时 他的全株都有剧毒 如果处理不当 当真是要命的玩意儿 传说中牛掰的神龙 就是长遍百草的那位 他就在长勾吻的时候翻了船 最终一命呜呼 徐小贤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采摘了几株 用手帕包了起来 若无其事地塞入了袖带中 又采了几株香芦草走了回来 断山 断山 带着俩儿子正在歇息地断山跑了过来 徐小贤将这香芦草地给了他 用这玩意儿煮一壶茶 能驱属解渴 正好就着这野茶吃点干粮 好 断山就地掘了个坑 拿着水壶去了西边取水 徐小贤又坐了下来 忽然看着杜师爷问道 刘能刘捕头这些日子 去哪里了 刘捕头原本是受纪县令之命 住在徐小贤府上保护徐小贤的 可一谎言 好些日子没有见着他了 还不是因为梁义县的说服 杜师爷摇了摇头悠悠一探 咱们这大臣北境之地的民风颇为彪悍 当金碎纳税的河定传出去之后 莫要说老百姓 就是各村镇的大小地主 也不乐意了 为了防止出现民变 纪大人早就将县衙的所有捕快都派了出去 一来是威慑那些乡身 二来也是为了劝解 毕竟咱们梁义县并没有驻军 万一真的发生了百姓居中闹事 这事可就麻烦了 原来是这样 民风彪悍 在百花村 在这几日里去过的那三个村子 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徐小贤不明所以 杜师爷没有解释 一行人就着这香炉草茶吃了干粮之后 再次出发了 这一次是顺着一条山谷河流向渠山里面去 走入了渠山 便凉爽了起来 两旁的坡地上 生长着绿油油的野草 也开满了各种的野花 景致很是美丽 忽然 有悠扬的钟声从远处传来 徐小贤愣了一下 看向了李二狗 这里面还有寺院 回少爷 不远就是青龙寺 青龙寺 徐小贤私存片刻响了起来 三月三 梁一县外的彩云湖 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那和尚正是来自于青龙寺 走 去看看 徐小贤真的只是想去看看 他还没有见过 这个世界的寺庙是什么模样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寺庙里 供奉的是哪一位菩萨 正好顺道 在青龙寺打个尖歇个脚 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这青龙寺有什么来头 这个李二狗就不知道了 杜师爷说了一句 青龙寺颇为神秘 庙里的僧人极少出事 听说这青龙寺建成于十六年前 里面有的僧人 身手都很是不错 官府曾经派人来登记过 青龙寺有僧人八十余人 说起来也是个大庙了 他的位置在青龙台 其实就是徐山所属的小青山的脚下 那地方颇为开阔 方圆数十里 地势平缓 僧人们开垦出了许多的荒地 在里面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高人啊 杜师爷一声赞美 杵着根棍子 跟着徐小贤的脚步 又道 与世无争 甚至在六年前梁义县大灾荒的那一年 还出山来施州救济百姓 算是功德无量了 住持是谁 惠能大法师 应该六十来岁了吧 六年前来过一次梁义县县衙 和县尊大人聊了许久 老夫陪坐 言语高深 宝香庄严 是个了不得的大和尚 徐小贤顿时来了兴趣 听你这意思 这青龙寺 轻意是不出事的 惠能大法师说 出家人 既然已经出了家 就应该六根清静 与红尘不再牵挂 朝听尘中以氧气 晚听目骨而喜心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青龙寺 为啥出了个花和尚呢 杜师爷一噎 毕竟八十多个僧人 偶有败类也不足为奇 也是 五指都有长短 舌尺还会打架 何况是人 对此 徐小贤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 这群和尚 倒是会选地方 他看见了坐落在山脚下 隐于参天古墓之中的红墙碧瓦 还有外面的一大片的绿油油的稻田 和尚要不要缴纳税妇 杜师爷摇了摇头 按照大臣税率 和尚无须纳税 哦 这年头出家挺好的 徐小贤如是想着 向前继续走去 徐小贤一行 往青龙寺而去 季仙儿跟在徐小贤的身后 他忽然转头向左侧的 树林子里看了一眼 扑伦伦 林中有微弱的声音响起 徐小贤并没有听见 但季仙儿却听见了 他说了一句 等等 徐小贤停了下来 回头问了一句 怎么了 季仙儿看着那片树林指了指 不太确定地说道 刚才那里面好像有人飞过 他说的是飞过 徐小贤一惊 青龙 季仙儿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也或许是鸟 真有青龙 当然有了 你会飞吗 这一句话 仿佛戳到了季仙儿的痛处 他瞪了徐小贤一眼 你以为谁都能飞的 要学会青龙 至少得是三品境界的高手 徐小贤愕然张大了嘴巴 这个世界难不成 当真有青龙这个 违反物理学的玩意儿 还分品界的 是不是有些玄幻了 三品境界是什么东西 季仙儿就像看着一个白痴一样的 看着徐小贤 江湖上将武功分成了六品 三品就是气功小成 能够高来高去一跃两丈 两丈六七米 挺远的了 那一品呢 徐小贤以为 一品能够遇见杀人于千里之外 但显然他想多了 一品就是内力更加浑厚 一跃十丈 掌力能开杯烈石 十丈 三十三米 一跳就是十层楼那么高 这就很牛叉了 会不会刀枪不入 季仙儿丢了徐小贤一个白眼 你想啥呢 要是刀枪不入 岂不是无敌于天下 都是血肉之躯 只不过一品高手 眼力耳力更加敏锐 有浑厚的内力加持 战斗力更加持久 杀伤力也更大罢了 说着这话 季仙儿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挨刀 同样会被砍死 徐小贤松了一口气 却又有些失望 这一品看来也不过如此 但一跃十丈 在这样的冷兵器时代 要想杀死一品高手 也是挺难的 你是极品 季仙儿俏脸一红 撇了撇嘴 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这青龙寺我建议你别去 为啥 如果刚才那个是人 就至少是个三品 万一出点啥事 我打不过 徐小贤笑了起来 如果有事 刚才那人直接就来 把我给砍了 走吧 天下太平 哪里来的那么多事 青龙寺 诚心禅院 这里是青龙寺 主持慧能大法师的修行住所 一名中年和尚 落在了这间禅院里 他对正在和宋蛮子聊天的 慧能大法师拱手一礼 师父 有客人道 哪里来的客人 前些日子传回来的消息说 梁一线新任命了一个和长 叫徐小贤 此刻这一行人里 有季仙令的一个女儿 不知道是长女还是次女 还有梁一线的事业杜正纯 也一并跟着 那少年极有可能就是徐小贤 宋蛮子豁然转过了头了 看着那和尚 当真是徐小贤 可能是 你下去吧 慧能大法师挥了挥手 那和尚退了出去 听闻梁一线要修建一处渠和水库 来的这位客人 肯定就是徐小贤了 大师 徐小贤能不能死在这里 宋蛮子俯过身子 阴狠地问了一句 慧能老和尚摇了摇头 他不能死在这里 为啥 你挂门接下的破事 和我佛门有何关系 老和尚扬了扬那两道长长的白眉 又微微一笑 说道 再说我这佛门清静的 可不想沾染了血腥 这位徐小贤最近的消息颇多 这不前不久 才得了个竹林书院的闻魁 老和尚撩着衣袖 为宋蛮子倒了一杯茶 又嘘嘘说道 他确实是得了脑疾的 确实是应该早就死了的 可他偏偏活了过来 还活得活蹦乱跳 老那对此颇有兴趣 老那对他弄出来的那闻香 也颇有兴趣 又听闻他要带着百花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 老那对他更有兴趣 宋堂主 可莫要在老那的这寺院里 惹出是非来 切记 宋忠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倒是晚辈唐突了 只是 大师如何知道 徐小贤确实应该早就死了呢 大师这佛门清静的 似乎对俗士也颇为关心啊 慧能大法师捋着白须又笑了起来 若不是看在挂门掌门凤飞花的脸面上 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宋忠陡然感觉到 一股凌冽的森然杀气 他慌忙起身躬身一礼 晚辈该死 还请大师恕罪 端起了茶盏来 揭开盖碗 一缕茶颜飘荡 行走江湖 最重要的是什么 莫要去关心身外事 好奇 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晚辈受教 宋忠冷汗淋漓 湿透了衣衫 他还浑然不知 你要杀徐小贤 和老那无关 凤飞花这丫头 老和尚笑着摇了摇头 他倒是有一番野心 你回去之后 不妨带一句话给他 庙堂有庙堂的规矩 江湖有江湖的讲究 老皇帝没死啊 五花八门和官府走在一起 这可是犯了老皇帝的大忌 你叫他去他父亲的灵前 好好想想 当年他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才十几年 莫非就忘记了 宋忠不明所以 只觉得 当年似乎有着一段密闻 他当然不敢去问 而是硬承了下来 那 晚辈这就走 别急 和老那一起见见 这位风头 正盛的少年 可是 宋忠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男色 挂门 都招收了一些什么玩意儿 老和尚比一地看了宋忠一眼 你在他的面前出现过 他知道 你就是要杀他的人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在怕什么 宋忠那张小白脸 顿时通红 大师教训得对 既然要做贼 就要克服掉心虚 不然就是短命的贼 你瞧瞧庙堂之上 那么多的贼 他们可曾心虚 心虚的早就被淘汰了 留下的都是道貌黯然的 谦谦君子 江湖之贼 切的是人命钱财 庙堂之贼 切的是国 君子与贼有区别吗 当然是有区别的 这其中味道 你自己去领会 客人就快到了 你就站在我身后 安心地看着 徐小贤站在了 这处谷地的入口处 他很是仔细地四处张望着 忽然发现 如果将水库建在这里 是个绝好的地方 徐山山脉的小青山和大青山 环抱着这片巨大的谷地 小青山和大青山的渔脉 又环抱着外面的洋庄 牛角沟村和桃园村 整个地貌是个葫芦形状 这片谷地略小 外面的那片谷地更大 如果将大堤修建在牛角沟 跨度也就1000米左右 整个葫芦的蓄水量巨大 大堤也没有 正对着凉一线 大堤建好之后 在东西方向 修建两条饮水盒 这取合水库里的水 就能够通过这两条饮水 和流进整个凉一线的 主要村镇 如此一来 基本上覆盖了 整个凉一线的田地灌溉 也解决了农人们靠天吃饭 这个天大的问题 当然 水利的建设是个系统的工程 还得考虑防洪 得寻到合适的泄洪处 所以 还得在河段的下游某个地方 修建两处小型水库 来佛 把地图拿出来 段山 你过来瞧瞧 几人围坐在了地上 徐小贤铺开地图 拔了一根狗尾巴草 草梗落在了这地图上 我是这么想的 草梗在这一片地图画过 徐小贤将刚才所想 巍巍道来 段山仔细地听着 眼睛陡然一亮 少爷 这真是个好地方 他的手也落在地图上 这一线 地下三尺就是硬石头 大堤如果住在这里 定然牢固 这两边的两处牛角 就是大小青山鱼脉 都是坚硬的石头 可就地取材 省去了运输的麻烦 也能节约极多的银子 其实这里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葫芦的腰上 也可以修建一处堤坝 段山说着 抬起头来左右一望 目测这两边的距离不过十丈 这里修建一处堤坝的好处 是可控制下面水库的蓄水 如果遇见暴雨山洪 里面这个葫芦 就能够挡住暴雨山洪的肆虐 外面这个葫芦 开闸放水腾出库戎 差不多了 再放里面这个葫芦里的水 如此一来 这水流可控 不会对下游的村落 造出太大的灾害 徐小贤顿时对这段山刮目相看 这家伙可以啊 这是库中库的结构 采用的是两段式蓄水放水的方法 只要里面的这道大坝 修得足够高 就能积蓄足够多的水 就能给外面的库区排红争取时间 简单来说 就是错峰放水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那就这么定了 徐小贤拍了板 杜师爷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凡之这样会淹没了青龙寺 外面还要淹没三个村子呢 村民们能够搬迁 这青龙寺里面的和尚 也能够搬迁不是 这杜师爷无言以对 青龙寺在梁义县的地盘上 要说起来 当然也归梁义县管辖 可对于这样的出家人 杜师爷忽然发现 自己不太熟悉 官府究竟有没有管辖的权利 因为他们不用缴纳税赋 似乎他们是超然的存在 得回去之后 翻翻大成绿 看看强令这些和尚搬迁 有没有法理依据 徐小贤将这地图丢给了来福 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 再说了 这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出家人不是以慈悲为怀的吗 他们理应明白 本少爷的这番苦心 走 去见见这青龙寺的住持和尚 本少爷先和他说道说道 若是能通当然好 若是不能通 他不搬 本少爷就水淹他这青龙寺 徐小贤一行走在了田梗上 他倒是很是认真地 看了看这田里的和苗 和苗长势良好 看起来青龙寺的和尚 把这些田侍候的还不错 只是这田里 徐小贤抬眼看见了 远处的田里有几个人 戴着立帽 穿着轻衣短褂 离得有些远 看不出模样来 他没有禁止往青龙寺的庙门去 而是拐了个弯 向那有人的田边走去 来到了那田边 徐小贤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在田里劳作的 并不是和尚 大叔 田里的五个农人 只起了腰台起了头 向徐小贤看了过来 你们是桃园村的村民 其中一个农人点了点头 是啊 怎么来这里种田了 青龙寺将这里的田租 给我们了呀 哦 徐小贤恍然大悟 也就是说 青龙寺是这一大片田的地主 来来来 大叔过来坐坐 那农人从腰间 取出了一杆汗烟 又掏出了一撮烟叶 塞入了烟锅里 用火折子点燃 他吞云土雾地走了过来 小哥儿 你们这一大陆的人 是来青龙寺上乡的 徐小贤微笑着点了点头 问道 大叔贵姓 王富贵 小哥儿 这青龙寺 向来不受外面的香火 你们这乡 怕事上不成了 徐小贤没有去问为什么 他不关心这事 他关心的是别的事 大叔啊 这青龙寺给你们几成的粮食 还能给多少 也是两成 不过这里的两成 比我们村子里的两成 会多那么一点点 这里的田 不用向国家缴纳税负 实打实地 由地主和店户分了 当然会比外面多一点 这里 笼共有多少田 860亩 桃园村距离这里 也有十余里地 挺远的啊 有多少人家在这里种田 这里可是一块肥肉 咱们桃园村 有63户人家 每一户都有在这里 租种一些田 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多少能够多点收入 如果单单只种村子里的田 王富贵 喷出了一股浓烟 迷糊了他的那张 有黑的脸 如果单单只种村子里的田 会饿死人的 徐小贤粗略地盘算了一下 63户人家 如果平均下来 每一户能够租种13亩左右的田 按照母产稻谷200斤算 每一户人家 能够得到500余斤的粮食 稻谷市价15文钱一斤 可卖7500文 也就是七两半的银子 要论起来 这个收益还是可观 只是这里面没有算成本 尤其是劳力 我听说百花村在建造纸作坊 给的工钱是每天20文 这作坊建成之后 需要大量的人 给的工钱同样是20文 如果家里有三个劳动力 这一天的收入 就是60文钱 一个月就差不多是二两银子 还不用这么辛苦 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王富贵扑斥一笑 倒是听说过 据说是梁一仙那傻子 徐小贤捣咕咕的 小哥 你也不想想 他是个傻子 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 他不过是犯了傻在骗百花村的村民罢了 默信默信 还是种田实在 季仙也掩着嘴儿一笑 徐小贤整个人都不好了 徐小贤当然得洗刷自己的清白 于是 他和这王富贵里 论了起来 百花村那文乡作坊 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百花村的村民 实实在在 每天拿到了20文钱 这分明是 那位徐公子大业 徐公子说了 要带着百花村村民脱贫致富的 他正在做着这件伟大的事 你怎么能说他是个傻子呢 王富贵撇了撇嘴 深吸了一口烟 烟锅里的烟丝燃尽 他徐徐吐出了一条细长的烟雾 将烟锅抖了抖 然后抬头望了望天 伸手往上一指 小哥 你就在这里等着 会掉馅饼的 说完这话 他转身就向田里走去 还摇了摇头嘀咕了一句 脱贫致富 那徐小贤脑子是彻底坏了 没救了 徐小贤顿时没了脾气 这油盐不尽啊 生活难道就这么 让你王富贵绝望的 你是不相信 这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 正能量呢 你呀怎么全是负面情绪 既然这样 老子还偏偏要把这好事给做到底 来福咽了一口唾沫 他扛着那把大刀 扯了扯徐小贤的衣袖 少爷 他说 你脑子彻底坏了 你没救了 滚 少爷我耳朵又没聋 来福有些委屈 他也觉得 少爷的脑子似乎也坏了 不然 一天二十文钱 这一个月的收入 可比在徐府当个家丁强多了 自己身强力壮 还有一把子力气 昨儿提出 辞去这家丁之职 去见那文乡作坊 少爷怎么会不同意呢 徐小贤仰着脖子望了一会天 弄得忌心也颇为担忧地看着他 他似乎真的在等天上掉下馅饼来 走 去庙里 徐小贤大手一挥 忌心问了一句 去拜拜 人家不受外界香火 我徐小贤拜天拜地拜父母 就是不拜菩萨 我得去找这庙里的住持聊聊 林间颇为幽静 寺庙的诸红大门是关着的 门楣上提着三个龙飞凤舞的金色大字 青龙寺 当徐小贤一行站在这门口 他正要叫来福上去扣门的时候 这门忽然嘎吱一声开了 从里面出来了一个穿着青衣 挂着佛珠的少年和尚 这少年和尚看了看这群人 视线落在了徐小贤的脸上 敢问这位施主 就是徐小贤徐公子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徐公子 因为我家住持施主说了 说今儿有贵客登门 名许自小贤 公子气宇宣王玉树临风 想来公子就是徐公子了 你家住持说的对 这少年和尚愣了一下 这人不按套路出牌啊 对了 你家住持难不成 还能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 少年和尚脖子一扬 极为骄傲地说道 我家住持乃真正得到高僧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前后更知五百年 何况徐公子造访青龙寺这等小事 徐小贤乐了 这牛皮吹得比老子还要厉害 小和尚你叫啥来着 贫僧法号殷须 哦 这个名字挺好 带路吧 本少爷去会会你家住持 殷须小和尚转身而行 徐小贤紧随其后 走在林间的幽境里 他忽然又问了一个问题 殷须啊 你是何时来到这青龙寺当和尚的 三年前的五月 你会不会功夫 只有罗汉堂的内门弟子 才能习武 这么说 你还是外门 每日里做些什么 殷须小和尚 觉得这徐小贤的话有些多 似乎对自己还有些歧视 师祖说了 与我佛有缘方能入寺 至于习武 习武需要天赋 贫僧没有习武的天赋 但贫僧有过目不忘之能 故而 师祖安排了贫僧在佛前诵经 哦 罗汉堂有多少和尚习武 十八个 为啥不是十九个 殷须停步 徐小贤差点撞了上去 他看向了徐小贤 眼里有些疑惑 贫僧失礼一问 徐公子 那精神异常之脑脊 是不是愈发严重吗 得知 师祖对齐荒之术 也颇有研究 要不待会贫僧求师祖 给徐公子把把麦 好吧 徐小贤不过是为了多了解一些青龙寺的事 这地方太过神秘 堂堂一寺庙修建在这深山老林里不说 你还不受外界香火 寺庙不是都靠佛祖显灵之说 来吸收善男性女的吗 为何这青龙寺 偏偏有这么奇怪的规矩呢 再说 这会能大法师 他是怎么知道 我徐小贤的名字呢 青龙寺闭门谢客 或许是为了潜心研究佛经 但自己这两一线小虾密的名字 偏偏他没有知道 这是矛盾的 这说明青龙寺和外界 是有消息往来的 再一结合前面祭仙说 林子里飞走的可能是人 这说明青龙寺可能在静山的路上 设置有暗哨 他们似乎在防着什么 徐小贤忽然觉得不应该跑进来 万一这青龙寺真是个黑庙 自己带着的这些人 恐怕要在这里团灭了 就连祭仙也跑不掉 这庙里出了个花和尚 万一他们都是一丘之河 徐小贤回头看了看祭仙 颇为担忧这漂亮小姨子的下场 你看我做什么 哦 没事 想你姐姐了 祭仙凤眼一瞪 想我姐姐了你 拿我来看 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别瞪我 我忽然想起 答应了你姐姐 今儿下午陪她去定方楼的 这看来是来不及了 你回去一趟告诉你姐姐一声 就说 我晚上再陪她去 你 听话 徐小贤拍了拍祭仙的肩膀 别使小孩子气 莫让你姐姐担忧 来福 小人在 你保护仙回去 少爷 回去之后杀一只鸡 对了 把猎来的那只兔子 一并带回去 晚上少爷 给你们做一道麻辣兔丁 就这样 你们走吧 说着这话 徐小贤向祭仙眨眨了眨眼睛 有些暧昧 祭仙脸微红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狠狠地瞪了徐小贤一眼 说好的麻辣兔丁 可别忘记了 我们走 祭仙和来福转身走了 徐小贤目送着他们 走出了那扇大门 才悠悠一探 这么大的人了 就好那一口吃的 他转身 看向了殷须小和尚 笑了起来 我做的菜很好吃 尤其会做肉类 你想不想尝尝 应许小和尚顿时恼怒 平僧吃素 八十多个和尚 就没人吃荤 应许小和尚没有回答 徐小贤心里顿时一沉 他读懂了一些信息 看来这青龙寺 还真有些名堂 这个青龙寺 有和尚吃素 有和尚吃荤 吃荤是泛界的 但应许小和尚脸上 明显有着迟疑 他知道 却不能说出来 练武需要强壮的体魄 练武的人 就需要大量的肉食 不是说吃素就不能练武 但肉类 提供给人体的热量 是明显高于素食的 所以 像应许小和尚这样子的 才是真正的和尚 而这个青龙寺的罗汉堂里 那十八个和尚 恐怕就是假和尚了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 这个青龙寺 养着十八个武林高手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徐小贤倒是想要探个究竟 但这次显然不行 甚至连问都不能再问 万一对方恼羞成怒 真的一家伙把自己给宰了 就算寄仙能够平安出去搬来救兵 自己的尸体都凉了 还有个屁用 所以 自己必须表现的和尚亲切一些 当个傻傻的乖宝宝 比较稳妥 如此想着 一路他再没有吭声 反而令殷须小和尚 有些不习惯 而此刻的成心禅院里 老和尚会能大法师 等得有些纠结了 从得到徐小贤来了的消息到现在 这特么都过了一个时辰了 徐小贤就算爬 也应该爬到了 难不成他改了方向 并没有往青龙寺来 若是这样 那就是报信的和尚失职 这罗汉堂 看来得整顿了 让本住持在这傻了吧唧的 等着算怎么回事 尤其是旁边 还坐着一个挂门的堂主宋忠 原本是想让宋忠瞧瞧 老娜对付徐小贤的手段的 现在看宋忠那脸色 他好像在看老娜的笑话 慧能大法师 心里有些生气 面色却依然和善 他端起茶盏来掩饰了一下 自己内心的不耐烦 刚刚瞎了一口 一名中年黑衣和尚 从天而降 大师伯 纪仙琳那女儿 和一个家丁模样的男子走了 要不要追回来 徐小贤呢 已经入院 那追回来干啥 这和尚愣了一下 是啊 追回来干啥 那姑娘长得真好看 黑衣和尚咽了一口唾沫 脸上露出了一抹猥琐 二师伯号这一口 要不 闭嘴 慧能大法师一声低吼 是金啊 出家人当五根清净 你二师伯 为了五根清净 可是挥刀自公了的 你带个漂亮姑娘 给你二师伯 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呢 他只能看着呀 这两年好不容易 才熄灭的浴火 若是再次点燃 却无处消险 你这是想要你二师伯的命啊 这个叫世金的和尚 咽了一口唾沫 连忙攻身回道 大师伯 弟子错了 错的不是你 世金和尚愕然 慧能大法师又下了一口茶 他放下了茶盏 悠悠一叹 错的是你二师伯 当年 若不是他管不住那家伙 偏偏看上了 这北境马帮的帮主捡秋香 世金啊 老那经常给你们说 人 当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 不要以为练到了三瓶 能够飞来飞去 就能打家劫色了 你二师伯 可是二瓶上的高手 可结果呢 被捡秋香一剑 伤到了命根子 发言化浓 切的时候是多么凄惨 这些都是教训 是对自己能力认识不清 对敌人判断不明 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惨痛教训 机家女儿是捡秋香生的 你当真以为 他就那么好对付吗 万一他已经到了二瓶的身手 你跑去捷个色 恐怕这青龙寺里 又会多一个太监 慧能大法师一番道理讲了出来 世经和尚顿时夹紧了双腿 额头上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大师伯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把事情看得透彻呀 幸亏我没有轻举妄动 否则 二师伯现在修为倒是越来越高了 只是那嗓音也越来越尖了 得不偿失啊 弟子受教 好了 你去吧 告诉你的师弟们 以你们的二师伯 以外门的那个 叫啥的和尚 就是淹死在彩云湖的那个 他们就是前车 你们就要借鉴 多么愚蠢的错误 弄得梁亦县县衙 还派了人来了青龙寺一趟 这日子 还要不要安生得过了 好了好了 你下去 记住了 咱们是正经寺庙 把以前的那套 统统给老大收起来 遵大师伯令 世经功身退下 慧能大法师 这才转头看了看 目瞪口袋的宋钟 他微微一笑 宋堂主 让你见笑了 青龙寺真的是正经寺庙 当然 以前 就是大臣立国之前 我们是做了一些坏事 也不算太坏 和你们挂门比起来 稍微要多坏一点点 但俗话不是说过的吗 浪子回头经不换 我们也回头上了案 人嘛 还是当的好人比较好 所以呢 老那带着他们 剃度出家一心是佛 偶有灾年也出去不失一番 这就是洗心革面 慧能大法师的表演 彻底震住了宋钟 此刻他才明白 慧能大法师此前说的 君子和窃贼的区别 他是知道青龙寺底细的人 慧能大法师 是他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 他忽然发现 挂门中的人 和这慧能大法师比起来 简直不要太善良太纯洁 看着宋钟眼里的震惊 慧能大法师 捋着白须又说话了 你要记住 我们是青龙寺的僧人 以前的那些事 你最好忘记 像你这么愚蠢的人 我很担心 你落在官府手里 将我这好不容易 才建立起来的青龙寺给毁了 对了 老那知道你的家 也知道你的家人 甚至还知道 你在梁州养的那个小妾 两年前的小妾 还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慧能大法师说完这句话 便慈祥地笑着 只是他嘴里啊 几乎都掉光了 那张着的嘴 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一般 宋钟陡然感觉到了 一股森然寒意 他慌忙躬身 晚辈若是真落在了 官府的手里 死也不会出卖青龙寺 嗯 你记住就好 坐吧 放轻松一些 你就是住在青龙寺的乡客 客人来了 宋钟忐忑地坐了下去 慧能大法师 微醋了一下眉头 叫你放轻松一些 怕什么咯 你个大男人 难不成还怕老那吃了你 徐小贤一行 在殷须小和尚的带领下 走入了诚心禅院 踏入那月亮门 便看见一须发揭白的老和尚 穿着一件大红袈裟 他正在一尊白玉雕琢而成的小佛向前 盘膝而坐 手里的念珠滚动着 似乎正在念经 殷须小和尚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崇拜的神色 年迈的住持师祖 哪怕在这禅院清休 他也在一心是佛 这叫什么 这叫前程 这叫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师祖的佛性如此高深 正是来源于他这样潜心苦修 我应须 当以师祖为榜样 经读佛经 经参佛业 早日正得今生果位 他走了过去 才走两步 却忽然停了下来 慧能大法师开了口 悟心容易吸心难 吸得心源到处闲 徐小贤 许师祖请坐 应须 为许师祖奉茶 应须陡然一惊 愈发觉得 带师伯之高深 令他难以仰望 徐小贤一听 却顿时乐了 这位慧能大法师 有点意思啊 他没有做 而是看了看 威精正坐在茶台旁的送中 然后又看了看 慧能大法师的后背 他走了过去 一屁股坐在了 慧能大法师身边的仆团上 看着慧能大法师的脸 指了指这尊白玉佛像问道 大法师 这佛 是什么 弥勒菩萨 大法师您瞧 他背着一个钱袋子 如此说来 大法师爱财 慧能大法师睁开了眼 他也转头看向了徐小贤 手里的佛珠停止了转动 面色和煦的一笑 世人的眼光落在的是菩萨的钱袋子上 而老那所见 却并非如此 那大法师见到的 又是什么 难不成是他的这大肚子 非也 弥勒 以为慈心三昧 慈心便是慈悲之心 何为慈 慈爱众生 而给予快乐 何为悲 同感其苦 怜悯众生 并拔除其苦 是为悲 弥勒菩萨转世为布袋和尚 他背着那布袋 施主 那不是钱袋 他背着那布袋四处化缘 随于而得之 对不善者 一笑了之 他化缘所得 并非据为己有 相反 他记挂着处于痛苦中的人们 他将所得送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 让他们能够摆脱生活的困境 他慈悲 宽容 忍辱 乐观 行也不待 做也不待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安平乐道 救济四方 故而方能笑口常住 大度开怀 徐施主 人活一世 当清心寡欲 广善不失 有慈悲心 有人辱度 有宽容怀 有乐观之精神 方能得慈心三昧 方能正无上果位 慧能大法师 洋洋洒洒一番话 令所有人都侧耳倾听 脸上各有神色 皆极为叹福 就连徐小贤 似乎也不例外 因徐小和尚忘记了道茶 宋中此刻有些恍惚 他仿佛觉得自己 真的进入了佛门圣地 聆听的是高僧讲禅 徐小贤愕然地张开了嘴 神色满是钦佩 大法师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高僧爷 他一把抓住了慧能大法师的 那双枯膏的手 得大法师一席化 小贤仿佛见佛光普照 仿佛得佛性洗礼 心里的困惑与欲结 顷刻间烟消云散 犹如波云渐日 得见广天阔地 慧能大法师的双手 还从未曾这样被人给抓住过 他很是不习惯 于是他拔了一下 徐小贤却握得更紧了一些 他没能拔出来 施主 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 大法师 小贤心存疑惑 还请大法师为小贤解惑 你且放手 不 大法师 小贤立志带着百花村村民脱贫致富 希望能够凭着小贤的绵薄之力 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现在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如何能够放手 如果此刻放了手 乾公尽气不说 百花村村民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刚刚才燃起的希望 岂不是又破灭了 小贤当以弥勒菩萨为榜样 以慈悲 忍辱 宽容 乐观的心境 去迎接未来的一切挑战 徐小贤说的慷慨激昂 段石匠等人顿时感动 就连杜师爷 也被徐小贤的这番誓言给惊呆了 因许小和尚 看向了徐小贤 这位许公子 得师祖一些话 他这是悟到了 慧能大法师就很郁闷了 我说的放手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放手而已 你个大男人 抓着我这老和尚的手 还抓得这么紧你是啥意思 哦 他是被我刚才的那番话 给洗了脑 这个神经病 既然如此 那老那在给你弄点深奥的玩意儿 许师祖 弥勒菩萨胸怀天下 师祖一看就是人中龙凤 当有菩萨之志 当有为国为民之心 老那以为 师祖偏居于百花村 对其余村镇的百姓是不公平的 故而师祖的产业当扩大 让整个梁义县的百姓脱贫致富 这才是师祖的大功德 大慈悲啊 大法师 既然您这样说了 我徐小贤就在这佛前启示 等等 大法师 您既然也有心怀天下的怜悯之心 想来也是愿意为梁义县的百姓们 做一些事的 慧能大法师心理一正 我在这青龙寺养老了 我真没想 为谁做一些事啊 可这话不能说啊 所以他微微一笑 老那当然愿意 但是 他立刻转了一个弯 他不知道徐小贤说出这话有何用意 但他清楚 绝对不能被徐小贤牵着鼻子走 但是 老那是方外之人 这青龙寺是方外之地 老那愿意带着这寺庙里的僧人 为梁义县祈福 为许师祖祈福 却不能去了红尘沾染了是非因果 还请许师祖原谅 他不动声色地抽出了双手 徐小贤却一下子扑了过去 又抓住了他的双手 大法师 当着弥勒菩萨的面 您说说 是不是只要你不入红尘沾染因果 便愿意为梁义县的百姓们造福 慧能大法师心想 老子都不出门了 你徐小贤总没可能 还有什么诡计吧 也或许是我想多了 这家伙被洗脑太深 功力心太强 青龙寺不受香火过而清平 老纳也拿不出钱财 来支持许公子的善心 我不要你钱财 也不需要 你入了红尘 我只希望大法师 您有一颗造福百姓的善心 这话一出 慧能大师就放心了 不出钱不出人 这善心当然是可以有的 所以他点了点头 老纳事后菩萨多年 当然对天下百姓都怀着善心 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件事终究只能 落在许公子的肩上 成就许公子的菩萨因果 好 是这样 我呢 为了这梁义县的老百姓 受了个合掌之职 为解决梁义县老百姓的灌溉问题 要修一座水库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大法师也认为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当然 功在当代 而力在千秋 有大法师这句话 小贤心里便踏实了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修水库的最好的地点 还请大法师支持 老纳当然在精神上大力支持 等等 你这水库要修在哪里 徐小贤笑了起来 他将会能大法师的手握得 更紧了一些 还一把举了起来 对着弥勒菩萨拜了一拜 大法师功德无量 我徐小贤代表 整个梁义县的百姓 对你置以崇高的敬意 慧能大法师 心里陡然生起了 一股不好的念头 你还没说 这水库修在何处 佛说繁华三千 看淡了便是云烟 佛还说 一切皆是虚妄 这皮囊 这诚心禅怨 这青龙寺 他们在佛的心里 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除了那颗佛心 一切皆可抛掉 大法师是真正的得到高僧 当明白佛说的有道理 大法师修成了一颗慈悲心 所行正是慈悲事 而经梁义县寿 旱灾严重 这水库是为百姓而建 故而想来 大法师是能舍弃这青龙寺 为梁义县的数十万百姓造福的 大法师 这水库 就是选在了这大小青山之间 蓄水之后 这青龙寺便在库底 小贤一不求大法师之财 二不求大法师出世 只求大法师搬迁青龙寺 在新的庙里 为天下苍生祈福 为大法师赠得菩萨果位 多谢大法师 徐小贤松开了手 他站了起来 当真对着目瞪口呆的 慧能大法师 恭身一礼 感念弥勒菩萨之慈悲心肠 多谢大法师 顾全大局之大慈悲胸怀 徐小贤带三十万两一线百姓 向大法师表示忠心的感谢 对青龙寺上下八十余僧人的高义 表示诚挚的感谢 慧能大法师的 那双老眼一直盯着徐小贤 我特么地想的是他徐小贤将产业做大 到时候一家伙给他摘了 却没料到 他居然图谋的是我的老巢 现在怎么说 不同意 这小子打着百姓的旗号 给我和青龙寺 戴上了这么高的一顶帽子 这帽子 如何能够脱得下来 老纳上了这小子的档啊 要不要干掉他 不行 跑了两个 估计已经跑出了大青山了 大法师 佛说 欲为诸佛龙相 先坐众生牛马 我徐小贤得大法师起会 一心求佛 便从众生牛马开始 大法师早已看透虚妄 舍一一便可轻一身 舍一轻龙四 便得菩提心 有舍才能有德啊 佛说放下 才是大自在 大法师 您点头 便是放下 你若摇头 徐小贤俯过了身子 淡淡一笑说道 你若摇头 慈心三昧 他诛心啊 徐小贤带着一心人走了 慧能大法师 一脸漆黑地坐在了茶桌前 因徐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 还在回味着 刚才师祖和徐小贤说的那些话 宋中忽然觉得自己 不应该留在这里 亲眼目睹了 慧能大法师的狼狈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徐小贤这小子也是了得 他居然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神 慧能大法师说 那番慈心三昧的鬼话 不知道想要干啥 但确确实实被徐小贤给利用了 到头来 慧能大法师 算是捏着鼻子喝了一壶 也不知道 他现在究竟作何想 如果青龙四真的搬了 这正好合了徐小贤的意 也说明慧能大法师输了 如果这青龙四不搬 慧能大法师 肯定会名誉扫地 他顶着个得到高僧的名头 想来多少会有所顾忌 细细回想 如果徐小贤认得这弥勒佛 宋中忽然感觉到一股良意 徐小贤进来之后 问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佛 是什么 如果他认得 那么从一开始 慧能大法师 就已经落入了他的圈套 他一步一步引诱慧能大法师 便有了第二句 大法师您瞧 他背着一个钱袋子 如此说来 大法师爱财 慧能大法师在节奏上就已经输了 他被徐小贤的言语套住 还自以为是的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 正好中了徐小贤的下怀 徐小贤为什么要抓着慧能大法师的手 这是他在向慧能传递他的认同 他认同慧能的话 并将这番关于佛心的话 引入了现实 打着慈悲之心 为良意献的百姓们 某个美好前程 这无懈可击 慧能哪怕佛法道行在身 也无从辩驳 因为这本来就是慧能亲口说出来的 徐小贤只不过是加以引用而已 他真的会以弥勒菩萨为榜样吗 未必 他不过是借着菩萨的名头 让慧能大法师有口难言 徐小贤是为这青龙寺而来 慧能大法师却根本不知道 就算知道 估计徐小贤也会转弯抹角地 将这件事引到菩萨的头上 慧能大法师也是警觉 他估计以为徐小贤是想要他出面 去摇旗呐喊 或者是向这青龙寺画个圆 他没上徐小贤的当 只是可惜他不知道 徐小贤谋的居然是这青龙寺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徐小贤就太可怕了 就在宋中揣夺的时候 慧能大法师忽然笑了起来 他端起了茶盏 揭开了盖碗 问了一句 殷须 你觉得这青龙寺是该搬 还是不该搬呢 殷须一正 私存了片刻 躬身回道 殷须以为 佛教精益叫人向善 既然这渠和水库 能够造福良一县的三十万百姓 咱们这青龙寺 搬了正是好事一件 当被众人记住并送扬 宋中看向了慧能大法师 老和尚瞎了一口茶 点了点头 和尚公身退下 宋中这才疑惑地问了一句 真的要搬 为何不搬 慧能大法师放下了茶盏 裂开了那张没有牙的嘴 笑了起来 这地方本就不能再待了 北都侯府的三少爷 去了上阳县 这可不是个什么好消息 这不正好 良一县要修渠和水库 徐小贤偏偏选在了这里 将这青龙寺淹了 老那这颗心 也才算是真正放下了 宋中一愣 难道这青龙寺里 还有什么秘密 这和北都侯府的三少爷 去上阳县有什么关系 他很疑惑很好奇 但没敢去问 因为会能大法师站了起来 好了 周延望着傻子 想要徐小贤死 老那告诉你 在渠和水库修成之前 徐小贤绝对不能死 否则 我唯你是问 宋中张了张嘴 连忙说道 可是晚辈此前 不知道前辈会有此安排 已经请了长安城的水仙花 云石三娘前来 恐怕再过两三天就该到了 那你告诉云石三娘 何时建成了渠和水库 何时取了徐小贤的性命 前辈 这青龙寺你打算搬去哪里 唉 这次就走远一点吧 去梁州城外三十里地的残月山 宋中哑然 那么这一局 究竟是谁赢了 徐公子 你究竟认不认得那尊菩萨 弥勒佛那么出名 徐小贤当然认得了 他点了点头 杜师爷顿时对徐小贤刮目相看 他也回想了一音细节 此刻得徐小贤肯定 他才知道这一切 从徐小贤踏入那诚心禅院开始 就设计好了的 徐公子 那你觉得 青龙寺吗 青龙寺那么大 八十几个和尚 怎么可能搬得走 不过他们的人会离开 这青龙寺 就让他淹没在库底吧 万一 慧能大法师反悔 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怎样 无妨 这大坝该修就修 这水该炫就炫 我去找他 不是为了征得他的同意 只是为了通知他一声罢了 那你还和他说了那么多 徐小贤心想 那青龙寺里 可是有着十八个高手 慧能大法师 说不定也是高手 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万一那老和尚翻了脸 一家伙将他们全部做掉 这特么找谁说理去 得稳住他 得像现在这样全身而退 那这出戏 自然就得演到位才行 尊老爱幼 这可是传统美德 这么大的事 能够这样商商量量地办好 不是更好的吗 渠和水库的选址工作 比徐小贤预计得要快 这地方既然选好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移民和征召百姓 扶摇一意的事了 徐小贤 只想赶紧将这前妻的破事办完 杜师爷 回了县衙之后 牛角沟村和桃园村 这三个村子的百姓 得开始移民了 当然 这之前得请官府在百花村 将村民们的安置房修好 这两处大堤需要不少人 我的意见是 等卖收益结束 县衙就发一份 征召百姓扶摇一意的文书 每户抽一难盯 这样不影响百姓们事后到田 梁义县有六万三千余户 只要能够抽出六万劳力来 这水库大致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就能建成 断石匠 从明天开始 你就带着你儿子 如果人不够 你再招募几个 算是少爷我请吧 你们开始勘测 这葫芦腰和牛角沟的大堤地形 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规划一下 这两处大堤修建的具体位置 到时候送到少爷我府上 我要亲自看看 好 小人一定自谢 傍晚时分 徐小贤一行 来到了梁义县的东门 便见祭中坛带着石鱼捕快 正冲出了东门 向他们狂奔而来 最前面的是一匹大白马 大白马的背上 是一红一白 两个面色紧张的漂亮女子 徐小贤笑了起来 来到这个世界 终究有了牵挂自己的人 咸云水线 两盏大红灯笼挂在了梁上 石桌上的那壶茶 也冒出了鸟鸟茶烟 有夜风轻浮 沐浴出来的徐小贤 一边揉着湿润的头发 一边走入了水泻之中 继续为他蒸上了一杯茶 递了过去 那双碱水般的眼眸 微微眨了两下 脸上的神色终于轻松了一些 但言语依旧有些沉重 以后可千万莫要这样冒失了 太危险 叫人好生后怕 这就是被人惦念的感觉 徐小贤很喜欢 他看着纪月儿 嘴角一翘笑了起来 这不没事吗 再说咱们大臣 应该也没那么乱了吧 光天化日之下 一群和尚难不成 还能将我打来吃了 平嘴 纪月儿丢了徐小贤一个白眼 顿时令徐小贤 浑身一阵酥软 这小妖精 也是会要命的呀 那地方听仙儿说起阴森可怕 又在荒原之处 偏偏你还要徒人家的寺庙 万一 万一那些和尚不同意 真翻了脸来 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总之 以后可不能这样去犯险 叫人多担心的 纪月儿 再见到纪仙儿 匆匆忙忙回来的时候 是真的很担心 他连忙和妹妹 一起跑去了县衙 想让父亲召集了几个捕快 去青龙寺营救徐小贤 却没料到 这梁义仙的捕快 早已被纪仙令 给派去了个村镇 这怎么办呢 纪月儿集中生智 让府上的家丁们 换上了捕快的衣服 想着狐家虎威 能够借着这身皮 镇住青龙寺的和尚 他情急之下 也搭上了寄仙儿的马铜去了 幸运的是 许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杜师爷向父亲详细地 说了所有的情况 原来许郎 已经寻到了水库修建的地点 还有惊无险地 说服了青龙寺的 住持老和尚 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只是离去的时候 那位慧能大法师的脸 有些黑 纪月儿欢喜地回来了 到的是徐小贤的这处宅子 徐小贤伸出手来 抓住了纪月儿的手 你放心 以后 我会更小心一些的 纪月儿脸一红 垂下了头来 她没有抽开手 觉得这样 握着的感觉很好 心里很踏实 嗯 你肯定饿了 我去做饭 你会做饭 这些日子 瞎琢磨了一些 以后 以后 总是要下厨的 咱们可以请厨娘 我觉得 自己多少也得会一点 比如 给你炖一盅汤什么的 少女的脸愈发得红 她的心里有些羞怯 但又觉得很是甜蜜 还有什么是 能够给心爱的人 炖一种 她喜欢的汤 更令人向往的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会很忙 她的身子骨那么单薄 她本来就有病 可不能累垮了身子 她在每一个傍晚 回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种 营养的热汤喝喝 想来 她也是会很高兴的 娘亲以往不是说过的吗 要留住一个男人 首先就要留住他的胃 这男人啊 只要在家里吃饱了 他才不会去外面巡夜食 曾经纪月儿 是不屑于去厨房的 所以 她的厨艺基本为零 可自从搬到了 徐小贤的隔壁 自从徐小贤在文会上 宣布了两人的关系 她开始进厨房了 当然 这些日子 苦了季心和季中坛 所以 季心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 徐小贤亲自下厨 去做一桌子好吃的 比如现在 徐小贤 火红的少女 不是从正门进来的 她翻墙而过 一看厨房里 还没有烟火 便冲入了正远 然后一正 这两人在这大红灯笼下 轻轻握握 又没有发生生离死别的事 饿着肚子弹琴 真的有必要吗 你说今晚上要吃麻辣兔丁的 我饿了 快去弄 季月儿隔着荷塘瞪了妹妹一眼 这是自己的未婚夫 可不是你鸡馅儿的厨子 可是 少女很快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徐小贤 麻辣兔丁是一道什么菜 今儿在山里 猎到一只兔子 你等着 我去做出来 给你尝尝 季月儿立马忘记了炖汤这事 他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好 另外那手撕鸡和冷锅鱼 也真的好好吃 行 你等着 季月儿走了过来 双手插腰 往刚刚起身的徐小贤面前一站 声音有些霸道 但关切之情却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我们走了之后 你有没有被那些和尚欺负 如果被欺负了 你只管说出来 等娘亲回来了 我们去一把火烧了她那青龙寺 青龙寺里有十八个武僧 十八个又怎么样 北京马帮还有三十六天刚呢 这又是什么鬼 徐小贤不知道 他现在也有些饿了 毕竟干粱这个东西不好吃 好吧 估摸着那些和尚也要搬走了 你让让 我去做饭 你去陪你姐姐 季仙侧身 徐小贤错失而过 似乎碰到了一些柔软 季仙收腹 收胸 身子往后一仰 脸顿时一红 这家伙 会不会是有意的 太大也挺麻烦 徐小贤自然也感觉到了 离得挺远的啊 这也能碰上 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 好像是比季月儿大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得给季月儿 弄点木瓜牛奶汤了 季月儿没有让季仙陪 他也去了厨房 坐在了灶前烧起了火来 智蕊就很郁闷了 这烧火是我的事啊 未来的少奶奶 把我的事给做了 我干什么呢 智蕊 嗯 明儿个去西市街买些木瓜 牛奶有没有 智蕊一愣 木瓜倒是有 牛奶真没有 好吧 那就买一头母牛回来 没有办法 既然买不到牛奶 那就只能自己养牛挤奶了 智蕊愕然片刻 少爷 这府上也没地方养啊 丢去百花村 让李大娘帮我们养 来福呢 徐晓贤话音刚落 来福带着两个人走进了厨房 少爷少爷 朱公子和苏公子来访 好像 朱仲矩一步 跨入了厨房 苏少 有口福了 汪汪汪汪汪 门外有狗叫声传来 朱仲矩一听 豁然回首 他又走了出去 然后 他和常威在月色下 深情地对视着 旺财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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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是我的狗 席间 朱仲矩终于寻到个机会 他看着徐晓贤 很是纠结地说了这么一句 徐晓贤一愣 他望了一眼常威 心想这狗是来福 从街上套来的 这狗东西 现在还在朱仲矩的脚边蹲着 恐怕还真是他的狗 但这狗养了这么久了 再还给朱仲矩 有些不舍的呀 徐晓贤冲着常威瞪了一眼 常威 给本少爷过来 常威尾巴一夹 狗眼一番 留恋地看了朱仲矩一眼 灰溜溜地来到了徐晓贤的身边 二弟你看 你恐怕是认错了 它是我养的狗 来来来 尝尝这道麻辣兔丁 伯父 小只敬你一杯 大哥 这真是我的狗 二弟 不可玩物丧志 记住 我们还有许多的事要去做 你瞧这狗东西 它如果感认你 到了冬天 我就敢把它给炖了 对了 那些学子这些日子 可还在梁义县等着买完香 徐晓贤一句话 吓得常微乖乖地坐在了 他的身边 苏平安对狗没兴趣 但他对闻香这件事 却极为上心 大哥 两千多学子依旧在等着 另外 现在闻香已经被打上了 神物的标签 大哥呀 你这病 当真是这闻香熏好的吗 徐晓贤给妓院 夹了一块子兔子肉 嘿嘿一笑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病的样子吗 这话模棱两可 但徐晓贤的精神极佳 面色红润 除了身子骨单薄一点之外 根本看不出有病的模样 所以 就连苏平安都信了 徐晓贤的病 真就是这闻香给熏好的 而今可不仅仅是 这些学子们想要购买 就连梁义县的商贩们 也对这闻香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顿了顿 苏平安眉飞色舞地又道 咱们这闻香再次上市销售 定然在被抢购一空 因为我已经听到许多消息 那些学子们再买 可就不是一盒的量了 徐晓贤一正 他放下了筷子 这不行啊 产量有限 可不能被某几个人 一家伙给买空了 万一他们熏了几百盒 蚊香之后 除了驱蚊 并没有其他任何效果 这可是 会给百花蚊香抹黑的 得细水长流 慢慢地来 再过三天 蚊香投放市场 但是得出一个新的规矩 每人限购两盒 为啥 苏平安就很迷惑了 有人抢购 不是很好的吗 怎么还弄出个限量来了 不为啥 你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纪月儿吃着香喷喷的兔子肉 眼睛却盯着徐晓贤 他明白了徐晓贤的意图 这就像是给饥饿的人吃饭一样 一次给他吃太饱 他就会觉得 这饭不香了 现在生产出了多少盒蚊香 徐晓贤看向了朱仲举 朱仲举还看着他的狗 啊 今儿统计下来 已经有六千盒了 那再过三天 应该能够有一万多盒 就按照 我刚才说的去办吧 这个夜里 梁易县来了一个人 他是从青龙寺而来的 住在了云莱客栈 他就是挂门梁州堂主 送蛮子送钟 青龙寺所有的和尚 在徐晓贤走后不久 就得到了惠能大法师的命令 收拾细软行囊 明儿一早跑路 这些和尚全都要走了 他不明白 惠能大法师 为啥要这么急匆匆地走 他也不能再留在青龙寺了 惠能大法师 慎重地再次提起了 渠河水库修建完成之前 徐晓贤不能死 他需要在梁易县 等到水仙花云石三娘 得阻止云石三娘干这票买卖 那老和尚 可不仅仅是自己惹不起 就算是江湖中的五花八门的各大掌门 也得对他礼让三分 云莱客栈一楼的茶坊里 李慧为送钟蒸了一杯茶 从怀里小心翼翼地 取出了那张罗老二偷来的方子 递给了送钟 堂主 属下已经查识 徐晓贤去岁末确实封过 华老神医也确实来梁易县给他看过 这方子 正是华老神医所开 徐晓贤就是用这方子 做出了蚊香来的 只不过 为了这蚊香能够成型能够燃烧 他加了艾草和扶贫这两样东西 说着这话 他又从怀里摸出了一张潦草的图纸递了过去 这就是罗老二从百花蚊香作坊里弄来的工艺 花费了足足十两银子 这银子 送钟眉头一簇 从怀里取出了一定银子 丢给了李慧 干得不错 挂门不会让你们的利益受损的 说说这蚊香 真的能卖掉吗 李慧大喜 罗老二说 弄到这方子和工艺花了四两银子 这仗一报 白白得了六两 简直是一笔意外之财啊 过几天 该去一趟兰归方了 听说这一次 兰归方从京都长安弄来了一个叫方思的女子 还在途中 这可是曾经观换人家家里的千金 睡一个曾经难以忘记的大户人家的千金 这可老刺激了 听说叫方思对他们的调教 非寻常的青楼可比 其中滋味更妙 可解滋是72种 只是有些废银子 不过如果真能够睡一次 也是值得的 李慧咽了一口唾沫 唐主 只要咱们挂门 按照这个方子和工艺 做出文箱来 根本就不愁削弱 徐小贤那丝 当真是被这文箱给熏好的 他的功效 远远不是治病这么简单 他还能开启智慧 让人更加聪颖 徐小贤在竹林书院 读了十余年的书 这梁义县的百姓 从未曾听说过 他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诗词 可他偏偏 就在那百花文箱端午文会上 就在数千人的见证之下 连续做出了四首诗词来 这是真的 听说其中两首 可能还会被张桓那老东西 送去文风阁 您瞧瞧 他如此大的转变 来自何处 唯有这文箱 也只有这文箱 现在这梁义县 莫要说那些学子们 就算是贩夫走足 也在手握着银钱 等着文箱再次上市 梁义县就这么大的地方 那百花文箱作坊 就那么一点产量 显然是 无法满足于这个市场的 若是咱们挂门来经营 唐主 您想想 那可是能够卖到 整个大臣的大声音 宋中听李辉这么一说 他有些怀疑 这东西 真有那么好 唐主 估摸着徐小贤的文箱 又快售卖了 您到时候 去百花文箱院 看看就知道 月亮皎洁 缠名妻妾 百花村这时候 已经安静了下来 老百姓们劳作了一天 几乎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李大爷家的灯火还亮着 就在院坝里 李大爷坐在一把破旧的梁椅上 他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正有一些没一下的扇着 李刚坐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 魁梧的汉子垂着头 神色有些沮丧 妞妞抱着那只百花小母狗 看了看爷爷 又看了看父亲 这几天来 爷爷和父亲 没有说上几句话 甚至爷爷 似乎都没正眼看过父亲 估计是对父亲 出走这一年多来 音讯全无的责备 父亲这几天 白天都在雪瓶沟那里做工 晚上会出去一趟 回来得比较晚 也不知道是去做什么了 只是他脸上的神色 似乎越来越有些焦躁 妞妞有些同情父亲 这毕竟是他的亲爹啊 他正想要过去劝劝爷爷 却没曾想父亲说话了 爹 我这几天晚上 都去了少爷的府上 真的没有遇见少爷 倒是他府上的那丫头说过 说少爷这些天 在忙着去喝水库的事 回来得很晚 这太晚了 去打扰少爷 也不太合适 要不明儿一早我再去 李大爷手里的菩萨 定在了半空中 他瞇了李刚一眼 你一抬腿老子就知道 少爷是什么性子的人 老子还不知道 李大爷手里的菩萨 拍打着两椅 发出啪啪啪的破响 老子同样也去过少爷府上 他目时必归 你呢 你在少爷那门口游来荡去 却不敢扣门进去 李刚 老子是老了 但这双眼睛还没下 你心里藏着是 还是大事 还是和少爷有关的大事 李大爷一屁股坐了起来 他盯着李刚 做人 要讲的是良心 这些日子你也看见了 你每天也拿到了 二十文钱的工钱 这些都是少爷 给咱们百花村村民们的 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不知道你在梁州 混成了个什么模样 我只想告诉你一声 如果你敢做 对不起少爷的事 老子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弄死你 气氛顿时凝重 李大娘慌忙走了出来 他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老头子别生气 儿子是当过兵有见识的人 他怎么可能做出 对不起少爷的事呢 说着这话 李大娘戳了李刚一下 儿啊 你心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说出来给你爹听听 他毕竟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是非道理还是懂得的 李刚的双手抱着头 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 倒不是要杀徐小贤 徐小贤是肯定不能杀的 而是要如何保护徐小贤 他不想让父亲为他担忧 但他又不好去面对徐小贤 何况这梁义县 还有挂门的堂口 万一走漏了 风声传到了周阎王的耳朵里 自己非但不能保护徐小贤的安全 反而也会受到周阎王的报复 他不怕周阎王的报复 但那混蛋做事太绝 他怕家里糟了样 李刚深吸了一口气 抬头望着老父亲 我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见见少爷 什么是见不得人 爹 相信孩儿 这是涉及到少爷的安全 还真见不得人 李大爷和李刚四目相对 过了片刻 他说道 你写下来 我明儿一早去见少爷 好 李刚起身进了房间 片刻之后 他拿着一张折好的直走了出来 递给了李大爷 时间有些紧 明儿一早 还请父亲早些过去 是什么人要对少爷不利 梁周成一顽裤周阎王 李大爷并不知道 周阎王是何许人 他皱起了眉头 将这张纸仔细地揣入了怀中 你和这周阎王走得近 孩儿没有去干坏事 那就是走得近 李刚又低下了头 低声说道 他给的银子多 孩儿也是为了给妞妞攒钱之病 现在可以分开了不 我这几天在寻思 也写在了信里 看少爷是什么意见 好 你记住 少爷不仅仅是我们家的恩人 他还是整个百花村的希望 孩儿知晓 去睡吧 明儿个记得将雪瓶沟的那几块 党式的大石头抬出去 好 天妈妈亮 徐小贤刚刚起床 还没来得及洗漱 便听见了常微汪汪汪的狂吠声 他来到了前院 便听见了急促的扣门声 这谁这么早的 徐小贤打开了一条门缝 便吃了一惊 李大爷 他开了门 李大爷鬼鬼祟祟地挤了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 少爷 里面说 徐小贤心里咯噔一下 他还以为是不是造纸作坊的工地上 发生了工伤事故 在咸云水泄中 李大爷取出了李刚写的那封信递了过去 少爷 有个叫周延望的意图 对您不利 您快看看 徐小贤心里一正 他展开了这张纸 看见的是一纸潦草的字 他仔细地看了下去 眉间皱了起来 周延望这王八犊子 还真是切而不舍呀 他果然勾结了挂门中人 还是一个堂主 送蛮子叫送中 这次在梁义县 还秘密地开了一个堂口 就是云莱客栈 负责客栈的老板叫李辉 也是挂门中的人 这个云莱客栈有些熟悉 徐小贤想了起来 端午那天在周氏药堂 采买制作文箱的材料 写了那方子 在一旁偷窥的那罗老二 不就正是云莱客栈的小二吗 看来这罗老二本就是冲着那方子来的 也好 算是送给他了 希望他们真能按照那方子 去做出文箱来 这送中为了完成周延望的任务 也是下了血本 他居然花了千两银子 从京都长安 请来了五花八门中五花之一的水仙花 这个有点麻烦 不知道名字 也不知道长什么模样 李刚 他居然是李大爷的儿子 他居然也是受周延望之命 回来杀自己的 这特么的 幸亏我做了一件好事 不然说不定就被这李刚给弄死了 现在还好 李刚竟然将这一切详细说了出来 说明他良心未明 是值得幸运的人 尤其是最后 李刚觉得自己 是不是在回到周延望的身边 为他打探消息 这是个好主意 但李刚杀自己未遂 他要一个怎样的理由 才能不落马脚地 回到周延望的身边呢 徐小贤想了片刻 提笔也写了一封信 慎重地交给了李大爷 待本少爷对你儿子说声谢谢 这个交给他 然后会发生一些事情 接下来他会离去 你别问为什么 也不要对村民们多说什么 就说 李刚在外面还有事 这是演戏 切记 这两天 徐小贤比较闲 他没有去百花村 也没有去牛角沟 他就窝在了家里 偶尔翻翻寄院的那堵墙 偶尔在咸云水泄中看看书 偶尔也射射箭 当然 偶尔他也出出门 这天下午 天气颇为阴凉 他乘着老马破车 带着智蕊 又出了一趟门 少爷 母牛 真不好买到 好吧 智蕊有心了 不急 多留意留意 如果遇见就买下来 好 少爷 咱们去哪 去定方楼 智蕊一正 去定方楼 少爷这是想起了 给我买胭脂水粉 智蕊顿时有些欢喜 这些天少奶奶偶尔会过来 少奶奶的那妹妹 经常翻墙过来 这两位可真是大美女啊 花季少女有些自残行贿 觉得自己着实 和她们差得有些远 心想 若是能够买点胭脂水粉 将那几粒雀斑遮住 恐怕会好看许多 可紧接着 少女的心情就不美丽了 因为徐晓贤又开口说话了 智蕊啊 你看我和月儿的关系 越来越好了 可至今还没有买过什么礼物 给她 待会去了定方楼 你帮少爷我参考参考 月儿用什么样的水粉 更合适呢 智蕊顿时捏了徐晓贤一眼 她垂下了头 眼里的色彩 也变得暗淡了起来 少奶奶 哪里还需要什么水粉 那么贵 府上除了那不能动的 六千二百两银子 可没剩下多少银子了 这些日子 待客吃了许多鸡 这以后的日子 你就不盘算盘算着过 放心吧 等再过两天 那闻香一脉 少爷我就又有银子了 不对 你这合掌 请了断石匠他们 工钱可是从府上的银子里 开出去的 再说那造纸作坊 每天支出都是二三十两的银子 闻香赚来的钱 能支撑多久 徐晓贤顿时语色 现在徐府的银子 他是交给智蕊去打理的 因为百花村的支出 每天都得给出去 而他又要为取和水库去奔波 没可能时刻待在府上 所以他对银子的收支 并没放在心上 此刻听智蕊这么一说 果然觉得手里的银子有些紧张 那就动用那六千二百两银子 智蕊抬头望向了少爷 看来少爷 是一定要给少奶奶买盐着水粉了 也是 少奶奶一旦过门 就是徐府的女主人 以后的钱财 可都是少奶奶说了算的 我这是 为他操什么心呢 老马破车停在了定方楼的门口 徐晓贤带着智蕊走了进去 此刻正是定方楼生意最好的时候 里面有不少这梁义县的女子妇人 徐晓贤 仅可是梁义县的名人了 她在那场文会上一名惊人 成为了梁义县街坊们 口中的大才子 似乎人们忘记了 去碎东他裸奔的这件丑事 咦 许大才子来了 她不是娶回了婚姝 和月儿小姐再次订婚了吗 她怎么没带月儿小姐出来 她身边的那女子 长得也很是伶俐 难不成这就是才子风流 莫要乱猜 那是她府上的女币 哦 好想找她求一首诗词呀 花痴 人家可是继院的未婚夫 他们这不还没成亲的吗 姐妹们要不要下手去抢了 想啥呢 有那心思去抢文香不美 给自己相好的薰一薰 说不定也能薰出个大才子出来 许小贤有些尴尬 然后觉得 他们都不尴尬我特么尴尬个啥 于是 许大才子昂首挺胸的走入了定方楼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上了二楼 挑选了两盒粉底 两盒腮红 让智蕊付了银子 又堂而皇之地走了下来 甚至还给那些围观 他的小媳妇小娘子们 抛了一个魅眼 哇 许公子好帅 他 他看我了 我好紧张 他是不是喜欢我啊 神经病 他还看我了呢 不过 他那眼神真的好迷人 梁义献出了一个大才子 虽然这人曾经脑子有病 可人家实打实在那文会上 一口气写出了四首诗词 听那些学子们说 这可是天大的本事 因为就连北魏的那位花中 举花老大儒 估摸也做不到 他的诗词 极有可能进入文风格 这岂不是说 徐小贤比那花老大儒还要厉害 他岂不是大臣第一才子了 再加上他用那文香治好了他的病 他现在是个完全健康的人 所以他才在百花村 弄了两个作坊 并且还认了和长之职 要给梁义献建一处取山水库 这样的人 有才 有德 有相貌 还有银子 更重要的是 前途无量 还这么年轻 这当然就是龟中女子们 心里梦寐以求的夫君了 可这样的一颗清脆的苗子 却已经被妓院这只美丽的孔雀给吃了 所以 那些看向徐小贤背影的目光中 有轻目 有遗憾 也有蠢蠢欲动 想要截胡的挑战 徐小贤不知道呀 他带着智蕊登上了老马破车 对莱夫说了一句 去云莱客栈 马车缓缓而行 智蕊愕然 问了一句 去客栈干啥 徐小贤将两盒胭脂 和两盒水粉 分成了两份 递了一份给智蕊 早就说给你买的 收好了 这玩意儿贼贵 可得省着点用 智蕊顿时一喜 眼里冒着小星星 就连鼻翼两侧的那几粒雀斑 也活跃了起来 有我一份 当然了 你可是我的妹妹 也是府上的主人 这些年可多亏了你 不然少爷 我哪里能赶得上头胎来这脸 这句话的后半句 智蕊听不懂 但他听明白前半句 少女毫不客气地 接过了这胭脂水粉 嗅了嗅着淡淡的清香味道 心想妹妹就妹妹吧 至少在少爷的心里 我这妹妹和嫂嫂同样重要 徐小贤揉了揉智蕊的脑袋 在他心里 智蕊当真是妹妹一般的存在 只是 这马车眼见着 就要到云莱客栈了 待会会有点危险 万一误伤到了智蕊 就不太好了 来福 停车 智蕊 你在马车里等我一下 我去辉哥淘气店里买个罐子 嗯 马车停下 徐小贤下了马车 他看了看街道左前方的云莱客栈 又看了看对面的辉哥淘气店 他抬不向那处淘气店走了过去 按照计划 李刚会从街道的对面过来 给自己的腿上一家伙 然后他会被干翻在地 并大声吼叫 李刚会落荒而逃 刺杀失败 李刚回家 被他老子李大爷给赶出家门 逃往梁州 回到周延望的身边 这计划很完美 只是徐小贤会受些罪 但为了在周延望的身边 埋下李刚这颗棋子 他必须的受这么一下 他没有料两件事 事情发生了意外 云楼客栈的二楼 宋忠正在这里的露台上 和李辉喝茶 他忽然看见了街上走来的徐小贤 脸上的神色一凝 李辉循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 也看见了徐小贤 堂主 要不要 李辉面色一狠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啪 宋忠手里的折扇一家伙 敲到了李辉的头上 昨儿晚上才跟你说了 徐小贤现在不能死 你他妈可千万别乱来 我告诉你 徐小贤如果死了 咱们挂门都会迎来灭顶之灾 这话宋忠是对李辉说过 李辉就不明白了 挂门人多势众 除了官府之外 还会怕了谁 他并不知道 有个会能大法师 他更不知道 这老和尚当和尚之前 干的是什么买卖 他摸了摸脑袋 眼里颇为疑惑 宋忠将身子靠在了椅背上 摇着折扇悠悠一探 听本堂主的话不会错 你记住 如果有人要徐小贤的命 你非但不能去添一把火 反而还得要出手相救 这 小人岂不是暴露了 啪 宋忠又敲了李辉一扇子 你暴露什么了 徐小贤认识你 两次刺杀徐小贤 你都有参与 想啥呢 别他妈做贼心虚 你不过是这云莱客栈一掌柜 你救了徐小贤 还能收获他的感恩 说不定还能走进他的身边 为以后杀他埋下最好的机会 别老是把自己当着贼 你要记住 你就是个商人 你要知道当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李辉摸着脑袋 看着宋忠高深莫测的模样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堂主 当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是成为君子 君子 我特么和君子有半文钱的关系吗 李辉愈发茫然 宋忠摇着折扇淡淡一笑 你恐怕不知道君子是什么 本堂主今儿个就教教你 君子者 当德财兼备 文质彬彬 有内涵 在谈笑风生间 窃国 而脸色不变 你懂了吗 我懂了吗 窃国 我窃国干啥 我只想窃几两银子啊 好像不懂 但李辉不敢说啊 心想我特么 就是江湖一混混 大字倒是能识几个 一斗是肯定没有的 窃国这种事 可想都没敢去想过 他看了看宋忠手里的折扇 终究点了点头 小人懂了 简单点理解就是 有君子之风 有窃贼之意 有杀人之心 还要有救人之手段 咦 这小子不错吗 宋忠顿时对李辉刮目相看 你说得不错 所以以后若是有机会 你需要接近徐小贤 用君子的面孔 小人遵命 宋忠的视线 又投向了街上 徐小贤在不紧不慢地走着 还在四处张望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与此同时 徐小贤的那位 称职的保镖寄星 也正骑着大白马 在街巷里走着 这徐小贤 简直不让人安心 这大下午的 你待在咸鱼水泻喝茶不好 他这又是跑哪里去了呢 红衣少女干脆站在了马背上 浑然不在意 落在他身上的那些目光 他的视线在人群中群寻 然后 他的眼睛一亮 脸上一洗 他看见了 那辆停在路边的老马破车 接着他 便看见了正在晃悠的 徐小贤的背影 少女的心终于踏实了 这家伙没出事就好 现在的梁义县 可连一个捕快都没有 万一有歹人再次对他行刺 那可是连抓捕歹人 为他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纪西儿坐在了马背上 想了想 距离徐小贤太远 得再跟近一些 于是 少女干脆下了马 在人群中穿梭 距离徐小贤越来越近 徐小贤来到了 辉哥淘气店的门口 按照约定 李刚就应该在这里刺杀他 可李刚这家伙人呢 就在他正要 踏入这淘气店的时候 一边凸起 一个猛面的黑衣人 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他突然拿起了一把 寒光闪闪的匕首 一声高吼 让开 徐小贤 那命来 他是李刚 他演得实在太好 徐小贤被吓了一大跳 卧槽 叫你呀用棍子 你特么用匕首 徐小贤生怕这家伙 真的一匕首 将这身子给戳个窟窿 他转身就跑 李刚飞快地追 距离徐小贤越来越近 按照李刚的想法 这戏当然得做全套 用棍子 不符合刺杀徐小贤的画风 还是用匕首 更有说服力一些 他原本想的是 这一匕首戳在 徐小贤的大腿上 就戳那么一点点 流血渐红 然后他转身就跑 可是 他也没有料到 事情出现了变化 云楼客栈的二楼上 宋中吓了一大跳 他在梁州周阎王的府上 见过李刚啊 虽然李刚带着面巾 但依旧没有逃过他这双眼睛 他豁然站了起来 知道是周阎王派了李刚 来杀徐小贤 可徐小贤不能死啊 快去 救徐小贤 李辉一愣 这特么在二楼 这么高 等我从一楼跑下去 只怕徐小贤都咽气了 宋中一瞧 来不及了 他一把提起李辉 将他从二楼上给丢了下去 李辉有点本事 但不过是六品的入门伸手 他不会飞啊 他在空中 哇哇叫着扑向了人群 好死不死 他扑在了李刚身后 他的双手向前一推 推得李刚一个亮呛 也向前扑了过去 徐小贤本来在李刚三个身位的距离 李刚这一扑是 伤不到他的 可好死不死 小医子季仙赶到了 心急火燎的季仙 陡然间站在了徐小贤的面前 他一头撞了过去 碰 啊 季仙一把捂住了鼻子 泪流满面 徐小贤被这反作用力一弹 他那单薄的身子骨 顿时登登登 连退了三步 宋中抓紧了二楼的围栏 目瞪口呆地看着徐小贤 向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撞去 他脸上的肌肉一紧 马的 人还有这样的死法 他甚至都闭上了眼睛 却听见一声大吼 许公子快跑 千军一发之际 李辉躺在地上 一把抓住了李刚的脚踝 李刚此刻也亡魂大帽啊 怎么会这样 少爷不是应该往前跑的吗 他怎么倒退着回来了 啊 一定是少爷 怕我这一家伙没刺上 去了梁州无法给周延望交差 少爷高业 为了我的安全 居然要硬吃这一家伙 也不知道会有多疼 紧接着 他的脚踝被李辉往后一拽 这一拽就刺不上了 但必须得刺上啊 不然这戏就白眼了不是 李刚一咬牙 少爷对他自己都这么狠 得成全少爷 于是 他手臂一伸 递出了匕首 啊 徐小贤正好退三步 正好一屁股顶在匕首上 匕首插了进去 李刚慌忙一扯 拔出了匕首 转身跑了 原本凭着忌心的伸手 他一定能够追上李刚 可偏偏徐小贤撞他的这一家伙太猛 可怜的少女鼻血和眼泪齐流 他蹲在了地上 一手捂着鼻子 一手擦着眼泪 想死的心都有了 哪里还有心思去追刺客 徐小贤捂着屁股 纪歇而捂着鼻子 李辉被摔得鼻青脸肿 还躺在地上 智蕊和来夫这才发现 是自己家的少爷 被人刺杀了 他们慌忙地跑了过来 智蕊一瞧 花容失色 少爷屁股流血了 这怎么办 当然是弄去医治啊 智蕊迅速冷静了下来 还好 这一家伙若是戳在少爷的背心 恐怕得叫来夫 去买白纸黄纸了 来夫 背上少爷 走 去周氏医馆 好 强壮的来夫 一把将徐小贤给抱了起来 这一抱 恰好抱在了徐小贤 捂着屁股的手上 徐小贤发出了一声 惊天动地的惨叫 来夫 你 你特么看着点 啊 少爷 对不起 来夫背着徐小贤在街上狂奔 智蕊撒腿就跟了过去 季心儿这才咧嘴 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望着徐小贤消失的方向 一声大吼 徐小贤 你给本姑娘站住 这是你第四次 把我弄出血了 还没醒过神来的围观群众们一听 哇 徐公子厉害 他究竟对心儿小姐 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这梁一线的双胞胎病地连 难不成要被他给一口通吃了 你们说 另外三次心儿小姐 是哪里流血了呢 心儿小姐 不是武艺高强吗 徐公子手无腹肌之力 他是怎么把心儿小姐给弄出血的 这当然得心儿小姐配合才行 不然 心儿小姐一只手 就可以拧着徐公子荡鞦韆 你这意思是 心儿小姐故意的 不然呢 可莫要忘记了徐公子 而尽可是咱们梁一线的大才子 甚至极有可能成为 咱们大臣的大才子 这样的人 心儿小姐仰慕不足为奇 是吧 众人恍然大悟 好像确实不足为奇 双胞胎同价一幅 这在床上 该怎么分辨呢 你是不是傻 需要分辨吗 小孩子才会好奇地去分辨 大人 都是通吃 季兴儿大炯 他恶狠狠地瞪了这群人一眼 此地不能久留 不然可不知道 他们还会嚼出 怎样的蛇根子来 少女捂着鼻子走了 只是心里有些异样 这在床上 该怎样去分辨呢 对了 是可以分辨的 我比姐姐更凶 少女骑在了马上 脸儿陡然一红 为自己的这个想法 感到羞愧 这地方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只是地上躺着的李辉 忽然觉得有点凉 周氏府邸 季兴儿正在周若兰的闺房里 若兰 你这丰胸的法子不太管用 这都吃了十来天了 一点感觉都还没有呢 周若兰瞅了季兴儿一眼 哪里有那么立端见你的药 如果十天就能有效果 那岂不是神药了 你 月儿 你以前都是不在乎的 怎么现在反而纠结这事了呢 是不是你那许郎 对这东西很重视 季兴儿扬了杨修长的脖子 许郎才不是那么浅薄的人呢 不过 少女的声音低了下来 有些羞怯 不过若是能够再完美一些 不就更好吗 兴儿说 这可是以后孩子饭碗 若是饭碗小了 我怕孩子吃不饱 周若兰顿时瞪大了眼睛 忽然明白 有了情郎的女子 这脑子所想 果然是不一样的 她这应该是女为月吉者荣 她真的喜欢徐小贤 所以 一心想的是在徐小贤的面前 展示最完美的一面 她已经很完美了 只是还有这么一对瑕疵 若是修复了这瑕疵 想来她才会更加自信 更加灿烂阳光 周若兰不知道 纪月被季仙伤害过 纪月性子好强 当然不想在这事上 输给了季仙 待会再去取己副药 坚持吃个一年半载 总是会有些作用的 嗯 若兰 你说 许郎的病 是不是真的好了 这些日子的相处 她真看不出有病的模样 少女望着窗外的绿叶红花 眼里有些担忧 又有些期盼 她若是真的无恙 那该有多好啊 最近那闻香 不是传的神乎奇什么 徐小贤自称是华神医的弟子 难说凭着那方子 真治好了她的病 你放心吧 徐小贤看起来不是个短病之人 你纪月儿 看起来更不是福伯之人 不过 周若兰忽然凑到了纪月儿的身边 盯着纪月儿 那张翘脸 极为认真的诱动 不过你那许郎在尔金的梁义线 可是真出名了 在那些小娘子大姑娘的心里 她可是真正的大才子 我还听说她的那些诗词 极有可能被送去长安 若是再进入了文风阁 月儿 你那许郎可是会一飞冲天的 你手里的线可得拽紧来啊 纪月儿一正 是啊 徐小贤现在已经是梁义线的名人了 再加上她为老百姓做的那些好事 若是她真的无恙踏入仕途 还真难说她会走到怎样的高度 以往她有不治之症 还戴着个书呆子 傻子疯子的头衔 那时候的她是暗淡的 当然不会引来别人的注意 但现在 她仿佛已经洗去了千华 成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万一她变得更耀眼 自己可还能将她留住 这 要怎么办才好 其一 尽快澄清 将生米煮成熟饭 其二 女人终究是要煮内的 你得掌握徐甫的所有产业和财产 这就拿住了她徐小贤的命脉 其三 可得将她给喂饱 不然 这男人就像猫一样 一个不好 就会跑出去偷星 喂饱 纪月儿脸微红 她的银牙轻咬着嘴唇 那我得学会做饭 你觉得我说的是做饭吗 做饭是一个方面 那还有什么喂饱的 周若兰瞪了纪月儿 胸口两眼 不要以为这饭碗 纪月儿一正 恍然大悟 顿时羞红了脸 这么说 那就更要将他们给弄大一些才好 就在这时 纪星儿捂着鼻子跑了进来 姐 纪月儿抬头一瞧 瞪大了眼睛 你 你这又怎么了 那二两银子我也不赚了 我不保护你那许郎了 他 他真的是我的克星啊 许郎 他在哪里 就在医馆里 他怎么了 他屁股上被人刺了一刀 纪月儿豁然站起 立马跑了出去 纪星儿取下手帕 看了看上面烟红的血迹 然后生无可恋地看着姐姐的背影 你瞧 他根本没在乎我受的伤害 我流的血 比他徐小贤还要多啊 李刚跑回了百花村 正是傍晚时候 这出戏 少爷演得堪称完美 此刻李刚才细细地一回想 首先少爷将地方选在云莱客栈外 这是为了让宋忠或者他的手下看见 结果果然看见了 那李辉 居然从二楼上跳了下来 这有些奇怪 按说自己行字少爷 他们不是应该喜闻乐见的吗 他跳下来是几个意思 对了 他扑了我一家伙 让我前冲的速度加快 这才有了一匕首 戳在了少爷的屁股上 只是他叫那一声许公子快跑 又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当表 子还要立牌方 想要借着老子的手要了少爷的命 还想要在梁一仙的百姓面前 留下个好的口碑 这挂门中的人不要脸 不过少爷这戏 也弄得太过逼真了一些 他真的装上了那位漂亮的姑娘 一个大老爷们 撞上一若女子 当然应该是那女子被撞飞的 可少爷演的精妙的地方 就在于他自己居然被撞得倒退了那三步 不多不少 恰好三步 刚刚是自己手臂打着匕首 捅入他屁股的距离 这一家伙 好像捅得有点深 这匕首倒是不长 但也有三寸 好像三寸全进去了 不过少爷坚强 他居然只是大叫了两声 如此一来 便愈发生动 这消息传到周阎王的耳朵里 他是一定会信的 少爷了不起 但少爷没死 周阎王一定还会有阴狠手段 回到周阎王身边 可得帮少爷多留意 这周阎王的其他举动 李大爷站在院子里 看着李刚回来 干什么去了 爹 这是五十两银子 你拿着 妞妞并没有痊愈 他还需要继续医治 也还需要每天吃鸡蛋羹 儿子也不瞒你 儿子是帮周阎王做事的 这次回来顺便办点事 这银子是酬劳 我要走了 你们保重 李大爷一证 他不识字 不知道徐小贤给李刚那信里写了什么 但他听说过 少爷和周阎王有仇 此刻他眉头皱了起来 忽然问道 你是不是杀了少爷 李刚吓了一跳 没料到老爷子居然会猜到 他哪里敢承认 慌忙说道 没有 我怎么会杀少爷呢 我要走了 改天空了 再回来看你们 你给老子站着说清楚 李大爷说着这话 曹启一把凳子就追了过去 李刚落荒而逃 李大爷终究跑不过李刚 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妞妞正站在院坝里 看着远处的见黑的夜色 爷爷 爹不会对少爷不利的 你怎么知道 他应该没那么坏 云莱客栈的一楼 宋中看着鼻青脸肿的李慧 笑了起来 你那一跳刚刚好 若是池上那么刹那 李刚那家伙 可就追上徐小贤了 唐主 李慧捂着额头 心有余悸地说道 李刚这丝 显然是周延王派他来的 他差点就成了 他恐怕也认出了我来 若是他回到周延王身边 说是小人误了他的计划 小人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周延王又不知道 你是挂门中的人 最多他又派人来 把你也杀了呗 唐主 李慧骇然 连忙说道 唐主 小人尚有老下有小 可不能死啊 你瞧瞧你这熊样 宋中一扇子 又敲在了李慧的头上 这样胆小怕事 怎堪重用 李刚向周延王说了 又如何 周延王的目标是徐小贤 一 他可没打上眼 莫要担心 本唐主这就写一封信给他 你为何要这样做 本唐主也会给他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 你要混到徐小贤的身边 掌握他的一举一动 为将来刺杀徐小贤做好准备 从现在开始 你记住 你不是贼 你是君子 你和挂门 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你就是一个正经的 云来客栈的掌柜 现在徐小贤受了伤 你也为他受了伤 正是去接触徐小贤的最好时候 带上咱们挂门独一无二的金疮药 去周氏药堂看看徐小贤吧 正好认识一下 以后可更方便亲近 所以 我是挂门的卧底 李慧顿时高兴了起来 他真去柜子里 取了一盒金疮药 那小人这就去看看徐小贤 记得要叫徐小贤 另外 除了这金疮药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 他现在可是梁义县的大材子 你得带些礼物 宋中站了起来 他受伤严重 流了那么多血 可得好生补补 不能耽误了取和水库的建设 这样 这里是五十两银子 你拿着 接二哥先送去金疮药 明儿哥去买几只鸡送到他府上 顺便聊聊看他 还缺什么 一并想办法帮他解决了 你记住 能够用银子解决的事 就是最简单的事 可莫要给本堂主 把这事办砸了 李辉提着一盒子 昂首挺胸地 走出了云莱客栈的大门 在这一刻 他浑身上下再没有一丝猥琐 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 都充满了君子的味道 装好人难不 其实挺难的 但李辉兜里 有了沉甸甸的银子 他就觉得不难了 自己也是个老板 老板当然得大器 这出手 自然也得阔绰 对了 明儿去朱氏绸缎段 装买两匹好料子 来做两身适合自己身份的衣服 他本来想带着罗老二 去当个狗腿子的 但又一想 徐小贤恐怕认得罗老二 那就只能自己独自前去了 他来到了周氏药堂 一打听 徐小贤果然在里面 周玉带着他 走入了一间宽敞的房间 里面有几个人 还有一架床 徐小贤正躺在床上 手却抓着季家小姐的手 似乎正痛并快乐着 这徐少爷 当真好心态啊 刚才差点被人给弄死了 这时候那屁股想象也疼啊 可人家偏偏还能如此 柔情密意地谈情说爱 试问有几人能够做到 徐少爷 云莱客栈的李掌柜来看您了 周玉介绍了一下 徐小贤吓了一跳 通过李刚的信 他已经知道 这李辉的真实身份 接二个这李辉 从二层楼上扑了下来 还提醒自己快跑 他不是想着杀我的吗 这葫芦里 又是卖的什么样 李掌柜好 哎呦 李掌柜 你这额头也伤得不轻 是不是也顺便请到郎中看看 徐少爷好 区区这点伤势 算得了什么 小人是给少爷您送药来的 这东西 可是疗伤盛品 保证涂抹三天之后 徐少爷又能够活蹦乱跳 徐小贤抬起头 有些艰难地看向了李辉 难道这次 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老子下毒不成 哎呦 来福 你慢点 徐小贤不动声色地 收了李辉的这一盒金创药 当然他没敢用 毕竟小命要紧 李辉东西送出去了 便觉得自己 和徐小贤之间的距离 拉近了一步 只是徐小贤 似乎没有多少心思和他说话 于是他告辞离去 却和徐小贤有了另一个约定 明儿一早 他再去徐府看望徐小贤 这家伙 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 徐小贤想不明白 他不知道青龙寺那老和尚 暂时不想他死呀 夜色降临 伤口做了细致的处理 来福背着他 继约而握着他的手 继心而恶狠狠地盯着他的后背 就这样 一行人回到了梁月巷子的徐府 问题来了 他不能做 这特么就郁闷了 李刚这货下手真特么狠的 也不知道 这货跑出了梁一线没有 幸亏梁一线的捕快一个都没在 不然他压恐怕 插翅难逃 希望他能安全地回到周阎王的身边吧 不然 老子这一匕首 可算是白挨了 他撅着屁股 小心翼翼地将半边屁股放在了凳子上 不行 牵扯着也疼 纪月儿看着都觉得疼 纪心这时候 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觉得鼻子似乎比屁股更结实 许郎 还是躺着 躺在床上 晚饭我来做 这媳妇多好啊 徐小贤抓紧了纪月儿的手 一脸幸福地点了点头 那就有劳你了 等我好了 再给你做好吃的 对了 得告诉岳父大人一声 这几日我出不了门 但不影响去山水库这项目 现在官府得开始征召村民扶摇役了 不然等到了稻谷 收获的时候 又会耽误 瞧瞧 什么叫忧国忧民 纪月儿的眼睛湿润了 许郎受了如此重的伤 他依旧念念不忘 为梁一县百姓造福这件事 这是怎样的平行 这是高峰俊杰 赤胆忠心的崇高品德 这样的少年 他是我的未婚夫 我纪月儿何其之幸 能拥有许郎 我得给许郎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对了 得给他炖一盅老母鸡汤来 好生补补 彻底迷失自我的少女 风风火火地去了厨房 来复将徐小贤背进了正房 智蕊搀扶着他 扑在了床上 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 智蕊点燃了一盏灯笼 挂在了墙上 纪仙正要去前院 却忽然听见了扣门声 他走了出去 开门一瞧 朱仲矩和苏平安二人到了 听说今儿个在过桥巷 大哥遇刺 苏平安紧张地问道 纪仙点了点头 朱仲矩又问了一句 大哥死了没有 纪仙的脸顿时就黑了 你就想你大哥死 你大哥死了 你能有什么好处 啊 我不是这意思 朱仲矩心里的意思是 既然遇刺 听说还血流不止 那恐怕就很严重了 如果徐小贤死了 是不是就把旺财给弄回去 那你是什么意思 红仪少女双手插腰 怒目圆瞪 吓得旁边的苏平安家紧了腿 也吓得朱仲矩 连忙举起了手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盒子 我的意思是 大哥没死就能救 我带来了最好的金创药 纪仙一把将金创药抢了过去 祸害一千年 他死不了 少女抱着盒子转身而去 朱仲矩和苏平安面面相去 他这小姨子的意思是 大哥是祸害 苏平安也摸不着头脑啊 按说 小姨子这样说 姐夫不妥 但季仙不能按照寻常的小姨子 去看待 也或许他真的认为 大哥是个祸害吧 可大哥也没做啥对不住他的事啊 这梁义线不是都传风了吗 说大哥让他留了四次险 二哥啊 你想想 这容易吗 朱仲矩仔细一想 点了点头 这还真不容易 所以 徐小贤究竟对季仙做了什么呢 他们是双胞胎 恐怕大哥分辨的不是很清楚 苏平安设身处地的 为徐小贤一想 这答案似乎呼之欲出 朱仲矩又一想 尤其是黑灯瞎火的晚上 不过大哥和季月儿 还没走到这一步吧 就隔着一堵墙 难说 那就是大小通吃了 大哥威武 朱仲矩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崇拜的神色 走吧 去看看大哥 好 这大哥受了重伤 晚上可没好吃的了 要不要去淡水楼 叫一桌洗面来 这个可以哦 稍等 我们先看看大哥再说吃的 两人走了进去 拐入了前院 朱仲矩又看见了 蹲在那破烂小屋子旁 一脸委屈的常威 常威也看见了朱仲矩 狗眼和人眼四目相对 狗吐着舌头 人抿了名嘴 季月儿正好从厨房走了出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二人 没有客气地招了招手 来来来帮个忙 干啥 苏公子 你帮忙杀一只鸡 朱少爷 你帮忙烧一下火 两人顿时就呆住了 他们锦衣玉食 可当真 没有干过这些活呀 嫂子 待会我们去看了 大哥就去淡水楼 叫一桌洗面 不行 许狼受伤极重 我想 想亲手给他做一顿晚饭 瞧瞧 这就是情义 两人当然不能再拒绝 就在这时 来附和智蕊走了过来 这难题终于算是解决了 来附去杀鸡 智蕊坐在了 早前升起了火来 厨房中 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响起 纪月围着围裙 真的忙得团团转 朱仲矩和苏平安 去了许小贤的房间 二人坐在一旁说着话 过了足足一个多时辰 来附终于来说开饭了 一大桌子的菜 一看就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纪月盛了一碗汤 加了两个大鸡腿 亲手送到了许小贤的床前 他拿着条羹搭着汤 在嘴边轻轻地吹着 他吹的是鸡汤 可吹在许小贤的心里 他的心都融化了 多么好的媳妇 这辈子定要好生珍惜 许郎 来尝尝 纪月将勺子递了过去 许小贤一口喝了进去 然后 他含着这口鸡汤 脸上的神色渐渐凝固 面色有些泛红 久久没有吞下去 许郎 怎么了 能怎么了呢 这汤里 是放了多少盐啊 许小贤就像吞毒药一样的 将汤咽了下去 眼泪都流出来了 啊 我 我太感动了 你放着 我自己来 不 你是病人 我得服侍好你 许小贤经历了人生中 最黑暗的时光 外面 朱仲矩和苏平安 也经历着非人的折磨 汐儿小姐 我忽然想起 家里还有点事 先告辞了 还麻烦您给大嫂说一声 朱仲矩起身就走 连常威都给忘记了 苏平安也站了起来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闻香名得上市 还有些事情没有安排 我也告辞 纪汐儿坐了下来 加了一筷子菜 她放下了筷子 来到了墙边 她翻墙而过 惊讶的智蕊 仿佛听见隔壁传来了呕吐之声 这是怎么了 徐小贤被纪月儿喂下去了 足足一碗汤 纪月儿的眼睛 弯成了漂亮的月牙 她的心里很是欢喜 为自己能够侍候徐小贤 为徐小贤能够喝下去 这一大碗的汤 许狼的身子骨太薄弱 今儿个还流了那么多血 从现在起 我每天都得为许狼炖一盅汤 她好 我才好 只是 许狼的脸色 怎么愈发苍白了 呀 额头都冒出冷汗来了 纪月儿连忙摸出了一张手绢 为徐小贤擦了擦脸 无比关切地问道 是不是 还很疼 那一笔手 刺入了三寸 足足十厘米 她能不疼吗 但自从喝了纪月儿炖的汤之后 徐小贤居然忘记了屁股上的疼痛 她现在觉得有点胃疼 不容易啊 可把那碗汤给喝下去了 这西服炖汤的水平 简直是惊天地气鬼神 但这是纪月儿 第一次给她炖的汤 这是汤吗 不 这是纪月儿的心意 所以 得喝 没事 就是觉得有点虚 徐小贤仰起脖子扭过头 挤出了一抹笑意 看向了纪月儿 这以后 炖汤做菜这种事 就交给志蕊来做比较好 不 这是我 我应该为你做的 这汤可是用的老母鸡 还加了一些当归党身 很有营养 你正好虚弱 我再去盛一碗 你等等 纪月儿说着 便拿起碗站了起来 徐小贤心里一个灯 再喝一碗 这可真会出人命的 她连忙一把抓住了纪月儿 她实在有些急有些怕 这一抓力气用得有点大 一扯之下 纪月儿尚未站稳的身子 便向着床上扑了过来 啊 纪月儿的手肘 完全是条件反射的一撑 正好处在了徐小贤的伤口上 呀 徐小贤松手 纪月儿吓得花容失色地 从床上爬了起来 智蕊刚刚在门口探出个脑袋一瞧 他连忙收回了脑袋 少爷和嫂子 这 这干柴烈火的 连命都不要了 智蕊觉得自己偷窥可耻 这是自己能看的吗 他捏着一百悄然离去 去了前院 站在了那花坛边 就着灯笼 拿着个棍子 再打蝴蝶 徐小贤终于躲过了第二碗鸡汤 纪月儿羞红了脸 连晚饭都没吃 离开了徐府 寻思的是 明儿得去西市街多买几只鸡 给许狼炖汤这事 可不能停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徐小贤心有余悸地抹了一把汗 他将身子挪动到了床檐边 他想下来 因为床底下的那登山包里 有点酒和阿末西林胶囊 李刚那丝那匕首 肯定是没有消毒的 说不定都生锈了 这一家伙扎进去 万一弄出个破伤风出来 自己可就隔屁了 所以他需要重新处理伤口 并将阿末西林 给吃一粒下去 登山包被他塞得比较里面 他伸出手来够不着 于是 他又往外面挪了挪 扑 啊 他从床上翻了下来 屁股着地 疼得一家伙翻身而起 手捂在了屁股上 湿漉漉的 这特么的又流血了 智蕊 来福 智蕊的脸色飞红 他拿着点酒瓶子的手 都在颤抖 他甚至没觉得 手里这东西 是他从未曾见过的 他只觉得 少爷白花花的那地方 好羞人 智蕊啊 你能不能快点 啊 少爷 就是将这东西 涂抹在伤口上 对 你都问三次了 智蕊从瓶子里取了一根棉签 小心翼翼地涂抹着伤口 才发现 少爷挨得 这一下太惨了 这样的伤口极难愈合 徐晓蕊是知道的 按照正经手术的缝合 但显然周氏药倒不来 他自己 自己怎么缝自己的屁股 所以就只能等他自然愈合 这愈合之前 可就得特别当心了 一个不小心就会崩裂 幸亏李刚那匕首不是三棱的 不然就只能让智蕊 来缝合了 削了毒副上了朱仲矩送来的金疮药 又吃了药 徐晓贤终于放下心来 智蕊和来福也离开他的这正房 回去歇息了 徐晓贤睡不着啊 趴着 睡他还不习惯 何况屁股还在痛 他在想着明天的事 明天 是百花文香第二次售卖的日子 朱仲矩说 百花文香这次生产出来了一万盒 盒子上也贴上了 他徐晓贤的头像 那些学子们 依旧留在梁义县 就连这梁义县的街坊 现在也对那文香极为感兴趣 这些都是好消息 这就意味着文香会爆卖 卖掉一万盒的文香 就能纯赚三百五十两银子 十天 三百五十两 好像不太多啊 撑不起造纸作坊建设的开销 看来得在百花村 再见一处更大的文香作坊 可需要人呀 又落在了人的问题上 得催催记县令 水库搬迁这件事 要早些定下来 让桃园村李庄和牛角沟村 这三个地方的村民 尽快搬走 对了 今儿个梁义县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徐小贤又被刺杀了 怎么纪县令没有来看看我呢 徐小贤不知道 纪县令下乡去了 因为说服这件事 凤鸣镇的老百姓率先不乐意了 夜已深 纪县令此刻还在凤鸣镇的亭长家里 和十余个地主相声 说着这说服的事 这是京都长安户部发来的文书 我继中谈也没有办法呀 这些年国家也难 你们能不能回去劝劝乡亲们 再咬咬牙 勒紧一点裤腰带 渡过这个难关 纪大人 真的不是小人不配合你的工作 实在是金岁小麦收成本 就比去年少了一成 但官府却还要增加 去岁就加到了两成半 金岁又加半成 莫要说店户 就连地主也活不下去呀 纪中谈能怎么说呢 他已经去凤鸣镇 实地看过了两个村子 心里知道 无论是老百姓 还是地主都不容易 可这是国策啊 他小小一线令 根本无法去改变 这税赋 你们都知道 是一定要缴纳的 粮草可以 赢钱也可以 否则若是梁义县的税赋 收不起来 梁州可是会派兵来的 到那时候 还是得缴纳 但那些兵来了 你们恐怕也难有好日子过 其中一个乡绅忽然站了起来 北境 当年陛下就是从咱们这梁义县起誓 咱们梁义县多少郎 从军推翻了黎朝 打下了大臣的江山 现在陛下 是不是忘了当年许下的承诺 是不是忘了 咱们这地方牺牲的那些好男 纪大人 你是个好官 但情况也都了解了 这梁都无法缴纳 何况钱财 从哪里来钱财 店户们指望的 就是田地里的那点收成 若是将他们逼急了 纪大人 梁州来的官兵 真的就有用吗 这正是纪中坛最担心的问题 他无法回答 但知道极有可能出现的后果 就在这时 杜师爷说话了 诸位 忘了告诉你们一件大好事 百花村 徐小贤 就是纪大人的女婿 她在百花村弄了两处产业 挣大量需要人 工钱日节 有这等好事 诸位不知 徐小贤人傻钱多 还不送来 这个夜里 徐小贤睡得很不容易 同样 纪先令也很不容易才睡下去 杜师爷用了一个时辰 才向那些地主乡生们 详细地解说了 徐小贤那两处作坊 纪先令信誓旦旦的做出了保证 他们才终于相信 百花村那破地方 当真有个人傻钱多的人 只是 纪先令如此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把他女儿 嫁给了一个败家的大傻子了呢 纪先令这时候 也顾不得徐小贤的名声了 名声和名辩相比 显然不重要 何况徐小贤似乎不是一个 怎么在乎名声的人 这无疑是解决 眼目前困境的最好的办法 那些地主乡生这才离去 即中坛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多亏了婆知啊 只是 这凤鸣镇 会有多少人去百花村赚钱呢 肯定是极多的 毕竟那些地主乡生 也不想自己家的店户 真的拿起锄头菜刀 又造起反来 这一家伙 若是涌去了几千人 繁殖的作坊 肯定容纳不下 恐怕又会弄出乱子来 明儿一早得回梁义县 得和婆知再好生 合计合计 这姚义的等等 姚义是没有赢钱收入的 得等度过了 这那睡的这一关再说 日上三竿 徐小贤醒了过来 屁股依旧很疼 真特么郁闷 牙可以不刷 但出宫这件事不去 真的办不到呀 忍着疼痛 徐小贤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 蹲在了墙角的漆黑的木桶上 这玩意儿也特么令人难受 等伤口好了 得倒过个马桶出来 如此想着 徐小贤系上裤腰带 扶着墙走了出去 天空依旧碧蓝如洗 又是一个艳阳天 少爷 你别动 智蕊飞快地跑了过来 就像一只绿色的蝴蝶 他搀扶着徐小贤 眼里满是责备 郎中说了得躺在床上敬仰 你起来干啥 徐小贤总不能说 尿裤子里吧 这地方又没尿不湿 不起来怎么搞 再说 没了睡意 躺着 浑身筋骨 都觉得有些痛 不如出来战战 还有许多事啊 今儿个百花村的蚊香又要售卖了 造纸作坊那边 得开始修建窑洞烧制砖瓦 牛角沟那边 断石匠也应该带着人 有了初步的勘测 智蕊 去帮少爷我把牙刷拿来 智蕊看向了少爷 眼里渐渐变成了敬佩 都这时候了 少爷想的还是百花村的村民们 想的还是梁义县的百姓们 少爷这就是胸怀天下 悲天悯人 以前的少爷可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的少爷 哪里会去想这些人的生死问题 所以少爷这是升华了 他虽然放下了书本 却拾起了为国为民之心 这当然是好事 这样的少爷 才值得他智蕊去敬佩 智蕊深吸了一口气 你小心点 可莫要摔倒 放心吧 少爷我坚强着呢 一番喜数之后 徐小贤又在智蕊的搀扶下 来到了咸云水县 他坐下去了半边屁股 还好 朱仲举朱老二的那金疮药 好像不错 对了 徐小贤猛然想起 季月儿昨儿晚上临走时候说 要去买老母鸡来给他炖汤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连忙说道 你去前院瞧瞧 不 等在前院 如果月儿买了鸡过来 你记住 这汤得你亲手来炖 昨儿晚上那顿饭 智蕊也吃了 他顿时笑了起来 脸上一片欢喜 无论如何 自己终于有一样 能够和季月儿相比 不 是超越他的地方了 这扫扫声的美丽 但这厨艺 实在是无法言语 既然如此 少爷以后的生活 就对我智蕊来安排 少爷离不开我 这徐府上 也离不开我 另外 自己还有一项 领先于嫂嫂的地方 我比他更早看见 少爷的屁股 这是一件 令智蕊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少女欢快地走了 却没有去前院 而是回到了他的房中 片刻 徐小贤便看见 一只黄色的蝴蝶飞了出来 智蕊换了一身黄色的裙子 他这才去了前院 这是干啥 徐小贤没有放在心上 他拿起了桌上的一本书 刚刚才看一夜 来夫跑了进来 少爷 云来客栈的掌柜求见 徐小贤一正 李辉 这次可是挂门中的人 挂门的送蛮子 是接了周延望的使欢 要来杀自己的 这光天化日之下 难不成他还敢这样 正大光明地来行凶 这年头 杀人都这么大胆了 徐小贤正要拒绝 来夫又补充了一句 他带着两笼子的鸡来的 说是 说是来看望少爷您 带着鸡来的 这是要向我示好 没必要 我徐小贤不过一小例 还是临时工 李辉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他究竟想干个啥呢 看在鸡的份上 得见见他 鸡留下 人走 这才是自己的风格 你去带他进来 待会你记住 站在少爷我的身后 你的刀呢 放在前院 拿着你的刀 守在少爷我身边 好 李辉在来夫的带领下 走了进来 鸡呢 徐小贤陡然一问 李辉恶然一正 有这么直接的吗 究竟是鸡重要 还是我人重要 啊 徐公子 鸡放在了前院 哦 掌柜贵姓 小人姓李明辉 李辉拱手一礼 以为徐小贤 接下来会请他入座 却没料到徐小贤 又问了一句 带了多少只鸡来 李辉咽了口唾沫 小人带了二十只鸡来 这个可以有 徐小贤招了招手 来来来请坐 李掌柜看上去有些面熟 对了 昨儿李掌柜 是不是从那二层楼上 跳下来的那位 李辉连忙点头 徐小贤笑了起来 昨儿事发突然 来看本少爷 是怎么想的 少爷是梁艺县的大才子 少爷要带着百花村的村民 脱贫致富 少爷还要为梁艺县的百姓 修建一处水库 少爷这样本事高深的人 当然是小人仰物的对象 昨日少爷被那该死的贼人所伤 小人夜不能寐 少爷深系千万家之希望 可万万不能出了什么茶子 所以今儿一早 小人去了西市街 将机买完了 只有二十只 希望的是 少爷能够补补身子 早些好起来 忙着现殷勤的李辉 并没有注意到 徐小贤闪动的目光 他又拱手一礼道 徐公子若是还有什么需要 只管开口 我李辉 帮不到公子为名造福 但为公子的 身子鼓尽一份绵薄之力 还是可以的 徐小贤乐了 这处无见到 有点意思 他俯过了身子 一脸笑意地看着李辉 一把抓住了李辉的手 李掌柜 多谢了 我还需要一头奶牛 李掌柜可能帮我买来 我还需要一头奶牛 李掌柜可能帮我买来 李辉愕然地张了张嘴 奶牛 这特么一头牛的多少银子 不知道啊 但这货肯定很贵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想要将手给抽回来 却发现被徐小贤抓得很紧 这是敌人 徐小贤至今没有放松警惕 他担心李辉这丝 莫要突然拔出匕首 再给他一家伙 奶牛 是个什么品种 就是年轻的小母牛 公子想吃牛肉 这可是饭绿的 不 少爷我想喝奶 那东西补 不是 李掌柜 你究竟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就当我没说 少爷我屁股疼 得去躺着了 来福 送客 还能这样说 翻脸就翻脸的 这特么话没说上几句 就被灰溜溜地赶了出去 那些鸡 岂不是白送了 李辉连忙露出了个灿烂的笑脸 公子稍安 小事 小事 这奶牛就包在小人身上 保证两天之内 给公子送来一头健壮的小母牛 这还差不多 看来敌人为了接近自己 也是下了血本的 还能敲诈一些什么出来呢 饭得一口一口去吃 既然敌人 想要接近自己 那以后的机会就多得是 鱼也不知道谁是鱼 啊 李掌柜的 本少爷就先说一句多谢了 李掌柜前来 可还有什么事 李辉咧嘴一笑 还真有点 小事求求许公子 你说 小人那客栈 少了一副对联 许公子可是咱们梁义县的大才子 所以 小人起了一点心思 想求公子为小人那客栈 提携一副对联 二十只鸡一头牛换一副对联 这个可以有 但不够 许小贤没有松开李辉的手 他看着李辉的脸笑道 李掌柜 本少爷是文奎 一字千金啊 不满李掌柜 淡水楼的陶喜陶掌柜 也求本少爷 为他写一副对联 润金三十两银子 本少爷这些日子太忙 钱收了 这对联还没给他写 今儿个你不提起 我还忘了 李辉心里一咯噔 一副对联三十两银子 宋终交给自己的五十两银子 这不就没了 可不行啊 宋堂主说了 银子是小事 接近许小贤才是大事 好说好说 这润笔费该给 小人这就取了给许公子 还请公子放手 啊 你看我 一见觉得亲切的人 就习惯去抓手 许小贤松开了手 但浑身上下的肌肉 却绷得很紧 他死死地盯着李辉的手 随时准备着闪人 李辉这就奇怪了 许小贤这次的目光 怎么如此的贪婪 他那双眼睛 似乎都绿油油的 这次爱财啊 看来这是许小贤的一大弱点 得好生利用起来 他摸出了一个荷包 从里面取出了三十两银子 推到了许小贤的面前 许小贤这才松了一口气 笃定这理会的目的是 接近自己 为啥他们又不杀我了呢 所以 昨儿他吼的那一嗓子 也是不想自己死翘翘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总没可能是周延望发了善心 现在无法得到答案 得等李刚回到周延望的身边 再刺探一下消息 得了银子 当然得干活了 许小贤裁了两张纸 磨了一燕台的墨 提笔就在这两张纸上 写下了一副对联来 云莱芝 孝银五湖 四 海家人豪客 于继也 喜街三轿九流市农工商 横批 裁员广进 李辉一瞧 顿时一惊 这许小贤 当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啊 他读过私塾 当然认识这些字 多少也能品味出 这副对联的味道 如此漂亮的行书 加上如此有深刻寓意的对联 往自己那云楼客栈 门前一贴 他仿佛已经看见了 高棚满座的景象 妙妙妙 许公子高才 小人佩服得五体头地 就在这时候 季县令和季月儿姐妹俩 一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季月儿有些不高兴 因为他一早出去 没有买到鸡 被一个猥琐的家伙给抢光了 本打算今儿中午 给许郎再炖一盅鸡汤的 这鸡汤是喝不成了 他只能买了两只鸭子 心想鸭汤应该也差不多 季县令一脸的忧心忡忡 想的是 只怕明儿个就会有数千人涌向百花村 哪知道 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徐小贤又被人行刺了 这该死的贼人 你肯定晚几天 刺杀徐小贤不好吗 现在怎么办 婆知伤势极重 他可能化解奉明镇百姓 涌入百花村之围 贤侄 大喜事 季县令疯疯火火地来到了咸云水县 坐在里面的李辉一瞧 吓得面色苍白如指 冷汗刷的一家伙就冒了出来 这贼终究是怕官的 季县令穿着官服啊 李辉可是在别的县郡有前科的人 他一家伙站了起来 本能地想要躲避 他一个剑步冲出去了两步 才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肯定能跑到哪里去 不对 我为啥要跑 这梁义县的县令 可不知道我的那些旧事 宋堂主不是说过了吗 别肯定做贼心虚 现在老子不是贼 是云莱客栈的掌柜 我是君子 君子是什么 泰山崩于潜色不变 淡定 李辉强坐镇静转过身来 徐小贤一脸惊叉地正看着他 李掌柜 慌傻 啊 尿急 哦 来福 带李掌柜的去 纪中坛也望了望李辉 他坐在了徐小贤的对面 那人好像是云莱客栈的掌柜 他来干什么 求一副对联 纪中坛这才看向了 桌上墨迹未干的这副对联 但现在 他显然 没有心思去欣赏 凡之 伤得重不 重 伯父 喜从何来 啊 是这样 你百花村不是需要人吗 伯父昨儿去了一趟凤鸣镇 专程去为你解决 百花村那些产业缺人这个问题的 说着这话 纪仙令一把就抓住了徐小贤的手 贤侄你不知道 为了将凤鸣镇的人弄到百花村去做工 伯父我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 还好 那些地主乡身 看在伯父我的这薄面上 允许了那些殿农们去百花村 工钱和百花村那些村民一样 你得注意了 就在今明两日 凤鸣镇恐怕会有四千余人前往百花村 这够了不 不够伯父 再去给你弄点人来 徐小贤大吃了一惊 不是 伯父 我需要的是有序的移民啊 四千人 这突然而来 怎么安排得下去 纪中坛拍了拍徐小贤的手背 语重心长地说道 伯父我负责把人弄来 至于这些人弄来之后该怎么安排 伯父相信你有的是办法 惊恶的徐小贤愣了半赏 好吧 老子还真有办法 就在这时 纪院一脸欢喜地从前院跑了过来 许郎 谁送了你那么多的鸡啊 待会我就去给你炖一盅汤 徐小贤更是吓了一跳 对刚刚回来的来福说道 被车 少爷我要去百花村瞧瞧 徐小爷 纪县令 小人告辞 李辉回来打了个招呼 徐小贤望了他一眼 脸上的笑容无比的真诚 多谢李掌柜的鸡 李掌柜可别忘了我要的小母牛 下次李掌柜带牛儿来 本少爷定会煮茶香袋 好吧 一头牛换一杯茶 这买卖划算 毕竟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此刻纪院正坐在徐小贤的身旁 他盯着李辉 忽然也笑了起来 笑得李辉心里一慌 这特么的早上抢鸡 原来抢到了这县令千斤的头上 他拿了那对联 对纪院做了个衣 善善一笑 都是为了徐少爷的健康 还请小姐见谅 来福 送客 去帮我将诸少爷和苏公子 一并请来 徐小贤的伤势真的很重 他很想亲自去百花村啊 但不能走路 也不能坐车 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只能使唤这两个 败坝子的兄弟了 咸云水泄安静了下来 徐小贤煮上了一壶茶 给纪县令和纪院纪心儿 针上了一杯 正要问问纪县令 修建渠河水库 征召百姓扶摇一意这事 却忽然看见纪院抬头望了望天 呀 这都快五十了 我得去给你炖一重汤 徐小贤心肝一颤 纪院刚刚站起 他一把抓住了纪院的手 咽了一口唾沫 嘿嘿一笑 那个 你这不刚回来吗 肯定累了 我已经交代志伟炖汤了 你就歇息一下 纪院小嘴一嘟 这哪里行 你不是说我炖的汤味道极好 要喝一辈子的吗 我不放心志伟的手艺 这事儿 还是丢我亲自去 纪县就惊呆了 他正正地看着徐小贤 心想这王八犊子 当真是昧着良心在说话啊 纪院炖的汤当真味道好极了吗 这次分明是甜言蜜语 红死了纪院 可怜的是 纪院居然浑然不知道 他似乎还热衷起这件事来 这可不是个好事 他做的饭菜 哪里入得了嘴 如此一想 纪县为了避免中午 在吃到纪院弄的菜 他只好看向了纪院说道 这也是许 你许郎心疼你 你就坐下吧 他难得能够在家里 你多陪陪他说说话也好 纪院一听这话有些道理 于是他只好坐了下来 撂下了一句话 我晚上再给你炖汤 这女人和汤杠上了 徐小贤能反对吗 这一炖的是汤吗 这是纪院的全权之心 所以 徐小贤艰难地点了点头 好 纪县令担忧着凤明镇来的百姓 此刻他端着茶掌问了一句 贤侄啊 若是真来个四五千人 你如何将他们安排下去 说到了正事 徐小贤也认真起来 纹香的销路 今儿个一售卖 不 等朱仲举和苏平安一来 就知道 我估摸着又会脱销 那么百华村的那小作坊 就来不及生产 如果真来个四五千人 那就分三千人去修建造纸作坊 其余的人 再建一个大的纹香作坊 人多 造纸作坊的建设 就能很快完成 就能投入生产 造纸作坊需要的人多啊 这三五千人 也是能够容纳进去的 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 他们若是回去了 这作坊立马大量缺人 我要怎么办 所以伯父 牛角沟那边的那三个村子 得赶紧出闻 让他们迁移了 纪线令听明白了 徐小贤这是要用这些人来 扩大规模 可一旦规模扩大 那些人一走 前面的投入就等于零 好 下午我去了县衙 就出一张文书 告诉那三个村 关于水库征集搬迁的问题 伯父 取核水库的悬职已经完成 前期的勘测 这几天也会有消息 接下来就是需要人了 这扶摇役的公文 也得一并出了 到时候 小职才好安排 纪线令顿时摇了摇头 这件事稍等 为啥 因为 集中坛又端起了茶盏 这不能给徐小贤说 是因为税赋收不起来 奉明镇的那些百姓 要去他的作坊 赚些银钱来补贴啊 勘测还得更仔细一些 百姓们搬迁 也还需要一些时日 再过两三个月 这田里的稻谷 也差不多该收割了 我的意思是 等百姓们将稻谷收割之后 再行修建水库这事 那时候 毕竟是农闲时节 可减少百姓们的损失 这话也有道理 徐小贤仔细一想 好吧 那就等稻谷收割了之后再说 继约一直在仔细地听着 他心里的算盘 也一直在拨弄着 百花村一家伙 多出四千人 就算妇女占一千 他们去做文香 每人每天十文钱 这每一天 文香这边的 要付出去的工钱 就是十两 其余三千人 去修造纸作坊 每人每天二十文钱 这就需要支出六十两 加上百花村原本的村民 徐福每天的支出 在百两银子左右 许郎手里最大的一笔钱 应该就是 前次收的那门票钱 六千两百余两 许郎卖文香不赚钱 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六千两百两银子 也就够两个月的支出 两个月 造纸作坊如果没建成投产 他就没有了资金 去继续投入 就算两个月之后 造纸作坊能够投入生产 现在不知道产出几何 更不知道那生产出来的纸 能不能在梁州的市场上 占有一席之地 通常而言 这商品从推出到见到效益 好的情况下 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里 又得投入多少银子进去 这个窟窿很大 得好生合计合计 自己的私房也没多少了 等娘亲回来 可还得向娘亲再借一些 不能让许郎的心血白费了 更不能让许郎做的这些事 前功尽弃 许小贤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 继续而不知道他在闻香里面 私自谋取了暴力 此刻他正在和纪县令聊着天 小贤就是觉得有些奇怪 那青龙寺 我总觉得神神秘秘的 不过那住持老和尚 也还算是一个十大体的人 他终究决定放弃青龙寺 也不知道要搬去哪里 伯父 这青龙寺你知道多少 纪中坛捋着梁撇八字胡须摇了摇头 也就是六年前吧 梁义县遭了旱灾 青龙寺在梁义县诗州 慧能大法师在县衙里 和我见过一次 按照大臣律 方外之人只要有正规的渡蝶 衙门是管不了他们的 当然 他们违法乱计除外 这青龙寺一直遵守规矩 我对他自然也就没上心 今年三月 三彩云湖的那桩命案 青龙寺也给了我一个说法 那和尚是云游来的 并不是青龙寺的和尚 所以和青龙寺也没啥关系 徐小贤微错了一下眉头 他坚信 青龙寺绝不是表面那般简单 因为慧能老和尚 居然知道 名不见经传的他 这和尚庙 肯定有在外面的眼线 良一县里并没有和尚 那么这眼线肯定是俗人 他们通过这些眼线 一直在关注着外面的世界 那么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背离了清修 他们眷恋着俗世红尘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引在了深山老林里面 徐小贤将这事记在了心上 徐寺等屁股上的伤好了 再去探探青龙寺 他并不知道 青龙寺尔经已是人去庙空 八十多个和尚带着行囊 就在徐小贤去青龙寺的当天晚上 他们已经离开了青龙台 除了宋蛮子之外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徐小贤更不知道 宋蛮子就藏在梁义县 却不是为了刺杀他 而是等一个 从京都长安来的水仙花 水仙花指的是青楼的歌女异己 云十三娘 就是一朵水灵灵的水仙花 她已经来到了梁义县 落脚在了兰归坊里 你在怀疑青龙寺 记忠谈问了一嘴 徐小贤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也不是怀疑 只是觉得 他们的行为颇为可疑 但既然他们没有坐监犯科 估计是我想多了 慧能大法师 能够为梁义县的百姓 舍弃青龙寺 这足以见他心怀慈悲之心 否则 若是他不愿意搬迁 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渠河水库 你可还要另择地方 徐小贤点了点头 将青龙寺这事暂时放下 正要和记忠谈说说 渠山下其余的那些山地 朱仲举和苏平安二人走了进来 大哥 大哥 人味道 生仙智 这是朱仲举的声音 不得了 不得了 这还是朱仲举的声音 此刻二人跨入了月亮门 前院的常威 又汪汪汪汪汪的大叫了起来 朱仲举没有停步 他和苏平安面色激动地 来到了咸云水泻里 大哥疯了 徐小贤顿时望向了朱仲举 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哥我哪里疯了 啊 不是 是梁义县的人疯了 两人坐了下来 朱仲举无比兴奋地诱导 你们不知道 咱们那百花闻香院的大门 又被人给挤他了 徐小贤大喜 卖光了 若不是大哥限购 绝对会瞬间卖光 一万盒 全卖光了 当然 银子太多提不动 这是从福源钱庄兑换来的银票 一万盒 纯利润三百五两银子 所以前面有个bug 李大爷是带着银票来的 六千二百多两银子 这根本提不动 徐小贤将朱仲举递过来的一打银票 收入了袖袋里 为两人蒸了一杯茶 下午 二弟继续去百花村 接下来这一两天 百花村会来很多人 咱们要大干一场 接下来的日子 朱仲举痛病快乐着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生活的充实 似乎还明白了 生而为人的意义 以至于他都忘记了淡水楼 也忘记了兰归方 他在徐小贤的安排下 奔波在梁亦成和百花村这两个地方 原本徐小贤还担忧着富二代搞不定 却没有料到 这四有着极强的执行能力 这令徐小贤对他刮目相看 凤鸣震荡挣来了四千六百元 百花村后面的闻乡作坊旁边 又一座大的足足五十倍之据的 闻乡作坊建立了起来 当然 他依旧简陋 用的是土墙锚顶 这间作坊容纳下了一千两百余人 其余人全部去了雪平沟 地基正在修建 窑洞也挖了不少 砖匠瓦匠带着徒弟们都在忙碌 整个雪平沟 完全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 朱家大少爷 顶着炎炎烈日 挥汗如雨的指挥忙碌着 浑然忘记了 自己以往养尊处优的身份 徐少爷说了 你们这砖瓦盒子 做得不科学 要这样去修改 一群砖瓦匠人围着朱仲矩 一脸好奇地看着那图纸 仔细地听着朱仲矩的详细解释 然后他们恍然大悟 才发现原本的器具 比起许公子的这图纸 效率差得太多 都明白了没有 木匠 所有懂木工活的人 都给本少爷过来 朱仲矩吆吆着 一群木匠又围了过来 按照这法子 去做砖瓦盒子 另外给你们看看这个 水车 水车你们都知道 但这个水车不一样 它是我大哥徐少爷 亲自设计发明的 你们给本少爷听清楚了 朱仲矩不明白 徐小贤为啥懂得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在这些号称 啥都懂得匠人们面前 着实露了一把脸 瞧瞧他们那震惊的模样 一个个在听了 本少爷的讲解之后 都呆若木鸡 这是大哥之能 这也是本少爷脸上之光 同时 梁义县县压里 季县令也终于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师爷一脸欢喜地 煮上了一壶茶 东家 你那女婿 不简单啊 季县令满面红光 他捋着两撇八字胡须 毫不谦虚地点了点头 本县原本极为担心 但而今五天过去 百华村的一切井然有序 那四千六百人 都得到了安排 都有活干 继终谈接过杜师爷 递来的茶展 若不是繁殖 凤明镇恐怕会出大乱子的 杜师爷深以为然 当百姓们 无法承担沉重的税赋的时候 他们便无路可走了 没有人想死 但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 梁义县必然动荡 其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好了 徐小贤吃下去了那么多的人 给了他们活干 也给了他们工钱 这工钱是相当不错的 这些人真能够在百华村 坐上一两个月 足以抵消要缴纳的税赋 若是家里人口多一些的 还能够余留下一些银钱来 季中坛瞎了一口茶 脸上的喜意渐渐收敛 那两道稀疏的眉间 又多了两分忧虑 现在百华村接纳 凤鸣镇四千多人的名声 已经传遍了梁义县 本县现在担心另一个问题 别的村镇同样面临着 这沉重税赋 万一 这些人也涌入了百华村 尤其是牛角沟 桃园村和李庄的人 官府关于修建区和水库 要这三个村搬迁的文书 已经下达了下去 本县原本还以为 这三个村子的地主相生 会来县衙抗议 可这都三天时间过去了 他们毫无反应 是出反常必有妖 你说 他们会不会都跑去了百华村 度师爷一惊 这三个村 共有村民两千八百余人 他们本该被搬迁 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去百华村 若是都去了 凡之那作坊 还能容纳得下吗 王富贵 就是桃园村那个王富贵 此刻旧正叼着汗烟 带着一群人 站在雪平沟 他眉间紧簇 双眼盯着那热火朝天的 弱大工地 任由烟锅里的烟气鸟绕 过了许久 他才难难地说道 这天下 当真有人傻钱多的人吗 族长 刚才我去打听过了 这许多人 真的是从凤鸣这儿来 许少爷要在这里 建一处造纸作坊 开的工钱 真的是每人每天二十文 王二喜伸出了两根指头 二十文一天呀 一个月就是六百文 这比咱们重庄稼 可划算太多了 族长 既然我们那破村子被征用了 不如咱们就搬到这百华村 来落户 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 在许少爷的作坊里做工了 族长 你瞧对面 牛角沟和李庄的人也在看着 咱们得快点决定 不然 这百华村的地盘子 看着不太大 晚了我担心 没有好地方 给我们重建村子 这是得考虑仔细 一旦来到了这里 田地从何而来 百华村的田地都已经固定 这意味着 我们没有田地可以耕种 许少爷这作坊 而今还是一片空地 万一他这作坊开不起来 咱们这么多人 以后吃什么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各有道理 意见并不统一 于是 所有人都看向了王富贵 作为桃园村的组长 他将决定整个村子的前途命运 他深吸了一口烟 我要去见见这位许少爷 你们都回去等我消息 王富贵向工地上走去 他看见了一处拥挤的人群 他挤了进去 正好看见朱仲举 在向一群摇工 讲解摇动的新做法 和烧摇的新方法 土摇这东西不行 我大哥许少爷说了 你们瞧瞧这隧道摇的图纸 去好生领会琢磨一下 古风机这个东西 本少爷已经将木匠皮匠 在做了 有了古风机 就能解决你们说的 摇内温度不够的问题 你们不用怀疑 我大哥的本事 你们没有资格去怀疑 他说的一定是对的 如果做不出来 那就是 你们没本事 行了 按照这图纸 你们先去弄个隧道摇 烧几摇试试 徐少爷说了 不要怕失败 但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摸索中进步 去吧去吧 王富贵也懂得烧摇 他挤到了最里面 俯身看向了石头上的那图纸 然后皱起了眉头 片刻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东西 一摇烧出来 可顶土摇 足足舞摇之多 看这法子 和旁边写的注解 完全可行啊 他是怎么想到 如此妙诀的法子的 这位徐少爷 看来他不是个傻子 黄昏 夕阳 金黄的夕阳 洒落在妓院那粉嫩的脸蛋上 仿佛给美丽的少女 度上了一层金光 他双手撑着下巴 长长的睫毛一张一合 他目不转睛地 看着坐在对面的徐小贤 眼里充满着柔情蜜意 也透露着不佳掩饰的崇拜 这些日子以来 他亲眼目睹了 徐小贤提笔所化的那些东西 和对这些东西的注解 以及给朱仲矩的详细讲解 小到砖瓦盒子的改良 大到隧道摇 该如何去开凿使用 纪月当然不知道 这些东西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但听起来 明显比尔金所存在的 更加高深 更加先进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他原本应该是一个 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的呀 难道这些都是 他从书上看来的 这没可能 少女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如果书上有 那么这些东西 理应就已经普及了 现在显然不是 朱仲矩每每从百花村回来 都会眉飞色舞的一番描述 言说许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 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老将人们 个个都傻了眼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 这些东西 是许郎独自创造发明出来的 他怎么会这些东西的呢 少女心里在问 无解 许郎说是 那场大病之后醒来 脑子里就多了这些东西 这话寄院是怀疑的 但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就只能将这疑惑存于心里 这些日子过得很开心 每日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 看他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听他说一些让人脸红的话 这人 有时候口无遮拦 不过 好像自己很喜欢听 许郎的伤口恢复得不错 就是 就是他总是阻止自己去炖鸡汤 对了 炖鸡汤 来复去周氏药堂 买做闻香需要的药材了 志蕊不知道在前院忙啥 正好去给许郎炖一盅鸡汤 纪月儿正要起身 许小贤忽然抓住了他的手 月儿 嗯 我想在你那后面开一扇门 纪月儿脸一红 轻咬着嘴唇 心想 若是在后面真开一扇门 这当然好了 彼此出入更加方便 尤其是许郎 现在有伤爬不了墙 若是他想过来 走后面 自然便捷一些 只是 这毕竟还没正式澄清 这门一开 他若是经常进出 若是被外人知道了 可是会说闲话的 走前面 其实也没两步路 但终究不太方便 尤其是晚上 前面太黑 可莫要走错了门 你想啊 我晚上空闲了 肯定会更想你 想你就想看到你 大晚上的走 前面还要敲门 这岂不是会惊动了伯父 或者寄心 后面开一扇门就不一样了 咱们可以偷偷地见面 没有人知道 纪月儿垂下了头 羞怯地说了一句 那 前后随你 瞧瞧 多懂事的好媳妇 当珍惜 徐小贤偷偷地瞄了一眼妓院 愈发坚定了 给这媳妇 弄木瓜牛奶汤的信念 李辉真送来了一头小母牛 这东西要想产奶 就得生小牛犊子 他已经叫来福 签去给了李大爷 听说是李妞妞在照顾 现在这木瓜牛奶汤 是喝不上了 对了 新的麦子已经上市 志蕊也买了一些回来 可以做出麦芽糖 来给他们尝尝了 志蕊 哎 麦子泡好了没有 好了 要不要磨成浆 磨成浆来干啥 我又不吃麦面糊糊 放着 少爷我来给你们弄好吃的 他要做的是麦芽糖 麦芽糖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徐小贤将浸泡了六个时辰的麦子 用壁子瀝干 在下面铺上了一层 新浩薄薄的湿棉纱 记住 每天给他浇一点水 别多了 种子润湿即可 志蕊惊讶地看着 问道 少爷 你这是 要在壁子里种麦子 想啥呢 这玩意儿 可没办法水培 少爷给你们做点灵嘴 保证很好吃 一听这东西是做出来吃的 纪月和志蕊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许郎 这东西做出来叫啥 麦芽糖 啥味道的 志蕊抿了抿嘴唇问道 甜的 甜的 这年头想吃到甜的可不容易 志蕊未曾吃过 但纪月有吃过 那是娘亲从京都长安带回来的 可好吃的 就是贵 麦芽糖和医糖有什么区别 纪月问道 许小贤一证 这麦芽糖和医糖 事实上就是一个东西 这世界有医糖了 有啊 长安有麦 特别贵 一斤要二两银子 许小贤砸巴了一下嘴 这玩意儿成本很低啊 做麦芽糖最简单的法子 就是用糯米和小麦 糯米这玩意儿挺贵 一斤要四十文钱 两斤糯米加四两小麦 可做出一斤麦芽糖来 小麦一斤只需要十文钱 九十文钱不到的玩意儿 可卖到二两银子 这特么二十倍的利润啊 许小贤顿时对这东西上了心 这东西 为啥会这么贵呢 很难做呀 听娘说这东西 是官府的酿酒作坊里生产出来 技术掌握在酱作丝的手里 成本很高 产量很低 所以这就是垄断的生意 掌管酱作丝的这家伙 不知道摊没了多少银子 那我们弄出来可以卖不 当然可以 只是这么贵 能有几人买得起 许小贤乐了 等我做出来之后 你尝尝和长安的味道是不是一样 若是一样 我只卖一两银子一斤 技术愕然地看向了许小贤 比长安便宜一半的价格 如果他真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 如果这东西 能够大量地生产出来 完全可以通过娘的马帮 销往大臣的各大州府 甚至进入京都长安的市场 一两银子有多少利润 成本加上人工一百文钱 技术惊呆了 一斤一糖赚九百文 糖的需求是极大的 只是受制于价格和产量 无法得到普及 像梁义县这种县郡一类的小地方 甚至连卖糖的铺子都没有一个 你做的时候叫上我 我觉得如果真可行 可以在百花村 再见一处百花一糖作坊 两天后 就在技院技新和志蕊见证下 徐小贤亲手做出了卖牙糖来 三个女子在长了之后赞不绝口 尤其是技新 她的眼睛贼亮 我怎么觉得 比娘从长安买回来的还好吃呢 技院抬头望向了徐小贤 明儿 咱们在百花村建这作坊 你不方便走路 我去 对于技院急吼吼的 跑去百花村建设一堂作坊这事 徐小贤当然是极为赞同的 技院对营商极有天分 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市场 也有缜密的心思 不像那小姨子 这配方若是交给小姨子 只怕很快全粮一线的人 都知道怎么做一堂了 志蕊似乎对倒过牙刷有些厌倦了 一大早他也跟着技院 去了百花村 来复去了周氏药堂 取作文香的药材 当然 其中的那一位杨金花 也一并买了 只不过会在李大爷的家里取出来 放在灶台里 一把火给烧了 徐甫一大早就安静了下来 徐小贤屁股上的伤势好了许多 只是依旧不能正做 左而纪仙林又来了一趟 说那三个村子搬迁的事 已经吩咐了下去 只是那三个村子的百姓们 似乎还在迟疑 因为百花村 没有足够的田地给他们耕种 他们对徐小贤的那两处作坊的前途 有些担忧 这是人之常情 徐小贤现在不能出门 心里想的是 反正现在渠和水库 这是暂时搁置了 等那些村民们秋收之后 再去一趟 那时候造纸作坊应该建好了 造纸作坊的前景 他们也能看见了 自己在渠山下的那些山地 也该清理翻更了 有他们干不完的活 他们自然也就没了这后顾之忧 转眼就快到六月 距离八月相视 只有两个多月了 趁着现在不能到处跑 徐小贤在咸云水泄里 煮了一壶茶 翻起了书本来 常威就趴在他的身边 一人一狗很是安宁 这样的安宁在片刻之后被打破 常威忽然一咕噜爬了起来 竖着耳朵仔细地听着 然后冲着外面 汪汪叫了两声 好吧 有人来访 徐小贤放下了书本 走了出去 开门一瞧 李二狗 李二狗这丝点头哈腰 少爷好 这位是 徐小贤一看 认识 王富贵 王富贵拱手一礼有些尴尬 那个 少爷 小人当时言语有些冒犯 还请少爷原谅则个 徐小贤摆了摆手 少爷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不过 你当时说 少爷我是傻子这个 我真不承认 王富贵一正 你还说你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你还记得 他那张有黑的脸 倒是看不出来有没有红 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小人前两天 已经去百花村看过了 小人眼瞎 少爷不是普通的傻子 这说的什么话 会不会说话的 徐小贤瞪了王富贵一眼 王富贵顿时反应了过来 慌忙又道 不不不 小人不是那意思 小人的意思是 傻子怎么能和少爷您比呢 您比傻子可厉害多了 这话顺耳一点 徐小贤嘴角一翘 知道少爷厉害就好 来来来 里面坐坐 二狗子 你也进来 少爷还有些事 正好交代你去坐 徐小贤带着两人来到了咸云水县 坐 小人不敢 啰嗦 少爷叫你们坐就坐 两人面面相去 绝着屁股 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徐小贤的对面 有啥事 王富贵摸出了他的汗烟 想了想放在了一旁美感点上 少爷 小人就是想问问 若是少爷的这两处作坊 万一 小人是说万一 以后生意不太好 咱们搬到这百花村来之后 吃什么呢 我记得你是桃园村的 回少爷 正是 小人是桃园村的组长 徐小贤明白了 这王富贵 就是代表桃园村的村民们 来探个究竟的 这就很重要了 直接关系到牛角沟村 和李庄后面的行为 他为王富贵和李二狗蒸了一杯茶 神色变得认真了起来 少爷我前些日子遇刺 不然我早就去你们村子了 闻香这个东西 而经脉的如何 想来你多少也了解一些 造纸作坊 大致在三个月之后完工 接着就将生产 你们也能看见生意如何 今儿一大早 少爷我那未婚妻 你们的少奶奶 也去了百花村 将在百花村 建设第三个作坊 百花遗堂 你们等等 徐小贤去了一趟前院 取了两小块麦芽糖 来递了一个给王富贵 你尝尝 这就是少爷我做出来的姨糖 姨糖 这东西可是个金贵玩意儿 王富贵活了大半辈子 可是连剑都未曾见过 他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 他的舌头伸了出来 抿了抿嘴唇 一股香甜的味道 顿时刺激着他的味蕾 充饮着他的口腔 好甜 好味道 一旁的李二狗 也舔了舔嘴唇 心想 少爷分明拿了两块来啊 这另外一块 应该是赏给我的吧 他望眼欲穿 可许小贤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将另一块 丢进了他自己的嘴里 他一边嚼着 还一边巴唧着嘴 莫要舍不得的样子 像少爷我这样吃 才过瘾 李二狗咽了一口唾沫 你倒是过瘾了 多少也给我尝点啊 王富贵可没舍得这样吃 他又舔了两口 然后取了一块手帕 将剩下的给包了起来 你这是干啥 这等稀奇玩意儿 小人想要带回去 给我孙女尝尝 哎 徐小贤心里一叹 不就是糖吗 你吃了 待会少爷给你取一些带走 这 多谢少爷 有这一块就足够了 可不能吃上了饮 买不起 废话 叫你吃你就吃 以后 所有百花村的村民们 都会有糖吃 李二狗又咽了一口唾沫 心想我就是百花村的村民啊 你现在给我一颗啊 王富贵抬起了头 看向了徐小贤 眼里满是妻疑 当真 少爷我什么时候骗不人 你为族人担忧 这个本少爷理解 本少爷要告诉你的是 未来的百花村 就算这三个产业 也能养活所有人 另外 徐山下的那些山地 都是我那岳父送给我的 你们若是怕作坊 不足以维持你们的生计 大可以去开垦那些山地 你们不是我徐小贤的店户 而是我雇佣的工人 无论是在作坊里做工 还是在山地里干活 本少爷都支付相应的工钱 你们会发现 收入远远超过你们以往种田 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会像这一堂一样 越来越甜 王富贵激动片刻之后冷静了下来 他当然看见过 徐山下的那些山地 少爷 那些山地连麦子都不能种 你放心 少爷我不种麦子 那种啥 少爷 我要种出个金娃娃出来 就那屁用没有的沙士荒坡 少爷说 要种出个金娃娃出来 王富贵就有些担心了 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什么地能够种什么 他显然是专业的 而这位养尊处优的少爷 弄作坊这种事情 他或许可以 但要说种地 他怕是个门外汉 那可是数以千亩的荒坡 要将那地方开垦出来 就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人力就是财力 从开荒到收获 这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这需要投入多少银子 王富贵难以估算 但结果他却很明白 那必然是欠收 欠收还是好的 一个不好颗粒无存 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这是明摆着的亏本买卖 还是血亏的那种 这位徐少爷 他脑子似乎还是有些问题啊 似乎看出了王富贵心里所想 徐小贤淡然一笑 莫要以你的经验 来挑战本少爷的智慧 在你们眼里 那是一片毫无用处的荒坡 但在本少爷的眼里 他就是个聚宝盆 徐小贤俯过了身子 神秘兮兮的诱导 告诉你一个秘密 二狗子 他转头瞪了李二狗一眼 你小子可不能透露出半点风声 李二狗慌忙点头 小人绝对不敢 否则天打雷劈 王富贵 你难以想象 一亩那样的荒地 能够收获四五千斤的粮食 本少爷说的是粮食 可以吃的那种 还非常美味 王富贵和李二狗 就惊呆了 这李二狗 以往哪怕是个泼皮混混 他也知道 庄家的基本母产啊 一亩地收获四五千斤 少爷是不是把百说成了千 可就算是四五百斤 这也是一个极为了不得的数字 所以 两人就这样目瞪口呆地 看着徐小贤 仿佛看着一个痴心妄想的傻子 徐小贤就很无奈了 他现在可不能透露土豆的半点风声 更不能带他们去后院瞧瞧 因为他怕万一 母产四五千斤这个消息走漏出去 他不担心 他担心的 母产四五千斤的土豆 就在他的后院这个消息走漏了出去 被有心人知道 然后一家伙给他绝了 这可没有办法 再去前世那个世界 弄点土豆种子过来 好吧 你们不信 不信也没关系 这蚊香不假吧 这一堂不假吧 造纸作放也不假吧 这些东西 都有极大的市场前景 都能赚到银子 他们足以养活上万的人口 你桃园村早些搬过来 就能早些赚到银子 这选择简单吧 王富贵这才坐着了身子 他忽然很想抽一口烟 于是他抓起了汗烟袋 取了火折子来点上 他深吸了一口 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了不少 母产四五千斤 他绝对不信 但少爷说的 这三处产业 确实是真的 取河水库必须修 村子不搬迁 是肯定不行的 只是往哪里搬的问题 有人说搬去凤鸣镇 有人说搬去大石镇 当然也有人说 搬去百花村 这选择的事 自然就落在了 他这个组长的头上 凤鸣镇那地方的田地 也都被店户们承包了 全村一千多号人过去 虽然官府允许开荒 但这荒地 要长出好庄稼来 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大石镇倒是能够 有些县城的田地租重 可那地方在山沟沟里面 多为山地 水田极少 官府收税付 可不会管你什么山地 都是按母来核定的 税付一脚 落在自己手里的 恐怕没有几颗 思来想去 这百花村 就算没有田地耕种 若是每家每户 能够有两人在作坊里做工 一天四十文钱 就算打个对折 一天二十文钱 一个月六百文 还不用缴纳税付 这收入 已经远远高于重地了 王富贵又看了看徐小贤 这一切的想法 可都是建立在眼前的 这位少爷无恙的基础上 他活着才有人给银子 他若是死了 好吧 看起来 他面色红润 气色上家 没有断媒人中 也够长 耳垂也有那么大 不像个短命之人 倒是有富贵之相 那就赌他一把 一阵烟雾散去 王富贵说话了 好 小人相信少爷 这就回去安排族人 陆续往百花村搬迁 这就对了 凤鸣镇那四千多人 忙完这两个月 终究是要回去的 只有洛乎在百花村 还没有田地耕种的人才 让他放心 跑不了了吧 以后当然只能跟着少爷 我好好的混了 富贵啊 你这名字真的取得好 你会带着你的族人富贵起来的 那荒帝 母产四五千金是真的 王富贵瞬间就 有些担心自己这个决定了 听闻这少爷有风病 又听百花村的那些村民 说他好了 那么他究竟是好了 还是没好呢 若是没好 也不对 那一堂确实是甜的 那闻香也确实功不应求 王富贵脑子就江湖了 不知道眼前的这少爷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徐小贤这时候看向了李二狗 百花村以后会越来越繁华 但少爷我担心 会有人不安好心 破坏百花村的美好 所以 本少爷要你和李赖子 两人协助来福 在村民中挑选个三五十人 成立百花村护村队 来福是护村队的队长 你们二人是两小队长 这三五十人要身强力壮 不能仅仅是百花村的人 还得有桃园村 李庄和牛角沟的人 百花村护卫队不用干活 每人每天同样二十文钱 但需要训练 训练这种事由来福亲自负责 护卫队的任务就是努力训练 确保村子所有村民 和所有产业的安全 你记住了没有 李二狗顿时大喜 不用干活 还能挣二十文钱 这显然是天大的好事 他连忙点头 小人记住了 小人回去就和李赖子 合计合计人选 然后向来福队长报呗 少爷 我再提醒你一句 这是为百花村办事 不可训思 更不可借此牟利 该给你们的银子 少爷一文也不会少 但不该你们得的银子 一旦被少爷我知道 你们非但得不到一文钱 本少爷有的是办法 将你们逐出百花村 莫要忘记 本少爷的岳父 是良意献献猎 徐小贤的这番话 说得极为严重 他担心这李二狗和李赖子 犯了以往的毛病 学会了以权谋私 李二狗这些日子 也尝到了作坊作工的甜头 他还真不敢起了二心 万一真被逐出了百花村 天底下哪里 还能找到这么好的银上 王富贵的眼睛 却亮了起来 他听了徐小贤 这番认真的话 才真正相信 这位少爷 是想要扎根在百花村 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 只是 区区一个百花村 值得摆养着50人 作为护卫队吗 李二狗也不知道 接下来这护卫队的训练 他肠子都毁清了 淡水巷子 淡水楼斜对面的兰规方里 云石三娘看着镜子中的 那张漂亮的脸蛋 正在梳妆 那张脸蛋上的神色 有三分慵懒 三分娇媚 三分无所谓 还差一分 这一分钟 一半是傲慢 另一半不是偏见 而是冷淡 宋堂主 按你这么说 小女子这一趟 岂不是白跑了 她偏着头 垂下一头绣发 用一把小牛角梳子 细细地梳理着 嘴里的言语淡淡 淡淡中有一丝默然 十三娘 事情的缘由 宋某已经向姑娘说清楚了 慧能大法师既然开了口 十三娘此行的义音开销 以及此后待在这蓝归方的义音之初 皆由我挂门承担 哦 云十三娘甩了甩头 甩得那一头绣发 如风中杨柳 宋中的眼睛都看直了 她瞅了镜子一眼 忽然笑了起来 挂门宋堂主 人宋外号宋蛮子 小女子当初 还以为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倒没料到宋堂主生得如此好看 怎么 看够了没有 想成为十三娘 我的入木嘉宾 也很容易 银子一千两 十三娘陪宋堂主欢度一消 如何 宋中连忙收回了视线 宋某不敢 云十三娘打开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盒子里装着许多的配饰 她从里面挑了一根银色的簪子 举起了那双葱白般的手臂 一边插着簪子 一边轻蔑的一笑 这天下男人 有色心无色胆的 可多了去了 其实呀 说来说去 还是口袋里的银子不够多 这男人 银子多腰才好 腰好肾才好 肾好 这腰板才足够硬 对了 这些日子听说了一些徐小贤的事 她插好了这根簪子 理了理额前的刘海 又打开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拿出一个小刷子 在一方腮红里沾了沾 轻轻地涂抹着脸颊 又道 听说 她在端午时候 得了这竹林书院的文奎 小小梁一线的小小文奎 要说大本事谈不上 看来小才华还是有的 她仔细地又照了照镜子 补了一点粉底 前些日子 在京都兰归方 江南四大才子 齐聚 罗书然罗三便为 小女子做了一首词 名为长相思 平满溪 做得极好 成为了小女子的入目嘉宾 她放下了腮红粉底 又左右瞧了瞧 那张愈发精致的脸 可惜 这位罗公子腰不太好 不过看在那首词的份上 小女子陪了倒也愿意 她关上了这些盒子 转身看向了送中 挂门有挂门的规矩 五花楼也有五花楼的规矩 小女子不远千里 跑到这破地方来 不是在这兰归方 建才子赏诗词的 小女子是接了你们的赏金令 来杀人的 跳舞唱曲 是小女子的活 杀人 也是小女子的活 可现在小女子来了 你却告诉我这人不能杀了 宋堂主 等她许小贤把渠和水库修好 可不知道会到猴年马月 小女子 等在这里的这笔费用 宋堂主的腰 可以印三次 说来说去 就是银子 三千两银子的等待费 小女子给你两天时间 不然 按照道上的规矩 小女子可不管什么 会能大法师了 杀了徐小贤 小女子的一千两赏金 就离开这梁一线 她一个和尚 就算她要算账 这笔账 也应该算在你挂门的头上 宋忠当然明白这规矩 她没有推却 而是点了点头 两天时间有些紧 宋某已经派人去梁州取银票 这一来一回得三四天 还请十三娘宽容两天 云十三娘笑了起来 那笑意令宋忠心肝一颤 也行 那就四天时间 另外还请宋堂主 将徐小贤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她做的那些诗词 也一并收集了 闲着无事 小女子且看看 这位许公子的才华 明儿个关于徐小贤的一切消息 都会送到姑娘的面前 那行吧 这天色将晚 宋堂主还不走 难道是想留宿在此 啊 不 宋忠站了起来 云十三娘嘴角 露出了一抹嘲讽 其实 宋堂主若是愿意花一千两 小女子保证 让宋堂主觉得 这一千两银子是值得的 宋忠落荒而逃 云十三娘脸上的笑意 她又坐在了梳妆台前 看着这张精致的脸蛋 忽然有些嫌弃 于是面目 变得有些争鸣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叩门声响起 她的脸上 顿时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依旧那么精致可人 请进 进来的是这兰归方的老宝胡嬷嬷 一个三十来岁 身上散发着刺鼻香味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我说云姑娘 虽然你是从京都长安来的 但既然入了这一行 就忘记以往的身份吧 你瞧瞧 一只母鸡 她也该下蛋了 接二个 您老方便了吗 若是方便了 就该开门接客了 蓝归方里 可养不起您这样的闲人 云十三娘连忙站了起来 她毕恭毕敬地 对胡嬷嬷到了一个万福 奴家周车劳顿 得嬷嬷谅解 歇息了这么一些日子 现在已经好多了 您瞧 奴家已经收拾妥当了 只是奴家还没有用晚饭 用过之后 自当开门接客 不过 按照教方司和蓝归方之间的定下的规矩 奴家卖一不卖身 若是嬷嬷要奴家卖身 得是奴家打上眼的人 还请嬷嬷不要忘记 胡嬷嬷咧嘴笑了起来 京都倒是也为云姑娘 前来这件事 专程送了一份书信 看来云姑娘的家里 曾经在京都 还是有些分量的 你放心吧 归咎我懂 但云姑娘 也千万莫要得罪了 这蓝归方的客人 这里可不是京都 有本事来蓝归方的 就是那么些人 这得罪了一个 可就是得罪了一群 对了 云姑娘既然还未曾用饭 嬷嬷就在对面 为姑娘叫两个菜送来 对面的淡水楼 有几道拿手好菜 是咱们梁一县 大才子徐小贤 亲自调配的方子 定汇合了姑娘的胃口 云十三娘一正 徐小贤亲自调配的方子 这位所谓的大才子 还懂得做菜 这巴掌大个地方 能有什么好菜 能和京都的宽月楼相比吗 那就劳烦嬷嬷了 胡嬷嬷离开了这房间 云十三娘忽然自嘲一笑 一个啥也不是的大才子 哪里能够做出 和宽月楼相媲美的佳肴来 大臣最繁华之所在 当然在京都长安 京都长安最有名的酒楼 便是宽月楼 这良意现在大臣之北境 一个极为偏远 甚至长安 恐怕许多人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地方 在云十三娘看来 这地方就是个贫瘠苦寒之地 这样的地方 根本不会有宽月楼里的 那些珍贵的食材 当然也没可能有宽月楼中 预出亲自掌勺的手艺 所以胡嬷� 胡嬷嬷说淡水楼的徐小贤 亲自调配的菜品味道极美 在她看来 不过是胡嬷嬷没有见过世面罢了 灵儿 咱们看来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 明儿咱们出去走走 灵儿是她收养的婢女 也是她相依为命的姐妹 站在一旁的灵儿姑娘硬了下来 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太欢喜 小姐 其实 其实罗三变罗公子 是真心喜欢小姐的 灵儿看得出来 云十三娘走到了窗前 看着斜对面灯火通明的淡水楼 沉默了许久 她穷 但小姐有银子啊 那样她抬不起头 灵儿听不明白 云十三娘也没有解释 她悠悠一叹 莫说她了 在这良一线多待一些日子也好 她可忘了我 我也可忘了她 灵儿垂手 抿了抿嘴 对于小姐她自然了解 她真的能忘了 那位江南四大才子之手的罗三变吗 若能忘 为何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默默地看那一首 长相思 平满膝呢 若不能忘 她又为何在送蛮子的面前 诋毁那位罗公子呢 小姐 奴婢有个疑问 你说来听听 这挂门 也是江湖中五花八门之一 刺杀徐小贤这事 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动手 却向五花楼发出了悬赏令呢 云十三娘私损片刻 凤飞花凤掌门执掌挂门以来 重心放在了南边 南边原本是金门的地盘 被那些算命粘挂的神棍占据着 这挂门和金门之间恩怨极深 据说上一代的挂门掌门 是被金门掌门算死的 凤飞花当然要报这个仇 所以挂门的主力 几乎都去了南边 凤飞花这女人可不简单 她隐隐有和官府勾结的意思 徐小贤和她挂门 可八杆子都打不着 但这一次 听楼里的木棉花 萧青烟萧姐姐说 挂门是从梁州街的生意 东家是梁州次立曹不动的外孙子 李儿一正 有些担忧地问道 这买卖咱们接了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云十三娘淡然一笑 能出什么问题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我们是按照江湖悬赏另外行事 和那老十字梁州次立 可没有半分关系 不过 这话你听着就行 可莫要传了出去 门主交代过 看看挂门犯了陛下的忌讳 究竟有怎样的后果 李儿不明所以 她点了点头 心想在长安时候 就听说陛下头疼的病又犯了 花老神医从梁州赶往了京都 若是陛下这病能够控制住还好 若是控制不住 长安城那些被陛下摁住的那些人 会不会又抬起了头来呢 一阵敲门声响起 李儿打开了门 一个亲衣小二 提着个食盒走了进来 两位姐姐好 小人淡水楼跑堂的 这是二位的饭食 请慢用 这小二说着 将几个盘子摆在了一张桌子上 最后看着两个惊艳的美人 愣了片刻 说道 这四道菜 都是咱们淡水楼的招牌 由梁一县大才子徐小贤许公子 亲自调试的方子 请两位姐姐品尝 小人告辞 这小二转身离开 李儿揭开了这四个盘子上的盖碗 一股股热气生腾了起来 浓郁的菜香顿时饮满了房间 呀 小姐 这些菜闻起来真香 看上去也极美 快来尝尝 云石三娘的穷敌也微微一耸 是啊 这味还真香 原本没多少胃口的 可此刻就忽然觉得有些饿了 她走了过去 坐了下来 来 一起吃 她举着筷子 看了看这四道菜 筷子落在了那道平桥豆腐上 笑了起来 这道菜色则倒是光鲜 可惜这地方的食材连豆腐都能成为招牌 可莫要抱多少希望 就当填饱肚子吧 李儿一想 也是 小姐在长安的兰归坊 可是飞宽月楼的菜不吃的 也难为了小姐 到这穷乡僻壤之地来受了这委屈 云石三娘用条羹打了少少的豆腐放在了嘴里 她吸开了嘴 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烫 然后 她忽然感觉到一股美妙的味道 在嘴里炸开 那不是豆腐的味道 而是 好像是鸡汁和鲜鱼的味 这种感觉非常奇妙 这分明是豆腐啊 难不成是我这嘴儿出了问题 她细细地品味着这豆腐 甚至又打了一勺吹了吹放在了嘴里 她确信自己的味觉没有出现问题 这嫩滑的豆腐 当真是用鸡汁和鱼汤调配烹制而成 好吃 李儿 你快尝尝 李儿一惊 小姐居然说 这豆腐好吃 就算是在宽月楼 小姐锁点通常都是山珍海味 可从来没点过豆腐这道菜 两个铜板的豆腐能有多好吃 李儿也打了一勺 片刻之后 她忽然觉得 这味道和宽月楼的山珍海味没有区别 甚至还更胜一筹 胜在哪里 胜在隐约间的豆香味 那是自然的味道 这一刻的李儿 对这道平桥豆腐的感受 和当初的苏平安别无二致 云石三娘又分别尝了另外三道菜 可惜不知道名字 有鸡有鱼 还有一顿罐 每一道菜 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无一例外的是 都鲜美无比 都令人食欲大开 云石三娘第一次觉得 吃是如此的令人喜悦 第一次发现原来宽月楼 才不过如此 她大块朵姨 和李儿两人 将四盘菜吃了得干干净净 她优雅地取出了一张手帕 抹了抹嘴 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刚才那小二说 这些菜都是徐小贤 亲自调试的方法 李儿也放下了筷子 舔了舔嘴唇 点了点头 嗯 胡默默也说过 云石三娘笑了起来 看来这凉意线 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啊 这位许公子 有点意思 不是说他 还是这凉意线的大才子吗 才子这个名头我倒不在意 他再有才 能超过罗三变吗 不过 这菜品还真的是一绝 听说他前些日子 遇刺受了伤 可惜了 我现在倒很想见见他 看看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小姐 那还杀不杀他 吃归吃 杀归杀 小姐我需要银子 云石三娘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神色 又变得有些落寞 走吧 该去会会这凉意线的客人了 徐小贤足足休养了二十来天 或许是朱仲矩的金创药有用 李辉送他的他 终究没敢用 他现在终于又活蹦乱跳了起来 可是纪月儿这几天 似乎对百花仪堂作坊着了迷 顺带着智蕊这丫头 似乎也被纪月儿给带偏了 每天一大早 他们就出了门 然后置目时才回来 那堵墙上的那道门 已经开好了 可纪月儿每天晚上都从前门来徐府 在徐府上吃一顿徐小贤亲手做的饭菜 然后又从前门回去 他好像有些不太好意思走后面 所以这后门是留给自己的 得主动去走走 徐小贤在咸云水泻喝着茶 享受着这一届安逸的时光 如此想着 脸上有些猥琐 觉得如果某一天的晚上 从那后门进去 再摸进纪月儿的闺房 不知道能不能够发生点什么 他很期待 因为这人啊 单身久了伤手 接而这天看起来颇为阴沉 晚上估计没有月亮 月黑风高偷人夜 得去试试 反正中秋前丈母娘就回来了 这还只剩下一两个月的时间 早些吃一口 真香 如此想着 徐小贤又抬头看了看天 大致才生时 距离妓院和智蕊回来 还有一个时辰 待会再去做饭 这时候闲着无事 去瞧瞧那些土豆 和那一棵玉米 他背着双手 夺着方部 带着一条狗 一摇一晃地晃去了后院 蹲在了那一起地边 伸出手来拨弄着土豆的叶子 很是仔细地看了看 长势依旧不错 根深夜貌 已经有十来片叶子了 接下来 他即将进入发科期 会生长得更快 也就会开花了 这个阶段得试一些肥 改天叫来 再去李大爷家 弄些农家肥来 然后他看了看那株玉米 长势也相当喜人 都有两尺来高了 希望他能接出 两个玉米棒子吧 这样明年的种子 才能更多一些 放下心来 他又游荡到了前院 正寻思着 今儿弄点什么菜 常威这货 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 有人扣门 他走了出去 开门一瞧 李大爷 李大爷左手提着个篮子 篮子里装了满满的鸡蛋 右手拧着一只大红公鸡 少爷 这些蛋 是村民们一起凑的 这鸡是小人家里自个养的 少爷受了伤 大家都很记挂 原本早就受村民所托 该来看少爷的 但凑齐这些蛋 花费了一些时日 李大爷随着徐小贤来到了前院 他将篮子放在了桌上 将这鸡丢入了鸡笼子里 这才又看向徐小贤 一脸的歉意 低声地问了一句 少爷 您就给我个实话 是不是我那逆子干的 若真是他 小人 哪怕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去梁州弄死他狗日的 这大把的年纪了 咋火气还这么旺盛 不是李刚 对了 那三个村子的人 有多少户搬到了百花村 徐小贤转移了话题 李大爷也没看出个端倪 昨儿才刚刚统计过 要落户在百花村的 而今已有163户人家 共计千来号人 其中以桃园村最多 桃园村基本上全都要搬来百花村 只是房舍还没有建起来 不过已经有许多人 亲自去统计的官府给的政策 是补偿每一户人家一两银子 徐小贤打断了李大爷的话 没见一出问道 一两银子够建房子的吗 农村那土墙茅草房子不值钱 值钱的是农具 但农具可以带来啊 所以他们搬迁不亏 徐小贤这才放下心来 又问道 那三个村子放在哪里 桃园村选在了卧牛港下 距离百花村也就百来丈距离 牛角沟村选在了北坡 就在少爷里的那片山地之下 也不远 只有李庄稍微远点 他们选在了距离百花村 三百丈远的竹林桥 徐小贤并不知道这三个地方 但最远也不过千米距离 倒是没啥影响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 在这三个地方修建房舍 正在平整地基 王富贵说等房子修好 秋收过后 正好搬过来 那时造纸作坊和少奶奶 弄的一堂作坊也修好了 这样刚好接得上 嗯 徐小贤点了点头 忽然想到了隧道窑这个东西 新的窑间好了没有 砖瓦烧出来了没有 第一窑高了许多 窑将老探头说 再改良一下进风口 第三窑就能达到少爷您 说的水准了 徐小贤裂开嘴笑了起来 劳动人民的智慧 是不可小觑的 在弄了这隧道窑之后 他还有些担心 他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够掌握火候 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隧道里运输砖瓦的技术难题 此刻听李大爷一讲 他放下了心来 也有些好奇 改天得去瞧瞧 他们是用什么法子解决的 你告诉这三个村的组长 所有的房舍 全部采用砖瓦来建 砖瓦由隧道窑提供 免费 李大爷愕然地张开了嘴 徐小贤又道 百花村也一样 等农贤时候 将你们那些土墙房子 全部推到重建 这间房子有讲究 少爷这两天 画几张小青瓦房的图纸出来 按照这图纸去修 美观漂亮 咱们百花村会焕然一新 你们也能住上 干爽亮堂的房子了 少爷 这 这可是五百来户人家啊 五百间房 这得用多少砖瓦 无妨 最道摇的技术一旦成熟 砖瓦这东西 就不值钱 徐小贤站了起来 在这院子里走了两步 人活一辈子 为了什么 不就是房子车子票子 啊不 不就是房子肚子孩子吗 隔壁的那堵墙上 冒出了一个脑袋 季兮刚刚探出头 想要翻墙来瞧瞧 今儿晚上吃什么 却没料到 正好听见了徐小贤 在慷慨激昂的夸夸奇谈 他们都是百花村的村民了 少爷我说过 要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 这住就是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百花村的村民要住好 接下来他们会吃好 等学堂建起来之后 他们的孩子能学好 我所希望的是 这四个原本不同的村子 能够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那地方只有一个百花村 村民之间没有芥蒂 能齐心协力 能共同奋斗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此 少爷我 才心安 李大爷离开徐府的时候 脑子是晕乎乎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住上青砖瓦房 但现在他信了 因为有少爷在 徐小贤却逗着狗乐了 这古人好忽悠啊 看上去 自己似乎花了不少成本 实则是收买了所有人的心 这世界什么最重要 人 有了人 他的那些产业 才能健康发展 才能让他实现 当一个梁义县的 富家翁的伟大梦想 继心的眼睛一闪 那张漂亮的脸蛋上 露出了一抹深思 徐小贤 这家伙看来是真的在 全心全意地 为百花村村民们做事 这家伙的思想挺高洁的啊 那百花村眼见着 就能成为梁义县最大的村子 若是那地方 真的呈现出一片 青砖碧瓦的景象 想来 也是这贫穷的梁义县的 一道美丽风景 这是一项政绩 会落在爹的头上 这家伙 难不成 一直也在为继府谋划 好吧 看在他一心为民的份上 看在爹莫名得了 这政绩的份上 本姑娘为你留了 四次血的这些事 就一并勾销了 该去接姐姐了 少女缩回了头 骑着大白马离开了继府 行走在街巷上 梁周 曹不动的曹府 圆滚滚的曹不动 此刻面色冰冷如水 你的意思是 梁义县并没有因为 增加了税赋 出现民变 缘由就是因为徐小贤 曹不动的管家陶阳 连忙攻身回到 主家 原本凤鸣镇就要出问题的 可是 纪中坛不知道 给那些地主乡生们说了什么 第二日四千多的村民 去了百花村 而今依旧在百花村干活 徐小贤那小子 在百花村开设了一个文乡作坊 就是家里熏的这个东西 另外 小人不知道他如何懂得造纸之术 但这作坊看其规模极大 安置下去了四五千人 他给出的工钱 是每人每天二十文 这小子 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银子 曹不动捋着山羊胡须 那双阴笋般的眼里 透露着刀锋般的寒芒 当初他那府上的管家张秀 是将他府上的银子败光了的 听说他用收门票这个法子 坑了那些学子们一笔 但这依旧不够 不过纪家有钱啊 他既然成了纪中坛的女婿 想来简秋香也会支持他 虽然简秋香现在还在京都长安 但纪月儿这女子 掌握着简秋香的所有财产 这就是老夫当初 不反对我那外孙 想取纪月儿这件事的原因 千万莫要小看了北京马帮 更不能小看了简秋香 他比纪中坛可厉害多了 曹不动深吸了一口气 纪中坛是张桓公的弟子 也是张桓公举荐的 这个老家伙 莫要看他归隐在了梁义县 他的手 还是很长的 这不 他的另一个弟子 老夫的顶头上司 这北梁府的府台 齐文俊齐大人 亲自给老夫来了一封信 为的是徐小贤 砍了我外孙一刀这件事 京都中书社人 徐瑞徐大人 也给老夫来了一封信 这梁义县 无论如何得拿下 那就必须将纪中坛给赶走 现在看来是失败了 曹不动背负着双手 在书房中走来走去 过了片刻 才徐徐说道 当初华神医说 徐小贤得了精神异常之症 现在老夫怀疑 华神医骗了我 徐小贤恐怕没病 不然简秋香 不会同意妓院 嫁给徐小贤 简秋香不点头 借他忌中谈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在这件事上 擅作主张 这里面有些道道啊 现在宫里极为紧张 因为陛下 那头痛之症 时好时坏 却不策立太子 又像江上游着老狐狸 至今看不出 是站在哪一位皇子身后的 但左相言宽 却表明了态度 他支持的是 大皇子堂不弃 说到这里 曹不动闭了嘴 眉间伸索 没有再说朝中的事 过了片刻 他才对陶阳说道 庙堂之争 这一子落在了 梁州的梁义县 梁义县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它却具有 极大的象征意义 在这一场棋局之中 谁得了梁义县 就意味着胜出了一局 现在的态势是 左相在攻 右相似乎在守 老夫是左相一系 当为左相安前满后 老夫失策了 没有想到梁义县 这一必杀之局 居然被一个 从未曾打上眼的 徐小贤给破了 徐云楼这个儿子 看来不简单 但奇怪的是 宫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或许 那一位还是认为 徐小贤不过是个蝼蚁 不值得为了他 而引来陛下的不高兴 当然 他徐小贤 确实也只是一个蝼蚁 可现在 他却在这棋盘上 蹦跆了一下 破坏了这一局棋 既然这样 曹不动忽然站定 坐在了茶几前 端着一杯 已经凉了的茶 一口饮尽 我那外孙说 惠能大法师 希望徐小贤 在修建好了 曲和水库之后再死 他死在江湖人的手里 当然最好 老夫还不想招惹简秋香 所以这一段时间 不如就让他 蹦跋得更高一点 他不是要来参加 精粹的香室吗 众个举人 最好再众个戒员 且看看宫里那一位 又会有怎样的反应 惠能大法师 要将青龙寺落在残月山 你去和他接触一下 行切方便 等梁义县税妇 收起送至梁州的途中 请青龙寺出面 将这些税妇结了 老夫必须扳回这一局 陶阳吃了一惊 却没敢言语 结黄梁 这可是惊天大案 你下去吧 告诉周作 停下对徐小贤的所有动作 让他再风光一段时间 越风光越好 陶阳躬身离去 曹不动深吸了一口气 为自己气了一壶新茶 脸色却愈发的阴沉 北境之地 有一个强大的北都侯府阵阵 又像江上游江三步 是北都侯府侯爷罗幻熙 在大臣二年举荐的人 罗幻熙当年 可是许云楼手下的大臣刀琦 幼指挥使 这么多年以来 北都侯府从未曾将市县 投向过梁义县的徐府 以至于左相严宽以为 北都侯府已经投靠了那一位 但就在端午这一天 北都侯府的三少爷 却出现在了梁义县 他甚至还为徐小贤站了台 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这究竟是罗灿灿的私自行为 还是得了北都侯府的示意 这位三少爷跑去了上阳县 当年许云楼就是死在上阳县的 有消息说是南都侯府的叶欢欢 将罗灿灿给赶去了上阳县 这在曹不动看来并非如此 如果罗灿灿是想要在上阳县 再查许云楼的死因 这其中的味道就很悠长了 莫非是陛下想起了云楼先生来 忽然发了善念 还是北都侯府借着这件事 想要在京都燃起一把火来 这件事已经告知了左相大人 也不知道 接下来中都侯府的那一位 会不会有所反应 似乎有些阴暗了 这雷却还未曾响起 这雨似乎也要落下来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 徐小贤不是鸭 她根本就没有感觉到春江水的变化 她在快乐地做饭 她喜欢做饭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 尤其是给心爱的人做饭 这些天继续而忙起来 这是一件好事 这小妮子终于没有时间给她炖汤了 有些时候 有些好意 实在是令人难受的 从百花村回来的莱夫在烧火 可怜的大块头坐在灶前 就像一尊菩萨一样 可能有啥法子呢 智蕊那丫头 忽然和纪月儿走得很近 也不知道是不是两人 用了同一种粉底腮红的缘由 来福 徐小贤切着一刀五花肉 叫了来福一声 啊 小人在 来福抬头 一脸的锅烟灰 百花村护卫队这事 人找齐了没有 齐活了 百花村选了十五人 其余三个村子 各选了十个 一共四十五 加上我和二狗子和李赖子 四十八人 只是 少爷 小人哪里懂得这护卫队的训练法子呢 无妨 等少爷有空了 给你写个训练教材 对了 你有大刀了 其余人的武器得配备上 都统一用刀吧 另外得配上剑 这得花很多银子 该花就得花 但要花的值得 这就要看你的训练结果了 我要的可不是绣花枕头 是要有胆子有本事 真刀真枪和强人战斗的士兵 徐小贤将肉倒入了锅里 发出了汁的声响 他要做的是回锅肉 士兵你懂吗 就是要有严明的纪律 要有保家卫国的热血 还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锅铲在锅里翻飞 这里是大臣北径 距离上阳县 也就百十来里地 你想想啊 万一北魏的人打过来了 火小一点 少爷可是将身家性命 砸在百花村的 真发生了这事 若是没法保护那些作坊 少爷我可就啥都没了 还想吃肉 还想吃鸡 到时候吃屁 你明白了 少爷有的良苦用心了没 闻着锅里传来的香味 来福咽了一口唾沫 原来少爷想得如此之远 只是 如果北魏真打到良意线来了 凭着这四五十个人 能守得住百花村 少爷是不是太高看我了 但为了有肉有鸡吃 少爷的那些产业 是肯定得保住的 于是 来福这次用上了脑子 少爷 这四五十人不够看 要不 咱们这护卫队 弄个千把好人 徐小贤将肉盛入了盘子里 眼睛一瞪 少爷我也想啊 可你压得不想想 你们二十文钱 一天啥活都没干 白白拿了二十文钱 少爷哪里有那么多银子 来养活千把好人 先就这四十八个吧 等少爷的纸造出来 赚到银子了再说 反正现在北魏和咱们大臣 似乎也没有再起战争的苗头 四菜一汤刚刚弄好 纪月儿 纪心儿和志伟三个女人 准时踩着饭点到了徐府上 纪月儿和志伟百花村忙活了一天 中午就吃了一点干粮 他们真的饿啊 尤其是在这一桌 美味佳肴的面前 随着和徐小贤相处的时间 越来越长 纪月儿也没有了以往的矜持 纪心儿原本就没心没肺 志伟更是早就 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 三个女人就在徐小贤 和来福震惊的视线中 疯狂地扒拉着饭菜 片刻之后 四菜一汤 被他们若风卷残云 一般地一扫而尽 其中来福抢到了两口 徐小贤才仅仅吃了一口饭 没了 汤都没剩下一口 纪心儿放下了碗筷 打了个宝格 你这菜 往后得再多做两道 好吧 徐小贤可怜兮兮地 拔着白米饭 纪月儿一瞧 有些不忍心 许郎 我去给你弄个菜来下饭 你可别 就在纪月儿惊叉的视线中 徐小贤飞快地拔着饭 十夕 一碗饭被他活生生 塞到了肚子里 吃饱了 你累了 歇着 累了 你们出去可得注意安全 纪月儿又坐了下来 心里不太明白 徐小贤吃这么快干啥 难道是 怕我做的菜不好吃 我的厨艺应该还可以啊 不然为啥爹爹 也会吃得津津有味的呢 你放心 我和智蕊出门都带着面巾 另外啊 歇尔也经常陪着我们去 为了避免真有歹人对我们不利 有时候我和歇尔会互换衣服 稀稀 万一歹人把歇尔当成了我 那他可是在自寻死路了 这小姨妹和未婚妻一毛一样 如果衣服一换 如果祭歇尔把某兄绑紧一点 莫要说歹人 就是他徐小贤也无法分辨 这倒是个好法子 一堂作坊弄得怎样了 这作坊简单 但我和智蕊计算了一下 要能够做到日产一堂千来金 这作坊就要弄得大一些 毕竟要存放那么多的糯米和小麦 库房和作坊 按照你的建议是分开修的 作坊里打造了50口灶台 定做的锅 还有两天才能送过去 估摸着再有个十来天 咱们这一堂作坊就能开工了 继月儿说起这事的时候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光芒 他原本就喜欢做生意 只是以往的生意 被局限在三位书屋里 现在他有了一个更大空间 他的才能自然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这是徐小贤始料未及的 不过他并没有反对 反而一直在鼓励着继月儿 女人能够有一番他 自己喜欢的事业 并能够在这份事业里 得到发指内心的满足 这很重要 这是对他的最大的肯定 任何事都要劳逸结合 可别累坏了身子 嗯 等着作坊建起来 我会物色量的放心的人 然后将作坊交给他们去打理 别的时间 少女低垂着头 一点交易没在言语 志蕊收拾着桌子 来副趣味常微 徐小贤想着带继月儿 去咸云水泻坐坐 但一天的奔波 继月儿想要回去先洗个澡 洗澡 这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 徐小贤独自一人 在咸云水泻里 煮上了一壶茶 没多久 继月儿披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 浑身散发着少女的忧香 来到了咸云水泻 坐在了徐小贤的身旁 他偏着头搓揉着绣发 徐小贤偏着头 就着大红灯笼细细地看着 继月儿轻咬着嘴唇 丢了他一个白眼 看够了吗 这怎么看得够 看一辈子 也是看不够的 继月儿脸色一红 愈发的娇艳 徐小贤忽然问道 走的前门 嗯 晚上 我走后门 月黑风高 万类俱寂 谈情说爱这种事 在光天化日之下 总是有些拘束 尤其是有 继仙个电灯泡在的时候 徐小贤最多 也就能偷偷地摸摸继月儿的小手 这继仙也是不开窍 继月儿刚过来没多久 他也披着一头 湿漉漉的长发跑过来了 他没走前门 而是走的后门 这下好了 原本徐小贤 还想对继月儿更进一步 结果只好在咸云水泄里 解释了一通 为啥要给百花村村民们 修建青砖瓦房这件事 当然 这件事极大的吸引了继月儿 少女对他更加钦佩 那水灵灵的大眼睛里活脱脱的 就是不加掩饰的爱慕 继月儿曾经一心所想的未来夫君 可不就是这样 为国为民 并不知道徐小贤压根没这样的想法 他只想将那些村民 给固定在百花村 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不是采用强硬的武力手段 而是采用的怀柔之策 肉体的控制毫无意义 徐小贤要的是在精神上 在思想上控制他们 人啊 就是第一生产力 有了这么一批 对他徐小贤死心塌地的人 才能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那些村民们也能得到巨大的好处 他们真的能富裕起来 过上比以往更美好的日子 所以 在徐小贤看来 不存在相互利用 这是为着同一个目标 而达成的共鸣 直到害时 二女再一并离去 却了无睡意 继约的心里有些忐忑 因为徐小贤在送他到后门的时候 又低声地说了那一句 待会 我走后门过来 这么晚了他过来干什么 难道 少女坐在了后院的凉亭里 心里坠坠 又急许期待 又急许担忧 周若兰说他尔 尽可是梁一县的大名人了 最好的法子 就是生米煮成熟饭 那究竟他是米呢 还是我吃饭呢 这个好像不太重要 只要盛了饭就好 那 他若是真过来 要不要把它给煮了 哎呀 羞死个人了 少女脸发烫 心跳加速 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紫儿长着一盏灯笼走了过来 插在了这凉亭里 小姐 夜已深 该歇息了 嗯 你先去睡吧 我还要想一些事情 紫儿觉得 小姐现在的变化巨大 她似乎已经无心 在那三位书屋里 她似乎一心扑在了 那一堂作坊上 那一堂作坊 可是许小贤 许公子名下的产业 小姐现在 对了 小姐这是 要从一堂作坊入手 逐步掌握许公子的 所有产业 在小姐成为 许府的少奶奶之后 她便能掌管 许府的家业了 小姐果然心色玲珑 这早就开始 为未来布局了 那就别打扰了 小姐的思绪 紫儿转身正要离开 纪月儿却叫住了她 将这灯笼 也拿走 紫儿抬头望了望天空 没有星月 一片漆黑 会不会太黑 无妨 黑一点更显幽静 好吧 紫儿不太明白 黑和幽静 有什么必然联系 她就觉得 黑和恐惧有点关系 紫儿长着灯笼又走了 这后院再次安静了下来 纪月儿望了望 那堵墙上的那扇门 心里隐隐有些期待 少女的心已经成熟 并遇见了自己 真正喜欢的人 这婚书早已落实 这轻视 最多拖到等许郎相识回来 就会办理 以往有几分波折 而今都已过去 未来的道路清晰可见 并将一帆风顺 这是一件庆幸的事 若是今晚再发生些什么 最后的那一道关 肯定得守住 其余的 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滋味 哎呀 紧张的少女 忽然有了一股入宫的冲动 她站起身来 匆匆而去 当她离开这凉亭的时候 纪仙儿穿着一袭睡裙走了过来 咦 姐姐呢 紫儿不是 说她在这凉亭里的吗 纪仙儿坐在了凉亭里 望了望在堵墙上的那扇门 心里咯噔一下 姐姐将嘴儿支开 莫非她去了隔壁 这还没澄清呢 难道 难道他们已经情不自禁 这可不行呀 姐姐若是偷吃了 那静国有了宝宝 好吧 反正他们也快澄清了 只是 姐姐这胆 是不是也太大了一点 要不要翻墙过去瞧瞧 不能 万一看见了不该看的事 眼睛会生疮的 徐小贤 你这家伙 可千万不要对姐姐 做出了逾越那最后一道防线的事 否则我寄仙儿饶不了你 寄仙儿深吸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又看向那堵漆黑的墙 就在这时候 墙上的那扇门 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 它应该是开了 天太黑看不见 既然门开了 那就是姐姐回来了 这么短的时间 是徐小贤不行还是 还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 寄仙儿走了过去 她想的是 这黑衣灯瞎火的搀扶一下姐姐 可莫要摔了跤 徐小贤嘻嘻地 从那扇后门摸了过来 她搓了搓手 欣儿如花一般的绽放 这种感觉很好 偷 果然比正大光明来得 更刺激一些 她跨过了那门槛 踩在了继府的地上 她走了过去 视野里出现了一个 模糊的人影 这就是心有灵犀 月儿果然在这里等我 她上前两步 寄仙儿还没有将 这人影的男女 给辨认出来 她也压根就没想到 这姐夫会跑来 和姐姐偷情 徐小贤一把就将她抱住 寄仙儿浑身的肌肉 顿时一紧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正要发出声音来 徐小贤轻车熟路的 一嘴盖了过去 嗯嗯 寄仙儿的嘴被堵住 哎呀妈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情急中的少女一台膝盖 一家伙就顶在了 徐小贤的小腹 徐小贤的小腹 传来一阵剧痛 她松开了手 少女一腿踹来 碰 徐小贤倒飞而回 恰好穿过了那扇门 她扑通一声 摔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寄仪儿匆忙地走了过来 她听见了这声响 点燃了火折子 看见的是妹妹继心 正在磨嘴 她又看向那扇开着的门 心里陡然升起了 一个不好的念头 怎么了 继心哪里敢说 自己的出文给了姐夫 她羞怯地垂头 低声说道 有坏人跑过来 我给了她一脚 才想起 可能是你那许郎 继院瞪了妹妹一眼 这么好的风景 酝酿了这么久的情绪 好不容易下了 这么大的勇气 这一家伙 就被这死丫头 给弄得全美了 还是先去瞧瞧许郎吧 可别被这死丫头 一脚给踹坏了 关于那个月黑风高的 晚上发生了什么 徐小贤只字未提 既心而吃了闷亏 也只能咽到肚子里去 从那以后 徐小贤对那扇门 隐隐有些畏惧 就算真的夜里过去 她也长着灯笼 小姨子的那双大长腿 太特么有力了 想不住也抗不住 徐小贤相信 若是小姨子发飙 给她多来这么击腿 她会被活活踹死 偷情偷掉了小命 显然不划算 所以徐小贤老实了 纪月儿期盼的事 暂时也未能发生 少女有些失落 却又觉得 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时间悄然流逝 徐小贤这一天 也带着纪月儿一行 去了一趟百花村 闻香作坊 现在每天都能产出 上万盒的闻香 每天也都能卖得干干净净 每天就能给徐小贤 带来350两银子的收入 对于徐小贤而言 这显然是一笔巨款 但现在的开销却越来越大 因为来到百花村 做工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安置下去这么多的人 那隧道窑又开凿了三处 四个巨大的窑洞 每天要烧制许多的砖瓦 这砖瓦将的数量也在增长 三个村子的村民们 而今正在用这些烧制好的砖瓦 按照徐少爷所画的图纸 在忙碌地建设着 他们的新的家园 这些家园 是徐小贤 按照前世自己 梦寐以求的四合院结构规划的 主二负二两镜院落 形成前庭 后院 杂院和库储四个区域 前后两院位于轴县正中 宅门为玄山市大门 过二门的内院为主院落 正面厅堂宽阔 三间独房位于台积之上 庭院周围是木制回廊 连同东西厢房 总之 这漂亮的院落里 有厨房 有饲养牲畜的偏房 也有放置农具的杂院 可谓是应有尽有功能齐全 梁义县的这些泥土甘子们 哪里想过 这辈子能够住上这样的豪宅 但现在他们忽然发现 似乎真的能够实现了 这些房子正在他们勤劳的双手下 渐渐成形 渐渐有了模样 这一切 都是许公子所赐 王富贵点燃汗烟 看着正在为 他家建房子村民们 又重复道 你们记住 这一切 都是许公子所赐 许公子 他叫许小贤 自凡之 他是我们桃园村 王氏一族的大恩人 我王富贵当着苍天启士 我王富贵这一方 世世代代是许公子为主 世世代代 为许公子之家奴 你们 若是有人敢背叛 许公子 有人敢做出任何一件 对不住许公子的事来 我王富贵定然将他 逐出王氏族谱 永不再认 这些从桃园村来建房子的 都是王氏一族的族人 他们当然 对许小贤也是感恩戴德 对于族长的话 当然是绝对的服从 族长 你放心 许公子对我们之恩 生生世世都难以报答 从此之后 咱们也就是这百花村的人了 也就是许公子的家奴了 为许公子干活 值 我那儿子被选去了护卫队 老子给他说了 二十文钱不能白拿 许少爷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都是少爷的家奴 他那条命 老子家里六口人的命 都卖给少爷了 老百姓的心思 有时候有些复杂 但更多的时候 也极为单纯 他们就认一个礼 谁为我好 我就为谁死心塌地 许小贤当然懂得 这些农人的心思 他没有和他们玩任何虚的 因为虚假的东西 可以骗他们一时 若是一旦被他们识破 你将再也无法得到他们的信任 所以他玩的是 实实在在的 每天那二十文钱一文不少的给了 他说 要这些村民们建青砖瓦房 他实实在在地提供了所有的砖瓦 甚至还教会了他们 如何用米浆和石灰 混合作为粘合剂来砌墙 这么漂亮的青砖瓦房 一旦全部建成 这百花村 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而今 就连徐府 那位过门的少奶奶 都亲自来了百花村 还建成了一座遗堂作坊 这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遗堂 可是分给了所有的乡亲们 虽然每人只有一小块 可这是金贵的他们从未曾尝过的糖啊 少爷极有眼界 少奶奶极为和善 那么成为徐府的家奴 这当然不是什么丢入的事 找个好东家可不容易 现在总算是遇见了 那自然得抓住 这不仅仅是王富贵所想 搬起而来的三个村子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就连凤明镇的那四千多人 现在都起了心思 不想再回去 他们羡慕啊 在雪平沟忙完了一天的活之后 他们就会跑去这些正在修建的村子 然后蹲在某条田梗上 眼巴巴看着那些青砖瓦房 一天比一天更漂亮 想着自己住的那土墙茅草房子 这特么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得打听一下 咱们能不能也搬迁过来 可惜取山水库没有选在我们呢 这户籍可不好迁移 那 咱们要是真的跑这来了 恐怕冬家会找少爷算账 那些地都没人种了 他们哪里会愿意 得想点傻法子 这里真的太好了 哎 这里的活儿 最多再做二十来天就结束了 走吧 这就是命 听说少爷要手艺人 砖瓦将都要 好像是 听李大爷说的 说是 只要会手艺 都可以留在百花村 估摸着少爷 还有什么活计 李大爷也不知道 少爷要这些手艺人来干啥 此刻徐小贤带着纪月儿等人 正站在雪瓶沟旁 造纸作坊的地基已经完成 剩下的 就是按照图纸砌墙 这玩意儿很快 最多粤鱼 这作坊就能完全建成了 暂时我也没想好 但手艺人若是能够留下来 以后肯定有用 纪月儿瞧了瞧徐小贤 以为徐小贤的造纸作坊 需要这些手艺人 但显然他误会了 造纸也没啥技术含量 只是其中的一些窍门 寻常人不知道罢了 他想要留下 这些手艺人的目的是 用来冶炼 这世界的铁 至少徐小贤现在知道的铁 里面的杂质含量太多 这就影响了铁的硬度 用生铁锻造出来的刀具 或者农具 虽然硬度足够 但也有着极为明显的缺陷 太脆 怨性不够 也容易生锈 制作刀剑篱笆一段 也难以打磨得更锋利 他很想寻到一处铁矿藏 然后采用古法来炼制冰铁 也就是前世大名鼎鼎的乌兹钢 但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想法 技术他懂 就这个世界的冶炼水平 加以改良也能做到 但要找到高品质的铁矿 恐怕没那么容易 或许可以从二次加工 这些生铁开始 将生铁炼成熟� 再采用圣炭工艺 来也炼出钢 如果能够炼出钢来 这玩意的用途可就大了 夏日的缠鸣 有些烦人 尤其是在这燥热的午后 徐小贤这几天没有出门 太热 另外就是 距离相识 还有个把月了 这临阵磨枪不亮眼光 总得要看看书磨一磨 他弄了一套半罐水的训练方法 丢给了来福 这个他真不专业 是结合曾经电视里看的 和小说里看来的 训练特种兵的法子 其中当然有很多缺陷 和不科学的地方 但这不影响徐小贤高兴 反正是折腾他们 白白拿着老子 每天二十文钱的日薪 总得流一些汗水是吧 他不知道 以来福为首的 48个护卫队成员 被他的这些法子 给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个个现在 肠子都毁清了 这训练 比在雪瓶沟干活 可还要累十倍不止 同样是二十文钱 少爷为啥对我们就这么狠呢 来福怕徐小贤啊 他对这训练 不敢打半点折扣 因为少爷说一个月之后 他要视察 这东西是少爷捣鼓出来的 那少爷肯定懂 那就千万不要 在少爷面前耍滑的 他不知道 徐小贤懂个屁 徐小贤仅仅是想着 48个人 能够更加身强力壮 能够跑得更快一些 战斗的时候 能够更凶狠一些罢了 他没有料到 来福将他们操练的 有模有样 此后还成为了 他身边的一大助力 闭门看书 身边有妓院红秀天香 这样的生活 当然是惬意的 只是这些日子 小姨子一直有些怪异 他总是距离自己比较远 他看向自己的目光 似乎没有以往那样自然 那个晚上发生的事 大家都有着共同的默契 或许这小姨子 心里还没迈过去这道坎 毕竟那一下是实实在在亲上的 至于味道 徐小贤还真没品出来 但那一脚的威力 他记得很清楚 所以 他也希望这小姨子 离自己稍微远一点 尤其是他在看见 寄仙坐在水泻的栏杆上 荡来荡去的 那双大长腿的时候 徐甫除了蝉鸣 颇为安静 智蕊全身心地 投入了一堂作坊 来复恐怕在渠山里 带着四十七人上蹿下跳 寄仙晃荡着大长腿 看着荷塘里娇艳的荷花在走神 寄院紧锁着煤 埋头在纸上算着 曾经徐小贤 留在三位书屋里的老鼠 打动的算术体 此间安然 来到梁义县 转眼岳鱼的云石三娘 此刻也刚刚午睡起床 她坐在了窗前 也很安然 她的面前摆着一个小册子 这小册子里记载的 都是关于徐小贤的事 这些日子 她也走遍了梁义县 成为了淡水楼的熟客 也成了定方楼的大主顾 当然 她也成为了这蓝龟方 当之无愧的头牌 她的名声 已经在梁义县响亮 然而 她始终没有等到徐小贤来 徐小贤被刺 都过去四十来天了 她的伤早好了 她是这梁义县最有名的大才子 才子和青楼 不是更配的吗 难当她继院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可就算如此 男人不是都喜欢偷心的吗 这家伙 胡嬷嬷说 她从未曾来过这蓝龟方 难道她 真有那么高洁的品性 难道她真有 坐怀不乱的定性 月人无数的云十三娘 当然不信 徐小贤又不是和尚 就算她是和尚 见了本姑娘 只怕也想还俗 除非她是公公 关于徐小贤 在端午文会上 所作的那四首诗词 云十三年娘 已经看了无数遍 她必须佩服徐小贤的才华 尤其是在听说她一口气 就连续做出了 这四首诗词之后 她对徐小贤 就更加的好奇了 某一天 路过云莱客栈 她看见了 那客栈门口的那幅对联 首先吸引她的是 那一笔漂亮的字 然后吸引她的 才是那幅对联的含义 在得知这幅对联 也是徐小贤所作之后 她甚至想要前往徐府 去见见这少年 在京都长安多年 她见过的才子文人 如过江之际 但此刻看来 这些所谓的才子文人 甚至包括最为有名的 江南四大才子 似乎也不及徐小贤 罗书然罗三遍的诗词 堪称一绝 但她还没那本事 一口气做出四首来 这仅仅是徐小贤 才华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吸引云十三娘的地方 是徐小贤干的那些事 百花闻香 这玩意儿 确实趣闻有效 至于开智聪慧 云十三娘是不幸的 想到这里 她拿起了 放在桌上的闻香盒子 看着这盒子上 印刷的这人的模样 可惜了 生得太丑 贼一眉鼠眼的 和这梁义县街坊口中 所描述的徐小贤 完全不一样 他们说 他是一个翩翩公子 生得玉树临风 好吧 这人啊 一旦有了才有了名 总是会得到别人夸耀的 这么丑的一个人 简直是侮辱了 玉树临风这四个子 李儿 听说徐小贤 在百花村弄的那一堂作坊 也正是在梁义县开卖了 待会凉快一些 你去买点回来尝尝 我想看看 比京都的一堂差了多远 好的小姐 李儿看了看云十三娘 这几天 十三娘提到的 最多的那个名字 就是徐小贤 不过这似乎也正常 因为走在梁义县的大街小巷 人们说的最多的人 也是徐小贤 比如 他那百花村 已经已经接纳了近万人 比如那什么凤鸣镇的百姓们 就是在百花村赚的银子 缴纳的税赋 也比如百花村 而今正在修建的 许多的青砖瓦房四合院 这也是徐小贤 免费提供的砖瓦 简直令梁义县的 街民们羡慕 小姐在知道 这些事情之后 她的眼睛很亮 这就让李儿有些担忧了 因为小姐的眼睛 通常是成澈 亮的时候很少 上一次亮 还是因为罗三 变为他而做的那首 长相思 小姐 咱们是来杀徐小贤的 云十三娘 正在看徐小贤做的那首 幻西沙 荷花 四面垂阳十里荷 问云何处最花多 画楼南盼西洋荷 天气炸凉人寂寞 光阴旭得酒消磨 且来花里听声歌 云十三娘 低声诵读着这首词 没有回应 李儿刚才的那句话 这是她第十七次 吟诵这首词了 李儿更加担忧 却忽然听云十三娘悠悠一叹 许凡之 这首词就像是 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 小姐 我知道 我们是来杀徐小贤的 这人 可惜了 读书和写书一样 需要调节 看了一个时辰的 中庸 徐小贤有些卷了 于是 她抬头看向了寄院 少女依旧垂着头 还在和大小两只老鼠苦苦战斗 那双柳叶般的眉儿微醋 那张如画一般的脸上 是倔强和执着 那张樱桃小嘴 紧紧地抿着 银牙时不时咬咬嘴唇 然后落笔写上几笔 或者画上几笔 这道题 其实是经典的相遇问题 只不过比一般的相遇问题 复杂一些 因为两只老鼠的速度是变化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算学水平而言 着实有些难度 徐小贤转过头去 咦 季仙傻手走了 她的视线落在了 那荷塘里的荷花上 小美人比这荷花还要美丽 她收回了视线 俯过身子 伸出了手来 一把握住了季月儿的一只小手 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解 少女抬头 目光坚定 不要 我能解出来 那 这东西不急 先休息一下 这个可以有 少女放下了手里的笔 仰着修长的脖子 美目看着徐小贤的脸 顾盼间是褶褶的光辉 许郎 嗯 这次相识 你若是中了举人 依旧不入朝为官吗 徐小贤摇头 不 你瞧瞧你爹 这些日子 为了将税妇收起来 忙得像狗一样 我不是那意思 是忙得脚不沾地 连回家吃口热饭的时间 都没有 屠啥呢 季月儿白了徐小贤一眼 就守着现在的这些产业过一辈子 不 这些产业仅仅是个开始 我的理想是种地 种好多好多的店 种地和这些产业有什么关系 季月儿脸上有些疑惑 若是单单只想当个小地主 等娘亲回来 将百花村外的那些田地 都卖给徐小贤 他不就成了的大地主了吗 何必去折腾百花村的那么多事 徐小贤笑了起来 他妈撒着季月儿的手 语气颇为深沉 你错了 种地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 比如科学的排罐系统 比如种子的培育 比如土壤的检测 和土质结构的改善 还比如农耕器具的改良等等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季月儿惊讶的神色 又道 当个地主简单 可要当个大地主 却不容易 从古至今 要想在重养着这些行业里 真正赚到钱 需要极大的投入 不仅仅是买入大量的田地 那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地主 可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呢 我想要的是创新 是稻田也能够当汉地用 实现亩产翻倍 我想要的是 某种作物能够亩数千斤 一举解决这个世界的粮食问题 我想要的 还有花式农业 现在的社会绝大部分人 还处于只为吃饱肚子 这样的简单需求 但事实上 生活可以过得更美好一些 比如 桌上还能多几个菜 也比如 农人也能吃上机等等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来支撑 所以 我得从商业开始 等积累了一笔财富之后 才能着手去导过农业 季月儿就有些萌了 农业这个东西 从古至今 不都是这样耕种的吗 要说区别 在季月儿想来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田地落在谁的手里 而今大臣 有少部分的农民 拥有自己的田地 他们不用给地主交租 但凡年逢好一点 在缴纳了税赋之后 他们家里是有余粮的 但大臣更多农人是店户 田地更多地 集中在地主相生的手里 他们的日子 就会窘迫一些 至于徐小贤说的某种作物 能够母产数千斤 季月儿直接就忽略了 因为这根本不可能 花式农业他听不懂 也觉得 恐怕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 农人吃上鸡 鸡50文钱一只 要说起来 按照现在百花村村民的收入 他们偶尔还真能吃得上一只鸡 只是舍不舍得的问题 他想一举解决 大臣缺粮这个问题 这理想虽然崇高 但在季月儿看来 显然不现实 咱们不谈这个问题 农业要见到效益 可不像作坊那么快 慢慢来吧 咱们先把百花村经营好 先摸索出一条 适合这世界农商业发展的道路来 季月儿很想知道 怎样的路才是 适合这世界农商业发展的道路 但现在他没有去问 因为徐小贤坐在了 他的身边 距离很近 男人的味儿扑面而来 让他的小心杆一颤 有些方 这光天化日的 真的好吗 少女垂着头 眼神却瞟了身旁的徐小贤一眼 徐小贤忽然伸出了 手搂着他的腰肢 少女身子一紧 坐得笔直有些僵硬 晚上 后门 现在 若是有人看见 可休死人了 身若闻淫 欲显楚楚动人 盈盈一握的腰肢 在徐小贤那只不老实的手里 柔弱无骨 飞红的脸蛋 在徐小贤的眼里 仿佛是一簇燃烧的火苗 他伸出了另一只手 环抱着纪月儿的腰 一使力 纪月儿一声低音 他被徐小贤抱到了怀里 坐在了他的腿上 徐小贤将脑袋 贴在了纪月儿的背上 语气轻柔地说道 宝贝 相公这辈子能遇见你 能娶你为妻 是相公的福分 相公我会好生珍惜你的 七 我真的爱你 纪月儿哪里听过 如此肉麻的情话 他这时候 原本心里就慌慌的 此刻再一听 仿佛觉得有一阵暖风吹来 令他的心都化了 少女的头垂得更低 脸更红 忽然觉得很热 就连身子似乎也火辣辣的 嗯 这个嗯 不知是他对徐小贤的回应 还是出于身体的反应 徐小贤当然听见了 他很想再听听这个声音 于是 他的手开始向上游走 就像一位执着的登山的旅者 他缓缓而行 经过了平坦的小腹平原 遇见了纪月儿的阻拦 不要 晚上 后门 好 晚上 后门 他的手停在了腹部 纪月儿刚刚松了一口气 却没料到 这双手陡然飞跃了起来 正要落下 纪月儿已经要紧了嘴唇 准备迎接登顶的来客 周若兰告诉他 要这东西更大 还有一个法子 现在 这个法子终于可以试试了 徐小贤并不知道 少女其实很期待 他只想攻城掠地 占领这两处高地 这是第一步极为关键的一步 落下 就成功 徐小贤的手刚刚落下 纪月儿在这一瞬间 仿佛出了电样 一股难以言喻的美妙感觉 从他的心底升起 直冲大脑 令他在这刹那 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很想仔细地体会一下 这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徐小贤很想丈量一下 这山峰的高度和维度 然而 一个声音陡然响起 哇 你们在干什么 时间仿佛静止 也仿佛静子 两膝之间落地 咔嚓一声摔得粉碎 手收了回来 纪月儿灵魂归翘 他睁开了眼睛 徐小贤也偏过了脑袋 这是纪仙的声音 该死的灯泡 总是这么大杀风景 纪仙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坏了一件大事 他左手挽着一个篮子 右手拿着一根胡瓜 此刻他 站在这咸云水泄的外面 嘴里还包着一口咬下的胡瓜 没有咀嚼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姐姐和徐小贤 姐姐居然坐在徐小贤的腿上 这 坐在了另一张凳子上 若是他会武功 这时候只怕会飞了出去 然后一脚将纪仙给踹飞出去 他伸出手来 理了里尔盼的急履乱发 你属猫的 走路不带点声 纪仙就有些委屈了 我走路有带声的 说着这话 纪仙嘎嘣嘎嘣地嚼着胡瓜走了进来 他将篮子放在了桌上 左看看徐小贤 右看看纪月儿 忽然笑了起来 我知道了 他俏皮地伸出了握着胡瓜的那只是 用手里的胡瓜指了指两人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这大天白日的 你们这是芙蓉病地 意图携云卧雨 还没成亲呢 当心有了小宝宝 说完这话 纪仙儿恶狠狠地啃了一口胡瓜 嘎嘣嘎嘣嚼嚼着 看着徐小贤说道 你可别欺负我姐姐 否则 否则 少女忽然不知道 否则能干啥 人家都要成亲了 就算有了小宝宝 又怎样呢 自己好像多管闲事了呀 但这话的气势得有啊 于是 少女脖子一伸 将嘴里的胡瓜咽了下去 否则 我就欺负你 徐小贤乐了 小孩子家家的 你懂什么叫邪云卧雨吗 季仙儿脸一红 骄傲得一挺 我哪里小了 她很想说 我比姐姐还大 但这话在姐夫面前说出来 好像有些不妥 你这黄瓜 哪里弄来的 徐小贤不想和这小姨子纠缠 她指了指那一篮子 新鲜的黄瓜问道 这是胡瓜 好吧 这玩意儿 曾经确实叫胡瓜 小姨送来的 姐 尝尝 好吃 小姨 小姨啥时候来的 她在哪里 季月儿拿起一条胡瓜来看了看 有些惊讶地问道 小姨刚到我们家 说是累了 我安排她沐浴之后 在客房里休息 徐小贤就有些好奇了 既然是小姨 那就是丈母娘的妹妹 对于季月儿家里的亲戚情况 她而今还是两眼一抹黑 看来以后得多了解一些才行 你小姨 从哪里来的 徐小贤问了一嘴 江南 蓝灵 那么远 她从蓝灵带着胡瓜 来这里 还能这么新鲜 季仙儿白了徐小贤一眼 想啥呢 小姨说她 就在城外 不知道谁家的菜园子里摘来的 徐小贤恍然大悟 也不知道这小姨是顺来的 还是买来的 她又问了一句 伯母是蓝灵人 那伯父呢 我爹 我爹是书阳县人 距离京都长安挺近 季仙儿又咔嚓一口 啃了一节胡瓜 所以我们在这凉一些没啥亲切 对了 小姨远道而来 今儿晚上 你可要做一桌子好吃的 讨好我小姨 不然 万一我小姨不高兴 在娘面前 说上你几句坏话 你们 季仙儿眼珠子一转 瞧了瞧两人 没再言语 做饭倒是简单 徐小贤也想和这位小姨打好关系 她依旧很是好奇 这蓝灵距离长安挺远的 伯父和伯母 是怎么认识的呢 季仙儿这时候恢复了神态 搓着手里的胡瓜 动作让徐小贤觉得有些刺激 我爹当年路过龙虎山 遇见了我娘 然后 我们也不知道 这种事 是哪里好意思去问的 好吧 徐小贤有些心疼 季月儿手里的那条胡瓜 她忽然说道 胡瓜这个东西 可不仅仅能这样生吃 我知道 还能用于白切机打盘底 季仙儿洋洋得意地说道 不 我的意思是 还有别的妙用 除了吃 还能干啥 徐小贤又看了看 季月儿露着手里的胡瓜 还能做面膜 季仙儿一震 面膜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等等 徐小贤去了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就在这桌上 将一条胡瓜切成了薄片 然后就在季仙儿惊讶的视线中 她取了两片黄瓜 对季月儿说道 来 闭上眼 仰着头 季月儿不明所以 她抓紧了手里的那条胡瓜 按照徐小贤的吩咐做了 季仙儿便看见 徐小贤将这胡瓜片 放在了季月儿的脸上 一共放了六片 几乎遮住了季月儿的整张脸 这是干啥 这就是面膜 月儿 感觉怎样 嗯 凉思思的 很舒服呀 季仙儿一口将手里剩下的胡瓜 给丢入了嘴里 一边嚼着一边说道 徐小贤 来来来 我也要我也要 这话听起来 怎么觉得有点奇异 小姨子好像是放开了 还是开放了 她似乎对那晚上发生的事 不再介怀 这样也好 不然如果季月儿多留点心思 恐怕会发现 她又切了一条胡瓜 也铺在了季仙儿的脸上 咦 还真的很舒服 徐小贤 你怎么知道 这东西还能这么用呢 嘿嘿 你姐夫我懂的东西可多了 这胡瓜西式街就能买到 也不贵 这以后呢 你们可以天天用这东西来敷脸 长期使用 可让肌肤更加洁白细腻 不容易生出皱纹来 季月儿一听 这东西可以生产出来卖吗 不行 无法保鲜 季月儿觉得有些可惜 不然这东西 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 做出来必然大卖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不然定方楼的东西那么贵 生意为啥还会那么好 季仙儿没想那么多 徐小贤 那这东西 还能有什么用处 徐小贤咽了一口唾沫 终究没敢回答这个问题 说不出口啊 就算说得出口 万一季仙儿真去实践了 夜幕降临 鼠疫轻减了一些 季月儿和季仙儿 早已回到了隔壁的季府 智蕊也从百花村回来了 来复为了贯彻落实少爷 弄得那本特种兵训练手册 他没有回来 他正带着李二狗等47人 在渠山摸爬滚打 痛病痛着 毫无快乐可言 徐府前院的厨房顶上 冒起了吹烟 厨房里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响起 他已经备好了 足足十道菜的材料 这花了他两个时辰的时间 智蕊有些惊讶 今儿也不是什么节庆 也没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 就算是嫂嫂一家要来吃饭 也犯不着弄得如此丰盛啊 不过能够有这么多菜 来一包口福 这当然是好的 智蕊当然没有提出异议 他稍着火 望着忙碌的少爷说道 一堂作坊 现在已经能够稳定的 每天产出千来斤了 但朱仲举朱二哥说 销路有些问题 虽然咱们的售价 比长安便宜了一半 但一两银子一斤 梁一线能买得起的人 也不是太多 顿了顿 少女又道 主要是一斤一堂 他们能够吃不少时间 寻常人家大致得吃个把月 朱二哥的意思是 这一堂铺子得 开到梁州城去 梁州城更大 有钱的人更多 他们知道一堂这个东西 也明白 咱们这和长安一样的一堂 便宜了一半的价钱 朱二哥说 让我问问你的意思 这个当然可以 事实上 徐小贤已经在想去梁州 开铺子这件事了 闻香可以在梁州卖 一堂也能够在梁州卖 未来的纸张 也要在梁州卖 在这北境之地 梁州这个市场 显然是必须去占领的 这些商品只要在梁州立足 那么未来 就可以从梁州辐射到 其余期限 至于走出梁州 铺向整个北梁府 这是更长远一些的计划 现在还不着急 他怎么不亲自来给我说 他担心留他吃饭 这小子 莫非还敢嫌弃我的手艺 不是 他和苏三哥怕的是 万一 万一嫂子下厨 好吧 不仅仅是他们怕 我也怕呀 继约尔至今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他的厨艺技能点为负 他还是热衷于 给徐小贤炖汤 只不过每一次 都被徐小贤插科 打混给糊弄了过去 徐小贤没有君子远 刨除这样的觉悟 因为他觉得 做菜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各种的菜品 在自己手里的锅铲勺子中诞生 然后被一群人 争抢着吃个一干二净 这就是成就感 若是做给自己喜欢的人吃 这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这年头 下厨房的男人可真不多 所以 隔壁刚刚睡醒 刚刚起床的继约的小姨 简春夏 在听说晚饭去隔壁吃 又听说是徐小贤亲自做饭之后 她的那张脸大上的神色是惊讶的 是难以置信的 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她是你未婚夫 你又说了她 还是这梁义县的大才子 她怎么能下厨房呢 下厨房是女人的事 当然 你娘 例外 季月儿有些委屈 不是 小姨 她不让我做啊 简春夏跟着季月儿来到了院子里 她洗了一把脸 她不让你做 这是她对你的好 也说明她是个真心疼你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你更要珍惜 在得到你父亲的信的时候 你外公和外婆很是担心的 因为你父亲说徐小贤有病 所以让小姨 我先来瞧瞧 她有病啊 就更不能操劳 当然 小姨我知道她有病之后 是反对这桩婚事的 我家院长得这么漂亮 也是这梁义县的大才女 为啥要嫁得一个病秧子 以后天天面对着一个药罐子 这能有什么幸福可言 你外公外婆也很担心 但你父亲心里说 这是你娘亲拿的主意 我就不明白了 哪里有娘将自己女儿 往火坑里推的道理 季月儿没敢说话 简春夏正要折一条柳汁来嚼嚼 季月儿递过去了一个小玩意儿 这是啥 牙刷 刷牙用的 比嚼柳汁舒服多了 简春夏仔细地瞧了瞧这东西 怎么用的 站点点盐 上下左右刷 然后漱口 你试试 简春夏当真试了 漱口之后眼睛一亮 这小东西可以啊 按理说这么好用的东西 咱们兰玲也应该有售卖的啊 怎么从未听过 季月儿笑了起来 眼睛弯成了月牙 小姨 这牙刷 她指了指隔壁的那堵墙 就是她发明出来的 莫要说兰玲 就算是长安也没有 现在就只有我们才能用得上这东西 简春夏瞧了瞧那堵墙 然后她看见了那道门 一愣 也指了指那道门 方便 嗯 方便 计中谈啊 计中谈 简春夏双手插腰 脸有韵色 这毕竟还没澄清呢 她就不担心 万一那徐小贤月黑风高 从这后门溜了过来 你们姐妹是双胞胎啊 就连小姨我都难以辨认 万一 万一她使了坏 退一步说 就算她徐小贤不使坏 这黑灯瞎火的 万一她弄错了人咋办 季心儿心肝一颤 顿时有些虚 她甚至不敢去看小姨一眼 她觉得 小姨这句话 就是针对那晚上发生的事说的 今儿太晚 明天 明天就将这道门给堵上 简春夏话音刚落 对面忽然飘来了一阵香味 这香味 钻进了她的鼻孔里 她使劲地嗅了嗅 脸上顿时绽放出了一朵花来 咦 真香 这道香味 像我最喜欢吃的荷叶粉蒸肉的味道 她又嗅了嗅 嗯 这一道香味 像我最喜欢吃的东坡肉的味道 等等 这香味我闻不出来 这是隔壁 徐小贤做的 季月儿点了点头 简春夏一挥手 走走走 小姨我饿了 那 小姨 这道门 还堵不堵上 暂时留着 有小姨在此 她徐小贤赶快偷嘴 小姨我打断她的腿 季月儿撇了撇嘴 心想你打断了她的腿 还不得我来侍候 你爹呢 还剩下大石阵的 一些睡服没收起来 明儿个应该回来了 哦 走 去见见徐小贤 这扇门开了 徐小贤摆好了一桌子的菜 她正要过来叫季月儿 他们用饭 她就站在这门口 看着季月儿问了一句 小姨呢 简春夏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在这呢 你就是徐小贤 徐小贤愕然垂头 她看见的是一个 双手插腰腮帮子 鼓鼓的可灵可力的 大致只有七八岁的小姑娘 徐小贤就惊呆了 季月儿精碎十六 就算丈母娘十六岁 生下季月儿 丈母娘精碎也得三十二了 那丈母娘的父母 怎么着也得四十七八了吧 这小姨 她是真的小啊 这么算起来 岂不是丈母娘的娘 在四十来岁才生下她 厉害啊 徐小贤咽了一口唾沫 倒吸了一口凉气 俯下了身子 那个 你叫啥名字 小姨她叫不出口啊 还没成亲 叫小姨也不太妥当 但若是叫阿姨 这小屁孩 能称之为阿姨吗 简春夏就不乐意了 她抬着头仰着脖子 那双小眉头一簇 我是你长辈 你问我名字 你也是读过书的人 还是梁一线的大才子 懂不懂礼貌 她这带着明显同音的 小大人一般的训斥 对着徐小贤半天 没省过神来 不是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简春夏一夜 嘴儿微息 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先别想着和我套近乎 你和月儿有了婚书又怎样 若是我摇头 你们那婚书 就算是金字写的 也没用 我饿了 还吃不吃饭了 徐小贤抬眼瞧了瞧纪月儿 纪月儿耸了耸肩 一脸的无可奈何 别当着我的面没来眼去的 简春夏瞪了徐小贤一眼 你们那点小心思 莫要想瞒过小姨 我的这双慧眼 徐小贤能怎么办呢 她忽然想明白了 不就是对付一个小屁孩吗 这简单啊 她顿时笑了起来 你说的对 听说你远道而来 谁带你来的 大人呢 一起来吃个饭啊 我自己来的 徐小贤一正 脸上的笑容凝固 这七八岁的小丫头 自己跑了千里之遥的路程 这丈母娘的父母 这么心大 还是这大臣的治安 已经到了夜不庇护的境地 这么个粉雕欲拙的翘丫头 他们就不怕 被人给拐去了山上 养成个压寨夫人 现在不是想这事的时候 得先将这小丫头给安抚下来 她竖起了大拇指 你一个人来的 厉害啊 说来你不信 我长这么大 最远就到过梁州城 佩服 佩服 说着这话 她让开了身子 还拱了拱手 脸上是一片恭维的神色 简春夏很受用 她扬了扬眉 哼了一声 迈着小短腿走了过去 我五岁走南 六岁去西 七岁 我七岁闯北 你呀 好男儿当志在四方 那四方当然应该去看看了 好像 小丫头的脑神经比较大条 她顿时忘记了教训徐小贤 她坐在了凳子上 拿起了筷子 才忽然想起 自己毕竟远来是客 这里也不是纪院的家 临行前爹娘 可是交代过 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也 好吧 小丫头回头招了招手 来啊 都过来 这天都黑了 想来你们也饿了 说着这话 她看向了徐小贤 没酒 徐小贤府上还真没酒 难喝 她都懒得去买 仙儿 去把你爹的酒抱一坛子过来 徐小贤带着妓院 坐在了她的两侧 小孩子喝酒不太好 说谁小孩子呢 娘说了 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是抱着碗喝酒了 小丫头鼻的瞅了徐小贤一眼 话题又跳脱了 你这身子骨 还真是单薄的 估计也喝不了二两 我说 这菜都快凉了 凉了 可就不好吃了 能不能动手呢 徐小贤摇了摇头 当然 简春夏没有再客气 她拿起了筷子 加了一筷子的荷叶蒸肉 张开小嘴来咬了一口 细细地咀嚼着 哎呀 她的眼睛一亮 看向了纪月 月儿你尝尝 好好吃 说完这话 她又埋头大吃了起来 就像饿坏了孩子一样 徐小贤这才给纪月儿 加了一筷子 尝尝 味道应该不错 嗯 纪月儿抱着一坛子酒 走了过来 简春夏甚至都没有抬头 她将酒碗推了过去 就说了两个字 满上 然后她继续和这一桌子的菜肴 战斗了起来 她将每一道菜都尝了尝 每尝一道菜之后 都会看徐小贤一眼 眼里的神色有了变化 当她尝完了最后一道菜之后 她抬起了头来 又看向了徐小贤 视线不再严厉 甚至极为柔软 那张微胖的脸蛋上 还洋溢着欢喜 你可以叫我一声小姨了 小贤却微微一正 这意思她听明白了 算是得到了这小姑娘的认同 只是 小姨 七八岁的小姨 好吧 人家辈分在这管着的 叫一声也不吃亏 小姨 可合你胃口 简春夏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点了点头 徐小贤 你不错 母亲告诉我 一个男人若是愿意下厨 她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男人了 若是 她再能做得一手好菜 那这样的男人 就更应该值得珍惜 就像我爹一样 纪月儿和纪心 顿时傻了眼 刚才这小姨不是还说 这下厨房是女人的事吗 她怎么转眼就改了口 那么她那一句话 才是真的 我们家月儿 你们想来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她不会做菜 往后余生 你得多包含一些 小姨在这对你们说一句 以后做菜这种事 就由小贤来干吧 听说你不愿为官 这个挺好 官有什么好当的 不如去龙虎山 当个山大王 咱们家月儿营商里 才是一把好手 你们成亲之后呢 就女主外男主那把 也不丢人 我爹和我娘 这辈子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也好得很 差点还给我生个弟弟 我这次来 主要是有两件事 说着这话 小丫头又是一副大人的模样 馨儿 道酒 这其一呢 馨儿你至今还在二品 你娘又没时间教你 我会在梁义县待一段时间 助你跨入三品境界 这其二呢 小贤和馨儿成婚这件事 等你娘回来定下 我爹娘也要来 大师兄二师兄 反正几个师兄都要来 我就在这等着 不过这些日子的饭食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这以后就在你家吃吧 小丫头看向了徐小贤 对着单薄的身子骨 很不满意 也不是白吃你的饭 顺便我也教你几手功夫 晚了一些 非是飞不起来了 不过对付一些混混 还是没问题 最不济 也能多挨几下 简春夏说的这番话 让徐小贤消化了足足一个晚上 昨儿晚上那顿饭结束之后 这位小姨 不是从那道门里走过去的 她是从墙头飞过去的 按照季仙儿上次的说法 她至少就是个三品的高手了 再加上席间 她说的什么大师兄二师兄 还有什么龙虎山 徐小贤就想的有些多了 继心儿会功夫 她的功夫是丈母娘教的 这丈母娘的妹妹也会功夫 还很厉害的样子 莫非丈母娘家是武林世家 她在第二天见到妓院的时候 终于搞明白了这些问题 外婆很厉害 她曾经就是龙虎山的山大王 后面抢了我爷爷 爷爷是个读书人 在后面 他们就生活在了兰陵城 至今龙虎山山大王的位置 也是我外婆的 至于小姨说的那些大师兄二师兄 那是外婆交出来的弟子 包括我娘和小姨在内 一共七个 其余五人听说 只有一个留在龙虎山上 其余四人都在娘的马帮里 所以一般人 是不敢打我娘那马帮的主意的 你说小姨 我也不知道她有多厉害 反正比仙儿厉害多了 继续儿说着这话的时候 面色有些紧张 许郎 莫要看她人小 终究是我们的长辈 她既然说了 要教你功夫她 肯定就会做 只是 只是她 教你可能会很严厉 你得挺住啊 徐小贤对功夫这个东西 充满了幻想 她渴望学到功夫啊 虽然没有飞天遁地那么离谱 但飞檐走壁 总是应该可以的吧 从此之后 仗见天涯 口袋里是花不完的银子 脑子里是写不完的诗词 是不是活脱脱一个 诗仙里太白的翻版 自己学会了功夫 就有了自保之力 甚至还可以除暴安良 这是好事情啊 月儿却似乎在担心着什么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终于明白 纪月儿在担心着什么了 小姨捡穿下 手里拿着根木棍子 她坐在咸云水泻里 和纪月儿纪心喝着茶聊着天 徐小贤呢 她在炎炎烈日下蹲马步 那叫一个凄惨啊 汗水都顺着裤裆流到了地上 她刚刚松懈一丢丢 那个穿着一身漂亮的紫色球的丫头 身形一晃 就来到了她的身边 手里的棍子 砰 得一声就砸在了她的背上 声音无比严厉 练武 第一步练的就是筋骨 就是毅力 蹲好了 手放平 星儿 去取两碗水来放在她手臂上 徐小贤 你是个读书人 当明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道理 你不是想打十个吗 若是连这最简单的马步都坚持不下去 你拿什么打十个 月儿 点一炷香 这一炷香的时间里 你手臂上的水碗 若是洒了出来 那就再蹲一炷香 一个闪身 小姑娘又回到了凉亭里 脸上那严肃的神色瞬间消失不见 嘻嘻 莫要心疼 小姨告诉你啊 这是为你好 男人蹲马步 受益的是腰肾 你以后澄清了 会感谢小姨的 这些话的声音没有刻意隐瞒 徐小贤当然也听见了 她就有些好奇了 你说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她怎么会懂得这些东西 那么 她的娘究竟给她启蒙了多少这样的知识呢 既然她都知道 那丈母娘也没理由不知道呀 就不知道岳父大人扎马步的功夫好不好 既月儿脸微红 她心里想的 正是娘也交给了爹这一首 莫非 这就是祖传 接下来的数日里 徐小贤都是这样痛不欲生地过来的 每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 这小姨都会给既月儿一个小瓶子 里面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药水 将这药水浑身一涂抹之后 筋骨的酸痛很快就会消失 然后浑身舒坦 简直就像大热天 吃下了一大块的冰镇西瓜一样 小姨说 这是龙虎山独一无二的书精壮骨水 既月儿将药水倒在手心搓了搓 涂抹在了徐小贤的背上 一阵推拿 将她翻了过来 撩起裤腿和衣袖 又给她涂抹在了大腿和手臂上 小姨说 你的筋骨已经定了形 要想练成高手是没有可能的了 但如果能够坚持下去 打三五个汉子还是不成问题的 你 你干啥 徐小贤抓住了既月儿的手 嘿嘿一笑 得抹上来一点 这就到了大腿根部 既月儿脸一红 啪 得拍了她一巴掌 说正经的呢 徐小贤笑得更猥琐 瓶子里的药水流一点 干啥 嘿嘿 我有用 既月儿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丢了徐小贤一个白眼 针在瓶子里留下了一点 她转身走了出去 还顺手关上了门 练舞这件事 就这样成为了徐小贤的日常 她真的凭着强大的毅力 给坚持了下来 她想的 是在这样的一个 没啥法治的世界里 自己能够强大一些 至少也能多一份 自保或者是保护家人的力量 这显然 令简春下这小姑娘 刮目相看 也是在徐小贤家的咸云水泄中 三个女人养着脖子 敷着面膜 等着徐小贤的晚饭 简春秋说话了 可惜了 可惜啥 若是徐小贤自由练舞 凭着她的这份韧劲 她踏入三品境界是一定的 心儿 说不定她再练个一年半载 就能和你打个平手了 季希尔嘟了嘟嘴 顶掉了一片胡瓜 我已经能够感觉到 丹田里的内力 很快就能踏入三品了 可你都练了十几年了 也不知道 姐姐是怎么教你的 太关着你了 季月儿没有参与他们的话题 她对武学没啥兴趣 再加上她的体质阴寒 母亲早就说了她无法练舞 她想的是 这就到了七月二十了 距离八月初九的相识 不到二十天 此去梁州需要三天时间 还得去提前熟悉考场什么的 八月初一就得出发 许郎在家里 最多只能再待十天 周延望就在梁州 端午文会 许郎还得罪了那么多的梁州城的学子 她一人去梁州 显然不太安全 得叫小姨和仙儿童去 自己也得去 朱仲局已经去了梁州打前站 也不知道她将铺子找好了没有 百花文香和百花仪堂 以及就要开始生产的百花纸业 都需要在梁州售卖 梁州得有人看着 这声音越来越大 手里却没有可用的人 得想想办法了 又一个晚饭过后 徐小贤正在前院练习射箭 现在她能够连续射出二十支箭了 原本还沾沾自喜 却不料被那小姨又给鄙视了一顿 这么大的男人 拿个小孩用的黄羊木工 有意思吗 小姑娘也是着想要射一箭 却没料到 一家伙就将咸给拉断了 她丢下了这张弓 也丢下了一句话 这破玩意儿 不过三十精力 连一弹 九十四斤 都差得远 明儿个去买一张一弹的弓 你大致也只能用一弹的弓了 好吧 徐小贤承认 这小姨是真的厉害 一只手打自己十个八个 估计跟娃似的 她去了浴室沐浴了一番 才刚刚来到咸云水泄里 智蕊带着朱仲矩和苏平安走了进来 大哥 我已经在梁州城物色好了四处铺子 位置极佳 就是租金略贵 徐小贤愣了一下 咱们加上百花纸叶不过三种产品吗 朱仲矩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 我爹说 咱们家的丝绸生意 也当开拓去梁州城了 所以得再多找一处 哦 徐小贤转头看向了苏平安 苏平安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 怎么了 大哥 家里又来幸催了 说是走了京都左向 颜宽颜丞相的门路 得进京去面圣 那就是要入朝为官僚 苏平安家里也是不简单 居然能够和丞相有往来 这是好事啊 苏平安却常常一探 看向了徐小贤 三弟我此生觉得最快意的日子 便是在梁义县 能够认识大哥 是我苏平安之幸 从大哥身上 我苏平安学会了做人 做事的道理 说着这话 他对徐小贤拱了拱手 大哥无异于官场 但大哥做的事 却是这大臣无数的官吏都没有去做 甚至都没有去想过的事 三弟我这才明白 什么叫一乌不扫和一扫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 能够在大哥身边做事 能够聆听大哥说的那些 醍醐灌顶的话语 这是我苏平安之幸 此去京都 若是能谋得一官半职 三弟我对天发誓 当以大哥为楷模 兢兢业业为之下的百姓去谋划 去奋斗 去为他们创造一个美好家园 徐小贤一听 顿时一愣 不是 你这样当官 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呀 再说 我哪里有那么高尚 我特么不就是为了忽悠住那些老百姓 让他们给我创造更多的价值吗 这苏平安如果真这样去干 他的官徒堪忧啊 于是 徐小贤语重心长地说道 三弟 为官者 清明连结 刻几份工为老百姓去谋划 这是对的 但大哥要告诉你一句话 水至轻则无余 官场的这一湖水 它本就不轻啊 若是三弟 非得要去做那一股清流 这湖水 可容不下你 苏平安眉间一簇 一身正气地说道 朗朗乾坤 我苏平安光明磊落 难不成那些污水 还能淹没了我不成 就算能 那也是暂时的 就算那一湖水荡真污浊 我苏平安 一定要成为那股清流 我要将那一湖的污水敌尽 我苏平安 绝不做那同流合污之辈 好吧 偷铁的少年不知世间险恶 他就像那棱角分明的石头一样 只有经过了社会的毒打 他才会被打磨得圆润起来 但这个代价或许会极大 如果苏府有大员 在京都 倒是能够护他一二 有些话 徐小贤终究还是想给这三弟 说道说道的 毕竟是败了把子的 而且 苏平安这小子人很不错 好 不愧是我徐小贤的三弟 徐小贤首先表扬了苏平安 他为苏平安争了一杯茶 又道 三弟啊 你能坚持本性有此理想 大哥我很欣慰 但是大哥依旧要告诉你 许多事 不能强来 面对一大湖的污水 凭你 能抵挡干净吗 咱们得认清事实 得采用策略 当官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你说说看 苏平安一愣 脱口出 为人民 为百姓服务 徐小贤笑了起来 我再问你 若是你当了县令 上面要将你这地方的赋税 提高三成 百姓们缴纳了赋税之后 压根就活不下去 你该怎么办 这个例子就发生在梁义县 苏平安是知道的 他正要张口 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徐小贤只有一个 百花村也只有一个 季县令能够度过这危机 全靠了徐小贤 在百花村招纳了数千的人 付出了极多的银子 才得以化解 若是自己面临的 是一个没有徐小贤的县 难不成自己还能去建设那些作坊 本钱倒是小事 可自己压根就弄不出来啊 这能怎么办 我 你是我大哥 我若是成了一方县令 我就请大哥到我之下来建作坊 徐小贤乐了 这倒是是个好主意 我若不来呢 那我就请别的商人前来 这也是个好主意 不就是招商引资吗 但招商引资有那么简单吗 姑且不论那些大商人 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布局 作坊都已经固定了下来 在这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 他们根本就不会再去贸然投资 其实更重要的是 那些大商人 已经和当地的官府 有了利益往来 再说明白一点 他们已经花了足够多的成本 填饱了那些官员的位 换个地方 苏宾安啊 我在梁亿县赶大张旗鼓的稿 这也是因为 有个县令老丈人的关系 这话不能说出口啊 会严重打击苏宾安的积极性 所以 还得给这头铁的少年讲道理 比如 你主政梁亿县 你觉得你苏家的制造 能开设在这里吗 苏宾安顿时语色 因为这没可能 这里没有配套的那些产业 甚至连桑树都没有 连养残都不行 何况制造丝绸了 他并没有想到 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怎么办 因地质疑 发展农业工商业 这是对的 但如果发展不起来 你记住 死不长兵 死也不能掌权 你首先要做的 是把自己的屁股做稳 决定你屁股稳定的 不是你治下的百姓 而是你的顶头上司 就算你是出自于左相府 有丞相 在京都为你背书 但若是你 无法和你的直接上司 搞好关系 他有的是办法 给你小鞋穿 除非你有本事 将他拉下马 自己坐上那个位置 只有当你有了 足够的政治资本 成长为了一棵 参天大树之后 你才有资格 才有实力说 为人民服务 苏宾安愕然地 看着徐小贤 大哥这意思是 也没啥意思 我只希望你不忘初心 当好官 暂时别去 想当的百姓称道的好官 就像我那岳父 他倒是赢得了百姓称道 但结果呢 在梁义县待了八年 未能得到升迁 你想想 若是他圆滑一点 当了梁州次里 他心有百姓 是不是整个梁州的百姓 都会获益 纪中坛恰好走了进来 他听见了这句话 接着他又听见了 徐小贤的下一句话 这样的官其实最傻 人家是三年轻之府 十万雪花银 他倒好 若不是我丈母娘 有本事赚钱 他会被活生生给饿死 前车之剑啊 三爹 大哥不是叫你去探墨 大哥的意思是 把脚下的路走宽一点 才能走得更稳一点 徐小贤的这番话 其实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要苏长生 做个不欺压百姓的好官 另一方面 他又希望苏长生 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官 这就是其中的 那个度的把握了 苏平安此刻并不能理解 他原本以为当官很简单 但此刻忽然觉得非常难 他又说不清楚 难在何处 迷茫中难以拨开那层迷雾 他毕竟才十六岁 莫要说官场经历 就连社会经历 他也极为欠缺 所以 徐小贤是有些担心他的 不过徐小贤转念又一想 既然庙堂之上 能有左相为他站台 这小子当官 只要不一根筋犯魂 就不会太难 可他徐小贤不知道的是 庙堂之上 左右二相名争暗斗 极为厉害 这是生死之争 因为涉及到的是黄泉 许多的人在战队 苏州苏家选择了请 左相举荐苏平安 就意味着 苏家站在了左相的阵营里 并打上了左相仪系的印记 你那也别想太多 人嘛 活到老学到老 凭着你的聪明才智 当一两年的县官 就能明白官场的那些道道了 朱仲矩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时候插上了话 大哥 你怎么知道 当官的这些门道 多读书 多读史书 就这样 不然呢 徐小贤心想 自己曾经也在官场混过 这些都是经验教训啊 纪中坛站在回廊上琢磨了片刻 忽然觉得 徐小贤说的那句话有道理 若不是简秋香赚了那么多的银子 凭着他的这点月份养家 恐怕真会被饿死 这么说 自己这个官当的有问题 这事 改日得和繁殖好生聊聊 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有正事 他走了过去 徐小贤三人起身见礼 他坐在了徐小贤的对面 面色如常直奔主题 贤直 你那百花村 我瞧还需要大量的人 伯父这次去了大市镇的那些乡镇 为你 又弄来了三千多人 另外 杜师爷去了别的乡镇 估摸着 接下来你百花村 将迎来三万余人 三万余人 徐小贤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这特么一人一天二十文钱 这一天就要付出去多少 六百两银子 这是净之戳 按照现在日产文香一万盒计算 文香收入 仅仅三百五十两银子 一堂的利润倒是很大 但受限于销量 每天只能维持在五十斤上下 一斤一堂赚九百文钱 也就赚四十多两银子 镜像四百两 支出六百两 赤字二百两 收门票得来的六千二百两 仅仅只够三十天的开销 接着 学堂怎么建得起来 教习怎么请得回来 还莫要说 在梁州开的铺子 也是要付出去一大笔银子的 贤侄 别这么看我 伯父也是为了你那百花村 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 你是我女婿 我不帮你 谁来帮你 就是这件事 伯父我还没回家 得去和你小姨见个面 你记得将来的人都安排一下 工钱 你自己定 走了 别送 季县令起身匆匆而去 他心里慌啊 而今百花村解决了 凤银镇税负的问题 这件事传遍了梁义县 别的村镇的百姓就不干了 大家都有手有脚 凭什么凤银镇 可以去百花村做工赚钱 我们就不行呢 这一家伙 大量的人抗拒脚梁 非得季县令出面来说道说道 季中谈能怎么办呢 他心想 徐小贤的作坊 既然能扩大一次 那就能扩大第二次 杜师爷也说 徐小贤肯定有招 那就这么着呗 他这好人一做 接下来涌入百花村的 可就是足足三万余人 这还是在要求了 每家只能出一人的情况下 他拍拍屁股就走了 徐小贤能怎么办呢 朱仲矩和苏平安也惊呆了 三万人 全这么丢在雪瓶沟 都能将那雪瓶沟给填满了 这怎么办 两人看向了徐小贤 这一批人 宫前一律诗文前一天 其中的一万人 将他们安排去 将渠山下的那些荒地 全给我翻了 不要管多少亩 从南到北全翻了 另外的两万人 让他们入渠山砍树 砍竹子 将砍来的树 全部弄到雪瓶沟聚成三尺长短 然后改成板材 叫所有石匠 给我打造大型的石碾子 将这些板材 给我碾压粉碎 造纸作坊里面的人 只能是加入了百花村户籍的人 其余人 一律不允许进入造纸作坊 他们只能在外面晾晒 明儿个我会亲自去一趟 三店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咱们梁一县的县令 他这好人倒是当了 一家伙就打乱搂的全部计划 当官 可千万别学他 徐小贤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这件事有好有坏 他可以借着这件事 将工价给压下来 又能提前为造纸作坊 准备好充足的材料 还能名正言顺地 一举将渠山下的数万亩的荒地 据为己有 明年土豆是肯定 种不了多少地的 但这不妨碍他种小麦 八月相识去考个举人回来 他就不用给官府缴纳税付了 小麦能够收成多少都是自己的 这也是钱啊 工价弄到十文前 这一天的收支 基本就能平衡 还能略有盈余 等纸再造出来 上市售卖利润就能增长 何况这些人在百花村 最多也就能够干一个月的活 如此一番操作 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徐小贤放下了心来 苏平安既然就要离开梁义县了 那今儿个晚上得聚聚 好久没出门了 今儿晚上 我在淡水楼安排一桌 待会将安和花 还有周家二少爷周若兰一并叫上 月儿他们就不去了 咱们几个男人好生喝一场 好 对了 大哥 蓝龟方听说来了的花魁 从京都来的 说长的花容月貌 歌舞双绝 待会饭后我做冬 咱们去蓝龟方听听曲 徐小贤来到这地方都七个月了 至今可都还没有去过 大名鼎鼎的蓝龟方 他也来了兴趣 毕竟这古代合法的青楼 都不去瞧瞧 还真是浪费了这穿越的机会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不过不可贪杯 明儿个可是大事 大哥放心 自从跟着你混之后 连我爹都表扬了我五次了 你和三弟稍坐 我去将安和花和周若林 接来 咱们同行 朱仲局起身离去 苏平安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看向了徐小贤 大哥 三弟我将大哥你做的那些诗词 寄了回去给我小妹 昨儿个收到了小妹来信 他说 要来梁义仙见见你 徐小贤吓了一跳 苏菲 正是 他来干啥 我很担心 他喜欢上你了 对于苏菲 徐小贤压根没有任何想法 所以他对苏平安这句话 仅仅是有些惊诧 但现在 他遇到个麻烦 为什么不带小姨我去 朱仲局和苏平安 以及安和花 还有周若林 目瞪口袋的低头 看着站在徐小贤面前的 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 绑着两条羊角小便 穿着一身荷叶裙 背上背着个 绣了一朵荷花的包包 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徐小贤 小姨 朱仲局和苏平安等人面面相去 没听说徐小贤在这凉义县有亲戚 再说 小姨怎么会这么笑的 看什么看 简春下愣了朱仲局一眼 小大人的派头十足 你们和他徐小贤同辈 那就比本姑娘低了一倍 你们若是跟着徐小贤称呼我 也得叫我一声小姨 徐小贤摸了摸鼻子一声苦笑 月儿的小姨 怎么 月儿的小姨就不是你徐小贤的小姨了 小姑娘的礼不饶人 其实她没礼也不饶人 这些日子 徐小贤算是弄明白了她的脾气 小姨 家里有一堂 我不吃 我要跟你们出去吃香的喝辣的 这 徐小贤就有点郁闷了 她蹲了下来 不是 我改天再带你去吃好不好 今儿晚上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你去了不合适 为啥 那是大人才能去的地方 简春下乐了 她伸出了一只手指了指徐小贤 不就是青楼吗 你小子胆也大 正好 我可得帮月儿盯着你一点 走吧 带路带路 男人 怎么这么摸剪 一行人走了出去 徐小贤甚至还牵着简春下的手 朱仲菊等人跟在后面 怎么看 怎么觉得这话风有些不对 可这小姑娘 确实是妓院的小姨啊 那算起来 她确实也就是他们的长辈了 这能怎么办呢 按照这个世界的习俗 长辈为尊 这是常理 所以 就有五六十岁 头发胡子 都白了的老头 给一小儿规规 举举磕头这样的故事 无关年岁 只管辈分 这小姑娘虽然长得喜人 可她偏偏是长辈 偏偏今儿晚上要去兰归方 好吧 那就喝喝酒听听曲儿 也算是为苏平安送行了 兰归方 云十三娘 微醋着眉头 坐在窗前 她的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信是从京都长安五花楼送来的 上面的笔记她很清楚 出于五花楼楼主诸葛先生之手 杀许小贤 误管挂门 完成任务后立刻启程回京都 诸葛说 这又是为什么 宋蛮子不是说需要等等吗 云十三娘并不知道 慧能大法师是何方神圣 但这悬赏令是挂门的宋钟发布的 按照道上的规矩 宋钟有权决定任务完成的时间 她已经往后推了这个任务 可为什么楼主却亲笔来信 要许小贤死呢 这样可就违背了悬赏令的规矩 五花楼是个讲信誉的地方 诸葛楼主更是一个看重信誉的人 那么背后一定有极为重要的缘由 爷儿 准备好车马 小姐要去哪里 明日杀徐小贤 再买杀 等不到她来兰归方 那么明日夜里 就去她的府上杀 改主意了 上面直接下了命令 李儿愣了片刻 好 那明儿晚上 奴婢就驾着马车 在徐府外面等小姐 云十三娘 没有将这封密信给烧掉 她折了起来 放入了袖带中 望向了对面灯火辉煌的淡水楼 那张翘脸上满是严峻 里面有对这行动改变的不解 也有另外一种 让她难以言喻的味道 这些日子她闲来无事 仔仔细细地研究了 徐小贤这个 令她好奇的人 她发现了一个问题 越是对徐小贤多一分了解 就越是觉得 这人更加神秘 她是去年东因 相识落榜而发的病 这种病 其实就是因为患得患失 而导致的失心疯 只不过徐小贤的失心疯 显然很是严重 这种病是无药可治的 哪怕是化身医亲自出马 也没可能 因为这病伤在脑子里 可徐小贤 李儿竟看来似乎好了 因为她再也没有发过病 当然 坊间说徐小贤 是用那蚊香给熏好的 云十三娘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蚊香这东西 屈蚊确实好 以后到了京都 也能用得上 明儿个 你去一趟百花蚊香作坊 将那蚊香多买一些 以后这东西 恐怕就成了绝品了 另外 她弄的那百花一堂 也很不错 比京都便宜一半 也多买一些 嗯 李儿硬了下来 云十三娘继续想着 她想着徐小贤前后的巨大变化 这人卖了 六道菜品给淡水楼 每一道都堪称上品 这人又做出了几首诗词 每一首都堪称极品 而更让云十三娘欣赏的是 她在百花村做的那些事 这些事让她极为惊讶 因为她原本是绝不会相信 天下有人真的会真心成一位百姓干点事的 徐小贤非但干了 她还干得极为彻底 她甚至去过了一趟百花村 再见到那些林立的青庄瓦房四合院 再看见那些老农小孩们脸上的笑脸 再听到他们言语里对少爷的崇拜之后 她明白了至少这百花村的老百姓 而今已经看见了生活的希望 听说还将有更多的百姓涌入百花村 也是 那地方可是这天下独一无二的乐土 是她亲手建成的一方小小的乐土 可她就要死了 作为三品上的武林高手 云十三娘自信 只要她出手 手无腹机之力的徐小贤 必然是个死人 她死了 那方小小的乐土也就烟消云散了 可惜了 李儿一正 若是小姐不忍 就又奴婢出手 不是 我是觉得可惜了百花村 她原本或许会成为大臣朝的一个希望 却夭折了 莫非除了徐小贤别人就做不到 能做到的人很多 但有心去做的人 至今还没有第二个 李儿沉默片刻 那杀还是不杀 云十三娘深吸了一口气 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天下会变成啥样 与我何干 她不死 难道我去死 再说了 就算我云十三娘放她一马 莫要忘记了 楼里还有那么些更高的高手 死在我手上 她至少能落个全尸 若是落在木棉花削青烟的手里 她会生不如死 走吧 听胡某某说 今儿晚上朱公子包了御香楼 咱们是有职业道德的 就去唱最后一个晚上吧 御香楼是兰归方二楼最大的雅间 徐小贤一行 在淡水楼用过晚饭之后 静止来到了这里 他们已经入座 有侍女送来了酒水瓜果 大哥二哥 我早就给胡某某打过招呼了 请新来的头牌云十三娘来为我们助兴 显然 朱家大少爷对这里很是熟悉 也有几分薄面 因为就连胡某某也亲自来了 哎哟 朱公子 您可是足足数月未曾来这里了 小和儿可想念的景 前些日子还说 朱公子在忙着大生意 他还想去看看您呢 朱公子 要不要把小和儿 也叫来给您的朋友们 敬一杯酒呢 朱仲举在胡某某的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因为旁边还有个小姑娘 别 今儿晚 咱们兄弟几个 就喝喝雅酒 请十三娘来祝个姓 再说 十三娘都来兰归方有一些日子了 本公子可还真忙 没来捧场 这是本公子的不对 朱仲举在这样的场合 简直是游刃有余 这令徐小贤对他刮目相看 当然 这样的场合 其实他徐小贤也颇为熟悉 房间里只有安和花比较居住 因为他真的 从未曾上过青楼 他也想啊 但口袋里没银子 这地方自然和他没啥缘分 简秋香坐在凳子上 晃荡着那双小短腿 左右打量了片刻 但胡摩摩走了之后 才用胳膊肘撞了撞徐小贤 这地方的装潢不行 档次赶拦领的兰归方 差远了 徐小贤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还好啊 就是略显陈旧 但也古朴风雅 不是 这小姨怎么对这兰归方挺熟悉的 她转头胡一地看了看简春夏 莫非这小丫头 还经常出入这种地方不成 这兰归方还是连锁精英的 啥叫连锁精英 小姑娘转头望向了徐小贤 啊 就是 她在许多地方用同一店名开店 是啊 咱们大臣大一些的州府 都有兰归方 只是我也没想到 这小小的梁义县居然也有一处 小姑娘撇了撇嘴摇了摇头 这里估摸着 赚不到多少银子 这是何人的产业 徐小贤又好奇地问了一句 因为在她看来 能够开这种厂子 还能开遍整个大臣 这老板可就极不简单了 简春夏摇了摇头 一双小手一摊 我哪知道 徐小贤转头看向了苏平安 苏平安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 也是 这样的大老板通常神秘 徐小贤得不到答案 那就喝酒 这酒的味道同样不好 太淡 水味太重 若是细细品尝 还有淡淡的酸味 这是生产工艺的问题 这酒 一来是酒区太差 二来是没有经过蒸馏 对于酒这个东西 徐小贤要弄极为简单 只是她现在并没有想去弄个酿酒作坊 不是工艺设备的问题 而是这个世界严重缺粮 而酿酒可是个耗粮大户 要想大规模的酿酒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 在土豆大量培育出来之前 是没可能解决的 但不妨碍她小打小闹地弄一点 来自己喝 等相试结束 不 得等取和水库建成之后 就在自己家里搞个小酒房 众人聊着天喝着酒 多说着苏平安去京都的事 没多久 那门嘎吱一声开了 所有人的视线投向了门口 便见一庙邻女子 穿着一系白裙走了进来 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绿衣女子 也颇为俊美 这白衣女子进来之后 向众人道了一个万福 然后似乎是因为看见了一个 才七八岁的小姑娘 她愣了一下 然后笑盈盈地说道 奴家云十三娘 多谢各位爷的捧场 敢问哪一位是朱公子 她一平一笑间 充满着万种风情 朱仲举的眼都看直了 她咽了一口唾沫 连忙起身 拱手一礼说道 在下朱仲举 久闻云十三娘大名 却因在下俗事缠身来得晚了一些 还请十三娘原谅则个 在下向十三娘介绍一下 我的这几位至交好友 这位 就是我们梁一县大名鼎鼎的大才子 徐小贤许公子 这位 云十三娘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视线瞬间落在了徐小贤的脸上 虽然来到这梁一县 也一个多月了 虽然听了许多关于徐小贤的事 但见到徐小贤真人 这还真的是第一次 所以 她不禁多看了徐小贤两眼 这少年生得唇红齿白颇为清秀 倒是个文人的模样 只是 待会就杀了她吧 这位是苏平安苏公子 朱仲局指着苏平安 可云十三娘的视线 却没有跟上 这就有点尴尬了 苏平安都站起来了 可人家云十三娘所看的 依旧是徐小贤 啊 对不起 奴家失态了 只是因为徐公子的大名奴家 早已如雷贯耳 一直在寻思 这样的大才子 该是个怎样风流倜傍的少年 徐小贤咧嘞一笑 是不是有些失望 不 徐公子果然生得英俊潇洒 风流倜傍 十三娘见了可欢喜的景 坐在徐小贤身边的简春下 就不乐意了 她小脸一蹦 咋的 莫非你还看上了我家的徐公子 这倒不至于 才子 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 总是轻木的 何况是像徐公子这样好看的大才子 云十三娘没有问这小丫头是谁 在她看来 估计是这里某一位的晚辈 她犯不着和这样的小丫头一般见识 于是说完这句话 她便看向了苏平安 苏公子 奴家有礼了 在下也久养十三娘大名 接着 安和花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 面对衣着华丽容颜清澄的云十三娘 她更加窘迫 还好 云十三娘似乎也看出了她是个出歌 一番言语令安和花极为受用 这弹琴唱歌之前 当然得喝酒 云十三娘将琴放在了琴台上 也坐了下来 就坐在了徐小贤的左手 简秋香的视线 瞬间移了那张琴上 那是一张古旧的琴 并不华美 可她看了许久 才又意味深长地看向了云十三娘 云十三娘悬壶真酒 接着借着朱公子的酒 奴家想敬许公子三杯 奴家有个不请之请 还望许公子答应 姑娘请讲 云十三娘身上淡淡的玫瑰香味弥散 她放下了酒壶 伸出手来 不经意地捋了铝额上的刘海 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 看向了徐小贤 视线柔软 声音软糯 奴家久仰公子大名 想求公子为奴家做一首词 公子请莫忙拒绝 奴家是个清官人 靠的就是 你这样的大才子 所做的词来演唱 想来 若能得了许公子的一首词 奴家这名声 又会响亮一些 像奴家这样的人 身在风月红尘 一生所求 也就是个名声罢了 要说到徐小贤作诗词 朱仲矩、苏平安和安和花 都曾在竹林书院端午文会上 亲眼见过 那时的徐小贤 站在文台之上 距离他们颇有些距离 自那以后 徐小贤似乎再也未曾做诗词 此刻他们听云氏三娘这么一提起 便都看向了徐小贤 都希望她能在这里 再做出一首诗词来 李儿站在琴旁 她看着小姐的背影 眼里隐隐有些担忧 小姐可从未曾向别人求过诗词 哪怕是江南四大才子 她也没有开口 反而是他们主动做了送给小姐的 徐小贤是小姐要杀之人 但小姐此刻 却要向徐小贤求一首诗词 她这是 想要留着纪念的吗 难道小姐还真被徐小贤的这些是感动吗 小丫头简春夏这时候 也看着徐小贤 纪月儿总是在她面前 夸耀徐小贤的诗词多厉害 她也看过几首 确实厉害 但她也还没有亲眼瞧见 徐小贤做诗词文章呀 她晃荡着那双小短腿 也是一脸的期盼 心里想的 是要做出诗词文章 可没那么容易 云氏三娘如此仓促地提出来 莫非她是要难为徐小贤 不对 应该说是 考教比较合适 她想称一称徐小贤的精良 看看她这良一线大才子的名头 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 小姑娘笑了起来 一番幸灾乐祸的模样 云氏三娘将酒杯递给了徐小贤 徐公子 奴家先敬你一杯 徐小贤能怎么办呢 没理由拒绝 这么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呀 她微微一笑 接过酒杯 和云氏三娘喝了一杯 她长生而起 顿时豪气甘云 不就是装笔吗 老子得装得豪迈一些才行 笔墨事后 咦 这家伙真的要做誓词啊 简春夏眼睛扑闪扑闪 朱仲菊等人顿时兴奋了起来 大哥威武 我等也敬大哥一杯 为大哥助兴 李儿娶来了笔墨指宴 徐小贤又几杯酒下肚 她走到了书案前 提起了笔 却转过了身 明儿我三弟即将远行 经此一别 不知何年再聚 我这便做一首送别的词 赠予我三弟 希望来日再见之时 你已飞黄腾达 但三弟你要切记 莫忘初心 所以 徐小贤要做的这首送别的词 是要给苏平安的 苏平安顿时激动了起来 云十三年脸上的神色有些暗淡 我明儿也要走了 这离别 可惜不是给我的 她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做出一首送别的词来吗 她的词 真的会比罗三辩所做的更好吗 无论如何 云十三娘也有些期待 因为 这将是徐小贤此生的最后一首词了 她将是绝唱 希望这首词 配得上绝唱二字 多谢大哥 三弟我以后 无论是在繁华京都 还是在荒凉天涯 这初心 永世不忘 好 大哥这就做一首 踏缩行 祖西离歌 送给你 徐小贤保战笔墨 破莫辉豪间 一笔漂亮的行书落在了纸上 踏缩行 祖西离歌 祖西离歌 长亭别宴 乡臣以阁游回面 居人匹马应临丝 行人去 赵一波转 画阁浑霄 高楼木段 夕阳指送平波远 无穷无尽是离愁 天涯地角寻思变 戈壁 一片寂静 落真可闻 苏平安热泪盈眶 他感受到了 徐小贤的深沉情感 他仿佛看见了一幅 单亲所惠的离别画卷 大哥在这渐行的宴席上 唱着这首离别的歌 在那亭子里散了离别的宴 他正在离去 渐行渐远 回首时 乡臣已阻断了视线 马思照转间 彼此不见 大哥在那画阁上黯然神伤 他登上了高楼 望断了天涯 只能看见夕阳下的江波万里 只能让这份愁绪 随着江波而去 去到天涯海角 只为徐我踪迹 他闭上了眼 泪流满面 云十三娘早已惊呆 他对狮子的造诣 比苏平安还要高 他自然明白了 徐小贤的这首词 所表达的离别意 这是离别 也是牵挂 更是他的依依不舍 乡臣 马思 赵转 画阁 高楼 西洋 短短一首词 说尽了他心里的离仇别恨 和无可奈何 他正正地看着徐小贤 傲然而立的背影 在这一瞬间 他看见的是一个重情重义 还多愁善感的少年 他的心里微微一叹 他也闭上了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为什么他就非得要死呢 究竟是谁这么急迫的 想要他死呢 这首诵别之词 若是传唱出去 必然成为经典 若是将这首词送去文风阁 他极有可能得到大儒们的赞赏 而进入文风阁 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才子 不仅仅是这梁义县 而是整个大臣 可惜了 那就再多请他两杯酒 云十三娘睁开了眼睛 苏平安已经拧着酒壶 拿着酒杯走了过去 大哥 你是我永远的大哥 苏平安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哽咽 大哥之情 我苏平安铭记在心 我向大哥保证 此去长安 定活出个人样来 只为不给大哥丢脸 三弟敬大哥三杯 徐小贤没有料到 这苏平安如此多愁善感啊 我不过是抄了一首 相对应景的词而已 我真没想那么多啊 可这话不能说 说了就不仅仅是 大沙风景那么简单 此刻的他 也饱含深情地举起了酒杯 语气豪迈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三弟 待再见时 希望你依旧是 那个豪情满怀的少年 干 三杯酒下肚 朱仲举也走了过来 他是不太明白 这首次有多好的 他就是觉得 这样的气氛感人 就是觉得 这就是坦坦荡荡的兄弟之情 老二我是个粗人 就知道银子 这辈子最大的理想 曾经是养狗 现在是做最大的商人 大哥 在你的熏陶之下 我爹再也没有揍我了 甚至我已经能够 为家里的生意拿主意 我爹居然还会听我的 我爹说了 叫我以后就跟着大哥你混 好好混 混出为人样来 所以大哥呀 朱仲举咧嘴一笑 三杯 安和华同样被 徐小贤的这首次震惊 他才明白自己拍马 也赶不上徐小贤 他也敬了徐小贤三杯 心里有了一些别的念想 只是这时候 他并没说出来 如是精髓相识不重 不如就跟着徐小贤 去给他当一个账房 酒杯酒下肚 徐小贤没啥醉意 他正要去坐下 云十三娘却走了过来 也拿着酒杯拧着酒壶 许公子高才 十三娘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再次对徐小贤吟吟一礼 又道 这首词 是公子为苏公子所做 敢问徐公子 小女子能传唱这首词吗 这个当然可以 徐小贤点了点头 云十三娘倒上了六杯酒 他端起一杯来 递给了徐小贤 他距离徐小贤很近 于是徐小贤不留痕迹地退了半步 那是淡淡的玫瑰香味 其实很好闻 徐小贤也擅长闻香食女人 喜欢这种味道的女子 性子通常比较火热 徐小贤后退半步 也不是因为这香味 而是他不太习惯 和陌生人靠得太近 然而 云十三娘奄然一笑 对徐小贤后退这半步 似乎并不在意 他并没有敬徐小贤的酒 而是深情地看着徐小贤 待奴家为此次谱曲 给诸位演唱一番 若是许公子觉得 奴家的曲儿还可以 奴家希望许公子 请奴家喝了这三杯酒 他取了书案上的这张纸 坐在了擒台旁 他仔细地看着纸上的 这笔漂亮的字 似乎将它们牢记于心 然后 他闭上了眼睛 修长的脖子微微痒着 娇好的面容在这一刻 似乎都变得神圣了起来 徐小贤等人安静地看着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七个月 第一次见古人谱曲 十三娘并没有在纸上留下曲谱 他似乎是在心里谱曲 一辽云秀修长的食指落在了琴弦上 当 一弦音响起 鸟鸟回荡 紧接着 徐小贤便见他食指轻浮 一弦一弦的乐调 如泉水叮咚 如溪流缠缠 一时间美妙的乐响 便鸟绕在了他的耳旁 这是独奏 最见技法 徐小贤懂得吉他略懂音律 此刻他顿时对这十三娘 极为佩服起来 十三娘的身子 随着乐声轻摇 舒张缓和尖踏 仿佛就是起伏的音符 他已经融入了这曲中 整个人的气息陡然一变 变得似乎朦胧了起来 他开口而歌 歌声悠扬 却带着妻妾 祖熙离歌 长亭别宴 香尘以格游回面 一股浓郁的离别之情 在此间油然而生 仿佛他的歌 他的曲 正如徐小贤手里的那支笔 却不是在提诗 而是在作画 他用歌声琴音 绘制了一幅栩栩栩动人的画卷 所有人都在画中 于是 所有人都沉醉于这歌声之中 居然匹马硬临丝 行人去 赵一波转 画阁浑霄 高楼目断 他的声音欲显悲切 苏平安有一次热内盈眶 他仿佛正骑着马 已经穿过了那片林 其余人却登上了船 船已经掉了头 而他的大哥徐小贤 却登上了那栋画楼 又登上了那栋高楼 只为再看他一眼 苏平安的脑子里 浮现出了和徐小贤相识相知的那些细碎画面 其中的点点滴滴 那是大哥对自己的厚爱鞭策 此生 如何才能报答大哥的知欲之恩 对了 小妹苏菲回信的言辞中 对大哥似乎颇为关切 若是苏菲嫁给了大哥 我苏平安就是大哥的大舅子了 就是一家人了 小妹之容颜不输给继院 小妹之才华 也佩起大哥红袖天香 苏平安心里陡然一阵火热 他忍不住就想将这事告诉徐小贤 他极为冲动地想成就小妹 和徐小贤的另一桩美事 就在这时 曲音陡然一转 打破了他的思绪 也暂时熄灭了他内心的那团火 十三娘的琴音变得空旷了起来 每一个音符都显得意韵幽远 他的歌声也陡然消沉了起来 每一个字似乎都带着伤悲 夕阳指送平波院 无穷无尽是离仇 天涯地角寻思辨 最后一个字落下 琴音愈发地低了 仿佛一出剧的羡慕 他双手落在了琴弦上 琴声戛然而止 他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所有人依旧一眼不眨地看着 此间变成了一张静默的话 就连简春夏这小姑娘也不例外 他必须承认 这个颇为破旧的兰归方里的 这位云十三娘 索普之曲极佳 她的情义和歌喉 放眼大臣也是数一数二 尤其是她润于这曲中的那份情感 她似乎感同身受 她甚至将自己也唱入了 这离别的酬绪之中 她是怎么做到的 琴儿站在角落 一脸骄傲地看着小姐 她相信 小姐凭着这首词这首曲 在重返京都 她必然在震惊长安 长安有五大青楼 然而小姐是永远的魁首 只是 这词是徐小贤做的 而小姐是要杀徐小贤的 那么这一曲 小姐往后可还会唱起 不 小姐永远不会再唱 所以 此曲将和此词一样 成为天下绝唱 小姐会在何时 对徐小贤下手呢 小姐哭了 云十三娘的脸颊 有两串泪珠落下 这么好的词 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偏偏她要去死呢 这是一曲离歌 有些人离别会再见 有些人一别 就是天各一方 再也不见 徐小贤 对不住 我要活下去 你就只有去死 她深吸了一口气 摸出了一张手绢 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转头看向了徐小贤 嫣然一笑 奴家入了戏 还请诸位公子见谅 徐小贤鼓掌 一时间这房间里 掌声四起 这是徐小贤发自内心的 对云十三娘高超记忆的赞美 什么叫艺术家 人家这就是艺术家 一手扑扑通通的离别之词 她却能演绎的 令人身临其境 这是何等样的功夫 徐小贤扪心自问 哪怕她是个影帝 她也做不到 她拿起了那个酒杯走了过去 她将一个酒杯 递给了云十三娘 词曲指应天尚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我徐小贤敬十三娘一杯 以表达徐某对十三娘之仰慕 云十三娘摸了摸藏于怀中的匕首 词曲指应天尚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这是多么高的赞誉 如此看来 徐小贤非但懂词 她还懂曲 她本应该是我十三娘的知音啊 她紧握匕首的手松开了 她接过了这杯酒 起身对徐小贤道了个万福 徐公子之才信手 拈来便是文章 十三娘多谢公子赞美 月上柳梢 此间融融 啥也没有发生 只是徐小贤喝得有点多 她是被安和花给扛回去的 PS 周末得休息一下 就两张 下周尽量继续四张 人去楼空 玉香楼再起情音 依旧是那一曲 踏缩行 祖席离歌 脸儿安静地看着 直到这一曲终了 她才问了一句 小姐 你心软了 莫如脸儿去 回房 云十三娘站了起来 她收拾了一番心情 脸上的神色变得坚定 语气也变得冰冷 收拾一下 你在南门外等我 现在去杀徐小贤 趁着她醉了 少受些痛苦 小姐的心 确实软了 奴婢要提醒小姐一句 仇人依然健在 还活得很高兴 我知道 所以徐小贤必须死 那我们回房 徐府 来福子时才回来 他回来 是因为 晚上在去山训练的时候 李二狗这货 在三十里长途行军中 从山崖上摔了下来 一家伙就只剩下了半条命 那浑身都是血淋淋 其中有一处 最大的伤口在腹部 被锋利的山石凿伤 撕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在经过了一番紧急处理之后 来福想起了 少爷还有金疮药 也有那什么消毒用的东西 为了救回李二狗的命 他从去山里跑了回来 可少爷却没在他的房间里 来福将灯笼点燃 想了片刻 莫非少爷从后门 跑去了少奶奶的房间里 不然这大半夜的 怎么可能没在床上 就二狗子的命要紧 现在不是去想少爷的时候 于是 来福钻到了床底下 他记得 少爷有个包 就塞在床底下的 上次给少爷涂抹了屁股之后 少爷可是再三强调 不可动他的这包裹 原本是想求少爷给点金疮药 和那消毒的玩意儿 少爷肯定会同意 但现在少爷没在 势急从全 来福想的是 明儿个再回来一趟 向少爷解释一下 应该能得到少爷的谅解 可就在他刚刚摸到 这包裹的时候 他的耳朵一动 忽然听见了有人进来 难道是少爷回来了 这 现在我怎么向少爷解释 少爷恐怕会叫我当贼 不如等少爷睡了 我再偷偷地走 明儿个再回来 向少爷解释 接着 他听见了砰的一声 然后有个人说话的声音 这家伙挺沉的 行了 给他盖上被子 睡一觉就好了 走吧 喝得有点多 咱们也回去睡觉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来福放下心来 原来少爷喝醉了 他没有轻举妄动 他耐着性子 等了足足一炷香的功夫 有轻微的憨声响起 他这才放下了心来 正要打开着背包 却忽然一惊 那关着的门 嘎吱一声又开了 这是怎么回事 来福趴在床底下 头朝着外面 然后 就着灯笼的光芒 他看见了两条修长的腿 这分明是女人的腿 就像智蕊的腿一样 难道是少爷喝醉了 少奶奶来看他了 进来的是蒙着面巾 穿着黑色镜装的云石三娘 他推开门走了进来 还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人睡觉都忘记了灭灯的 他站在了床檐旁 看着睡得正香的徐小贤 脸上忽然浮起了一抹笑容 徐小贤 原本你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原本若是你我多相处一些时间 说不定我就难以对你下手了 可造化终究弄人 有人要你马上死 今儿晚上 你做的那首词 我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但你若不死 我就不能活 对不起了 若有来事 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来福在床下一听 这不对啊 这不是少奶奶的声音 这更不对啊 这女人是来杀少爷的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灯光的映尘下 那女子的影子 似乎举起了手 来福顿时亡魂大冒 若是少爷死在了 这女子的手里 官府一查 我特么今儿晚上 正好这个点回来过 他跑了 我岂不是就是最大的嫌疑 所以 少爷死不得呀 徐小贤 再见 云石三娘举起了匕首 就在他咬紧牙关 正要刺下去的时候 来福慌乱中猛地一扑 他忘记了自己在床底下 他一头撞在了床板上 发出了 砰 的一声闷响 徐小贤的身体 被这一撞 居然弹了起来 就像诈尸了一样 吓了云石三娘一大跳 她是三品上 可以高来高去的高手 但如此诡异的事 却从未曾见过 她迟疑了片刻 也就是这片刻的时间 来福的双手 从床底下伸了出来 云石三娘 陡然觉得脚脖子一紧 她也亡魂大冒 还没来得及低头去看 床下的来福 双手用力一拽 砰 云石三娘 被他一家伙拽翻在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 云石三娘便看见了 床底下的这个 躯黑的汉子 有埋伏 云石三娘倒吸了一口气 来不及多想 她身子一勾坐了起来 手里的匕首 一家伙就刺了出去 正中来福的手臂 啊 来福发出了一阵嚎叫 松开了双手 云石三娘一跃而起 正要刺向徐小贤 来福也从床下爬了出来 一头向云石三娘撞了过去 砰 云石三娘 被他这一家伙撞到了门外 来福大吼 少爷快跑 至蕊 至蕊 云石三娘怒目原瞪 这该死的家伙 你坏了本姑娘好事 你去死吧 她又一匕首 刺中了来福的肩膀 来福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她才发现 这次的力气居然极大 她运足了内力 终于拔出了匕首 正要再刺来福一家伙 徐小贤从梦中惊醒 九亿一家伙醒了大半 她迅速爬了起来 取下了挂在床边的弓箭 她一步来到了门口 搭建张弓 就在云石三娘 就要一匕首 刺入来福胸口的那一瞬间 她放了一剑 咻 这一剑 是用一弹的复合弓射出去的 这一剑正中云石三娘 握着匕首的右臂 力量极大 几乎贯通 云石三娘受伤 手里的匕首扑通一声 落在了地上 她抬头望了一眼徐小贤 身子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而去 就在这时 隔壁的忌心 似乎被鞭的叫声惊醒 她也冲了过来 刚刚迈入三瓶的女侠 也拔地而起 想要去追赶 然而 她就在徐小贤震惊的视线里 从三丈高处掉了下来 扑通 啊 简春下一个起落落在了忌心的身边 她抬头看了看夜色 低头看了看狼狈的忌心 摇了摇头 飞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来福这时候 似乎才从紧张中醒过神来 这才感觉到痛 啊 少爷 我要死了 这个夜里 梁义县官差进出 梁义县百姓们 缴纳赴税这事解决了 纪县令已经召回了所有的捕快 这些捕快当然知道 解决这个大问题的 是纪家姑爷徐小贤 他们当然 对徐小贤感激不尽 以刘能为首的捕快们 在得到县令纪中坛的通知之后 他们兵分三路 满城缉拿刺杀姑爷的凶犯 一时间 梁义县人仰马翻 然而在闹腾了一宿之后 莫要说凶人 凶毛都没抓到一根 四方城门已经封锁 这梁义县 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 这凶人中了姑爷一见 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呢 云来客栈 地下室 宋中宋蛮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云十三娘 梁儿在给她包扎伤口 这一件伤得极身 虽然涂抹上了挂门 独一无二的金疮药 但要痊愈 也不是三五天的事 等云十三娘一身收拾妥当 宋蛮子说话了 就三个字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梁儿 退钱 他必须死 若我不同意呢 云十三娘笑了起来 那你也必须死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打得过我 宋中的话音刚落 一把寒光闪闪的剑 就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陡然一惊 持剑者并非云十三娘 而是 零 三品上 高手啊 好吧 两位姑娘饿了没有 外面天光微亮 要不用了早饭休息一下 梁儿收剑 点了点头 宋蛮子 这才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走了出去 小姐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云十三娘 这才仔细地回想了一番 这徐小贤 好算计啊 她其实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她居然还算准了我 今夜就要杀她 梁儿一正 她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但她在床下藏了一个人 若不是这个人 她早就死了 梁儿大吃一惊 徐小贤在床下藏了一个人 这么说 她今儿个一直在演戏 云十三娘点了点头 目光冰冷 却有些疑惑 她设我的那一剑 是可以正中我胸口的 那样 我就没命了 可她却只是 射了我的手臂 她就一书生 想来是没有准头的 云十三娘摇了摇头 这力道不是书生能有 看来她有点底子 算了 不想这事了 这次失败 可就打草惊蛇了 外面风声很紧 这人 还杀不杀 云十三娘眯起了眼睛 当然要杀 等我调养几日 再杀 徐小贤将弓箭挂了起来 她又仔细地嗅了嗅 残留在空气中的味道 然后笑了起来 云十三娘 想来就是李刚 在信中提起的那位 来自京都长安的水仙花了 可为什么 你不是用的水仙味道 而是玫瑰的味道呢 来福怎么在家里 这家伙 今儿个可是立下的大功 若不是他 我的小命可就没了 徐小贤并不知道 他的小姨简春夏 其实一直在看着 若是来福没有出手 他也会出手 但他并没有去追杀云十三娘 原由是他早已认出了 云十三娘所谈的那张情 绕梁 知道要杀你的人是谁吗 简春夏看向了 徐小贤问了一句 徐小贤正在帮来福处理伤口 想了想 还是回了一句 应该就是兰规方的云十三娘 那你知道 云十三娘又是谁不 徐小贤一正 他理应是五花楼的水仙花 这个消息 倒是令简春夏吃了一惊 但很快他又释然 我知道云十三娘是谁 只是我不知道 他就是水仙花 也不知道他来良意县 是为了杀你 你这么小小的一个人物 五花楼值得派水仙花来杀你 简春夏仰着头 偏着脑袋 仔仔细细地看着徐小贤 表示了他的疑惑 徐小贤整个人都不好了 老子一心想要低调的发财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招惹上了这些敌人 你认识云十三娘 不认识 但我认识他的那张琴 大致能猜出他的身份来 这样啊 说来听听 简春夏站在徐小贤的身旁 背负着双手 像个小大人一样 将他所知道的事 娓娓道来 这张琴 是大臣五大贤人之一的 琴贤云孟泽所有 云孟泽是谁 他是大臣曾经的 国子剑祭酒 官居从三品 却在大臣十三年 被奸人所害 落得个抄家灭族的悲惨下场 这张琴 既然在云十三娘的手里 云十三娘 极有可能是云孟泽的后人 而云孟泽 是他父亲简从书的至交好友 大臣五大贤人 简从书正是书贤 只不过 他被丈母娘的母亲 给抢去了龙虎山 当了压寨相公 这个消息令徐小贤大吃了一惊 由此想来 丈母娘的父亲 肯定生得极为俊美 他还被称为书贤 那么一定是一位 玉树林峰的大才子 丈母娘的母亲彪 哈 难怪妓院这么漂亮 原来这基因 来自于他的外公 难怪简春夏这小小的丫头 说话做事 都像的大人一样 想来是受了那位 书贤简从书的影响 这位简从书被抢了之后 就没有再去朝中围观 而今夫妻恩爱 定居于兰陵 过着咸云野鹤般的生活 徐小贤不知道 这是简从书的本意 还是那位简夫人的手段高明 云梦泽在大臣十二年 来过一次兰陵 带着他的那张情 那是武贤最后一次相聚 那时简春夏才五岁 他记得那张情 也知道大臣十三年 云家的悲惨事 作为被抄家灭族的云家 他的女眷被送入教方司 这是极有可能的 简夫人曾经去过一趟京都 却没有在教方司中 找到云梦泽的女儿 而今想来 那时候 他只怕已经被迈入了兰规方 只是简春夏也没有想到 云十三娘会成为刺客 他更没想到 云十三娘要刺杀徐小贤 引起他主意的 并不是云十三娘有什么异动 而是前院常威的那几声狗叫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这梁义县的一个小小的徐小贤 为什么会让云十三娘 从京都来杀他呢 这小子的身上 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小小的简春夏 自幼受父亲文器的熏陶 又被母亲给翻来覆去的折腾 成了二品下的高手 再被几个师兄 给灌输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 他的思维早已超越了同龄人 这也是他的父母 敢让他不远千里 从兰陵跑来梁义县的原因 他看向了徐小贤 姐姐那么聪慧的人 将月儿许配给徐小贤 一定是看中了他的某个方面 是什么呢 简春夏来了兴趣 他知道 肯定不是徐小贤的诗词文章 因为在姐姐的眼里 诗词文章屁用没有 你准备怎么对付云十三娘 当然是找到他 然后 徐小贤本想说 先奸后杀 这话没敢出口 然后当然是问出 这背后的指使者 我特别又没招谁惹谁 这是霍从天降啊 若是他真的被抓到 能不能放他一马 他是来杀我的 可他肯定是受人指使 再说 他真的很可怜 云家恐怕 只剩下他一个了 若是他死了 云家的情迹也就失传了 徐小贤撇了撇嘴 先抓到了再说吧 得看他配不配合 他很漂亮 漂亮又不能当饭吃 再说了 在我心里 月儿才是最美的 这话让简春夏 多看了徐小贤两眼 这人不错呀 姐姐果然有眼光 月儿果然好福气 五贤之中 我爹和云伯父关系最好 我想云十三娘活着 也是为了报仇 她如果死在了你手上 她的仇人就可安眠 而云家的仇 可就再也没人去报了 你帮我抓住她 我答应你 只要她告诉我 背后的指使者 就放过她 好 小姑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这是继月儿的请求 另外 她也很好奇 这幕后的凶手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说完这话 徐小贤开始给来福处理伤口 她手里拿的是云来客栈掌柜李辉 送给她的那盒金疮药 试用还是不用呢 这玩意儿 会不会有毒 对了 云来客栈 云十三娘是送蛮子请来的 她会不会就藏在云来客栈里呢 云来客栈是挂门的一个联络点 极有可能有暗房 徐小贤心里有了主意 得去一趟云来客栈 去打草惊蛇 收回了心思 她迟疑地又看了看手里的这盒药膏 朱仲矩送来的金疮药 被她给用完了 现在来福身上两处刀伤血流不止 还是用吧 这家伙这么大个块头 正好试试看 会不会被毒死 用点酒清理了伤口之后 徐小贤将这金疮药 涂抹在了伤口上 还极为关切地问了一句 感觉怎样 来福躺在她的床上 我特么不过就是回来取点药 哪里想到 今儿个有血光之灾啊 早知道找个算命先生算一挂 若知道有这等凶事 就算二狗子死了 老子也不会回来 还是少爷对我好 他用上了这珍贵的金疮药 莫说 这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涂上去之后 就觉得凉丝丝的 似乎没有那么疼了 少爷 感觉很好 能不能多抹一点 徐小贤撇了撇嘴 心想 老子担心 万一有毒 你压会死得更快 已经很多了 得省着点用 你不是说二狗子 也只剩下半条命了吗 剩下的得救他 少爷 小人忽然觉得 二狗子死了也好 徐小贤终究不得闲 冀中坛给他弄的那破事 在第二天真的来了 浩浩荡荡近三万人 涌入了百花村 把百花村的村民们 都吓了一跳 这特么干啥 抢地盘啊 护卫队的队长来复没来 副队长二狗子重伤 另外一位副队长李赖子 就有些慌了 弟兄们 保卫咱们百花村的时候到了 待会你们见机行事 这群憨憨就有些憨了 什么叫见机行事 特么的黑压压的几万人 咱们就五十人不到 这见了鸡 也不敢行啥事啊 还好 李大爷作为最早 跟着徐小贤混的人 他在百花村威望极高 他带着王富贵等人 来到了这一大群人的面前 和这群人中的 几位组长一交流 明白了 他们是受了寄宪令的号召 为建设着百花村而来 只是 这地方哪里有办法 安置下去这么多的人呢 各位组长 既然你们是寄宪令叫来的 那你们放心 少爷一定会将你们的人 安排得妥妥贴贴 但现在 少爷和朱家大少爷 都还没有来 还请各位组长 让自己的族人稍等 我这就去量一些 问问少爷的意思 那就有劳劳汉了 李大爷匆匆忙忙地走了 这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好奇地四处张望着 这百花村 好漂亮啊 那些青砖碧瓦的四合院 真漂亮 则则则 若是老子这一辈子 能盖起来这样的一个院子 老子死而无憾 哎 若是有了这样的院子 我那大 何至于三十二岁了 还打光棍 这都是命 以前这百花村 和我们下沟村没啥区别 甚至还要穷一些 可现在 人家这里弄得红红火火 咱们下沟村 却还是那么穷 这都是命啊 还不是因为许家少爷 这位许家少爷也是厉害 才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真的 带着百花村的村民们 脱贫致富了 桃园村 他们那三个村子的运气也真好 许家少爷将取河水库 选在了那里 他们竟也成了百花村的人 也过上了好日子 你们说 我们什么时候 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呢 想啥呢 在许少爷这赚点钱 把睡腹交了 就阿弥陀佛了 然后老老实实地回去 事后咱们的那几亩薄田吧 也是 这百花村看来不大 咱们一家伙来了这么多的人 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的活干 这么多的人叽叽喳喳 可就很热闹了 但对于百花村的村民而言 他们对此仅仅是有些好奇 然后便专心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中去 赚钱呢 哪里有闲工夫 和这些外乡人扯家常 朱仲举 也喝得很多 今儿起来的晚了一下 才猛然想起 昨儿大哥的吩咐 他匆忙洗漱了一番之后 带着几个狗腿子就出发了 连早饭都没有吃 朱家大院的正堂里 朱老爷提着一个鸟笼 看着朱仲举离去的背影 笑了起来 朱夫人撇了撇嘴 言语有些埋怨 自己家里的生意 都没见他这样上心过 老爷 你说儿子会不会被徐小贤给带偏了 妇人之见 你记住 儿子要做什么 你只管支持就好 千万莫要打了党手 他要什么给什么 大大方方地给 你就不怕他败家 我倒是想他败家 原本是打算给他文英万两 让他自己去捣咕捣咕什么生意 现在多好 他在繁殖的那些作坊和铺子里锻炼 你没见他 现在更成熟了吗 以往 他每月要去淡水楼三十六次 而今 他仅仅才去六次 以往 他每月要在兰归房 花费银子三百两 而今 除了昨儿晚上给苏少爷践行 他再没有去过兰归房 夫人 他走上了正道 跟着婆知 他会走得越来越正 所以我寻思着 将梁州即将开展的生意交给他打理 待会我要去一趟梁州 一来是去拜访一下梁州商会前会长 二来 在梁州买一处宅子 儿子去了梁州 也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朱夫人一正 儿子还小 梁州那么大 还人生地不熟的 将梁一县的生意丢给他不是更好吗 妇人之见 婆知的生意 也要做到梁一县去 你可莫要小看了婆知的那些生意 超过咱们朱家 只是时间的问题 朱老爷台部迈下了台阶 逗着笼子里的鸟 我朱家的生意就跟着去那里 仲举会懂的 朱夫人不懂 她只觉得自己的儿子似乎就要飞走了 喂喂喂老爷 儿子也老大不小了 季院他没拿下 能不能拿下寄心 朱老爷停泊 转身 你可别乱想 那样儿子恐怕会没命 那儿子现在这么忙 他 他似乎对女子都没兴趣了 这怎么办 我去一趟周家 周若兰 嗯 他们才是最合适的 徐小贤在三里平 遇见了朱仲举和李大爷 正好 一行人结伴向百花村而去 昨儿晚上梁一线的动静极大 今儿早上起来 朱仲举就听他的狗腿子们说了 此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徐小贤 没事 差点 凶手抓住了没有 没抓住 估计跑了 那 知道凶手是谁不 我醉得一塌糊涂知道个屁 这是官府的事 咱们别去操那份心 好吧 朱仲举觉得自己这大哥的心 也挺大的 你说 你怎么三番五次的遇袭呢 我估摸着又是周延旺 因为想来想去你也就得罪了一个周延旺 徐小贤咧嘴一笑 心想 这次你呀还真冤枉了周延旺 小姨简春夏给他详细地说了云石三娘的身世 他并没有多少同情 但在设云石三娘的那一件的时候 确实没有去想要他的命 这不是他仁慈 而是他知道云石三娘不过是一枚棋子 他想要通过云石三娘弄清楚这幕后的黑手 李刚给他来信说 周延旺放老实了 扬言说徐小贤的狗命暂时留着 就连挂门也暂时取消了刺杀他的计划 李刚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但他说下一次动手 将在渠河水库建成之后 徐小贤弄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弄死自己和建成渠河水库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他知道了 在渠河水库建成之前自己是安全的 所以他大意了 本应该早些想到云石三娘就是水仙花的 那么云石三娘为什么会违背了挂门 或者说是周延旺的意思 对自己动了手 这后面除了周延旺之外 似乎还有别的人想自己去死 所以云石三娘不能死 但必须抓住他 纪县令已经安排了捕快 暗中盯着云莱客栈 但估计没什么卵用 待会回去自己的亲自去一趟 百花村 李大爷家院子里 简春夏舔着用棍子卷起来的麦芽糖 看着站在他面前和他同龄 却比他矮了半个头的李妞妞 咧嘴一笑 叫姐姐 李妞妞瞅了简春夏一眼 伸手解开了拴在墨盘上的小母牛的绳子 回头又看了看简春夏 你几岁 我八岁 你呢 我也八岁 那你几月生的 三月 那你也得叫我姐姐 我二月生的 比你大一个远 简春夏又舔了一口麦芽糖 没眼一弯 笑道 你叫我姐姐我就给你糖吃 我不稀罕 你让开 我要去放牛了 这是少爷的牛 徐小贤养的牛 是少爷 李妞妞瞪了简春夏一眼 纠正了一句 简春夏愣了一下 徐小贤这家伙 挺会收买人的呀 连这小姑娘也没放过 刚才在百花村的后面 徐小贤这家伙 三言两语 就将那三万来人给安排了下去 其中一万人去翻地 那是地吗 就连简春夏这样五谷不分的小孩 都知道那山坡荒地屁用没有 可徐小贤却煞有介事地说 现在百花村的产业 无法安排大家 但为了大家能够缴上税付 他只好找点活来给大家干 一天石文钱 不能再多了 这是他徐小贤白白浪费的银子 那些村民能怎么办呢 石文钱啊也好呀 这虽然比纪仙令说的少了一半 可这些村民们 看了那荒泼之后 却觉得那家伙 当真是在做一件善事 这地翻出来也没用 所以徐小贤许公子 纯粹就是随便找个活给他们 有个油头来送银子 其余两万人 除了匠人之外 全部被他给弄到了渠山里去了 干啥 砍竹子藤条和伐木 这活也是石文钱一天 不能再多了 某些村民听说过 造纸是用的竹子树皮或者藤条 但没有人听说过 木头可以造纸呀 简春夏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这世界的造纸树 使用的材料就是这些 那么像伐木这种事 也是徐小爷发的善心 那石文钱就算是白送的 就这样 原本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被分散了 一万人在李大爷的带领下去了 那片荒地的尽头 徐小贤说 从南到北统统翻更一遍 这得有多少点 这得浪费多少银子 徐小贤这家伙败家啊 回去之后得给院说说 另外的两万人 被李赖子和护卫队带去了渠山里 他们被分成了若干个组 丢在若大的渠山 也就不险山不露水了 一切安排妥当 徐小贤去给李二狗疗伤去了 这家伙似乎懂医术 简春夏到处游荡 这就来到了李大爷家的院子里 李大爷家还没有推倒重建 依旧是以前那间低矮的茅草屋子 在这里 他遇见了一个 和他差不多年岁的黄毛丫头 就有了这番对话 我猜不管他少爷不少爷的 我说 这糖真的很甜很好吃 你叫我一声 姐姐又不吃亏 为啥不叫 因为我也有这麦芽糖 妞妞说着 就从兜里摸出了一小块 在简春夏的面前晃了晃 然后舔了一口 又用不包了起来 这是少爷给我的 妞妞自豪地说了一句 养着脖子牵着牛 走了 喂喂 你等着我 或许是难得 和同龄的孩子一同玩耍 也或许是简春夏 无论怎么装 他依旧是个孩子 他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从背后的小包包里 摸出了一根棍子 裹起来的麦芽糖递了过去 认识一下 我叫简春夏 你叫什么名字 妞妞没有接着麦芽糖 回了一句 我叫李妞妞 少爷说人无功不受禄 咱们第一次见面 这应该是萍水相逢 你没必要丢我东西 我也没东西给你 我不要你的东西 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我没朋友 李妞妞停下了脚步 看向了简春夏 他面前的这个 比他高了半个头的女子 衣着整洁而华丽 脸蛋白皙精致 头上还插着一根银簪子 手腕上还戴着个白玉镯子 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是乡村野丫头 做朋友 不合适 简春夏一正 这丫头懂事啊 眼力见还好 也懂得分寸 不行 我一定要她成为我的朋友 朋友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兴趣爱好相投 我们的兴趣爱好 恐怕也不相投 那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给少爷放好妞 好吧 简春夏承认自己输了 这妞妞被徐小贤给弄得磨正了 人得有理想 牛放不了一辈子 等学堂建好了 我要去读书 读书闲暇 继续给少爷放牛 等我长大了 像少奶奶那么高了 就去少爷府上 给少爷当丫鬟 三句话 不离少爷 也不离这牛 最大的理想 就是给徐小贤那小子当丫鬟 这就让简春夏有些郁闷了 我家就在你少爷家的隔壁 就算你当了他的丫鬟 咱们往来也很方便 当真 妞妞的眼睛一亮 他还从来没去过少爷家 听爷爷说 少爷家干净整洁 还很漂亮 此刻他心想 若是能去这小姐家里 爬上墙头 偷偷地看看少爷的家也是好的 毕竟以后自己的一辈子 都要在少爷的家里 事后少爷不是 肯定当真 我当你是我朋友 朋友不能有欺骗 那 堂给我 我们这就算是朋友了 嗯 两个小姑娘 牵着一头牛 来到了山坡上 草儿正轻 这小母牛吃得极为欢快 妞妞 嗯 你大名叫什么 李妞妞一正 这就是我大名 简春夏舔了一口麦芽糖 这名字更像是小名 要不姐姐 给你重新取个大名 李妞妞摇了摇头 心想 就算要重新取 也得由少爷来取 你和我差不多年岁 哪里能取出什么好名字来 少爷住在你隔壁 他每天都在家里 都干些什么呢 两个小姑娘坐在了山坡上 李妞妞松开了绳子 他也舔着麦芽糖 转头看着简春夏 小脸上满是期盼 简春夏扬了扬门 他呀 也没见他做什么正事 吃鸡 喂鱼 看书 打长威 他为啥要打长威 长威不听话 哦 长威应该是还小 少爷可不是性子残暴之人 你就这么护着你少爷 当然要护着少爷了 不然去哪里读书 去哪里住新房子 去哪里赚银子 若是没了少爷 就连这仪堂 可也没得吃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咱们是朋友了 你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 你根本不知道 少爷为咱们百花村做了什么 我的这条命 也是少爷给救回来的 你说 我不护着他要护着谁 说完 妞妞悠悠一探 也有了几分大人的语气 可惜了我 啥也帮不了少爷 听说他又遇刺了 你说我要是是个武林高手多好 那样 就能保护少爷了 你想练武 练武很辛苦 只要能保护少爷 辛苦又算得了什么 那我教你 妞妞又看向了简春夏 觉得这个朋友 有些不靠谱 有些不靠谱